挥州、安氏,餐桌上坐着四个人正在开心地吃着饭,旁边还有一个大约四岁的小孩正在旁边的沙发上,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 小川,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吧? 你二姨说给你介绍的对象,让你这个星期去看一下。 一位中年妇女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和儿媳妇一眼,随后向着坐在旁边安静吃饭的另一个小儿子说道。 妈,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就别害人家了。 听到话的江小川头也不抬得回了一句,母亲听到这话,眼中带着怒火。 瞎说什么话呢?你这病不是已经好了吗? 妈,我都说了,我没有病,你们非要不信。 算了,你们吃吧,我吃饱了。 江小川慢慢放下手中的碗筷,淡淡地说道。 你,看着走向自己房间的江小川,母亲气不打一处来。 妈,行了,你也别催她了,别逼急了,又让她犯病了。 大哥看到母亲发火,又看到旁边有点不耐烦的媳妇,赶忙劝闹。 听到这话,母亲噎了一下,也不再多说。 草草地吃了饭,便各回各屋。 回到房间的李明月看着自己的丈夫一眼,随后缓缓地说道, 明海,要不让妈拿点钱出来,给小川付个首付,让她搬出去住吧。 坐在旁边看着手机的江明海,听到这话,手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玩着手里的手机,没有说话。 见旁边的丈夫不说话,李明月眉头揍了一下。 接着说道,明海,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亲戚和朋友都说,我家小叔子是个神经病,都不太愿意和我来往。 江明海听到妻子的话,不愿地说道,明月,我都说了,我弟,他不是神经病。 你见过这么正常的神经病? 正常人会说,自己活不了多久。 正常人会说,自己脑子里有一个门。 正常人会说,自己脑海里有个倒计石。 李明月对着他吃笑道,我,本来理直气壮的江明海,听到这话,也无言以对。 只能解释一句,除了这个,他不也没做啥出格的事吗? 是啊,是没做出格的事,但是时不时的这样来一下,你不感觉很压抑吗? 江明海,过了一会,他才缓缓说道,爸去世的走,家里也没钱。 听到这话,李明月也不再说话。 确实,公公前几年得了肺癌,让本来就不是很富裕的家庭更加的拮据。 如果这套房子不是公公去世前买的,可能现在这套三居室的房子也买不起。 另一边正在哄着孙子的母亲,也是一脸的心不在焉的。 儿子已经二十八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房子,这怎么能让他不着急? 江小川躺在床上,耳朵听着大哥和嫂子的说话,脑海中看到母亲的愁容。 眼中闪着痛苦,感受到脑海中那个倒计时,江小川已经很平淡了。 四点二十一分二十九秒,只剩下四个小时了。 确实,任谁这样看了二十年了,也会变得很平静。 只是随着时间的慢慢到来,他又渐渐生出恐惧的情绪。 而自己可以看到和听到方圆十米以内的对话和场景的是,江小川并没有告诉母亲和自己的哥哥,不想再让他们担惊受怕。 压抑着心中的恐惧和烦躁。 他翻身坐了起来,不管明天发生什么情况,该给妈他们留点什么,就算自己不在了,也让他们衣食无忧。 想了一下,工作自己是没办法帮大哥找个铁饭碗,除了钱也没什么可以留给他们的。 这些年,自己也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某个部门破获了几次案件,一共得到六十几万的奖励。 这些钱不能让大哥大富大贵,至少可以减缓家里的压力。 随后,坐在自己的书桌上拿起纸和笔。 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便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包括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都写在了信里。 两个小时过去了,三张信纸写得满满的。 江小川将信放在桌子上,随后想了一下,还是用一本书压了一下。 万一过了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封信也就没什么用了。 弄好之后,走出房门,看着头发已经发白的母亲,江小川心里一阵心酸。 自己八岁那年,自己发现自己脑海中的那扇门和倒计时开始。 这些年,自己浑浑噩噩的,再加上五年前自己父亲的去世,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妈,这样吧,明天你和二姨说一下,这个星期天我去看一下那个女孩。 这样行了吧。 江小川笑着对母亲安慰地说道,听到她的话,本来死气沉沉的母亲瞬间露出惊喜。 开心地说道,真的,你别勉强啊,不然到时候弄得你二姨尴尬。 哎呀,妈,你看我都答应你了,你还不信我呀。 这些年,你看我骗过你没? 对对,我家乖儿子没骗过妈。 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你二姨,让她知道。 母亲听到她的保证,嘴里念念叨叨的准打电话。 江小川连忙阻止,妈,今天不准打,明天打吧,反正离星期天还有四天,还早呢。 再说了,你看现在几点了? 都快十一点了,二姨也要睡觉啊。 母亲听到这话,也感觉自己太着急了。 可是没办法,能不着急吗? 自己的孩子这些年因为精神的问题,推了无数次相亲。 难得第一次她主动愿意去相亲,她肯定要把握机会。 见母亲确定不会去打电话,便放下心来。 随后母子两人便在一起聊起天来。 时间一晃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结束了聊天,母亲带着已经睡着的孙子去睡觉去了。 洗好澡,回到房间,将小川将房门锁了起来,便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倒计时,眼泪顺着脸颊默默地流淌着。 想着自己之前一直缺少和父母的沟通,自己真的很后悔。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时间在最后一刻静止。 突然脑海中那扇门打开了,露出耀眼的白光。 她努力地想要看清楚门后面的情况, 可是怎么也看不清,就连平时百事不爽的能力也没效果。 突然将小川感觉自己变轻了, 确切地说是她的身体被牵引着,向着门去。 这一刻一直心里压抑的她,突然感觉心里一阵轻松, 脑海中传来阵阵困意。 将小川感觉,也许自己这一睡再也醒不来了, 也许真的解脱了。 五哥,五哥,你快醒醒。 耳边传来一阵紧张稚嫩的呼唤声。 江小川悠悠地转醒,感觉全身酸痛, 他努力地想睁开眼睛,可是却怎么也睁不开。 感觉自己浑身冰冷,一点也使不上力气。 江小川知道这是滴血糖造成的,说白了就是饿的。 歇了一会,江小川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五哥,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旁边的小孩看到江小川醒过来,立马高兴地摇晃着。 被摇得有点晕的他,赶忙阻止对方的动作。 好了,先别摇了,再摇我就要死了。 嘶哑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 听到他的话,对方也不再摇了,乖乖地站在一边。 这时候,江小川才有空打量着对方和房子。 只见对面站着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孩子,面黄肌瘦,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 而且脸色蜡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在打量着他的衣服,江小川一愣,因为对方身上的衣服居然是用尿素袋子做的。 看着所处的房子,居然是泥土混杂着稻壳做的土墙。 这里到底是哪里?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土房子? 江小川一阵奇怪。 哥,你饿了吧? 我给你拿吃的。 站在旁边的小孩,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随后把门关好,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个东西。 看着眼前的东西,江小川愣了一下,这是一个窝窝头。 随后一幅幅画面在脑海里闪过,刺得脑子一阵疼痛。 潜意识里,他闭上了眼睛。 哥,哥,你怎么了? 你快吃啊! 不然被二哥和三姐看到,就没我们的份了。 对方看着江小川不动,立马着急地说道。 隔了好一会,江小川睁开了眼睛,看着对方手中灰黑色的窝窝头,心里一阵虚息。 这一会,江小川已经融合了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身体的原主就是因为两个窝窝头被打死的,而凶手居然就是自己的一个哥哥和姐姐。 现在所处的时间是1958年,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不饱已经是常有的事情。 父母去上宫去了,奶奶带着七弟在家里做的玉米加野菜煮的粥和几个窝窝头,本来一人一个,结果二哥和三姐抢走了他们两个的窝窝头,只允许他们吃粥。 关键其他人的碗里,还有点玉米面和野菜的影子。 而自己和六弟的碗里简直像清水一样,这自然出自自己奶奶的手笔。 被抢的原主自然不愿意,于是便和两人打了起来。 才11岁的原主怎么可能是19岁哥哥和16岁姐姐的对手,几下就将他打趴下来。 打着打着,见原主在地上不动,两人便有点慌了,不过很快两人也不在意,反正有自己爸给他们撑腰。 最后两个窝窝头也没被拿走,被施舍给自己两人,自己被二哥拖到自己的屋子里, 往床上一扔,丢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 敢和爸说是,我们打的要你们好看。 最后原主还是没有撑过去,一命呜呼,便宜了穿越而来的他。 而一旁的奶奶和其他人则是在旁边冷眼旁观。 哪有这么狠心的奶奶。 不过江小川很快就知道原因了。 原主名字也叫江小川,和自己以前的名字一样。 父亲在母亲刚刚怀着弟弟那年去世了, 三年前,母亲带着姐姐江小梅,自己以弟弟江小和三人改嫁到江大海。 继父江大海本来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江卫国, 今年二十四岁,已经结婚生子,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 二儿子江卫君,今年十九岁,也是刚刚娶了媳妇。 三女儿,江卫英,今年十六岁,云英代嫁。 母亲带来的三人,自己的大姐,也就是家里后来的四姐,今年十五岁。 因为老二结婚需要彩礼,所以在今年便将江小梅给换了彩礼。 江小川,本人,十一岁。 江小和,六弟,今年八岁。 而江大海和杨岳梅有一个共同的孩子,两岁多的儿子,老七,江卫明。 至于为什么十六岁的江卫英梅嫁人,反而是十五岁的江小梅先嫁了出去? 答案只能呵呵了。 至于母亲杨岳梅在家里,几乎和透明人一样。 没办法,当初改嫁的时候,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婆家那边也闹掰了。 而娘家人也不支持,所以没底气。 继父江大海肯定也是偏心自己的几个孩子,但是至少他作为一个男人,还是需要顾及自己的面子。 而一家上头压着一座大山,这便是自己的奶奶。 江奶奶可以说是家里的老佛爷,就是江父,大部分也得听她的。 江奶奶可以说是偏心到骨子里了,所以一家人看到这个情景,都视而不见。 这都是什么家庭啊? 了解这些之后,江小川心中一阵唏嘘,感受着自己空虚的肚皮。 他还是接过了弟弟手中那个窝窝头,看着弟弟吞咽着口水。 他将手里的窝窝头掰成了两半,递了过去。 爹,我吃一半就行了。 你吃一半吧,江小和虽然很想吃,但是他知道哥哥再不吃就会没命的。 摇摇摇头说道,哥,我吃了一个了,这个是留给你的。 没事,我不是很饿,你吃一半吧。 看着眼前的弟弟江小和,谁能想到一个八岁多的孩子,看起来只有五六岁这么大,都是穷闹的。 江小和终究是个孩子,虽然很懂事了,但是还是没能忍受住诱惑,接过了半块窝窝头。 三下两下就吃了下去,而江小川则是一点一点的品着手中的窝窝头,一边吃一边想着问题。 为什么用品?因为实在是难以下咽,又冷又硬的窝窝头,不像后世饭店里的那种窝窝头,松软可口。 吃进嘴里又粗又干,而且还有少量的沙子。 但是这个时候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了,活下去才是目的,自己这是怎么回事?看着脑海中的情况,那个倒计时和仍然还在,但是倒计时的时间已经改变。 三十年,是的,倒计时没有消失,而是重新出现新的数字,开着的门也没有关闭。 看着这个情况,江小川一阵激动,门还在,是不是自己可以通过这个门回去呢? 而上面的时间仍然在不停的减少,不过这些时间需要很久,三十年。 是不是自己三十年后才能回去?等没人的时候再试试。 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居然还能用,这让他很兴奋。 看到屋子外面,奶奶带着两岁的弟弟正在屋子里睡觉。 大哥大嫂以及二哥二嫂人也不在,应该也是去上宫去了。 而老三江卫英则是在屋子里写着作业。 江家原来的三个孩子都上过学,不过老大和老二只是小学毕业。 老三也是五年级了,至于为什么十六岁才五年级? 也是因为这个年代的孩子读书都比较晚。 一般都是十岁左右才开始读书,甚至更大的都有。 至于自己和弟弟江小和读书的事,想都别想。 心里着急着看看脑海里那扇门是什么情况,但是弟弟江小和在旁边,自己也不能是。 而且两人是睡一间房子,想一个人睡一间房子,这是不可能的。 大哥和二哥结婚,才在旁边各盖了一个三间土坯房。 而这套院子只有五间房子,还包括了一个厨房。 奶奶带着小孙子一间,父母一间,老三江卫英一个人一间,自己和弟弟一间。 就这已经很好了。 老大结婚早点,所以之前就盖好了房子。 老二江卫君和四姐江小梅没结婚之前,那才叫几得厉害呢。 上来睡一会吧,太阳没那么热的时候,我带你出去玩。 他只能忽悠着弟弟能睡着,自己好办事。 听到下午能去玩,江小和开心地说道,哦,好的,那我们一起睡一会,下午带我去玩一会。 说完立马爬上床来。 江小川看着自己和弟弟身上的尿素袋子做的衣服,眼中一片无奈。 这衣服怎么穿,怎么不舒服。 自己和弟弟之前也是有衣服的,虽然是破了不能再破的衣服,补丁也打了无数个,但是至少还是布的。 自从母亲改嫁过来以后,衣服便被名义上的奶妈收走,给了老三江卫英。 理由是男孩子穿啥都无所谓,女孩子要穿好点。 摇头苦笑一下,不再去想,自己现在没有改变的能力。 就算能弄到衣服,也轮不到自己,只会便宜了那几个哥哥姐姐。 过了一会,江小河便睡着了。 感受着对方平稳的呼吸声,他又等了一会。 这才向着四周看去。 确定没有人在附近,江小川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门。 试图用自己的能力向着门里看去。 嗖,江小川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消失在原地。 江小川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身在一片土地上了。 这是哪里? 看着自己所在的位置并不是之前的家,心中一阵失落。 或许只有等到三十年后,自己有回去的可能。 但是三十年后,自己的母亲究竟还在不在? 谁也不知道,毕竟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 不过家里还有哥哥,而且已经有个孙子了。 这样自己离开所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时间抹平,最后只剩下一点疤痕。 这样自己也能放心了。 想到这里,心里一阵轻松,曾经这个倒计时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躁, 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未知才是自己一直恐惧的根源,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被折磨疯掉。 江小川自己都挺佩服自己的。 现在好了,一切尘埃落定,心里已经变得踏实了。 虽然还有很多疑惑,确认暂时无法回到以前,他便不再纠结。 随后,开始打量着这个地方。 地方不小,大约有学校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大约二百多个平方,正中央有一口拳眼。 土地呈黑褐色,土地上空无一物,连颗杂草也没有。 随手抓了一把飞土,在手上轻轻搓了一下,感受到手中的土壤还是比较潮湿的。 应该可以重东西。 走到泉眼边,向里面看去,泉眼已经干涸了。 只有石头表面,还有一点微微的湿液,完全没有一滴水存在。 也许这个泉水有什么特殊功效呢? 很可惜已经干了。 作为一个21世纪青年,不可能没有看过一些网络小说,各种题材的或多或少的看过。 特别是自己脑海中出现在扇门之后,自己可以说主流的这类小说,自己都看过。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参考。 虽然最后啥用都没有。 这片空间就像被一个大碗扣在地上一样,四周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空地这边却很亮堂。 走到边界,江小川试着将手伸向外界。 前进不了,看来自己只能在这个圈订的范围活动。 继续转悠几圈,发现没什么看头。 他准备回去了,因为自己实在是太饿了。 中午吃的那一点可以照出影子的西周,外加半个窝窝头,一点也不顶用。 自己得想办法弄吃的,而且还得弄点农作物的种子。 想想自己那个便宜奶奶,江小川一阵头疼。 为了防止两人偷吃,所有将奶奶严禁让自己姐弟三人单独进厨房。 就是自己母亲杨月没做饭的时候,也得有人在旁边。 可想而知,自己想去弄点卖种子或者菜种子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缺一少食,农业又不发达的年代,各家各户就没有谁能吃饱的。 所以,粮食都看得比较紧,特别是两种。 那看得更金贵,只能到时候再想办法了。 随后便出了空间。 出来之后,他试着突然感觉自己和空间有了联系了,不用进去就能看清空间里的一切。 这算不算认主? 江小川呵呵一笑想到,转身看着仍然在睡觉的弟弟江小和,江小川也是一阵心疼,面黄鸡兽,他就像一个大头娃娃一样。 自己融合前身的记忆,以后自己就是江小川,江小川就是自己。 自己同样也融合了他的情感和责任。 这个家里只有自己姐弟三人抱团群暖,自从姐姐嫁出去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帮自己兄弟二人。 而母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幸好母亲嫁过来以后,给江大海生了一个儿子,不然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就是这样,家里除了自己姐弟三个以外,他的地位也是最低的。 江小川一阵无奈,这个家庭实在是糟糕透了,明年开始就要连续干旱,这样下去,到时候没有吃的, 最后自己和弟弟两人绝对活不过三年。 老太太也不会将自己儿子和孙子救命的口粮给自己和弟弟,可能到时候自己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行,得准备了。 不过在这之前得先好好休息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太差了。 身心疲惫的他,躺在床上便睡着了。 喷喷喷,快开门,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他听到一阵敲门声,于是用能力向着门外看去。 只见门外的江奶奶在使劲地拍打着房门。 旁边的弟弟江小川听到声音,赶快跑去开门,房门打开江奶奶走了进来,嘴里咧咧地说着, 两个小王八蛋赶快起来去打猪草。 到我家的猪,晚上不用吃饭了。 江小和听到奶奶的话,不满意地说到奶,今天应该三姐去打猪草了。 家里不上宫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剩下的人就需要照顾家里的事,江奶奶位高权重,不可能去做太累的活。 最小的弟弟也只有两岁,也不可能去干这些活。 这样,只剩下老三江卫英,以及自己兄弟两个。 所有三人名义上是轮流做的。 听到他的话江奶立马脸色一变,兔崽子,居然还敢顶嘴。 没教养的东西。 你姐姐是什么人,那将来是要做文化人的。 反正,你们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去干活干嘛。 快去,不然晚上不要吃饭。 江小川拉住了还要说话的弟弟,摇了摇头,然后向着江奶奶说道,奶奶,我知道了,一会就带弟弟去打猪草。 但是心里却在负匪着,就江卫英那成绩,班级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 村子里哪个人不知道,也就将奶奶自己当个宝。 听到江小川答应下来,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嘴里还不停的骂骂咧咧的说道,哼,不干活还想吃饭,哪有那么好事。 看着江奶奶远去,江小河扁着嘴巴向自己抱怨道,哥,说好的三个人轮流的,结果每次轮到三姐的时候,奶奶都不让他弄。 江小川看着弟弟,摇头笑着说道,弟,别生气,别给妈找麻烦,不然妈也不好做。 听到哥哥这样说,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农村的孩子八九岁,该懂事的已经很懂事了,所以他也没有再抱怨,只是心里有点委屈。 看着对方扁着嘴,一脸的委屈,他失笑了的安慰一下,好了,别气了,走,哥带你去打猪草,然后去玩一会。 听到可以出去玩,江小河顿时喜笑颜开,然后拉着哥哥的手,拿起两个竹篮子,便出了门。 江小川所在的村子叫江台村,村里村民大部分是以江姓为主,也有一小半其他的姓氏。 江家位置在村子的东边,而附近的唯一一条河也在村子的东边。 沿着村子里的路,两人向着河边走去,靠近河边的草更好打一点。 一路上见到不少的村民,于是叔叔好,婶婶好的一路上就没有断过。 同样的,大部分的村民还是能面带微笑地回个几句。 这让江小川自己都很奇怪,为啥作为亲人的奶奶以及几个哥哥姐姐们,却对自己兄弟二人这么苛责? 就算不是亲生的,也应该不至于这样。 随后,他便反映过来,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客气地和他对话,是因为没有利益冲突。 而母亲带着自己改嫁过来后,明显地占用了江家的资源,让别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比如饭吃少了,比如活多干了。 摇了摇头,不再想这些事情了,以后慢慢来吧。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河边离家里并不远,十来分钟也就走到了。 两人来到河边,已经有一些半大的孩子在这边打着猪草了。 这些孩子都是没办法去上工,又不去上学的孩子们,这河也太小了吧。 抬眼望去,河道挺宽的至少二十几米宽,河坝也有七八米高,但是这河里的水却只有很少一部分。 目测一下,估计深的地方也就到小孩子的膝盖,而浅的地方,垫块石头都能直到对面。 不过也对,据记载,这场干旱是从五十八年底的时候已经出现征兆了。 河边有些人在打猪草,也有一些人已经打好了,在河边玩水,摸田螺。 这年头,一年到头都难得吃到几次肉,所以河里的田螺和鱼虾也成了改善伙食的必需品。 不过河水接近干涸,加上反复的捕捞,只能找到零星一点的东西,聊胜于无。 抬头看到弟弟盯着河里玩闹的孩子们,雀跃欲试的想跑过去一起玩,只能赶忙制止。 爹,我们先打猪草,好了一会再去玩吧。 听到哥哥的话,江小河只能信信去打起猪草来。 现在是在九月上旬,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秋收。 自己记忆中,好像是秋收之后开始的吃大食堂。 不过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时间上可能有差距,但是差不了多长时间。 这段时间得想办法,可不能这一个多月把自己饿死了。 而且自己还得照顾着弟弟,如果自己不在了,自己这个弟弟估计撑不过三年干旱时期。 自己现在有空间在,怎么也不可能把自己饿死。 不过想起家里的那群人,自己可没有兴趣将这群白眼狼挤养得白白胖胖。 早心哦。 很快两人便打了满满两篮子的猪草。 在早已急不可耐的弟弟催促下,两人便下了小溪里,开始寻宝起来。 摸索了一会见只有寥寥无几的收获,见村里其他的小伙伴离得有段距离,不会发现什么。 他便开始开启了自己能力。 很多荷蚌都被埋在泥沙里,这对于别人来说很难发现,但是对于他来说就信手拈来。 没过一会,两人便抓了大概十几只又大又肥的荷蚌,连螃蟹也抓了好几只。 看着两人兜着的十几只又大又肥的荷蚌,他在想能不能直接将东西收入那个空间里。 偷偷牵引着一只荷蚌脑海中想着放进去。 那只荷蚌瞬间消失,居然还真的好。 看到这个情况,江小川心底狠狠地兴奋了一下,这样就不用人进去,就能直接将东西收进去。 实在是太方便了。 趁着弟弟不注意,一边挖,一边收。 江小和在一旁开心地玩耍着,并没有注意到哥哥的小动作。 看着两人二十多只又大又肥的荷蚌,应该见好就收。 小和,好了,差不多该回去。 这么多够家里吃一顿了。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委屈地说道,这些都要带回去吗? 我们都吃不到多少。 看着弟弟委屈的表情,他笑着说道, 哼,小和,这东西如果不放油不放盐的,很难吃的。 而且,你有锅吗? 江小和想了一下,也是,自己也没有调料和锅。 只能嘟囔一句看来只能便宜他们了。 好了,过几天等哥想办法,弄来调料和锅,哥给你偷偷开小造。 揉了揉地地的头,笑着安慰道,听到他的话,江小和兴奋地问道, 真的,我还能骗你。 他失笑地揉了一下他的头,不过他确实准备偷偷地去换一口锅和一点调料。 铁锅不用想了,这年带铁的产量少,所以价格很贵。 自己就这点盒棒和买不起铁锅。 最多买口淘锅。 将盒棒放在猪草的篮子底部,这样可以遮盖住。 现在丘粮还没下来,属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家的粮食已经快见底了。 何况是这些盒棒,再怎么说,也算个荤菜了。 怀必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得。 这些盒棒之前可能还好点,但是自从今年少雨开始,盒棒已经陆续被挖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要么藏得很深,要么都是很小,没有什么肉的。 已经很久没有挖到过这么多的大盒棒了。 两人收拾一下,便向家里赶去。 刚刚进门,两人还没说话,站在门台阶上的姜奶奶便喝骂到两个小兔崽子,打个猪草要这么久吗? 在外面干嘛呢? 听到姜奶奶的喝骂声,姜小川皱着眉头偷偷地将篮子里的盒棒收起来一小半。 要不是怕弟弟发现,他甚至想只留两三个。 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这时候姜小川只能服软,笑着说到奶奶,我们在河边挖盒棒呢? 挖了十几个呢? 听到她的话,姜奶奶脸色稍微好看点。 赶忙接过两人的篮子。 当看到篮子底部放着的十七八个大盒棒,姜奶奶眼睛都笑开了花,温和地对两人说道不错,都是好孩子。 你爸和你哥他们天天上工那么累,这些可以给他们补一下了。 还有你姐学习废脑子,也应该补一补。 家里所有人都被念叨一遍,唯独没有提起自己母亲也在上工,还有自己兄弟俩根本就吃得最少。 仿佛感受到姜小川心里的想法,姜奶奶又说了一句, 你妈和你们也辛苦,都要补一补。 每天弄几只熬点汤,剩下的养起来可以吃个三四天了,一边嘀咕一边拎着篮子向厨房走去。 听到她的话,姜小川冷冷一笑,家里养的七八只老母鸡下了那么多鸡蛋,自己来了两三年,一共吃了都没有超过十个。 理由不是家里谁要干重活,就是谁要学习,废脑子,需要补一补。 兄弟两人都已经忘记上次吃鸡蛋是什么时候了,都快忘记鸡蛋的味道了。 不知道是害怕两个人手晦气,猪吃了拉肚子,还是怕杀猪的时候有理由多吃点肉。 好在煮猪时的活并没有让两人去做,而且家里养猪和养鸡的活一般也不用他们两个插手。 当然了,每次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自然也没有两人的份,最多别人吃肉,两人喝汤。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打量着空间里的河棒,担心他们会缺水死掉。 得想办法弄个盆河水。 姦弟弟已经跑回屋子里,于是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圈,一眼就看到放在角落里一个破裂的小水缸。 虽然破了,还是能装不少水的,放几十个河棒还是没有问题的。 扫尸了一下键,附近没有人,而且家里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瞬间连水带缸一起收入空间里。 看着原来那个位置上的挪走后的星土,还有几只虫子从里面爬出来。 想到如果现在不撇清关系,自己兄弟二人少不得被牵连。 他眼珠子一转,向着屋里喊道奶奶,奶奶,你快来,这里水缸怎么没了? 啥?水缸丢了? 在屋子里正开心地摆弄河棒的姜奶奶,听到她的喊声,急忙跑了过来。 看向原来放水缸的位置,那里已经空无一物了。 姜奶奶脸色难看地对着姜小川鹤骂道,小兔崽子,是不是你把水缸弄丢的? 早就料到如此的她,委屈地说道,奶奶,你看这土都是新的,虫子还在网上怕呢,说明被搬走没多久。 下午我们出去打猪草,刚刚回来呢,再说了,奶奶,你看我这小身板,怎么可能搬得冻水缸? 说到这里姜奶奶已经不再怀疑她了,但是还是冷着脸说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在说我们家不给你们吃,不给你们喝吗? 姜小川听到他的话噎了一下,赶忙兴兴地说道没有奶奶,我的意思是说我还太小。 哼,这还差不多,亏得我们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我去隔壁看看姜奶奶冷哼一声,说完便向着院子外走去。 姜小川听到他的话被气乐了,但是他也不能去辩解,不然越闹越大。 隔了一会,隔壁几家乡继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不知道是在骂偷东西的小贼,还是在和邻居们对骂。 这种人咱招惹不起,骂吧,骂吧,反正习惯了将小川嘟闹着嘴向着自己的屋里走去。 回到房间,弟弟正拿着一对小木人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 坐在床上,他感觉现在的生活真的太无聊了,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玩具,什么都没有,连书也没有,打发时间都不知道用什么打发。 心里想着空间里的盒棒便找了个借口去厕所,来到院子角落的柴队后面闪身进入空间。 这里很少有人来,就算是取柴也只会从前面拿。 进来空间后,将满地的盒棒放入水缸里,待了几分钟便又出来了,在里面待久了容易露线。 刚刚踏进屋子,江小贺疑惑的问道哥,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了? 我都出去几分钟了。 还骂啊,听到弟弟的话,江小川愣了一下。 瞎扯吧,你出去就进来了好吧。 江小贺嘀咕了一句,便不再过问,低头玩着他的小木人。 听到弟弟的话,他心里一惊,身后冷汗都流了出来。 心里想到,自己出去把几十个盒棒捡起来放好,洗个手,再怎么也要几分钟。 再加上自己又等了几分钟,怎么可能会出去就进来? 见弟弟没有再追问下去,江小川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想到什么一阵惊喜。 时间,估计空间里的时间和外界的时间不一样。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这样以后自己在空间里,可以有时间做更多的事了。 不过没有手表,所有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试试。 但是今天也给他提了个醒,以后得注意点。 躺在床上,本来身体就亏空,被打了一顿,又出去打猪草。 中午睡了,估计半小时都没有,现在困意席卷而来。 扭头便睡着了,旁边的弟弟见哥哥睡着了,知道今天他很累,便没有打扰他。 这一觉睡得特别死。 小川起来了,起来吃饭了。 迷迷糊糊中,他听到有人喊自己,而且身体也被人轻轻地推动着。 睁开眼睛,一个中年妇女映入眼帘。 通过记忆,他知道对方正是自己原来身体的母亲,杨月梅。 只是三十四五岁的他,已经苍老得像四十多岁的人。 没办法,每天风吹日晒的,加上劳心劳力,能不苍老吗? 看着眼前的女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笑着说道,娘,你们回来。 嗯嗯,回来了,赶快起来吧,去吃饭,身上还疼吗? 我看一下,看来母亲已经知道自己被打的事情。 没多大的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江小川苦笑着说道。 母亲杨月梅文言一愣,然后内疚地不再说话。 看着对方的表情,江小川安慰了一句,娘,没事,走吧,去吃饭吧。 说完爬下了床,向着堂屋饭桌走去。 母亲杨月梅跟在后面,也来到了堂屋。 来到饭堂,一群人已经在屋子里吃了起来。 坐在最上手的是一个看上去四五十岁左右的老汉。 此人正是自己的继父江大海。 作为一家之主,李英坐在最上手。 右手第一位坐着的是抱着老七江卫明的江奶奶。 旁边坐着的是三姐江卫英。 至于左边自然坐着大哥和二哥两家人, 虽然老大和老二已经在旁边盖了房子, 但是因为没有分家,所以吃喝还是在一起的。 至于江小川和江小和兄弟两人,只能坐在最下手。 打量几人,只需要那么一瞬间而已。 随后便收回目光,向着主位上的老汉喊道爹, 来,我来了。 嗯,吃饭吧。 江大海面色不变地应了一声, 对于他脸上的淤青毫不在意。 而江奶奶连理都没有理他, 继续为着自己的小孙子。 娘,孩子给我吧,你先吃饭。 杨月梅对着江奶奶说道。 江奶奶眉头一皱,没好气到吃你的饭吧。 杨月梅见此恋爱地看了一眼江奶奶怀中的小儿子。 他知道对方不想孩子和自己太亲近, 于是拿起桌上盛好的碗来,开始吃了起来。 这个年代,规矩还是挺严的,食不言寝不语的, 在一家之主将大海没有开头之前, 谁也不敢边吃边聊。 而江小川此时已经做到对自己几眉弄眼的江小和旁边。 端起饭碗,看着碗里的饭, 他随后扫视了一眼众人的碗里。 碗饭是玉米红薯粥, 但是自己和弟弟的碗里只有个小块红薯。 而玉米糊只有碗底浅浅的一层。 母亲的碗里比自己的好点, 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至于其他人, 一家之主将大海自然是满满一碗浓稠的干货, 其他人至少也是半碗是愁的。 江小川转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自己也就算了。 连干了一天活的母亲也是这样。 身体怎么能吃得消? 看着已经受得弱不禁风的母亲, 她一度怀疑她是怎么干那么重的农活的。 但是没有办法, 自己现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分家, 但是分家谈何容易。 不说现在自己没办法分家, 就算到了能分家的年纪, 几人也不会允许。 毕竟免费的劳动力,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在这个生恩, 养恩大于天的时代, 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 出去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只能再等几天, 自己想办法给几人补一补了。 薄薄的一碗西粥, 三下两下就下了肚子, 其他人也吃完了自己手里的饭。 这时将奶奶端出了一套盆乳白色的汤。 她知道, 这应该就是今天自己抓的合棒汤了。 果然, 将奶奶说到这是小川今天去河里抓的合棒, 给你们补一补。 说完, 按顺序给几人分配起汤来。 每人根据家庭地位, 或多或少的都会分到一碗汤和几块合棒肉。 可能今天的合棒是自己弄来的原因, 将奶奶难得给她多打了几块合棒肉。 虽然还是没有其他人多, 但是轮到母亲和弟弟的时候, 汤只有半碗, 合棒肉更是一块没有。 母亲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 而弟弟则是委屈地看着自己, 她偷偷地捏了捏弟弟的手。 示意她别着急, 等到母亲和弟弟将汤喝完, 只是浅浅地喝了几口的她将碗里的汤倒进了弟弟和母亲的碗里。 江大海和江奶奶看到这一幕没有说话, 但是有人忍不住了。 老二江卫君吃笑说道, 江小川, 你要是嫌弃奶奶做得不好吃, 你可以给你二哥呀。 你看二哥干了一天活了, 没有点营养不行啊。 三姐江卫英也跟着后面起哄, 是啊, 小和他又不用干活, 吃那么好干嘛。 不行给我也行啊, 你看我一天到晚看书, 很费脑子的。 江小川听到这话偷偷地轻蔑一笑, 随后笑着说道, 二哥小和在长身体, 不吃点以后长不高, 也没力气干农活。 下次吧, 下次我不喝的话给二哥喝。 听到江小川软绵绵的话语, 老二江卫君皱了一下眉头, 这让他怎么接话? 行, 这是你说的呀, 奶奶, 你可听到了。 江奶奶听到这话, 立马笑着回应着, 乖孙, 我听到了呢, 小川, 下次喝不完记得提前给你二哥。 这是你答应的呀, 江小川用眼神制止了要说话的母亲, 然后笑着说道行, 以后我喝不完就给二哥。 至于喝不喝得完,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仿佛知道他的心思一样, 江奶奶冷笑一下, 心中想到, 给你打多少, 还不是我说了算。 旁边的老三江卫英嘀咕了一句, 我看你是不想给我们喝吧。 听到这话, 江小川也不说话, 反正就是不理他。 看到这个场景, 江卫英对着江奶奶撒娇地说道奶奶, 你看他, 都不理我, 一点也没礼貌。 还没等江奶奶回话, 煮桌上的江大海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吃完饭回去赶快睡觉。 江卫英听到这话, 便不再多说。 呗, 看这表情, 这两子又结下了。 江小川心中一阵负菲。 至于老大江卫国, 从头到尾, 一句话也没说话。 作为长子, 一直以来地位都很高, 不需要拉下脸来去, 争抢什么。 连带着媳妇和儿子, 都有优待。 老二媳妇因为刚刚入门, 也不敢多说什么。 一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留下满地狼藉, 自然是母亲杨岳没收拾。 一日, 清晨, 天还没有亮透, 江小川便被屋子外面 乒乒乓乓的声音吵醒了。 这个年代, 人们的作息习惯都是早睡早起, 所以很早就要起来做早饭, 不用说做饭的肯定是自己的母亲和江奶奶。 果然, 当她走进厨房的时候, 就看到母亲正在锅底烧着柴火, 江奶奶则是在灶台边收拾着食物, 又是包米面和红薯。 这个时候有粗粮已经不错了, 估计明年这个时候别吃野菜团子了, 那才叫难吃呢, 莫名其妙的野菜和玉米粉, 高粱粉做成的菜团子。 那味道和猪食基本差不多, 大米和白面这类精粮就更不要想了, 和猪肉差不多, 一年也吃不了几次。 正在烧火的杨岳梅看着门口的江小川, 赶忙问到怎么现在就起来了, 怎么不睡一会。 正在做饭的老太太听到后, 撇撇嘴说到鸡都打鸣了, 还早啊, 你看别家的孩子这个点都起来做饭了。 听到这话, 母亲杨岳梅低头不语, 继续烧着造火。 确实, 这年头特别是半大的女孩都会在早上起来帮家里人做家务, 自己俩兄弟一直没有被叫起来做饭过。 至于原因吗? 就是怕他们偷吃。 看到江奶奶面露不快, 他赶忙说道奶奶, 我准备一会去挖点盒棒, 白天人多, 我怕被人看到不好。 听到他是去挖盒棒, 江奶奶的脸色才好点, 又吩咐说道, 行, 记得别忘记打猪草, 我给你留点吃的。 嗯, 知道了奶奶, 那我先走了, 说完, 见对方点了一下头, 他便转身回屋, 得去集市里换口锅和调料, 这样自己就能偷偷地在空间里做吃的了。 今天出去不能带着江小和这个小尾巴, 但是原来的江小和去哪里都会带着他, 除非特殊情况, 得想到好点的理由, 来到床边轻轻推了一下床上的江小和, 推了好几下才被推醒, 哥, 咋了? 天还没亮呢, 你怎么起来了? 看着床边的哥哥, 他迷迷糊糊地说道, 小和, 我现在出去打猪草, 你要不要去? 小孩子爱睡懒觉, 要想让他不吵闹, 只能让他自己说不去才行, 果然, 听到他的话, 弟弟江小和不情愿地说道, 天还没亮呢, 不能等天亮了再去弄吗? 天亮人就多了, 要不你先在家睡觉, 我先去, 等你睡好了再去找我, 还是在昨天挖河棒的地方, 江小川在心里偷笑着, 哦, 好吧, 那我醒了再去找你, 我再睡一会, 说完便倒头睡了过去, 搞定了这个根屁虫, 自己就能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拿起两个大的竹篮子, 便向着院子外走去, 另外一个是给弟弟准备的, 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走在路上将小川一阵付费, 说自己不煮猪食, 肉就要少吃, 有本事让自己猪草, 也不要打, 顺着村里的小路, 一路走到河边, 翻过河就是公社, 记忆中翻过河就到, 可把他坑惨了, 走了快半个小时才走到, 来到公社, 观察了一下四周, 发现没有人, 便将其中一个篮子, 收进了空间里, 然后将空间里的盒棒拿出来, 放进剩下的一个篮子里, 上面盖上一些杂草遮挡着, 别说, 还真的挺重的, 来到集镇上, 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在摆摊了, 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私人买卖的, 只允许卖到供销社, 不然就属于投机倒把, 但是会允许农户, 将家里用不完的东西, 和别人置换, 而且量也不允许太大, 以物异物, 至于私底下是什么情况,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幸好这里是农村, 所以管控的没有那么严格, 只要不过分就行, 拎着篮子, 江小川不熟悉情况, 所以还是先观察一下, 一条街上零零散散做早点的商户, 这些商户都不是私人的, 也有一些私人摊位存在, 可能天快亮了, 这些正忙着将东西放在地上,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基本就是瓜果蔬菜, 和鸡蛋和鱼之类的, 而且量也不是很大, 被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摆放在地上, 看着街上摆放的东西, 江小川疑惑了, 不是说物资短缺吗? 这摆摊的还不少呢, 那自己这点盒棒能卖得出去吗?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想错了, 要知道, 这个公社是附近方圆十几里的聚集地, 每个村子或多或少来几个人, 这就人多了, 说人多也就二十多个人而已, 只是摊位和摊位之间拉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感觉人多, 转悠到供销社门口, 发现供销社都已经开门了, 大门左边是一个摊位, 上面摆放着半扇猪肉, 屠夫正在分解着猪肉, 江小川想了一下, 忍不住诱惑, 跑去问了一下价格, 屠夫头也不抬的回答了一句六毛一斤, 听到这个价格, 江小川心里不禁感叹, 这个价格真便宜, 但是现在他手里也没有钱, 只能等有钱的再来买, 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年代买东西是要票的, 买多少肉就是多少肉票, 买粮食要粮票, 买不需要布票等等各种票据, 谢谢, 随口道了一声谢, 便转身离开, 正在分割肉的屠夫听到他的那句谢谢, 愣了一下, 因为在农村这里不求人的时候, 一般没人会和你说谢谢,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继续分割着他手里的猪肉, 出来的他在街上晃悠了一会, 就看到一个在卖桃锅的人, 一个水缸和几个大大小小的桃锅, 他赶忙向着对方走去, 摆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 一身灰色的劳动布, 说, 你这锅怎么卖的? 他指了指一个直径三十公分左右的砂锅问道, 大叔看来他一眼, 简短地吐出几个字, 一块五, 江小川心里嘀咕了一下, 嗯, 也不贵, 这要是放在后市, 怎么也值得好几十块, 那桃碗呢? 随后又指着和大海碗差不多大的桃碗问道, 一毛二得, 大叔还是那么的稀字如金, 大叔, 你看, 我能拿这个盒棒和你换吗? 说完, 他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大盒棒, 看着对方说道, 对方皱了一下眉头, 盒棒在农村真的不能算什么正经的荤菜, 但是架不住现在吃的真的太少了, 连鱼都因为干旱越来越少了, 盒棒也是一样, 见对方还在考虑, 江小川一阵心急, 但是又不能催促, 大叔考虑到, 家里孩子也好久没开婚了, 盒棒也能勉强补一下, 于是说道, 行吧, 那我收了, 你有多少? 对了, 价格是三分钱一斤, 刚刚听到对方愿意收, 他心里一喜, 紧接着被对方的价格惊呆了, 多, 多少, 这么便宜, 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 于是又问了一句, 大汉听到他的话不满地说道, 三分钱一斤, 怎么, 以为我收的便宜了, 不信你自己去问一下, 我胡老三什么时候坑过别人, 不是, 不是, 大叔, 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价格, 见对方误会了, 江小川赶忙解释了一下, 对方看他的表情也不像撒谎, 于是便吸了怒意解释了一下, 你是不是看肉都卖六毛一斤了, 这盒棒为什么这么便宜, 江小川连忙点头, 是啊, 这鱼和肉能一样吗, 现在的鱼也就在三毛左右一斤, 盒棒要不是现在食物少, 一分钱一斤都没人要, 这玩意以前就是拿来喂母猪的, 而且去了壳能剩下多少肉, 听到这个解释, 江小川顿时明白, 自己还是带着后世的观点, 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反应过来后, 他赶忙对着胡老三说道, 不好意思, 叔, 我这啥也不懂, 您担待一下, 您看, 要不给我撑一下, 胡老三看对方不像故意的, 也就一百手没在意, 行, 那我撑一下说吧, 随手接过江小川手里的篮子, 吆喝, 还不轻呢, 有三十多斤吧, 感受着手里的重量, 胡老三惊讶了一下, 嗯嗯, 差不多江小川连连硬道, 其实具体多少斤, 他也不是很清楚, 去掉篮子三十八斤六两报完术, 随口便说道, 一共一块一毛五分八里, 你算一下对不对, 江小川心里默算了一下, 便说道, 对的, 心里想到, 这人真厉害, 算账的速度这么快, 算你正好一块二, 这个桃果给你好了, 得到这么多的合棒, 胡老三心里也是挺开心的, 听到胡老三的话, 他并没有接话, 感觉还是把手里的合棒都卖了吧, 不要那么麻烦, 跑好几趟, 说, 你还要不, 我还有一篮子, 放那边了, 要的话我去拿过来, 边说, 边指向自己来时的小路, 胡老三惊讶了一下, 还有啊, 你怎么弄到那么多的, 随后立马说道, 我没有其他意思, 就随口问一下, 那你去拿给我吧, 我都要了, 江小川也没拿钱, 跑到来的那条小路旁, 找到一个人看不到的角落里, 又拿出一些合棒, 至此, 空间里的合棒也全部拿出来完了, 二十二斤, 算你六毛六分, 你要怎么换, 撑完重后, 胡老三对着他说道, 给我一个锅, 再给我三个桃碗想到家里, 还有自己的弟弟和妈妈, 于是他准备买三副碗, 行, 那你把东西收好, 下次有好东西, 记得找我, 胡老三客气了一下, 行, 说, 那我先回去了拿着剩下的三毛钱, 江小川客气了一下便离去, 随后他来到供销社, 看着那切好的一刀刀猪肉, 流着口水, 但是摸摸口袋里的三毛钱, 他还是打消了吃猪肉的念头, 自己还要买些调料呢, 花了一毛五买了一斤盐, 幸好买盐不要票, 本来准备买点油的, 但是买油居然也要油票, 连火柴居然都要火柴票, 无奈只能拿着剩下的一毛五分钱准备回去, 这时他想起来前面有个老太太在卖鸡蛋, 于是赶忙过去, 一问价格, 一分钱一个, 好家伙, 真便宜, 于是手里仅剩下的一毛五换成了十五个鸡蛋, 手里没钱了, 只能回去, 路上找个没人的地方, 将东西都收进空间里, 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这时候, 已经天已经透亮了, 来到之前挖盒棒的地方, 用自己的能力, 又挖了几十个盒棒, 不过这一段, 已经被自己挖空了, 以后要再挖, 只能去别的地方了, 然后便开始打起了猪草, 河边草多, 打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很快, 两篮子猪草便打满了, 见弟弟还没来, 便向拎着篮子向家里走去, 还没走到家门口, 便听到自己弟弟的哭声, 和江奶奶的鹤骂声, 小兔崽子, 还敢跑, 看我不打死你, 他赶忙加快脚步, 小跑进院子, 只见弟弟江小和, 被江奶奶拿着条肘追着打, 而江小和身上, 已经有好几道伤痕, 边哭边躲, 他赶忙问到奶奶, 您别生气, 到底怎么了, 被江小川拦住, 可能之前已经打累了, 便气呼呼地说到哼, 这小兔崽子, 居然把碗给打碎了一个, 难怪, 打碎一个碗, 这是能不挨打吗, 小和, 怎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江小川只能对着自己的弟弟说道, 听到哥哥的责骂, 江小和感觉自己更委屈了, 哥, 是三姐要吃妈给你留下的饭, 我不给, 他就抢我的, 最后没接住才摔的, 听到弟弟江小和的话, 江奶奶气着骂道, 小兔崽子, 你三姐要吃你, 给他救世了, 你哥没有了, 回来, 再做救世了, 搞得像我家不给你吃的一样, 哼养不熟的白眼狼,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心里冷笑, 重新做, 这话鬼都不信, 但是自己只能安慰, 奶奶, 你看小和也知道错了, 下次他再也不敢了, 至于在旁边的江卫英, 则是双手交叉地站在那里冷笑, 一句话也不说, 仿佛发生的事情, 和自己无关一样, 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东西放下, 没事干自己出去玩去, 待家里碍眼, 江奶奶对着两人喝骂道, 江小川紧紧地攥了一下的拳头, 随后又松了开来, 放下篮子, 拉着小弟准备离开, 等一下, 今天挖了几个盒棒, 江奶奶叫住了他, 哦, 现在不好挖, 只挖了七八个, 江小川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圈, 然后便拉着江小和离开了大院, 来你看, 这两个白眼狼就是养不熟, 看到两人离开, 老三对着自己的奶奶嘀咕道, 死妮子, 你也不是好东西, 不知道收敛一点, 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吧, 嘴上虽然在骂着对方, 但是脸上的称怪的表情, 却出卖了他, 走出院子, 江小川炖了一下, 他在想, 找个什么地方, 可以做点吃的, 刚刚自己在院子里转悠一圈, 可不是真的没事瞎转悠, 他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从厨房里拿个一盒火柴, 还有一点玉米面, 想到一会自己能吃饱东西,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肚皮, 母亲因为要去上宫和江大海一起, 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哥, 你饿不饿, 看自己哥哥站在那里不动摸着肚子, 江小河以为他饿了, 于是便开口问道, 弟弟的话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摸了摸弟弟的头笑着说道走, 哥带你吃好吃的去, 他已经想到在什么地方做饭了, 拉着他便向着河边走去, 不过不是之前摸河棒的那段, 而是继续向下游走去, 那里有一个石头做的堤坝, 那里有一块大石头脱落了, 于是形成了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以前在河里玩耍的时候发现的, 两人走了很久才来到目的地, 打量了一下, 不错, 很隐蔽, 应该不会被发现, 不过以后最好还是在空间里坐好再拿出来, 毕竟这里偶尔会有小孩子过来玩, 爹, 你先进洞里躲着, 我去拿东西, 一会就来, 安顿好弟弟, 他便转身出了洞外, 说是去拿东西, 只是为了做做样子, 掩饰一下自己的空间, 很快他便转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桃锅, 锅里放着四个鸡蛋和一些玉米面, 还有几个盒棒, 江小和看着他手里的东西, 激动的喊道哥, 鸡蛋, 鸡蛋, 噓, 你小声点, 不怕把别人招来啊, 到时候可没有你的份了, 江小川赶忙制止他的大呼小叫, 江小和反应过来, 马上捂住自己的嘴巴, 小声地问道, 哥, 你哪里来的鸡蛋, 问那么多干嘛, 反正不是偷的, 你吃不吃, 不吃拉道, 懒得去解释一大堆, 小孩子吓一下就好了, 果然, 听到他的话, 江小和立马不再问, 管他哪里来的, 只要自己能吃到就好了, 你去弄一点柴来, 我去把盒棒清理一下, 好知道一会有好吃的, 他立马浑身有劲地跑出洞外, 江小川看着弟弟飞快地跑出去, 他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找到附近的水多的地方, 打了点比较干净的河水, 又将河棒处理了, 这才回到洞里, 江小川也知道, 河里的水不干净,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了, 下次提前准备点干净的井水, 不过煮开以后, 细菌应该也被杀死差不多, 用旁边的碎石头, 织了一个简易的灶台, 只要下面能放柴就好了, 很快江小河也回来了, 抱着一捆的柴, 热切地问道, 哥,这些够不够? 够了, 你先等着, 一会就好了, 你再去弄点剂菜, 洗干净拿来, 记得小心点, 别被人给看到了, 好, 说完立马跑出洞外, 做法很简单, 将玉米面和河棒放进锅里一起煮, 放了点盐, 就这样慢慢地煮着, 柴火很干, 火烧得很旺, 很快锅里的水就开了, 至于旁边冻好野菜, 早就回来的江小河已经口水都流了下来, 终于在弟弟的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 最后将几个鸡蛋打入锅中, 很快一碗菜粥就做好了, 之所以没有分开煮, 一个是因为不能弄那么麻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兄弟两人长期肚子亏空, 没有油水, 容易吃坏肚子, 而粥就容易消化, 要是有点大米或者面粉就更好了, 这次没有多做, 怕一下吃的太多不容易消化, 特别是里面还放了四个鸡蛋, 就这仍然有两大海碗, 要知道现在的大海碗, 能装下后世那种家庭小碗两三碗, 两人吃了满满一大碗的菜粥, 感觉撑得慌, 不是因为太多, 而是因为长期吃得很少, 胃已经变得很小, 吃饱的江小川突然听到, 旁边传来一阵的哭声, 以为他吃多了, 撑坏了肚子, 赶忙过去过去, 问怎么回事, 哥, 我不是肚子疼, 我是好久没吃到饱饭了, 江小和一边哭, 一边抹着眼泪,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心里一阵心酸, 这在后世只能用来喂猪的东西, 在现在都不能做到吃饱, 想到这个一直以来都对自己这个哥哥很维护的弟弟, 随后将他抱在怀里, 轻轻地说到以后每天都会吃饱, 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真的吗, 哥, 放心, 以后每天都能吃饱, 看着弟弟西击的眼神, 江小川坚定地说道, 嘿嘿, 那就好, 我相信你, 哥, 说完破涕而笑, 小孩子的忧伤来得快, 走得也快, 歇了一会, 两人将东西收拾干净, 你先待一会, 我去把锅藏起来, 下次我们再来, 躲到弟弟看不到的地方, 他又将东西收进空间里, 吃饱后, 两人沿着河道向着村子出发, 时间还很早, 看了一下天色, 大概在十点左右吧, 一路上江小川一直在考虑, 怎么才能弄到两种, 秋收还有一个多月, 庄稼还没有成熟, 没办法做种子, 麦子也是一样, 抽碎没有多久, 哎呀, 我真傻, 江小川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庄稼在田里等着熟, 和放在空间里等着熟有区别吗, 挖几棵苗放空间里, 种着不就好了, 暗骂自己太蠢, 江小和被自己哥哥的动作吓了一跳, 哥, 咋了, 吃饱了撑的,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一阵无语, 笑骂道, 你才吃饱了撑的呢, 没事, 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而已, 哦, 好吧, 我们去田里转悠一圈吧, 他准备带着弟弟一起去田里看能不能弄一些麦苗放空间里, 现在还没到秋收的时间, 所以看得也没有那么紧张, 去那里干嘛呢, 又不好玩弟弟江小和不情愿的说道, 这就是带着脱油瓶的坏处, 要不你去找胡子他们去玩去, 胡子是也是村里的孩子, 平时和江小和玩的比较好, 好, 那我去找他玩了, 说完准备就走, 等一下, 今天哥哥给你弄吃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知道吗? 害怕小孩子心性, 不小心说漏了嘴, 嗯嗯, 放心吧哥, 我又不傻, 告诉别人万一被奶奶知道了, 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弟弟江小和一脸看傻子一样的表情, 让江小川翻了个白眼, 谁也不准说, 包括娘也不能说, 这时候弟弟江小和迟疑了一下问道, 娘也不能说吗? 不能说, 你和娘说了, 他要不要给弟弟弄吃的, 这样一家不都知道了, 江小和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看来谁也不能说, 只是这样娘也没办法吃饱了, 猜到弟弟的想法, 他赶忙说道, 放心好了, 有机会我会偷偷给娘弄吃的, 嗯嗯, 好的, 我知道了, 江小和走了之后, 他才呼了口气, 这个拖油瓶太麻烦了, 但是又不能不带着, 拖油瓶走了, 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去收集一些卖苗了, 晃悠着向田里走去, 现在田里的农作物已经开始抽碎, 再等一个多月就完全成熟了, 活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干旱的原因, 生产队只能组织挑水, 所以现在上工干活主要是为了挑水, 这个活可是不亚于开荒的工作量, 非常累人, 田边不时的有人挑水走过, 走在田边江小川试着将麦苗收入空间里, 但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估计必须要拔出来才能收空间里, 用田梗上的杂草试了一下, 果然如此, 左右看了一眼, 没人注意这边, 他赶忙拔了一小粗麦苗, 收入空间, 害怕被人发现, 所以他都是东一簇一簇的拔着麦苗, 就这样一路走来, 空间里已经有不少的麦苗, 收起手中的麦苗, 准备收手, 这时不远处传来贺声, 那是谁, 在干嘛呢, 吓得刚刚起身的江小川, 一个机灵, 差点摔倒, 坏了, 有点得意忘形, 忘记观察四周了, 远处走了来一个中年汉子, 原来是村书记, 江定中, 中书, 是我, 小川, 看到对方走近, 他赶忙打了声招呼, 江定中以为是偷麦苗的, 一看是江大海家的小子, 这才松了口气, 美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在这干嘛, 鬼鬼祟祟的, 江小川知道对方不是在骂自己, 只是把自己当成小辈那种, 江定中曾经参加郭布警号队, 后来因为受伤, 才回到老家做了个村支书, 但是为人正直, 在村里的威望很高, 没干啥呢, 我就看这里有被拔过的痕迹, 所以我就看了一眼, 没办法, 对方已经注意到这里了, 那被拔过的痕迹, 仔细看还是能发现的, 只能贼喊捉贼了, 哦, 哪里, 我看看听到江小川的话, 江支书立马紧张地跑过去, 低头检查了一下, 果然真的被他发现了, 江支书满脸铁青, 怀疑地向着他问道, 这是谁干的,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呢, 我就是来王看到的, 路上其他地方还有呢, 本来怀疑是江小川自己干的, 听到他的话立马大惊, 哪里还有, 快带我去看看, 不过这样也打消了他对江小川的怀疑, 毕竟真要是他做的, 不可能告诉他还有其他地方, 随后江小川带着他去自己拔过的地方带了一圈, 从自己拔过的地方随便找了几处给他看, 看到这个情况, 江支书赶忙向着村部跑去, 估计是和人商量, 而江小川则被丢到田边, 看到江支书走远, 他这才呼了口气, 暗道, 好险,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就不在这逗留, 以后需要什么再去想其他办法, 这样光天化日之下, 还是太危险了, 回到院子里, 江奶奶和江卫英正在厨房里做饭, 奇怪, 今天怎么没去上课一货老三, 今天怎么没去上课, 随后想到今天是星期天, 这个时候农村上学都是上半天, 下午就没课了, 而且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是休息, 趁没有人注意, 顺了一把铁锹便赶忙出去, 找到一个角落便进入了空间, 进入空间后, 他看着满地的麦苗, 之前没在意, 居然有这么多, 估计有个一百醋, 几百桌的样子, 等这些麦子全部成熟, 估计勉强够这块三分地的种子了, 这都是以后的口粮, 可惜没有水田不能种水到, 相比面食, 他还是更喜欢大米, 不过现在不是挑剔的时候,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吧, 卢起袖子加油干吧, 挥动的铁锹, 一点一点的将麦子给种到黑土地上, 全部弄好后, 江小川在边上捶了捶发酸腰, 看着眼前杂乱无章的布局, 感叹自己还是太废了, 自己安慰着自己, 这不能怪他, 前世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全靠那半吊子的理论知识,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在空间里将自己收拾干净, 便闪身出了空间, 回到家时, 午饭还没有做好, 但是母亲的身影却出现在了厨房, 江小川有点奇怪, 这还没到下工的时间呢, 怎么母亲提前回来了, 走到厨房门口, 对着里面喊道, 娘, 今天怎么下工这么早, 正在做饭的杨月没看到儿子, 抹了把头上的汗说道, 哦, 田里的草已经拔完了一遍, 现在也没什么活, 就回来了, 过几天再去拔一遍就行了, 哦, 那爹呢, 虽然对这个后爹有点抵触, 但是没有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叫两句又不掉块肉, 哦, 去巡逻了, 江之书说有人偷卖苗, 所以, 今年的巡逻队提前了, 每年粮食成熟后都会有一些兔子, 老鼠甚至有野猪来偷吃粮食, 所以, 村里每到秋收季节就会组建巡逻队来巡逻, 不过, 除了小动物的, 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偷粮食,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不过江小川听到这话, 心里一阵心虚, 心里暗暗想到, 以后多不长点给村里, 嗯嗯, 要不要帮忙, 看着母亲这么辛苦, 于是他便问了一句, 不过估计不用他动手, 果然, 他的话音刚落, 旁边正在忙着的江奶奶便出声道不用了, 你没事做, 就去玩吧, 听到江奶奶的话, 他只能作罢, 回到房间, 弟弟还没有回来, 想着得在空间里弄个灶台出来, 这样以后做饭方便, 想到就去做, 不过也是因为太无聊, 闲不住, 将门插好, 闪身进入空间, 进入空间后, 看着之前栽种下的麦苗, 之前还有点维米不振, 现在已经挺把力活得好好的, 这一下他才放下心来, 之前在河边洗河棒的时候, 他顺便收了不少石头, 就是准备用来做个灶台, 用铁桥挖了点土拌上水, 然后裹在石头上, 一点一点的垒着, 很快一个简易的灶台就弄好了, 等着灶台自己干透就行了, 不过空间里没有柴, 下午得去附近的树林里, 拾一点干柴, 不知道在空间里生火, 这烟会不会不散, 他一头黑线的想着, 不会把自己熏死了吧, 应该不会, 不然这里早就缺氧了, 感觉这种事应该不发生, 将身上的泥土收拾好, 他正准备检查一下麦苗的情况, 只听传来一阵呼喊声, 小川, 开门, 小川, 听到梅, 仔细一听, 好像是自己的母亲杨岳梅, 他赶忙出了空间, 打开门, 果然, 正是自己母亲, 假装刚刚睡觉, 揉了揉眼睛, 打着哈欠问道, 妈怎么了? 找我有事, 只见杨岳梅焦急地喊道, 小川, 你大伯和你二伯来了, 说要把你要回去, 你可不能跟他们回去啊, 大伯, 二伯, 我哪里来的大伯二伯啊?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自己的继父江大海, 虽然也姓江, 但是并不是江台村本地的江姓, 他们是家里寿外, 一家人是逃难来到这里的, 忽然他想明白了, 杨岳梅说的大伯和二伯是谁了, 应该是自己生父那边的亲兄弟, 随后疑惑地问了一句, 当年不是他们把我们赶出来的吗? 干嘛还要我们回去? 杨岳梅回头看了一眼, 随后快速地低声说道, 你别管, 没时间解释, 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都和你弟都不要答应回周家村, 听到没? 哦, 好吧, 那你叫我干嘛? 你不同意不就行了吗? 这让他有点疑惑, 走, 去唐屋, 他们非要和你以及你弟弟当面说, 记住了, 无论他们怎么说, 你都别同意, 说完拉着他向唐屋走去, 江小川在路上回想着有关原主大伯和二伯的事, 原主的生父姓周, 叫周明信, 兄弟姐妹一共七个, 老大, 周明李, 老二, 周明义, 老三, 周明信, 正是原主的父亲, 老四, 周明志, 老五, 周明仁, 李, 义, 姓, 智, 人, 在这个年代, 取这样名字的, 也是有点文化的, 总比什么铁柱, 铁蛋, 狗盛要文雅一点, 周家在周家村也是个传奇, 周家一家人在周家村一直是垫底的存在, 自从老三当兵以后, 家里才稍微改善, 但是周家的崛起, 却是在老三牺牲后开始的, 五年时间, 周家陆陆续续都搬到县城里去了, 而且都成了城里的正式工, 端起了铁饭碗, 但是这些人里面, 并没有自己的武叔和小姑, 他们仍然在周家村, 三年前, 大伯周明里和二伯周明义, 连同老四周明志一起做主将杨月梅母子母女四人赶出去的时候, 只有五弟周明仁和小姑周明和是强烈的不同意, 但是, 在这个长兄如父的年代, 两人怎么可能反抗得了几个哥哥的决定, 经过后世各种剧本历练的江小和, 心中想到了几种可能, 甚至心中有一个可能最大, 思索间, 两人便到了堂屋门口, 只听里面传来一阵话语声, 那江老哥, 咱们留夜这么说定了, 你可不要反悔, 一会又传来一个声音, 大哥, 江老哥可是一言九鼎的主, 明天大哥, 你赶快将东西送来, 就怕, 说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杨月梅带着江小川已经走进屋子里, 进门只见几人散坐在堂屋里, 墙边长板凳上坐着两位略微发福的中年男子, 一身劳动布, 但是看上去比较新, 而且没有补丁, 看来对方日子过得很不错, 桌子上放着两瓶白酒和一个盒糕点, 现在买酒都需要酒票, 不像农村自家酿的地瓜起烧, 那玩意不要票, 但是不好喝, 糕点同样需要糕点票, 爹, 奶奶, 你们找我, 江小川进来并没有理会两人, 而是直接对着坐在那的江父和江奶奶说道, 坐在旁边的周家两兄弟有点不悦, 老二周明义直接喝道江小川, 怎么这么没礼貌, 见到大伯和二伯也不知道打招呼吗, 你妈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正要说话的江父看到对方的张口, 也就没有说话, 江小川冷笑一下, 大伯, 二伯, 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大伯和二伯, 听到江小川的话, 周明义一脸的怒容的话, 混账东西, 你爸是我弟弟, 我怎么不是你二伯了, 那当初赶我妈和我们走, 霸占我家田地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我爸是你弟弟, 对这个二伯的话, 他是充满了不屑, 没事的时候巴不得自己一家走得越远越好, 出事情了, 来打感情牌, 是不是太晚了, 他笃定几人出事情了, 而且和原主的父亲江明信有关, 我, 见老二还要说下去, 旁边的周明里赶忙制止,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好吧, 二弟, 别吵了, 当时是我们不对, 随后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啊, 当初是你大伯和二伯不对, 你奶奶去世前一直念叨着你们, 希望你们能回去, 所以我就和你二伯这次来, 就希望能带你和小河回去的, 你看你奶奶死之前的愿望, 你就帮她完成吧, 说着, 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站在旁边的杨岳没一阵着急,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年代在农村, 孩子一般都是跟着南方的, 就算是丈夫不在了, 也不行, 当初要不是自己是被赶出来的, 三个孩子, 他一个都带不走, 江小川适宜了一下母亲不要着急, 园主的奶奶确实对自己几人不错, 但是观念守旧的她, 遵从的就是出嫁从夫, 老来从子, 所以, 当初几个儿子都要求把杨岳没赶出周家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反对, 哦, 这样啊, 可是我在江家过得好好的呢, 再说了, 奶奶已经走了, 我们回去又有什么用呢? 红脸结束, 待白脸上场了, 这不, 旁边的周明毅瞬间发火, 你这是不孝, 要是你爹在的话, 肯定不会这样做, 这就是农村不好的地方, 笑大于天,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能退缩, 得给自己挣得利益, 这个利益, 不是钱, 也不是地, 而是自由, 行了,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回去的, 当初是你们赶我们走的, 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 说到哪里都说得通, 你, 老二周明毅被气得说不出来话, 确实, 当时是自己几个兄弟, 把他们赶出去的, 所以, 拿不笑来拿捏的话, 有点用, 但是用处又不是太大, 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话的江副和江奶奶, 听着几人, 一会你爹牺牲, 一会你奶奶去世, 虽然知道说的不是他们, 但是心里还是相当隔音, 江奶奶听到江小川不答应回去, 立马不乐意了小川啊, 你和你弟在家里光吃不拉, 啥活也不能干, 家里也吃不消, 你和你弟弟回城里还能享福, 他可不愿意到手的200块钱飞走了, 要知道, 这个年代200块钱, 对于农村来说, 可是一笔巨款, 一家忙活一年能有个20块钱, 都是不得了的, 虽然以后可以上工, 替自己家赚公分, 但是200块钱得赚到啥时候, 所以两人必须走, 虽然江小川不知道周家兄弟许诺了什么好处, 但是明显江父和江奶奶是不想留着两兄弟的, 如果是女孩江奶奶, 还有可能留下来换嫁妆, 男孩子有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他巴不得周家兄弟把这自己带走,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户头, 自己和弟弟太小, 没办法独户, 除非特殊情况, 不然自己和弟弟只能挂在大伯家哪个兄弟的名下, 这样他们还是要在自己兄弟身上吸血, 江奶奶说完了, 大家都看向了没有说话的江父, 毕竟家里还是江父说了算, 见众人看向自己, 江大海知道自己要发表意见了, 其实也没啥意见, 反正刚刚已经谈好了价码, 果然江父笑呵呵地对着江小川劝道, 小川啊, 自古以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也不想你亲爹在黄泉之下, 无言面对你奶奶吧, 你带着你弟弟回县城还能好好享福, 何必窝在这阵农村呢, 你还是回去吧, 周家兄弟听到江大海的话, 心中一喜, 妥了, 这个年代只要家长做的决定, 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改变的, 江小川心中一阵冷笑, 享福到时候被吞的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 而且现在去城里干嘛, 等六六年再回农村, 知道自己无力更改什么, 但是他得替自己争取利益, 于是开口问道, 假装为难的说道, 回去也行, 但是我爹不在了, 我娘又改嫁了, 奶奶也不在了, 我这回去也没有地方接受我啊, 老大周明里听到江小川的话, 立马开口, 小川, 你放心, 你和小和分别安在我和你二伯名下, 安在周家村, 到时候把你和小和两个都接到城里来住, 不行, 我不要和哥哥分开, 突然从门口传来江小和的声音, 估计知道到饭点了, 准备回来吃饭, 江小和跑进来抱着江小川便哭了起来, 哥, 我不要和你分开, 你别不要我, 江小和摸着他的头, 安慰到小和放心好了, 哥不会不要你, 自己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就想着能够独立出来, 怎么可能还会过激到别人家继续受气, 随后看向周家兄弟, 大伯, 想让我们回去也不是不行, 但是必须我和弟弟独门独户, 老二周明义不满, 不行, 你和你弟弟必须过激过来, 不能独户, 而且你们没有成年, 没办法不护, 江小川听到这话, 眉毛挑了挑说道, 大伯, 如果非要让我们过激过去, 那以后谁要是来找我们, 那话可就随便我们说了呀, 你, 你什么意思, 周明里和周明义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一惊,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 欺负我妈不懂, 欺负我们还小, 周家兄弟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 迟疑了一下, 便向江副说道, 江兄弟, 能不能让我们和小川单独谈谈, 江副知道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对方不想说, 他也没办法探知, 而且对方出的二百块钱已经很高了, 只能点头答应, 将小和交给旁边交集的母亲, 示意了她不要着急, 便随后出了堂屋, 来到自己的房间, 关好门老二周明义, 便说道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帽领烈士抚恤金, 这是什么罪, 这是要劳改的, 严重的话还要吃花生米, 我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看来对方已经猜到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小就懂,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周明里强装镇定的说道, 什么帽领, 你乃是你爹的娘, 那怎么是帽领呢, 小孩子不懂, 你别乱说, 将小川呵呵一笑, 是吗, 奶奶有权力领全部吗, 行, 就算她可以领全部, 那给我们多少, 奶奶去世这几年呢, 我妈带我们改嫁后, 我们家可是没有权力领取了, 你们有这权力, 两人心中一顿着急, 看来她是真的知道了, 早知道就不将他们赶出来了, 谁知道改嫁后是没有权力领的, 问题不在这, 这些钱和物资以后没了就没了, 反正自己在城里已经有了正式工作, 勉强可以接受, 问题是老三的战友要来看他兄弟的遗孀和遗孤, 这要被发现了, 不得完蛋, 战友之间出生入死的感情不比兄弟之间的感情差, 有的更胜兄弟情, 老三媳妇不可能再改回去, 那只能将这两兄弟弄回去, 过继到自己名下, 这样既能解决麻烦, 又能继续领腐续经, 两全其美, 为此两人才会许诺, 将大海二百块钱的重力, 现在麻烦了, 周明里冷着脸问道, 那你想怎么办, 江小川伸出一根手指, 道, 第一, 之前你们领的抚恤金退一半回来, 这不可能, 之前是明奶奶领的, 周明一挺到他的话, 接受不了, 这么年下来, 几千块钱, 早就花了, 哪里能弄到这么多, 江小川瞥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随后继续说到第二, 我们也不会回周家村, 就要在这里, 毕竟自己妹妹和母亲也在这里, 而且自己暂时还不想到处跑, 第三, 在村子里盖一间三进的砖瓦房, 记住不要泥土墙, 老大周明里冷着脸, 一直将他的话听完, 随后冷冷地说到钱都花了, 没有那么多, 如果你不迁回周家村, 我们做的还有什么意义, 钱花了, 但是这些年你们都有工作, 几家平分就是了, 谁吃了就得吐点出来, 我也不要全部, 一套三进的院子, 最多也就二百块钱, 如果你们被抓了进去, 家产一样回到我们手里, 不过两人铁青的脸色继续说道, 至于怎么和江大海交涉, 那是你的事, 现在的田地都不属于个人, 所以我独立出来也不算难事, 又不占他家的资源, 说完冷冷地看向对方, 哦对了, 你们可得快点, 不然有人找到这里来, 到时候啥也没办法了, 毕竟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独立出来, 到时候是全家劳改, 还是吃花生米, 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 周明一冷冷地看着他, 你还在这里, 到时候怎么解释, 放心, 只要你们做到这些, 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了, 看着眼前陌生的侄子周明里, 铁青着脸说道, 这件事我们两个说了不算, 我们先回去, 行, 你先和江大海商量好, 不要到时候再出问题, 对了, 到时候我和弟弟要和母亲断亲, 放心, 待养我们养老的还会养老的, 他可不希望等自己过好了, 到时候被江家人过来打秋风, 两人不再说话, 铁青着脸走出房门, 去了堂屋找江大海去了, 至于怎么商量的他不清楚, 最后江大海满脸的笑意, 他知道这件事成了, 看着一脸寒霜, 离开江家的周家兄弟, 江小川心里感叹, 看来还是受到这具身体援主的影响, 其实按照自己的想法, 最好是回到周家村独立出来, 那时候更加自由, 但是潜意识里, 还是让自己说出了留在江台村的话, 不过也行, 只要自己能独立出来没有牵挂就好了, 至于江大海和周家拿了他父亲的钱, 自己也看不上, 有着后世的经验, 将来自己能占到让他们仰望的高度, 不过这钱也不是好拿的, 迟早会让他们吐出来, 不急慢慢来, 自己有的是时间, 母亲杨岳梅见周家兄弟离开, 便带着弟弟江小和来到江小川的屋里, 一见面便委屈地问道, 小川, 你真的要和我断亲, 估计是听到周家兄弟和江大海的谈话了, 看到母亲的眼泪, 让江小川一阵无语, 不知道当初那个便宜老爹, 是怎么看上这位娘亲的, 性格真的太软了, 而且没有什么主见, 没办法, 谁让自己摊上了呢, 江小川见不得亲人的眼泪, 于是赶忙低声解释道, 娘, 说是断亲了, 您遇到事了, 我和小和能不出面吗? 我们只是怕江家到时候和我们扯不清楚, 杨岳没看着眼前有点陌生的儿子, 什么时候自己的儿子这么厉害了?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改嫁到江家, 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自己将会在江家中老, 江小川看着眼前的母亲也是没说什么, 虽然自己可以独立养活对方, 但是对方也不可能和自己离开, 自己也不可能告诉他关于空间的事情, 空间的事任何人他也不会告诉, 娘, 饭好了没?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声音, 是老大江卫国和老二江卫军两大家子过来了, 唉, 乖孙, 马上就好了, 再炒个豆角就好了, 月梅, 还不赶快过来烧火, 江奶奶听到大孙子的喊声立马嬉笑开言道, 随后对着杨月梅喝道, 杨月梅听到后赶忙向着厨房走去, 江老大和老二一大家子簇拥着来到堂屋等着吃饭, 老二让自己媳妇也去等着, 转身对着江小川问道, 老五, 听说你那城里亲戚过来了, 有没有给你带啥好吃的? 江小川翻了翻白眼, 说道有啊, 给你奶奶了, 听到他的话, 江卫军赶忙向着堂屋跑去, 担心好东西被老大一家占了, 刚刚进门, 就见一群人已经将桌子上的糕点打开了, 里面放着几块桃酥, 立马流着口水上前去拿一块放进嘴里, 边吃边享受的说道哎呀, 真好吃, 这年代糕点算是高档物品了, 不只是价格昂贵, 主要是糕点票难弄, 城里一般人家只有逢年过节, 或者送礼才会买, 一般也不会买, 更何况在农村, 那买的更少了, 江小和看着一群人高兴地吃着糕点, 吞咽着口水, 委屈地看向江小川, 江小川并没有带他去吃, 因为他知道去了也没有他的份, 搞不好还得打起来, 等着吧, 等过几天分家了, 到时候自己拿着糕点端着红烧肉, 从他们面前走过,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惨哭了, 好吧, 以后别人惨哭他是没看到, 但是现在旁边的弟弟已经被惨哭了, 但是弟弟还是很懂事, 并没有去闹, 他只能低声安慰了一句, 小和, 先忍忍, 过几天你, 大伯他们来了, 我再给你买, 还给你做红烧肉吃, 听到哥哥的话, 江小川立马止住哭声, 高兴地问道, 真的假的, 能吃到红烧肉? 听到他居然不信自己, 江小川美好气地说道,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吧, 现在自己只能相信哥哥的话了, 不相信自己也吃不到, 不过看着几个人在那吃桃酥, 他还是偷偷咽了咽口水, 很快饭便做好了, 一群人围着桌子等着开饭, 一如既往的玉米红薯粥, 只是因为是中午, 所以这周比晚上要浓稠一些, 不过中午炒了两个菜, 一个空心菜, 一个炒萝卜, 这些菜都是自家自留地种的, 看着菜挺多, 但是人更多, 一人也分不了多少, 最后分到自己兄弟俩碗里, 空心菜只有几根, 萝卜只有几片, 不过两人都没有说什么, 一个是因为两人都已经习惯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两人之前已经吃饱了, 现在不是很饿, 东西少, 所以一顿饭吃得很快, 期间江小川还把自己的那份包了一半, 给自己的自己的母亲杨岳梅, 老五, 你是不是在外面偷吃了? 看着江小川将自己的吃的给了杨岳梅一半, 他怀疑地问道, 江小川没有说话, 懒得搭理他, 但是对方可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今天对方的亲戚来了, 再加上中午他又吃那么少, 肯定是偷偷吃什么好吃的了, 你肯定偷藏东西了, 快点拿出来, 有东西居然不给爸和奶奶吃, 你想干嘛, 爹和奶奶养你容易吗? 江小川一副看白吃一样的表情, 这人就是狗皮高耀, 一脸的无耻像, 随后淡淡地说道, 肚子不舒服, 所以吃不下, 有没有偷吃, 你可以问问爹, 我有机会拿东西吗? 人家进来, 直接就把东西放堂污了, 老二将卫军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对着自己的亲爹问道, 爹, 是不是这样? 江副看着自己的儿子, 没感觉自己二儿子做得过分, 于是点了点头, 看到对方点头, 江卫军这才不甘心地说道, 最好别让我发现, 不然我饶不了你。 江小川也不理他, 拉着江小和便离开了, 吃了饭就没事做了, 想到现在巡逻队的人, 正在巡逻防止兔子和野猪吃粮食, 自己不是也可以去抓几个回来吃吗? 不过这次不能带着江小和, 不然不方便。 夏天, 农村都有午睡的习惯, 等一群人都睡着了, 他便拿着一个篮子偷偷地出了院子。 至于江小和, 他已经在他睡觉之前已经交代过了, 如果他醒了找不到我, 就去找胡子他们去玩, 不用管自己。 至于篮子, 到时候就可以解释去打猪草了。 村子附近有一片大树林, 里面应该有不少的兔子, 就看自己能不能抓到了。 至于野猪, 就算了, 那玩意太大了, 自己没有办法制服他。 而且, 树林里也没有野猪, 野猪都在离这里有点远的山上。 很快他便来到这个树林边, 打量了一下四周, 见没人, 手一翻, 那把铁锹便出现在手中, 开启自己的能力, 在树林里扫描着。 好家伙, 蛇虫鼠也还真不少, 一路上倒是抓了几条无毒的水蛇, 都是一铁锹将头剁了下来。 可惜现在干得厉害, 连蘑菇都没发窄。 中途也避开了几条毒蛇, 终于在一个土坡上发现了一个洞。 用意念, 以后能力都简称意念, 向着洞里扫描着。 里面显露的情景, 让他一阵兴奋。 一家都在呢, 兔子洞里居然有一窝, 两只大兔子和六只小小的兔子。 扫视了一下四周, 发现居然有三个洞。 试下用意念能不能直接将兔子收进空间? 居然也可以, 小兔子直接被收进空间, 轮到大兔子的时候, 兔子挣扎了一下, 居然挣脱了。 对, 只能用烟熏了。 他慢慢地的将其中两个洞给堵上, 只留一点缝隙通风, 找了一点稻草在洞口开始熏着烟。 两只大兔子在发现另外两个洞口无法出去的时候, 慌忙地朝着江小川这边的洞口跑去。 很快两只兔子便被抓住收进空间里, 将小川兴奋地跟着进了空间。 一见一群兔子在空间里四处乱窜, 害怕麦苗被糟蹋, 赶忙出去找了几棵小树苗, 用铁锹去投去根做成一些棍子状。 随后进入空间在里面做了一个围栏, 看着到处跑的兔子, 他用意念试了一下, 本来只是想把兔子定住的, 但是他发现在空间里自己的意念更加强大了。 脑海一个念头闪过, 搜, 只见兔子便进了那个围栏里。 这一下他兴奋地不能自已, 没想到自己在空间里, 居然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行了。 看着之前栽好的麦苗, 早知道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见兔子在自己圈定的栏里横冲直撞, 他离开空间找了点甘草, 顺便打了点新鲜的青草, 都放进栏里。 甘草是给兔子睡觉的, 青草是给兔子吃的, 在树林里转悠了许久, 又让他抓到两堆兔子, 小兔子也增加到16只。 让他惊喜的是在树林里找到一棵不算很大的橘子树和一棵樱桃树, 都是已经挂过了, 只是果子比较小, 而且也不是很好吃, 在当地人看来这只是一种野果子, 这一下便宜了他, 不知道修剪一下, 以后长果子会不会变大。 他准备回去了, 今天收获满满的, 看着铁桥口已经快要反卷过来, 他决定以后有机会找一把柴刀, 家里的柴刀一直要用, 拿了容易被发现, 又在空间里煮了六个鸡蛋, 自己吃了两个, 剩下的先留着, 以后打了一篮子猪草便回到家里, 回来的时候大家已经起床了, 众人见他手里的一篮子猪草, 以为他去打猪草了, 也就没有在意, 将铁桥偷偷还回去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江小和不在家, 估计又是跑出去玩去了, 时间还早, 还没有到做晚饭的时候, 明天得去一趟公社, 后天就是十五号, 是赶集的日子, 到时候十里八村的很多人会去赶集, 到时候碰到村里人就不好了, 自己有很多东西要买, 明天去卖了兔子可以买点东西回来, 吃了晚饭, 众人都回屋睡觉了, 回到房间, 弟弟对着江小川说道, 哥, 我饿了, 没吃饱, 江小川笑了笑, 假装从尿素袋子的衣服里掏了一把, 掏出四个鸡蛋, 制止了激动的弟弟, 嘘, 动静小点, 你把鸡蛋都包了, 但是你只能吃两个, 还有两个要留给娘, 我去盯着, 随后转到门口, 装作故意注意屋外动静的动作, 江小和麻溜的将四个鸡蛋包了, 然后吃了两个, 随后眼馋的看着剩下的那两个鸡蛋, 最后, 他还是控制了自己的吃毒食的想法, 对着哥哥喊道, 哥, 我好了, 这个怎么给娘, 在旁边一直偷偷注意这边的江小川, 看到他的动作, 还是很欣慰的, 他可不想养出一个白眼狼出来, 嗯嗯, 我去喊, 你喝口水数数口, 别让人闻到味道了, 说完便拿着包好的鸡蛋壳残渣出门了, 刚刚出门, 他便把鸡蛋壳扔进了空间里, 来到母亲屋外, 也没敲门, 便对着里面小声喊道, 娘, 睡了没, 没过一会, 房门便被打开了, 杨岳没看着自己的儿子, 奇怪地问到郑准备睡, 怎么了, 娘, 你能不能去我屋里一趟, 哦, 好, 你等会, 杨岳没进屋和江大海打了声招呼, 便跟着他来到江小川的屋子里, 杨岳没以为他找自己, 有因为今天白天周家兄弟来的事, 怎么了, 小川, 用意念扫尸了一下, 确认没人过来, 他对着弟弟示意了一下, 江小河赶忙从旁边拿出两个鸡蛋, 对着他说道, 娘, 这有两个鸡蛋, 你赶快吃了, 别被人发现了, 杨岳没惊讶地看着对方, 赶忙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的鸡蛋, 不会从厨房拿的吧, 他也害怕两个儿子, 饿极了去偷家里的鸡蛋, 江小川催促着说道, 娘, 放心吧, 不是偷的, 你别把哪里来的, 你赶快吃了吧, 不然, 万一有人来了就麻烦了, 真的不是偷的, 咱虽然过得苦, 但是不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娘, 真的不是偷的, 厨房一直都是锁起来的好吧, 再说了, 你什么时候见我偷过东西, 我是用盒棒去换的, 这下信了吧, 你赶紧吃吧, 无奈下只能撒了一个谎骗他, 不过也不能算骗, 这鸡蛋确实是用卖盒棒的钱换的, 那就好, 你们还在长身体呢, 你们吃吧, 娘不饿, 虽然她也很想吃, 最后还是想生给两个儿子吃, 娘快吃吧, 我和哥哥都吃过了呢, 江小和也在旁边催促地说道, 杨岳没在两人的催促下, 才细嚼慢咽地把两个鸡蛋吃下去, 最后竖了好几次口才作罢, 刚吃完鸡蛋, 江小川催促着他离开, 娘, 你赶紧回去吧, 不然让爹出来找你就不好了, 以后有吃的, 我再喊你, 让正准备和儿子说会话的他, 只能作罢, 在农村刚刚改家的寡妇, 刚开始几年看得都比较紧, 有的是害怕往娘家那东西, 有的是害怕老婆跑了, 不易而足, 杨岳没也不例外, 等过几年才好点, 一阵失落地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的江大海问道, 小川喊你干嘛, 哦, 也没什么, 就是可能过段时间他们就要离开, 有点舍不得我, 过去说两句话, 江大海听了不再怀疑, 一直在默默观察着的江小川, 听到母亲的话笑了一下, 确认没问题便不再注意了, 转身对着江小和说道, 小和, 明天早上我要早起出去一趟, 早上起来找不到我不要着急, 听到没, 等回来我给带兔子肉吃, 一听有肉吃, 他立马开心地答应, 放心, 到时候就说, 你去打猪草了, 家里的猪确实每天两顿猪草, 他摸着弟弟的头夸了一句, 聪明, 好了, 快睡吧, 一日, 天还没亮, 江小川就醒了, 又被吵醒了, 是的, 是被吵醒的, 肯定又是母亲做饭的声音, 没有闹钟还是不行, 很难做到准时醒来, 乘着母亲和江奶奶在做饭, 没有注意外面, 他拿着篮子偷偷地跑了出去, 拎着篮子向着宫舍的方向出发了, 一路没碰到人, 快到宫舍的时候, 才灵星地碰到来摆摊的人, 有过一次经历后, 他就熟悉多了, 找个无人的角落, 从空间里拿出来一只兔子, 用草绳捆着放进了篮子里, 直冲之前胡老三的地方而来, 毕竟有过一次交易, 而且他也认为胡老三这个人不错, 到了地方, 胡老三果然也来了, 妖, 你又来了呀, 这次有啥好东西不, 对于这个昨天卖荷棒给自己的小老弟, 他还是挺有印象的, 昨天那些荷棒拿回去以后, 家里还是挺开心的, 荷棒不值钱, 但是现在难挖, 于是向征信地问了一句, 是啊, 胡大叔, 我又来了, 左右看了一眼, 然后低声说道, 我这有兔子, 要不, 本来没抱啥希望的胡老三, 听到他的话, 顿时眼睛一亮, 赶忙说道, 怎么能不要呢, 有几只, 这兔子可不比何棒, 虽然比猪肉差了点, 那也是货真价实的肉啊, 看着对方的表情, 江小川没有回答, 而是问了一句什么价格, 听到对方不回答几只, 胡老三更加开心了, 说明对方不止一只兔子, 他沉思了一下说道我也不忽悠你, 算你六毛一斤吧, 江小川惊讶了一下, 不是因为太便宜, 而是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 怎么, 嫌便宜了, 胡老三感觉自己已经报了一个很有诚意的价格了, 他以为对方对这个价格不满意, 一听对方误会了, 江小川赶忙解释一下, 不是, 我是说这个价格你会不会亏, 见对方的表情不像作假, 胡老三自己反而先笑了, 哪有嫌弃自己东西卖的贵的, 是不是感觉这个兔子去了内脏, 已经和猪肉价格差不多了, 江小川点了一下头, 这么和你说吧, 你这兔子去了内脏, 剩下的肉也不多了, 兔子皮毛确实也值点钱, 但是也不是特别贵, 这样算下来基本和猪肉一个价格了, 猪肉虽然是六毛一斤, 但是猪肉要肉票, 算上票的话得一块二一斤了, 你这不要票, 所以六毛不算贵, 江小川暗骂自己蠢, 自己一直都想着票, 很难得到, 但是一直没想到票也可以算钱, 难怪后世小说里都说倒腾各种票, 不就是倒买倒卖吗, 江小川听到对方的话, 也对胡老三这个人有了好感, 对方并没有因为自己年轻就忽悠自己, 于是低声说道, 我有五只, 这里是一只, 还有四只, 我找个地方藏了起来, 你先撑一下这只多虫, 说完, 掀开自己的篮子, 将那只兔子拎了出来给对方, 胡老三赶忙接过那只兔子, 随手拿过撑来, 五金三两, 不错, 是只肥兔子, 那你把剩下的都拿过来吧, 胡老三撑完兔子, 对着江小川说道, 这下他为难了, 这剩下的四只兔子, 自己也不好拿啊, 这, 你有东西装吗, 胡老三笑着从后面的板车上, 拿出来一个麻袋递给他, 用这个吧, 江小川高兴地拿着麻袋, 便向着远处跑去, 这小子, 心真大, 也不怕我拿着兔子跑了, 正在奔跑地将小川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继续小跑着离开, 自己怎么可能不注意对方的动静, 他也是在试探对方是不是可骄之人, 但是看对方的反应, 这胡老三还是不错的, 至少暂时看来, 此人可骄, 至于要不要深骄, 得看以后对方的表现了, 很快他便去而复返, 手里的拎着的麻袋里, 左凸又凸的, 胡老三接过麻袋撑了一下便说道, 去掉麻袋的重量是十九斤四两, 连之前的那只一共二十四斤七两, 算你二十五斤好了, 一共十五块钱, 说完准备掏钱给他, 等一下将小川制止了他掏钱的动作, 胡老三眉头一皱, 有点不悦怎么, 怀疑我的城有问题, 你在这条街上打听打听, 我胡老三做生意, 什么时候缺金短两过, 江小川翻了翻白眼, 这人怎么一言不合就怀疑这, 怀疑那的, 大叔,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说你称有问题, 你不要自己瞎想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我想买点其他东西, 你这有没有路子,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 知道自己误会了, 尴尬地挠了挠头, 随后拍拍胸脯说道, 不好意思啊, 小老弟, 是我误会了, 你要什么,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我都能给你弄到, 江小川在心里扑斥笑了一下, 还真敢吹牛, 给我个手机, 他也不怕手机这个词被他听出来, 毕竟等他知道手机的时候, 都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到时候, 谁还会记得今天的事情,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红着脸说到手啥, 啥鸡, 这下把江小川逗乐了, 随后便正经地说道, 胡大叔, 不和你开玩笑了, 我要一些菜种子和粮食种子, 不用太多构种三分地的就行了, 什么种子都行, 胡老三也不再尴尬, 随口便答应下来, 没问题, 只要有钱就行, 还有什么, 只顾着打包票, 没有注意到江小川所说的需求量, 让江小川之后差点没兜住, 江小川又想了一下说道铁锅能弄到不, 胡老三犹豫了一下, 为难道, 新的弄不到, 但是旧的应该能弄到, 旧市价格有点贵, 今天不行了, 得名后天, 本来只是试一下运气的, 没想到还真能弄到, 陶锅, 煮菜炖菜还行, 但是炒菜就不行了, 什么价格? 三块五, 啊, 这么贵, 这一下轮到他惊讶了, 这次真的感觉挺贵的, 毕竟, 自己不是第一次来什么都不了解了, 自己手里的十五块钱只够买几口锅而已, 这次胡老三同样的也没有生气, 解释到铁锅一直以来就贵, 新的价格在四块一, 就算供销社也不是一直都有, 偶尔才会来点货, 还都被内部消化了, 江小川这才释怀, 然后说道, 那你给我准备一口锅, 砍柴刀有吗? 什么价格? 砍柴刀我手里就有, 但是不是新的? 你要不? 两块二一把, 说完从板车里抽出一把砍柴刀, 刀口还泛着冷光, 不是新刀, 但是不算很旧, 行, 就它了, 对了, 小鸡仔和小鸭子有没有? 小猪仔呢? 小猪仔现在还能买到, 等过了今年, 家里不允许养猪和养鸡鸭, 到时候想买也买不到, 胡老三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小鸡六毛一只, 小鸭子五毛一只, 小猪仔两块五一斤, 一头小猪仔大概十斤重, 二十五块左右, 将小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尴尬了一下, 就自己手里的十五块钱, 还真买不了多少东西, 还是老话说得好, 破家值万贯, 一点也不假, 这里天智一些, 那里天智一点, 都要钱, 但是想到, 以后买猪仔会越来越困难, 他还是决定咬咬牙准备买了, 不过好在不用, 现在就付钱, 先确定一下购买一项就行了, 这样吧, 你给我打个招呼, 十只鸡仔, 两只公的, 八只母的, 鸭子也一样, 给我十只, 猪仔先给我留一对, 一对公母, 半个月之内前就能到位, 有问题吗? 大手笔啊, 问题倒是没有问题, 现在粮食跟不上, 人都吃不饱, 养猪的就少了, 但是这要几十块钱吧? 你这, 胡老三感叹了一句, 随后迟疑了一下, 江小川明白对方的意思, 怕自己钱不够, 放心好了, 我给你点定金, 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胡老三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些东西你不要也没关系, 到时候我再还回去就行, 就是丢点面子而已, 问题是, 到时候你有那么多钱吗? 没关系, 到时候我提前一天通知你, 这样可以了吧? 胡老三听他这样说他立马放心了, 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 除非下雨, 一般我都会在这里, 江小川见对方人还不错, 也不介意提前透露一下, 好, 那我后天再过来一趟, 给你再带点兔子过来, 肯定比今天多, 胡老三这下更惊讶了, 要知道, 这兔子可不是那么好逮的, 但是他没有多说什么, 有些是不能深究, 胡大叔, 你知道哪里能换点肉票不? 油票, 精粮票, 糕点票, 今天赚钱了, 他准备犒劳一下自己, 大米和白面只能用精粮票买, 粗粮票只能买地瓜, 土豆, 高粱, 玉米之类的粗粮, 我这里有两斤肉票, 和十斤精粮票, 一斤糕点票, 和一斤油票, 肉票六毛一斤, 精粮票两毛一斤, 一斤糕点票, 一块钱一斤, 一斤精油票, 八毛一斤, 说完, 胡老三从自己的包里翻出来几张票, 江小川也没考虑, 直接接了过来, 行, 都给我吧, 五块对吧, 加上那把砍柴刀两块二, 一共七块两对吧, 对, 找你七块八, 胡老三数了七块八毛钱, 出来递给他, 不过江小川又从中间抽出一张一块的递给胡老三, 这是定金, 如果以后东西我不要了, 这一块钱就当是我的违约金, 胡老三不在意地说道, 这都不是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经过这一番交谈, 他感觉眼前这个少年不简单, 就当是投资了, 再说了, 就算江小川不要了, 自己也不会亏钱, 大不了把东西再还给人家, 自己也只是帮乡亲们捎带而已, 见胡老三不像是斤斤计较的样子, 他也就没客气, 这人吗, 得慢慢处, 就像茶一样, 得慢慢品, 行, 那我也不客气了, 谢了胡大叔了, 那我去买点肉去, 说完, 将柴刀放进篮子里, 准备离开, 这是胡老三悠悠的一句话, 其实你可以叫我胡大哥就行了, 不用叫我胡大叔的, 看着对方的样子, 江小川尴尬了一下, 这四十岁左右的人叫大哥, 他还真有点不适应, 不过他的下一句话, 让江小川眼睛都吐了出来, 其实我只有二十五岁, 江小川这下尴尬的不知道怎么说了, 当他是孩子好骗吗, 我只是长得比较老, 而且我在脸上抹了黑灰了, 这时江小川明白了, 不就是化妆吗, 你真的二十五岁, 胡老三尴尬了一下说道, 真的, 我没骗你, 江小川迟疑了一下, 只能答应行, 那以后我就喊你胡大哥了, 我姓江, 你可以叫我小江就行了, 行, 那我以后就叫你江老弟好了, 对了, 你去买肉的时候, 和张屠夫说是我让你去的, 让他给你多切一点肥肉, 这年代肥肉才是好东西, 至于排骨之类的, 连猪肉的一半价格都不到, 没熟悉的人, 你还真买不到特别肥的肥肉, 好, 那谢谢胡大哥了, 那我先走了, 两人客气一下, 江小川便离开了, 看着江小川的背影, 胡老三笑了笑, 有意思的人, 而江小川也在心里想着, 这人真有意思, 来到供销社, 拿出了两斤肉票, 对着张屠夫说道, 张师傅, 胡老三让我过来买点肥肉, 要, 是你啊, 行, 我这就给你欠, 张屠夫抬头看了一眼, 想起面前, 这位正是昨天对着自己说谢谢的小孩, 是的, 在他眼里, 江小川就是个小孩, 手起刀落, 一块七分肥的大肥肉被他切了下来, 一上称, 正好两斤, 不多不少, 江小川顿时喝道, 厉害, 这么准的, 听到他的夸赞, 张屠夫脸都乐开了花, 这么多年的手艺, 这点准头都没有, 那都不用干了, 真厉害, 张师傅, 这是一块二和两斤肉票, 您收好, 张屠夫接过钱盒票, 随手又在肉上切了一小块, 不多大概半两左右, 江小川看到对方的动作, 客气的道了一声谢, 便去了卖百货的地方, 看着手里还剩余六块六毛钱, 还能买不少东西, 大米一毛六一斤, 买十斤, 酱油一毛一斤, 连瓶子一毛八, 买八角, 桂皮, 香叶, 调料一块二一斤, 买个半斤, 生姜三毛一斤, 买桃酥两块一斤, 买菜油八毛一斤, 买, 一共花了六块一分, 还剩下一块三毛九, 本来想买点糖的, 但是糖也得要糖票, 随后拿着剩下的钱, 便出了供销社, 在街上晃悠了一会, 见有卖鸡蛋的, 又买了五十个鸡蛋, 花了七毛五, 这数量不对啊, 是的, 鸡蛋涨价了, 一分五一个了, 不过他, 还是给包圆了, 五十个都买了下来, 等到年底的时候, 鸡蛋得要五到八分钱一个, 明后年, 价格更不敢想, 随后, 又在街道边, 买了十斤大白菜, 花了一毛钱, 拿着剩下五毛四分钱, 便离开了公社, 找个没人的地方, 将东西都收进了空间里, 哼着小曲晃悠着往家里赶去, 快到村头的时候, 天已经透亮了, 真的期待自己尽快从家里独立出去, 这样以后买东西, 就不用特地出门那么早了, 也不用偷偷摸摸的, 想到今天买东西, 需要的钱缺口还很大, 江小川决定再去抓几只兔子, 转到向着那片树林走去, 来到树林里, 他便地毯式的向着树林一点一点的搜索着, 树林不是特别大, 也就一个多小时便被他搜索完成, 期间让他抓住了九只大兔子和二十多只的小兔子, 进入空间, 看着眼前四十来只小兔子, 江小川有点头疼, 这兔子也太能生了吧, 难怪当年澳洲兔子泛滥成灾, 兔子太多了, 现在还小没关系, 等长大了就占地方了, 如果等鸡鸭和小猪崽都长大了, 地方就会更拥挤, 到时候能种粮食的地方就会很少, 先不管了, 到时候能吃的时候直接卖了就是, 不愁没人买, 再说了, 就算卖不掉一天一只, 一个多月也就吃完了, 看着已经干透的灶台, 应该可以做饭了, 想到答应了给弟弟带兔子肉的, 可不能失约了, 不过不做兔子, 做红烧肉吧, 这个估计更能让他满意, 拿起篮子里的那块肉, 江小川脑子里炖了一下, 自己怎么想起来买这么肥的肉了, 不应该买排骨和瘦肉吗? 唉, 估计又是被这具身体的潜意识影响了, 其实江小川还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的这具身体的需求, 这具身体太需要油水了, 潜意识里就没想着买排骨, 不过等以后不缺油水了, 就不用吃这么肥的肉了, 江小川这个想法, 要是被这个时代的人听到了, 估计能被买太死, 这年头谁家买肉不是挑最肥的买, 关系硬的甚至只买肥肉, 一点瘦肉都不带的那种, 收起思绪准备做饭, 瞬间他傻眼了, 这人啊, 脑子有时候真的没办法面面俱刀, 特别一些细节, 砧板没买在哪里切菜? 煮饭要一个锅, 炒菜呢难道不要? 兔子包皮难道不要小刀? 切肉不要菜刀? 难道用柴刀? 桃锅里的水节约点勉强够用, 好吧, 不甘不敬吃了没病, 不行, 这思想要不得, 小水缸也得买, 算了, 先把米饭煮好, 等一会再做肉吧, 防止不够吃, 一次性煮了两斤米, 做成米饭的话得有三四斤了, 算上母亲, 一人也有一斤多点, 加上菜应该够了, 点火, 起锅, 虽然不是很熟练, 但是还是将火点起来了, 树林里柴火不会缺, 盛着米饭在锅里煮着, 抽空又打了点柴放进空间里, 够用做十几次饭了, 将柴放好, 他看到角落里有几只被剁了头的水蛇, 居然忘记还有几只蛇了, 担心放久了会坏掉, 正准备扔出空间, 凑到旁边闻了一下仪, 怎么没抽? 他有点奇怪, 空间里的时间明显比外界快很多, 昨天加上一个晚上, 就算正常放一天, 也会有味道了, 江小川奇怪地想到, 难道空间还能有保鲜功能? 他还是决定试一下, 将蛇继续放进空间里, 等过几天再看看, 很快米饭煮好了, 将米饭盛了出来, 满满冒煎的三大碗, 抬头看着空间, 这下他放心了, 这烟会跑到空间外面, 不用担心被熏死了, 放置好以后, 离开空间, 提着一篮子满满的猪草, 便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一群人都在堂屋, 江副以及江家兄弟两人, 正坐在堂屋里喝着水, 没有茶叶, 这年代, 茶叶属于紧俏物资, 不在市面上流通, 连供销社都没有, 而江奶奶以及家里的儿媳妇, 孙媳妇正在收拾着东西, 平时没怎么注意, 家里吃得那么糟糕, 居然还有不少存货, 一篮子鸡蛋, 一篮子豆角干, 以及一些其他的瓜干, 还有一些编织的竹框, 竹篮, 这一框鸡蛋和和各种菜干, 他还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每半个月存一次, 赶集的时候卖给供销社的, 好去换点针头现脑的东西, 但是这竹篮子和竹框哪里来的, 平时也没见人会变这个, 将猪草放下, 他对着收拾的母亲说道, 娘, 这篮子哪里来的, 自己只是好奇, 问了一下而已, 但是有人就看不过去了, 老三江卫英嘲讽了一句, 这是二嫂平时在家里边的,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 啥事都不干, 就知道吃啊, 旁边的老二媳妇, 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 看这样子又是另一个杨月梅, 对, 问句话都能得罪人, 江小川心里也火了, 自己啥都不做, 都能得罪这个江卫英, 于是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这猪草不是我打的, 难道是你打的啊, 那茶火不是我和弟弟一起识的, 难道是你识的, 江卫英听到他的话瞬间火了, 哎呦喂, 怎么着, 马上要成为城里人, 变得牛气了, 敢这么和我说话了, 我和你能一样吗, 我不要学习的啊, 哦, 今天好像要上学吧, 你怎么又没去, 江小川心里吃笑了一下, 就他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小学能不能拿到毕业证明, 都是问题, 今天肯定又找什么理由不去了, 明天赶急, 他肯定要跟着, 又不去了, 不过这个时代, 城里好点, 基本很少有逃课的, 但是农村就不一样了, 农村上小学, 全凭自愿, 也没有强制, 经常出现, 家里要干活走不掉就不去了, 老师也是无力改变什么,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因为经济问题, 农村很多孩子都不去上学, 江卫英被他这话一问, 有点脸红, 随后喝骂道要你管, 你算老姐, 江小川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老五, 江卫英被他的态度气到了, 随后他气着对屋里喊道, 爹, 你看小川, 他说我, 江大海瞥了一眼, 没有说话, 继续喝他的水, 不用自己出手, 会有人收拾他, 只见江老二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对着江小川骂道, 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要去城里了, 横起来了是吧, 是不是想先收拾, 江小川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说道, 我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也干活了, 他不上学, 我只是说出来而已, 我一没打他, 二没骂他, 我怎么欠收拾了, 随后对着江大海淡淡地说道, 爹, 要不我不分家了, 我感觉在这住得挺好的, 那意思就是, 我不配合, 到时候,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就算自己被赶出去, 他们也拿不到钱, 这话把江卫军气到了, 撸起袖子准备动手, 哟喝, 你这兔崽子, 你看我不把你, 行了, 歇着吧, 江大海出声制止了要动手的老二, 听到父亲的话, 江卫军也就不再动手, 但是嘴巴却没停养不熟的白眼狼, 吃家里的, 用家里的, 居然敢顶嘴, 其实江小川, 还是被后世的思维影响到了, 这年头了, 没有啥家报的说法, 只要没分家, 你就属于这家孩子, 就算被打残废了, 也没人管的, 亏得江大海, 害怕拿不到那笔巨款, 所以才制止, 听到老二江卫军的话, 江小川也没有再出言刺激, 别到时候真被打了, 自己还没地方说理去, 母亲杨岳没看到江小川没有被打, 偷偷地吐了口气, 这就是改嫁后的悲哀,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也是分情况的, 江奶奶看着眼前的一幕, 撇撇嘴, 心里想着, 今天中午是不是给江小川两兄弟, 再少打点饭, 刚刚走回自己的房间, 迎面, 江小河就跑了过来, 激动地说道, 哥, 我的兔子肉呢, 江小川看着对方期盼的眼神, 忍不住想逗一下他, 假装伤心地说道, 哦, 兔子没抓到呢, 正准备继续逗逗他呢, 只见江小河的嘴巴已经变了起来, 哥, 你骗我, 他赶忙安慰道, 哎, 别哭, 兔子肉没有了, 但是我有猪肉, 金豆子就要掉下来的江小河, 听到有猪肉, 立马将眼泪憋了回去, 笑着问道, 哥, 真的, 有猪肉吃啊, 有的, 但是你在这等我, 半个小时候, 你去昨天那个洞里找我听到没, 不要提前来也不要太久, 行, 见江小河答应, 江小川离开了, 走之前从厨房顺走了一些做饭的东西, 和一些水, 一会再还回来, 来到之前的洞里, 打量了一下附近便进入了空间, 迅速地把肉切好, 锅里放点油, 这才去生火, 生好火, 将切好的肉放入锅里, 随便翻炒一会, 放入酱油, 生姜和香料, 焖一会, 很快锅里就传来阵阵肉香, 这让一直不怎么喜欢吃肥肉的他, 被香的口水都流了下来, 焖了很久, 水基本收干的时候, 放点盐和葱花, 翻炒几下出锅, 加一块放嘴里, 呼, 真香, 江小川对自己的手艺还是挺满意的, 将东西收拾一下, 便将米饭的肉锅端了出来, 在外面等了十来分钟, 江小和才小跑了过来, 思思使劲地嗅了嗅空气的味道, 激动地喊着歌, 好像挖大米饭, 看着石头上的大碗米饭和一锅肉, 激动地不能自已, 江小川能理解这个年代的小孩对肉的期待, 也不馋他, 好了, 吃吧, 听到哥哥的话, 江小和端起那个大的海碗, 就吃起来, 吃得满嘴流油, 不亦乐乎, 一边吃, 一边嘴巴不清楚地喊着,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别急, 慢慢吃, 这么多呢, 其实今天做肉的时候, 他也想多放点大白菜, 害怕他长期没有油水, 突然吃这么油腻的猪肉, 会拉肚子, 不过后来想了一下, 这孩子缺油水缺太厉害了, 就算放大白菜一样, 会拉肚子, 索性就做一个全肉的, 那就拉吧, 痛病快乐着, 估计这个年代的人们你告诉他, 吃一碗肉会拉肚子, 估计他们宁愿拉肚子, 也要吃肉, 江小川自己也很饿了, 端起碗筷也吃了起来, 吭吃, 吭吃, 洞里只剩下吃饭的声音, 别吃了, 留点给娘, 江小川被江小和吓坏了, 一碗大米饭干得干干净净, 肉也有一半下了他的肚子, 再吃要出问题了, 别撑坏了, 哥, 好吧, 江小和看着锅里的肉, 打着隔一脸的可惜, 感觉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一样, 江小川看着弟弟没好气的说, 倒不是不给你吃, 怕你吃多撑坏了, 江小和毫不在意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红烧肉, 撑坏了我也愿意, 江小川也不去纠正他的观念, 以后每天都能吃饱的话, 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了, 行了, 以后再给你做一顿吃的, 剩下的留给娘, 突然江小和沉默了一下说道, 哥, 我想姐姐了, 姐估计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江小川也沉默了, 融合了前身记忆的她也知道, 关于这个姐姐的事, 这个江小梅的性格一点也不像自己的母亲, 脾气十分的火爆, 出道江家的时候, 为了维护两个弟弟, 没少和老三江卫英大打出手, 因此也受了不少苦, 当初之所以同意嫁出去换彩礼, 也是因为江副的一句话, 你们对我们家没有一点贡献, 我凭什么养你们, 为了自己两个弟弟在江家待得稳妥, 所以最后还是妥协了, 嫁给了李家老四, 虽然作用不大, 但是这份情两兄弟俩必须得成, 江小川思索了一下想到, 那等过几天分家了, 我带你去找姐姐, 给她做肉吃, 顺便看一下她在婆家过得怎么样, 听到她的话, 弟弟江小和立马恶愤愤地说道, 好, 到时候如果姐夫家欺负姐姐, 等我们长大了就揍她, 不过配上她那小孩子的脸蛋, 怎么看怎么可爱, 但是江小和说的也不算错, 如果李家对待江小梅还不错, 自己以后也不介意给他们点好处, 如果过得不好, 自己也要让对方胆寒, 这个年代在农村, 女孩在婆家过得不好, 父母不好过多插手, 但是兄弟哥哥弟弟却是可以的, 甚至大打出手的也不奇怪, 所以兄弟多的话, 女孩在婆家也会好过点, 谁也不想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借口将锅藏起来, 出去偷偷将东西收进空间, 两人便一起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还没来得及偷偷给母亲吃的, 便被叫住了, 江奶奶站在堂屋的台阶上, 对着江小川招手道, 小川, 过来一下, 你大伯他们来了, 江小川顿了一下, 便转向堂屋走去, 屋子里人倒是不少, 江父, 江奶奶, 母亲杨岳梅, 还有老大江卫国, 和和老二江卫君, 不知道为什么, 江家两兄弟也在这里, 但是他也没有去管, 看着坐在堂屋的周明里和周明义, 江小川调笑了一句, 吆喝, 来得这么快吗, 县城到这里, 怎么着, 也要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说明他们回去后, 连夜就商量出来结果了, 周家兄弟两人心中赋匪着, 能不快点来吗, 万一晚了出事情怎么办, 这里可是关系到自己一家老小的安全, 周明义面露不渝地看着他, 并没有说话, 老大周明里, 却能保持微笑, 笑着说道, 小川啊, 这次回去家里, 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这个钱嘛, 说完他面露难色, 江小川心中暗骂一句, 居然想打感情牌, 老狐狸, 随后冷着说道, 什么意思, 没钱, 那你来干嘛, 周明里听到他的话, 也不生气, 笑着解释道, 小川啊, 你看, 你爹生前一个月, 大概二十八块五的抚恤金, 这些年下来, 一共差不多两千五百块钱左右, 一半的话, 就要一千二百五十, 你还要一个三进的砖瓦房, 怎么着也要八百块钱, 这家一起也就要两千多, 说到这里, 看了一眼江小川, 见对方没有表示, 于是继续说道, 这你也知道, 城里开销太大, 我们去城里的时候, 置办东西后, 也没剩下多少钱, 你看这能不能商量一下,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吃笑着说道你们这些年没有工资, 这点钱都没有, 还有就是三进的院子, 我算了一下, 最多也就需要两千块砖, 一块砖二分钱, 撑死了也就四百不到, 周明里见江小川不松口, 脸色也是铁青, 但是还是语气平和地解释着小川, 真的没钱了, 一共只凑出来一千二百块钱, 去掉房子的钱, 只有八百块了, 江小川没有说话, 屋子里气氛瞬间凝固了, 他在思考着, 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 肯定不止这么多钱的, 但是在压榨, 估计也多不了多少, 到时候逼急了他们, 破罐子破摔, 抱着法不择中的心态就不好了, 毕竟几人是周明信的亲兄弟, 也不可能处理得太严重, 他们现在只是被吓到了而已, 旁边坐着的江家兄弟, 听到这么多钱, 心里一阵心绪起伏, 这得中多少粮食, 才能有这么多钱, 而且, 江小川兄弟两人居然, 可以得到一条院子, 而且是砖瓦的, 瞬间他感觉心里不平衡了, 这要是自己的, 该多好, 突然江卫军眼珠子一转, 咳嗽了一下, 对着江父说道爹, 您看, 老五和老六在家里住了这些年, 您老省吃俭用的, 这钱不应该孝敬您老吗? 旁边的江奶奶也是有点异动, 江小川被江卫军打断了思绪, 随后一副看白痴一样的表情看着他, 难道他看不出来, 这钱他拿着烫手吗? 没看他的大伯几个兄弟姐妹, 都被整得低声下气的来商量, 周明里也是吃笑到江老哥, 你这家教不严啊, 我们在商量事情, 您这儿子说这话合适吗? 江父也是被江卫军贪心的一幕, 弄得脸上一红, 呵斥道, 闭嘴, 再说话, 给我出去, 他也知道, 如果江小川不分出去, 自己这钱一分钱也拿不到, 江卫军只能闭上嘴巴, 一脸的不差, 至于其他人, 也泄了心里的小心思, 江小川沉吟了一下说道, 行, 现金八百, 一套三进的院子, 盖房子的, 你们户口的事, 你们想办法去弄, 至于名字就不用改了, 改了的话, 估计没办法在这里落户, 见周家兄弟面露喜色, 江小川又说了一句, 但是我有个要求, 今年的各种票, 必须给我, 不然我怎么生活, 其实没有这些票的话, 他也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这个年代, 你的东西得有正经来路, 本来一脸喜色的周家兄弟, 脸色又开始难看了, 能不能看吗? 本来拿出那么多钱, 已经伤筋动骨了, 再加上票的话, 就更麻烦了, 周明里一脸无奈的说道, 小川啊, 这个票都是有限制时间限制的, 每个月就那么多, 你让我从哪里能弄来一年的票? 江小川想了一下, 便说道, 行, 基本票, 像粮票, 邮票之类的, 给我一个月的就行了, 不票够我和弟弟两套衣服的粮, 周家两兄弟低声商量了一下, 说道行, 粮票一个月的, 其他的票和钱明天一起给你送来, 但是这件事到此结束, 之前的事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放心好了, 这件事结束后, 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对了, 记得去把抚恤经邮寄的地址改成这里, 说完, 对着自己的母亲招呼了一下, 让他过来, 便离开堂屋, 留下周家兄弟和江父一起商量分户口和盖房子的事宜, 来到自己的屋子门口, 只见弟弟江小和趴着门缝对外看去, 见哥哥跟母亲到来, 赶忙拉开房门, 着急地问道, 哥, 你们聊得怎么样了, 江小川摸着他的头笑着说道, 你怎么不去堂屋厅着, 待这里干嘛, 江小和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哥, 我怕, 所以没去, 而且不是有哥哥你吗, 江小川笑着说道都弄好了, 就等着分户出去, 就可以, 那就好, 可是这样, 娘怎么办, 江小和一听顿时一阵开心, 随后纠结地看着母亲杨岳梅, 杨岳梅心绪复杂地看着眼前的大儿子, 瞬间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不过想到那些钱以及准备盖的砖瓦房, 他心也就定了下来, 要知道整个村子都没有几间砖瓦房, 将来两兄弟讨老婆肯定不用操心了, 想到这里, 他笑着说道, 没关系, 从分家了以后, 你们就能过上好日子, 抚恤金可以领到成年, 那时候你们自己也有能力了, 而且以后你们也是在村子里, 离得肯定不远, 没事娘就来看你们, 那好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 快到吃饭点了, 江小川也就没让母亲和自己出去, 等下午吃了饭再找机会吧, 中午, 周家兄弟并没有回去, 在江家吃的午饭, 因为下午要去村支书, 家里去弄分户的事, 一顿饭吃的是梅滋梅味的, 毕竟自己兄弟两人吃了不少红烧肉, 喝点粥就当呱呱有水了, 下午江小川并没有和江大海他们一起过去, 交给他们就行了, 毕竟这种事不用他一个小孩出面, 找了个借口, 带着母亲来到河边的小洞里, 母亲杨岳梅看着江小川端出来的一盘猪肉, 震惊地问道, 小川, 你这从哪里弄来猪肉和大米? 之前的鸡蛋虽然让他惊讶, 他还能接受, 毕竟农村自己人很少吃鸡蛋, 是因为舍不得吃, 不是吃不到, 所以鸡蛋也不是那么难得到, 但是猪肉就不一样了, 在农村, 除了过年的时候, 村里杀年猪是不需要票的, 平时想吃肉都必须要肉票, 等到今年过后, 以后农村过年吃肉也得要票了, 那时候农村的人自己可以限量养猪, 但是养了猪得卖到供销社, 不允许私人宰杀, 猪肉卖到供销社会按照肉价给钱, 也会给一定数量的肉票, 江小川想都不想地说道, 娘你就别管哪里来的了, 一不偷, 二不抢的, 放心吃好了, 我和弟弟都吃过了, 杨月没见江小川不愿意说, 也就不再过问, 现在的江小川已经很有自己的主见了, 细嚼慢咽地吃着碗里的大米饭和猪肉, 吃得很小心, 最后连肉汤也被他伴着饭吃了下去, 吃完饭找了个借口, 将东西放进空间, 几人便回去了, 刚刚进到大院, 就见周家兄弟一脸铁青的不说话, 而江大海也是一脸的无奈, 江小川一脸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江大海一脸无奈地说道, 周之书不同意分户口, 他认为我是不愿意收留你们, 虽然这也是他心里的想法, 江小川一听就明白了, 估计里面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随后周明里便说道要不你还是回周家村吧, 虽然你娘改嫁了, 但是你们回来还是没问题的, 江小川没有接他的话, 随后想了一下说道你们等我一会, 我去说一下试试,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院子, 向着村部出发, 村部在村子的中间位置, 离江家也不是很远, 江小川很快便来到了村部, 这是一套砖瓦房, 有个七八间房子, 看着房子的老化程度, 应该是以前某个地主产业, 来到江之书所在的房间, 对这里面喊道江之书, 您能出来一下吗? 我找你有事, 正在和会计说着什么的江定中听到声音, 向着门口看去, 想了一下, 这不就是那个江家的孩子吗? 来找自己干嘛? 随后和旁边的会计说了一句, 便放下手中的东西出了门, 江定中看着他笑着说道, 小家伙, 找我有什么事? 是分家的事吗? 江小川笑着问道, 是啊, 江叔, 您怎么没同意我爹和他大伯他们? 你们还小, 又不能正公分, 分家啊, 你们吃什么? 江大海那老小子倒是打得好算盘, 娶了个乖巧的翘媳妇, 替他生了个儿子, 就不想管你们了, 我能同意吗? 江宝定说到这里有点气呼呼的, 他很看不起这样的人, 没本事别取, 江小川听到这里, 心中也是一阵感动, 对方对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居然还能替自己着想, 这就是这个年代军人的作风, 没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无私, 正直, 但是不分家怎么行, 自己还要过好日子呢? 江叔, 您放心好了, 我和弟弟每个月都有抚恤金拿, 不会饿着,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惊讶了一下, 抚恤金, 你是劣势遗孤, 那你娘怎么会带着你们一起改嫁? 你大伯那边应该不会让你们跟着来啊, 这每年的抚恤金也不少了, 比重地收入多得多了, 江小川这才知道, 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生父是劣势的事情, 估计当初改嫁的时候, 大伯他们应该威胁过自己的母亲, 不让说出他丈夫是劣势的事, 至于筹码, 自然是自己姐弟三人, 想到这里, 江小川心里很气愤, 将来得找个机会收拾他们, 于是江小川便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江定中听后很是气愤, 他们怎么敢这么做, 不怕吃花生蜜蜂? 江小川淡淡说道, 毕竟奶奶还在,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还想说什么, 想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解释不清楚, 只能说了一句, 那你大伯他们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所以, 这次他们过来会退一部分钱给我们, 而且你也知道, 如果我们不独立出来, 以后也没办法拿抚须金了, 其实这些都是我要求的, 包括从江家分出来, 但是还是姓江, 毕竟不能让村里人说闲话, 也不能让您难做, 所以说, 你就答应吧, 听到这里, 江定中这才同意, 但是随后想到什么说道, 这样你住房子也是问题啊, 村里的空房子倒是有, 都是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走后留下的, 但是也不好长期给你住, 听到江定中同意了, 他这才舒了口气, 赶忙解释姜叔, 房子不用, 您给我批一块地, 我自己盖房子, 那就没问题了, 行, 那我先回去了, 让我跌堂过来, 见事情解决, 和对方寒暄了几句, 便离开了, 回来到家里, 对着江大海说到事情解决了, 你们可以过去办手续了, 江大海几人见事情解决, 便又向村部赶去, 这次事情办得很快, 几人便回来了, 户头已经分开, 至于地皮的问题, 村部要向上面申请, 问题也不是很大, 只是要花点时间, 不过可以先盖起来, 村里都是这样操作的, 事情搞定周家兄弟也离开了, 给江小川的钱和票, 明天给他送过来, 这件事就算特地结束了, 然而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江家几人拿着钱, 正在客厅里点着呢, 一, 二, 二百三十, 市的二百三十块钱, 估计多出来的三十块钱, 就是周家兄弟, 让帮忙盖房子的钱, 江小川拿着手写的户口本, 原来第一代的户口本是这样子的, 随后, 看着正在鼠前的江家几人, 说到我们和娘的断亲书呢, 正在鼠前的江大海顿了一下, 微微一笑, 你这孩子, 断什么轻, 再断他不还是你娘, 难道不给他养老? 江小川眉头猝了一下, 明白了对方什么意思, 这是准备以后有机会粘上来啊? 不行, 以后娘老了, 该我养老的话, 我会给他养老的, 但是断亲书必须有, 他可不想以后被这群人趴在自己身上吸血, 月梅啊, 你看你这儿子, 一心想和你断了亲呢, 江大海对着江月眉挑拨了一句, 将钱放进口袋里, 随后对着江小川说到断亲书没有, 反正户口已经分开的, 而且钱自己已经拿到了, 江小川抬头看了母亲一眼, 只见对方一脸的纠结, 看来对方也不愿意断亲, 算了, 户头分开了, 以后也无所谓了, 他们要想耍什么花招, 自己接着就是了, 这个年代也没什么事情做, 陪他们玩玩好了, 就当消遣了, 行, 娘那就不断亲了, 等过段时间房子盖好了, 您没事就过来看看我们, 他的意思明显是说只能他一个人来, 杨月没听到儿子答应不断亲, 开心地答应着, 好, 旁边的江卫军听到江小川, 他们有新房子住, 心里酸酸的, 于是说道爹, 小川他竟然独立出去了, 这在家里吃饭不合适了吧, 江奶奶也在旁边说道是啊, 是不太合适, 这年头粮食也紧张, 母子两人心有灵犀, 江卫军立马明白, 要不还在家吃, 你们两个一人两毛, 一共四毛钱好了, 房子带好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算十二块好了, 江小川好笑地瞥了他一眼, 真敢要, 一人一天两毛, 都能吃白米饭了, 就家里每天吃的那点玉米地瓜粥, 吃撑了也要不了那么多钱, 就这江卫军感觉太少了, 和他手里的八百块钱比, 差得远了, 于是又开口道, 还有, 你这在家里住着, 怎么也得一丝一丝一下吧, 这时候难得争辩一下的杨岳梅, 对着江大海说道, 大海, 他大伯已经给了那么多钱了, 只是住一段时间而已,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他们吃也吃不了多少, 要不就算了吧, 江大海感觉也是这个礼, 但是江奶奶有意见了, 哎呦喂, 啥时候变这么大方了,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啊, 你这嘴巴轻松, 一句话就省了, 江卫军也在旁边附和着, 江小川制止了继续说话的母亲, 说道, 娘, 不用了, 今天江之书和我说过了, 有地方给我住一段时间, 到时候我去那里住吧, 其实江之书确实和他说过, 有房子, 没有说答应他去住的事, 如果只是住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 但是杨岳梅不清楚, 怀疑的问道, 真的, 江小川笑道, 娘, 不信你和我去问一下, 走吧, 趁着天色还早, 你也帮我收拾一下呗, 杨岳梅听到他的话, 看向江大海, 儿子搬出去, 还不让母亲去收拾一下, 这说不过去, 于是便点头答应, 于是江小川和母亲回到房间, 带着江小和出去了, 江小川为什么非要将自己母亲拉走, 因为他在走之前, 用意念将江大海兜里的钱给顺了出来, 带着杨岳梅, 是为了做一个让他不在场的证据, 让他们吵翻天去吧, 江家那边怎么闹的, 他暂时还不知道, 此时他已经带着杨岳梅和江小和来到了村部, 江叔, 我找你有件事情商量一下, 村里有没有干净的空房子, 让我们住一段时间不用太久, 一个月左右就行了, 一进门, 江小川就对着江定中开门见山的说道, 江定中猝了一下眉头, 说道, 怎么了, 他将大海不让你住, 我现在就去说他去, 说吧, 便准备过去, 江小川赶忙拉住了他, 低声说道, 江叔, 别啊, 我这不是想早点搬出来, 早点自由吗, 您说是不, 江定中文言不满地说道, 你说你小子, 一天到晚的, 好好的在江家待着, 等房子修好再搬出来, 不好吗, 江小川听到这话, 只能苦笑着说道, 江叔, 我和我弟的户口已经分出来了, 奶奶说我现在有抚恤金了, 让给生活费, 江定中这才明白, 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就给呗, 反正又要不了几个钱, 听到江定中的话, 江小川翻了翻白眼, 江叔, 您这真是大手笔, 江定中看到他的表情, 笑着骂道, 小兔崽子, 翻什么白眼呢, 江小川也知道, 对方估计不会想到, 江奶奶他们能要那么高, 于是便说了出来, 我和我弟弟, 一日三餐, 每天玉米红薯粥, 一个月十二块, 住房子也要收费, 住房子估计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算下来, 二十多块钱, 要不您帮我给了, 最后还不免揶揄了一下他, 呲,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倒吸了一口冷气, 感叹了一句, 江大海这老小子, 还真太良的敢要啊, 二十块钱, 得卖一两千个鸡蛋才能凑齐呢, 可想而知, 在这个年代, 二十块钱得有多少, 也难怪周家兄弟几个都要犯事了, 也不愿意吐出全部抚恤金来, 江定中考虑了一下, 想到了一家, 说道, 那行吧, 我带你去一家吧, 但是你们最多只能住一个月半左右, 听到江定中的话, 他保证道, 放心吧, 江叔, 过几天房子就开始建起来, 现在不是农忙, 到时候村里一起帮忙, 半个月不到就能建好, 那就好, 走吧, 江定中来到一栋房子前, 居然是一套砖瓦房, 江小初看着眼前的房子, 惊讶地问道, 江叔, 这不是村里的招待所吗, 我住这里合适吗, 江定中笑着说道, 我们只是一个小村子, 哪里有什么招待所, 这套房子是以前遗留下来的, 每年秋收的时候, 上面都会派人下来, 指导和监督秋收, 顺便统计工粮用的, 时间久了, 你们就认为这是招待所了, 那, 这个合适吗, 江小川迟疑了一下,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这房子给谁, 别人都会眼红, 所有就一直这样空着, 时常会有人过来打扫, 说着拿出钥匙, 推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型, 只有两间卧室, 另外一个是厨房, 好了, 钥匙给你, 屋子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两张床, 和一套桌椅板凳, 今晚不行的话, 你来我家吃吧, 随后便将钥匙递给对方, 顺便客气了一下, 江小川一听对方的话, 立马眼睛一亮, 正好今天, 他还准备找对方, 有点事要说, 赶忙答应, 行, 江叔, 那今晚, 我就过去吃饭, 我俩可能吃了, 您老到时候, 可别生气, 江定中没想到, 对方居然一点也不客气, 尴尬了一下, 便不在意的说道, 行, 那你收拾一下, 晚上来我家, 知道我家怎么走吧, 江小川笑着说, 到江叔您说笑了, 在江台村, 有不知道村部在哪里的, 但是估计没人不知道江叔家在哪, 你小子, 行了, 别平了, 我走了, 说对着身后的杨岳梅和江小和打声招呼, 这一幕如果别人看到, 估计会很奇怪, 感觉江小川才是那个能做主的一样,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不知不觉中, 江小川担起了这个家, 等江定中走后, 江小川才认真的打量着这房子, 房子是青砖的, 表面有点微微的风化, 说明这间房子时间不短了, 两间卧室在东面, 卧室对面是厨房和客厅, 两张大床雕工精美, 一套桌子和板凳也是, 一看就是出自一人之手, 泽泽, 好东西啊, 江小川用手轻轻敲了敲床和桌子, 试了试重量,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 但是看着手艺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估计可以算得上是古董了, 等有机会把这套古董买下来, 不过这个年代的古董太多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打量结束后, 江小川对着杨月没说到, 杨, 你看, 现在不是有房子了吗, 一会我们回去后, 把被子和冬衣带过来就行了, 两张床上已经各放了一个草席了, 看着自己和江小和身上的化肥袋子做的衣服, 要不是现在是夏末, 天气还热, 他真想把那冬天的衣服穿上, 不过也快能穿了, 说是冬衣, 但是也就比夏天的衣服稍微厚了那么一点, 冬天塞一点稻草进去, 也是比较保暖的, 但是江小川可不想以后穿塞稻草的衣服, 那不得扎死了, 但是这个年代的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 穷人有穷人的智慧, 塞稻草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在冬天也许能保住人一条命, 杨月梅心里感叹着, 江小川真的长大了, 行, 那回去拿衣服吧, 锁好门回到了江家大院, 只听到江大海的爆盒声音传了出来, 说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一边传来江卫军嚎叫的声音, 显然是被揍了, 哎哟, 爹, 您别打了, 真不是我拿的, 不信你自己搜, 除了你还有谁, 你二哥压根没进过屋子, 只有你和奶奶进去过, 难道是你奶奶的, 也难怪江大海冤枉了他, 这小子平时就不老实, 家里有点好吃的, 都被他偷吃了, 爹, 我真的是冤枉啊, 我真的没拿, 江小川带着母亲刚刚进门, 就看到搞笑的一幕, 只见江卫军抱着他爹江大海的大腿, 在那里嚎啕大哭, 身上还有一些伤痕, 而江大海则是拿着鸡毛胆子, 对着他怒目而逝, 爹, 可能是他们偷的, 一定是他们偷的, 被冤枉的江卫军像是找到目标一样, 对着江小川几人说道, 江小川一脸看白痴的样子, 难道我还能给自己挖坑跳, 就是江大海也是一脸气愤的说道, 让你不长脑子, 你小娘什么什么时候进屋过, 这一下江卫军傻眼了, 细想一下, 是啊, 自从周家兄弟将钱给江大海以后, 本着防备的心态, 压根就没让杨岳没接触到钱, 连靠近自己身体附近都不行, 哎哟, 疼死我了, 把您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啊, 见江大海仍然要打他, 江卫军吓了一跳, 在一旁的江奶奶实在不忍心了, 说道, 行了, 再找找吧, 别把孩子打坏了, 最后江卫军还是被放过了, 夹着尾巴往自己的院子里跑去, 见孙子跑了, 江奶奶这才放心, 随后冷着脸说道, 还回来干什么, 杨岳没看着江奶奶, 说道, 娘, 我把小川他们的衣服拿去, 他们今晚就不回来住了, 哼, 养不熟的白眼狼, 便宜别人也不愿意把钱给我, 江奶奶冷横了一身, 转身离开, 至于江大海还在陷入丢了那二百三十块钱的忧伤中, 他还在想着, 那钱到底放哪里了, 难道自己老了, 记性不好了, 见没人理自己, 几人便回到自己的房子, 拿着东西便离开江家, 杨岳没并没有跟来, 东西其实也就两件秋衣和一双秋天的鞋子, 杨岳没静静地看着两个孩子离去, 眼泪从眼角滑下, 不是不心疼, 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江小川拉着一步三回头的江小和, 很快便来到了住的地方, 将东西放到床上, 江小川看着情绪低落的江小和, 安慰道, 小和不用担心, 以后妈又不是离开我们了, 都在一个村子, 想妈了, 就让妈过来吃顿饭, 到时候, 哥给妈做好吃的, 你也不用在那边受气了, 江小和其实心里也明白, 只是心里一时有点难以接受而已, 他情绪低沉地说道, 嗯嗯, 知道了, 哥, 江小川见江小和的表情, 也没有再劝,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这不是一下就能适应的, 估摸一下时间, 差不多有三点多了吧, 离天黑还有很早, 一会找个理由出去一下, 得把兔子拿出来, 去江之书家吃放, 不能空着手去, 不是因为他是村之书不能空手去, 因为这个年代的粮食短缺的厉害, 每家每户, 家里有多少人, 吃多少, 都是有定数的, 你去吃的都是别人的份额, 所以现在的人们, 一般都不愿意去别人家吃饭, 既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 又害怕惹人厌烦, 突然, 江小川脸色一明, 心里想着, 完了, 可以先不用出去了, 估计是今天中午吃的红烧肉, 拉肚子了, 毕竟两人肚子了没啥油水了, 猛然吃多了油腻的东西, 会拉肚子, 赶忙向着厕所跑去, 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厕所在外面的墙边上, 刚刚进厕所, 很快就清洗而出, 舒爽无比, 解决好问题, 刚起身, 裤子还没系好, 外面传来了激烈的脚步声, 同时伴随着呼喊声, 哥, 哥, 救命啊, 快出来, 我忍不住了, 江小川赶忙穿好衣服出去, 江小和直接将江小川推开, 冲了进去, 扑痴, 江小川捏着鼻子回到屋子里, 还没有过多久, 江小川感觉自己隐隐的, 又有点疼了, 赶忙向着厕所跑去, 就这样, 一两个小时, 就在两人连续跑测试的路上消耗掉了, 终于两人的症状缓解了, 两人直接躺在床上, 江小川看着江小和逗着他说道, 小和, 你看, 拉得这么厉害, 你下次还吃不, 江小和理所当然的说道, 吃啊, 为啥不吃, 拉再厉害也要吃, 好吧, 心里感慨着, 这是一个要吃不要命的年代啊, 没有办法, 社会生产力不足, 化肥很少, 大部分供应给了沿海地区, 其他的地方只能弄到极少数的份额, 甚至弄不到份额, 歇了一会, 两人都不再拉了, 恢复点力气, 赶忙起身, 还要去江支书架呢, 让江小和等一会儿, 出去待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回来时, 手里拎着一个篮子, 里面有一个兔子, 这是空间里最大的一只肥兔子了, 大约有六斤多重, 如果卖的话得三块多钱呢, 看着哥哥出去一趟, 居然带着一只兔子回来, 江小和立马兴奋地说道, 哥, 哥, 好大的兔子, 哪里来的, 江小川立马制止他的话, 你以后能不能小声点, 下次你再这么大声地喊出来, 让别人看到了, 以后都没得吃了, 这个年代不是说兔子是你抓的, 就是你的, 如果碰到心胸开阔的人, 能不会在意, 碰到那些小人, 只能充公了, 最多你这个抓的人, 稍微多分一点,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立马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这个兔子和之前你吃的红烧肉一样, 我都藏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以后想吃了再去拿, 谁都不能说, 知道吗, 江小和继续捂着嘴巴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行了, 手放开吧, 我们去江苏家去吃饭, 随后找了一点野草, 放进篮子, 将兔子盖住, 便一起向着村支书的家里走去, 来到村支书家门口, 他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喊了一句, 江苏, 在家吗, 我是小川, 知, 院子门被打开,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开的门, 奇怪地问道, 你是谁, 找我爹干嘛, 眼前的小丫头, 应该就是江苏家的大女儿, 江兰了, 扎着两个羊脚便, 瘦弱的身体, 感觉一阵风就能吹倒, 江小川笑着说道, 你爹和我说好了, 今天来, 你们家吃饭, 对方一听是来吃饭的, 立马绝着嘴巴, 一脸都不开心, 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 说了一句, 进来吧, 显然江知书已经打过招呼了, 来到堂屋桌子上, 已经放着一个韭菜炒鸡蛋了, 堂屋里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正看着桌上的菜流着口水, 见有人进来, 赶忙一脸警惕地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 几人年龄差不多, 都相互认识, 这娃娃是江知书的小儿子, 江春明, 小明铁蛋, 江定中听到动静, 从屋里走了出来, 一看是江小川便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这么晚才来,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先坐一会吧, 饭, 还要一会才能好, 这时从厨房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 穿着围裙, 这人应该是村知书的媳妇, 对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笑着说道, 是你俩小子, 我今天听定中说有人来吃饭, 我还以为是谁呢, 村长媳妇姓王叫王翠花, 一个很农村化的名字, 但是口风不错, 一个村的人虽然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相互都认识, 江小川赶忙拉着弟弟喊道江沈, 不好意思, 今天打扰了, 王翠花看着江小川, 乐呵呵地说道, 哎呦, 不错呀, 丝丝闻闻的, 不用客气, 还要一会才能好, 江定中看着两人, 想了一下, 对着自己媳妇吩咐道, 去把我昨天咽起来了半斤猪头肉, 拿出来烧了, 王翠花一听, 面露难色, 但是没有多说什么, 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准备去拿肉, 而两个小孩子, 也是面露气氛的表情, 江小川健壮, 哪里还不知道, 这半斤猪头肉, 估计是准备留着改善伙食的, 他哪里好意思吃, 他赶忙制止了王翠花, 提着篮子, 对着江定中说道, 别拿,江沈, 我这带了东西, 吃我的, 江定中健壮笑了, 没好气地说道, 你江叔, 我请你吃肉, 你就请我吃猪草啊, 别推辞了, 不就半斤肉吗, 你江叔难道请不起, 这时江小川才尴尬地发现, 野草还被盖在兔子上呢, 扯去上面的野草, 露出里面肥肥的那兔子, 这下轮到江定中和王翠花惊讶了, 你小子行啊, 这么大的兔子都能抓到, 不过你还是带回去吧, 你们自己吃, 今天就吃猪肉, 他虽然为人正直, 但是也不是特别迂腐的人, 没有问兔子怎么来的, 也没说交工的话题, 旁边的江兰兰和江铁蛋两人, 见江小川篮子里的兔子一脸的激动, 再听自己爹让江小川带回去, 立马一脸的可惜, 但是两人都没说话, 可见家风还是很不错的, 江小川笑着说道, 江叔, 我可不喜欢吃肥肉, 你看那猪头肉多肥, 哪里有这个好吃,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知道他什么意思, 就是怕自己不好意思, 这孩子很会做人, 他想了一下, 便说道行, 今天沾你的光, 就吃兔子肉, 王翠花在旁边准备说话, 大钟, 这他的意思是, 这样不合适, 江定中大手一挥说道, 没事, 咱们也别客气了, 我来处理, 说吧, 便拿着兔子出了院子, 关上大门, 开始处理了起来, 王翠花见状也不再说什么, 招呼两人玩一会, 便去了厨房, 只是看向两人的目光, 更加柔和了, 大人走了, 小孩子便开始热闹起来, 铁蛋看着江小川问道, 小川, 你们怎么抓到的兔子, 能不能教教我, 这样, 以后我也能抓到兔子吃了, 江小川敷衍着说道, 行呀, 等哪天我教你好了, 但是最近不行, 家里是多, 铁蛋听到他的话, 开心地答应, 说不着急, 江小和很快和两人玩了起来, 铁蛋甚至把自己珍藏的一本小人书拿出来, 和他们分享, 江小川可没心思陪几个小屁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于是三人玩得不亦乐乎, 江定中动作很利索, 三下两下, 一只兔子就被处理好了, 显然以前没少干这种事, 江定中进来后, 对着他说道, 这个兔子比你留着, 冬天能用得上, 江小川想了一下, 他又不会消质, 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我也不会弄, 你们留着吧, 江定中想了一下, 便将兔子皮毛收了起来, 打算削制好, 以后再给他们, 行, 那我给你留着, 随后便走进厨房, 很快阵阵香气传来, 惹得三个小娃子, 一趟又一趟地往厨房跑去, 终于, 在几个娃娃交集的期待中, 菜终于出锅了, 满满一大盆的红烧兔子肉, 里面还夹杂了一些土豆块, 江定中招呼两人一起坐上桌子, 江小川发现桌上只有自己兄弟和江定中三人, 于是问道, 江叔, 江沈他们呢, 干嘛不来吃饭, 江定中随口说道, 哦, 他们在厨房吃就行了, 江小川不清楚, 这个年代农村这边规矩还是挺多的, 平时无所谓,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妇人和孩子都是不上桌的, 不知道是怕吃多了, 客人没有吃的, 还是其他原因, 江小川和江小和虽然是孩子, 但是江定中不能因为他们是孩子, 就怠慢了他们, 但是, 作为后世人的江小川不能理解这种行为, 小川, 你干嘛, 坐下吃饭啊, 江小川放下手中的筷子, 不顾后面江定中的呼喊, 走向厨房, 进来之后, 见王翠花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吃饭, 菜只有外面桌子上的四分之一, 装兔子肉的碗里更是没几块兔肉, 大部分都是土豆, 他二话不说, 一手端起桌子上的兔子肉, 一只手拉着兰兰, 对着茫然的王翠花说道, 翠花婶带着铁蛋一起去糖屋吃, 说完便拉着江兰兰回到糖屋, 之所以拉着兰兰, 是因为他怕翠花婶又以女人不上桌的理由留下来, 跟着出来的王翠花无措地看了一眼江定中, 江小川没管他们, 江菜扣进大盆里, 便给兰兰加了一块兔子肉, 对着他说道, 吃肉, 但是江兰兰并没有动筷子, 而是看着自己的爹, 江小川见他们的动作, 美好气地对江定中说道, 江叔, 现在都是新社会了, 哪里还有那么多规矩, 你这也太大男子主意了吧, 江定中听到他这么说, 也就不再客气, 笑着对自己媳妇说道, 行, 那就一起吃好了, 一盆兔子炖土豆, 一份韭菜炒鸡蛋, 一份菜干, 一份豆角, 饭只是玉米红薯粥, 只是很稠, 别小看这一点, 估计是一家几天的口粮了, 可以说过年也就和这个差不多, 而且没有这么多的油水, 平时大家做菜的时候, 就是用筷子蘸着油, 在锅底点几下, 见今天的菜好, 将自己珍藏的白酒拿出来了, 说是珍藏的酒, 其实也就是散装的粮食酒, 用一个盐水瓶装着, 看着江定中瞇了三小口, 享受了一会, 又将瓶子放了回去, 看来是舍不得喝, 也是, 现在粮食都不够吃, 哪有粮食拿出来酿酒, 估计只有成立才会拿酒酿粮食, 但是也不会多, 一顿饭吃的那叫香了, 肉全部都吃光了, 没办法, 看着菜多, 但是架不住几个半大小子, 没听过吗? 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江定中吃完后打着宝格, 不好意思的说道, 真不好意思, 本来准备留点给你们带回去呢, 其实吃的过程中, 他就准备用碗盛出来一点, 被江小川拒绝了, 江小川客气的说道, 江叔, 你就别客气了, 其实今天我找你是有事的, 江定中一听他的话, 心里咯噔一下, 这顿饭不好吃啊, 可别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但是他很快恢复了表情, 笑着说道, 啥是说吧, 只要我能帮的, 肯定帮你, 潜在的意思, 就是帮不了你的, 就没办法了, 江小川哪里还能不清楚他的意思, 他也没在意, 说道, 是这样的, 江叔, 我盖房子的事, 希望您可以帮下忙, 江定中一听, 原来是这事, 立马松了口气, 这都是小事, 到时候, 我给你去搭把手, 但是我不能一直去帮忙, 村里我还有要做, 江小川知道他误会了, 以为是让他来帮忙干活呢, 解释道, 江叔, 我的意思是, 我把钱给您, 您到时候帮我张罗一下,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迟疑了一下, 这不太合适吧, 江大海那边说不过去啊, 他可不想让人感觉自己从中捞油水, 江叔, 没什么不合适的, 反正我已经分出去了, 你看, 买砖, 买木头, 找乡亲们帮忙, 哪有您出面合适, 江大海还不是得找您, 而且您也知道, 我和江家的关系, 当初是找不到人, 现在有您在, 我还用找他干嘛, 江大中听到这话, 想了一下, 确实是这个理, 感觉没什么纰漏, 便答应下来, 也行, 那你要怎么操作, 江小川想了一下, 说, 您看这样行不, 砖头和木头需要多少钱, 您到时候告诉我多少钱就行, 人工的话, 您看给多少合适, 江大川一听立马摇头, 不行, 村里乡亲们帮忙, 没有拿钱的道理, 你也不能开这个头, 不然以后别家再盖房子, 谁盖得起, 到时候, 你小子不得招人恨啊, 但是一天两顿饭, 必须得由你负责,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感叹, 这时候的人工真便宜, 两顿饭就好了, 给钱都没法给, 那行吧, 江叔, 明天您把地基确定好, 找哪些人, 多少人您看着办就行了, 至于粮食, 说到这里, 他思索了一下, 说到江叔, 我跟村里买行吗, 每年收了粮食, 上交工粮, 村里都会留一些粮食, 作为应急粮, 现在快到秋收了, 买一些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江定中看了他也说道, 不行, 村里的粮食不能动, 江小川奇怪地问道, 为啥, 马上不就到秋收了, 粮食, 虽然大家都吃不饱, 但是称到秋收, 应该问题不大吧, 江定中复杂地说道, 原因你就别问了, 反正就是不行, 粮食, 你得自己解决办法, 看到他的表情, 江小川心中一顿, 想到了什么, 估计是大食堂的室友确定了, 只是不知道哪天而已, 他沉思了一下说道, 那行, 粮食的问题我来解决, 但是得一两天, 到时候就麻烦崔花沈, 帮忙做饭了, 江定中见他答应, 笑着说道, 那就没问题了, 等砖头和木头拉过来, 你再弄粮食来也可以, 反正, 你沈在家也没事, 到时候做饭就交给他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让自己母亲过来, 就是怕江大海家出什么妖儿子, 房子的事情基本算定下来了, 江小川便带着弟弟回去了, 走的时候, 借了一盏马灯和一个木盆回去, 毕竟那屋子里啥也没有, 回到住处天已经黑了, 从水井里打点水, 随便洗洗就准备睡觉了, 问题来了, 好不容易可以分开住了, 江小川可不愿意再和江小和挤在一张床上, 奈何任凭江小川说的天花乱坠, 江小和死活都不愿意分开睡, 最后商量下来的结果就是, 等江小和睡着了他再走, 不知道是怕江小川跑了, 还是根本就不瞌睡, 熬了一个多小时才将小家伙弄睡着, 确定江小和已经睡着了, 他便小心地退出房间, 急忙向着厨房跑去, 有宝贝啊, 因为刚刚那会乘着无聊, 江小川用意念扫描了一下房间, 本来想看看这么老的建筑, 有没有可能有好东西留下来, 没想到还真有, 提着马灯来到厨房, 随后注意了一下附近没有人接近, 随后翻出之前拿的那个铁锹, 对着灶台后面的角落, 动手开挖, 很快几样东西被他挖了出来, 虽然夹杂着泥土, 但是暴露出来的一角, 能大约看出来是几块小黄鱼和玉佩, 江土填回去, 提着灯打了盆水, 清洗完以后露出了真容, 一根大黄鱼, 六根小黄鱼, 还有两块玉佩, 江小川看着眼前的黄金, 你很开心, 这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笔巨资了, 六根一两的小黄鱼和一个十两重的大黄鱼, 不过, 这金条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东西, 民国时期的杜梁衡采用的是旧制, 也就是一金十六两, 那时候一两也就是现在的三十一, 两克左右, 所以一条大黄鱼的重量大概在三百一十二克左右, 这几根黄金大概一斤多一点, 但是那也值不少钱, 就算几块钱一克, 那也得好几千呢, 喜滋滋地将黄金收进空间, 随后又拿起其中一块玉佩, 打量着, 研究了一会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压根就不懂这玩意, 虽然看不懂, 不过看着雕工, 感觉也不是特别上档次, 随手收入空间, 留着吧, 这放以后怎么也值点钱, 这么小的房子都有这么多黄金, 不知道村部那么大的房子里面有没有, 找个机会去看一下, 就是那里人太多了, 想到后天要去和胡老三交易, 他想着, 明天要不去后面的山里转悠一圈, 再抓点兔子, 虽然明天能拿到一千二百块钱, 但是总不能坐吃山空,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他太闲了, 得找点事做, 不然他得疯掉, 哄, 正在想着明天做啥, 突然感觉脑海中的空间一阵震动, 不会空间出问题了吧, 江小川吓来了一跳, 心中莫名的心计了一下, 等了一会空间沉寂下来, 他才敢进去空间, 意念覆盖整个空间, 感受了一下, 奇怪, 没什么变化, 不对, 变大了, 他看着之前种植的麦子苗, 发现已经成熟了, 但是有一些麦子是靠着边界栽的, 现在距离往外拉上了大概一米左右, 到底什么原因呢? 用意念扫描着空间, 发现没什么变化, 水, 只是之前的泉盐里多了点水, 量很少, 只有薄薄的一层, 估计和他没关系, 咦, 玉佩不见了, 看着之前随意放在空间里的黄金和玉, 黄金还在, 玉佩却不见了, 空间里唯一有变化的就是这两块玉, 估计空间的变化和玉是有关系的, 这让他很高兴, 空间增大就能种更多的东西了, 看来得留意着玉石的问题了, 随后看向田里的麦子, 之前栽上去的时候, 大概还要一个月才能成熟, 这才三天不到就成熟了, 算一下, 空间里的生长速度是外界的十倍左右吧, 既然熟了, 那就收割了吧, 意念一动, 麦子就被脱利, 收进了桃锅里, 也不多, 估计也就挤进重, 这麦子颗粒饱满, 感觉比自己见过的麦子大多了, 估计和空间有关系的, 至于将麦杆子就先收到一边, 兔子不是特别饿的话, 估计也不吃这玩意, 这么多兔子, 得想办法种点大白菜和胡萝卜了, 以后养鸡鸭和猪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手里也没有啥其他的种子, 还是继续种麦子吧, 意念轻轻挥舞着, 麦子很快就被种了下去, 如果被正经的农民看到了不得骂死他, 种得这么密集, 也不怕长不大, 不过, 空间能用场里来看吗? 反正江小川没在意, 不行到时候拔掉一些就是了, 他拍了拍手, 搞定随即他便出了空间, 躺在床上准备入睡, 可是想到空间用玉石就能增加空间的面积,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这时候如果有人看到他的眼睛, 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通红, 这是没睡好的征兆, 因为播种子需要耗费精力, 越想越心仰难耐, 于是一翻身, 乘着天黑偷偷地摸了出去, 没敢拿着灯, 这个点人们还没有睡熟, 江小川有他的作弊器, 这和开了全方位雷达似的, 一路上走去, 偶尔还有加利昂的狗在叫唤, 江小川一阵吐槽, 看明年你们还有没有机会叫, 估计都得下肚子, 这个年代汪兴人可不多, 一路走走停停, 躲过了狗叫, 躲过了行人, 来到村部大院这边, 还没有到秋寿, 所以村部也不是很忙, 现在也没有人在, 围着这套建筑转了一圈, 一点一点地扫描过去, 还别说, 真让他发现了好东西, 院子里灵星地放着一些瓷器, 有些已经碎了, 和一些铜钱, 但是有一个地方, 里面居然放着一个箱子, 里面有不少好东西, 但是, 这位置真让他牙疼, 箱子放着的位置, 居然就在客厅门口的石阶下面, 江小川心里付匪着, 这人也是厉害, 居然将东西就藏在门口, 胆子真大, 不过要不是自己有意念可以扫描, 除非哪年翻修房子, 不然还真找不到, 翻墙进去, 打量着这个台阶, 这要是得翻开了, 明天早上不得被人发现了, 不管了,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里面有东西, 到时候把土打洒, 用土填满, 谁知道里面有过什么, 干了再说, 之所以决定干, 还是因为台阶的石头不是整块的, 不然累死, 他也搬不动一米左右的石块, 一边用意念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一边小心用铁锹撬动着石块, 很快中间的那块石头被撬了起来, 露出下面连着泥土的木头箱子, 箱子不是很大, 大约长四十公分, 宽和高也就在三十公分左右, 挖掉箱子旁边的泥土, 箱子很容易就被搬了出来, 来不及打开看里面具体有多少东西, 大概是什么已经知道了, 翻到外面, 找个隐蔽的地方挖了点土, 填在这个坑里, 之后又将石头归位, 也没有忘记将一些零碎的新土收紧空间, 确定不是那么明显了, 他便偷偷摸摸地离开了村部, 一路上那心里是美滋滋呀, 又得到这么多好东西, 回到家, 将身上的泥土洗干净, 正准备盘点一下收获, 脑海中传来一阵晕眩,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一年用多了, 算了, 反正是到嘴的肥肉了, 明天再点吧, 随后躺在床上便睡了过去, 一日, 哥, 哥, 还不起来, 睡得正香呢, 江小川被一阵呼喊声吵醒了,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站在床边的江小和, 再看看窗外, 天已经大亮了, 看来自己这一觉睡得还挺久的, 翻身下了床, 问道, 小和, 你啥时候醒的, 江小和不乐意地撅着嘴, 早就醒了, 已经叫过你一次了, 你让我一边玩去, 没事自己看电视, 割电视是啥, 江小川顿了一下肝大地打着哈哈说道, 哦, 不知道呢, 我都不记得我说了啥了, 脑壳疼, 这要是以后不小心说漏了啥就麻烦了, 得给他找点事做, 不能让他太闲了, 不然一天到晚缠着自己也头疼, 于是他便对着江小和问道, 小和, 你想不想上学? 江小和高兴地说道, 想啊, 哥, 我能上学吗? 还有位, 居然自愿想去上学, 不错, 不过这就是小孩子的心态, 看别人上学, 也想去, 等上了一段时间学, 就不想去了, 可不能让他不去, 他立马保证道, 行, 怎么不行, 今天大伯他们过来以后, 有钱了, 我就带你去公社小学去上学, 耶, 我可以上学了, 我可以上学了, 江小川立马高兴地蹦了起来, 行了, 别蹦了, 头都被你蹦晕了, 他赶忙制止了江小和的动作, 你说你自己蹦就得了, 干嘛还拽着我? 江小和立马停止动作, 站在那里傻笑, 看着江小和傻笑的表情, 让他想到了后世电影里, 山区里那些孩子渴望读书的表情, 甩了甩头, 便走出了房门, 看天色应该九点多左右, 本来还准备去看看空间里的东西呢, 那里面有些欲, 自己还得让空间升升级, 不过看你的旁边的小尾巴, 一阵头疼, 赶快送走, 要不是担心留下他一个人留在江家, 有可能会被饿死, 自己才不带着他呢, 不过自己一个人也确实挺孤单的, 不然自己弄点东西就住在空间里, 不是更自由, 人终究是群居动物, 不知道周家兄弟什么时候能来, 要不带着弟弟去公社看看, 想到这, 他便问道, 小和, 我带你去学校问问吧, 反正吃饭还早呢, 江小和连忙答应, 随后两人便向着公社的方向走去, 路过村部的时候, 他心虚地扫了一下院子, 只见江定中正站在门口打量着台阶, 江定中狐疑地对着屋里喊道, 老刘, 你过来看看, 我怎么感觉这台阶今天有点怪啊, 你是猫尿, 酒, 喝多了吧, 这能有什么奇怪的, 反正我没看出来, 你这一大早都说了好几遍了, 你烦不烦, 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但是不见人出来, 江定中笑骂了一句, 你才猫尿喝多了呢, 我真的就是感觉奇怪, 江小川立马汗颜, 不愧是当过兵, 这嗅觉真灵敏, 随后他立马高声喊道, 江叔, 你在啊, 他的话打断了正在沉思的江定中, 听到声音, 江定中抬起头, 见识江小川, 便笑着说道, 是你啊, 小川, 在这干嘛呢, 是不是知道我要找你, 江小川一愣, 江叔,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吗, 嗯嗯, 早上和老刘商量了一下, 村里没啥好地方给你, 只能给你东边的位置了, 江小川一听, 江大海家也在东边, 这要是盖在附近, 这样好吗, 到时候自己家做肉吃, 把对方尝哭了怎么办, 江定中看着他的表情, 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自己看看, 村里除了东边, 还有点空地, 其他地方哪里还能盖房子呢, 江小川回忆了一下, 发现好像也是, 只能向着东边的方向盖房子了, 行吧, 那就在那边好了, 江叔你看着办就好了, 我带你去看看位置吧, 他对着江小川说道, 江小川看了一下自己弟弟, 想着, 估计再过一会, 周家兄弟就快到了, 便答应了下来, 行, 那现在过去也行, 而且毕竟是求着别人帮忙, 自己哪里能摆架子, 随后便对着一脸不情愿的江小和说道, 小和, 下午再去也不迟, 江小和只能答应, 江定中看着两人的表情, 问道,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不行等等也行, 江小川哪里能让别人等, 赶忙拒绝, 不用, 不用, 江叔, 您要是不忙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 嗯嗯, 那也行, 几人便向着东边的方向走去, 来到指定地点, 江定中指着一块地方说道, 就这里, 还行吧,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这里离江家也有个五十几米, 不算太近了, 便点头说道, 嗯嗯, 不错, 还行, 离村道也很近, 就他了吧, 江定中没好气地说道, 什么还行, 不行也得行, 就是他的, 你爱要不要, 你还想挑啊, 江小川甘大地摸了摸鼻子, 嘿嘿, 我要不说不错, 怎么能显得您老的眼光呢, 江定中拍了一下他的头, 笑骂着, 行了, 你小子别平了, 就这么定了, 钱什么时候到位, 我就给你联系一下砖头和木头的事, 反正我明天也要去公社开会, 顺带就一起弄了, 江小川可不敢拿大, 行, 下午我就把钱给您送去, 估计对方也是看在自己父亲是烈士的面子上, 才照顾自己, 毕竟在哪个年代, 烈士一直都是受人尊重的一群人, 特别是对于江定中这群当过兵的人来说, 更加能感同身受, 江定中走后, 他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下午再去学校好了, 既然不用去学校, 他便将江小和打发走, 去找他的小伙伴们完了, 找个隐蔽的地方, 他便闪身进入空间, 打量了一下, 发现空间里的麦子居然发芽了, 而且已经破土而出, 长了一小结, 而角落里的兔子也已经长大不少, 心里感叹, 这空间真强大, 随后看着面前这个箱子, 江小川惊叹了一下, 哇塞, 土豪啊, 居然是紫檀木的, 就算他再不懂, 不知道这属于紫檀的哪一种, 但是也知道光这箱子放以后都能指老鼻子钱了, 不过也是, 普通的木头放土里估计腐蚀得很快, 打开箱子, 江小川被里面的东西惊呆了, 虽然之前用意念扫描倒过, 但是和亲眼看到是不一样的, 就像一个亿放银行卡里, 就是数字, 但是一个亿的现金摆在那里, 那视觉冲击不一样的, 半个箱子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一排排大黄鱼, 一排五块, 一共四层, 一共二十整块大黄鱼, 剩下的半个箱子里, 放着满满的各种配饰, 金戒指, 金耳环, 金簪子, 以及各种玉配, 还有几块整块的玉石块, 首饰之类的没管他, 对他来说这些只是黄金, 轻点了一下玉配, 各种各样的玉配, 一共三十二块, 还有四块整块的玉石, 哎呀, 这一下发财了, 不知道空间能升级到多大, 咦, 昨天空间自己就变大了, 这玉石放进来一夜了, 怎么没动静, 不会吃饱了吧, 江小川疑惑地想到, 随后想到什么, 试着将里面看起来橙色和雕工比较差的一块, 放入空间地面上, 只见那块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色, 最后变成了一堆粉末, 渐渐被泥土吸收, 而这时空间也传来了轻微震荡的感觉, 四周的白雾的地方正迅速地向后方消退, 大约有半米左右, 江小川兴奋了一下, 真的可以进化, 而且以后碰到好的玉就可以留下来, 不用担心被空间直接吸收了, 只需要将不好的玉给空间吸收就行了, 看着还剩下那么多玉, 这一下得扩大到多大, 想想都激动得不行, 随后他从里面挑出来玉智叫吼, 雕工精美地留下来几块, 其他的连同那几块玉石块一起丢在了地上, 只见空间传来阵阵轰隆声, 四周的壁垒向着外围迅速地后腿着, 过了好一会, 终于停了下来, 他用意念扫视了一下, 41米, 加上之前的8米, 昨天增加了1米, 一共正好50米的, 算下来接近12亩地了, 12亩什么概念, 如果按照后世的优良种子, 一亩小麦可以收获800到1300斤, 就按平均1000斤来算好了, 12亩地, 那能收获12000斤, 种地瓜的话估计更吓人, 亩产6000到1万斤一亩, 那得多少? 7到12万斤, 不能算了, 越算越吓人, 不过现在的亩产很低, 小麦亩产也就150到250之间, 不然人们也不会挨饿了, 看来得尽快买点种子, 这样空着太浪费了, 之前那个干涸的泉眼, 也有了一点变化, 里面的水便多了, 不过也不是很多, 也就十来公分的水深, 不过面积挺大的, 有一个平方了, 算下来量也不少了, 江小川看着泉眼里清澈见底的泉水, 想了一下, 拿来淘碗, 咬了半碗试一下, 泉水甘甜无比, 清清凉凉的, 没过一会, 他便感觉自己的脑袋变得清明了很多, 试了一下, 11米, 12米, 15米, 一直到15米, 才停止了向外蔓延, 这下念力的范围扩大了5米, 虽然不知道意念扩大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但是他知道这肯定没有坏处, 只有好处, 真是好东西啊, 不知道这水对麦子和兔子有没有用处, 试一下吧, 他咬了半碗对上之前破水缸里的水, 对着麦种根部撒上, 不多, 只有一点, 兔子这边喂了一点, 等待了一会见没啥反应, 便失望了一下, 收拾一下, 出去打了点兔子草放进空间, 便闪身出了空间, 出了空间, 他决定在村子逛一圈, 看看哪里还有没有藏有好东西, 不过这次村民的屋子里, 他没有再去窥视, 毕竟这也是别人的隐私, 万一看到啥不该看的也闹心, 人有了能力之后, 最怕的就是迷失自我, 就算是之前在江家, 他也没有经常动用他的能力, 晃悠了一圈收获不大, 有那么几块, 但是都被埋在泥土里, 先标记一下位置, 等过几天夜里再来取走, 晃悠回江家门口, 周家兄弟已经来了, 这次只有周明里一个人过来, 江大海和周明里正在和他说着话, 见江小川晃晃悠悠地走过来, 周明里皱着眉头问道, 你去哪里了, 去你住的地方也没找到, 显然两人刚刚从他住的地方回来,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不满意了, 我去哪里还用跟你报告吗, 不愿意来你就回去, 周明里听到他的话, 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心里想着, 你以为我想来啊, 想到口袋里的一千二百块钱, 他心里都还在滴血呢, 虽然这几年, 自己一群人都在城里有了工作, 但是一家只有一个人, 开销也不小, 所以家里的现金基本被掏空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更气了, 有你这么和大伯说话的吗, 不怕传出去被戳几两骨啊,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也被气乐了, 吃笑着说道, 那有你这么做大伯的吗, 吞了弟弟的抚恤金, 将弟弟一家人赶了出去, 要不我们找个人平平领, 看看谁会被戳几两骨, 周明里被他气得脸色胀红, 我是他哥哥, 我怎么不能领了, 江小川不屑地笑道, 能不能领你别问我, 你自己去问问有关部门去, 看看他们怎么说呗, 在旁边的江大海, 赶忙制止要继续说话的周明里, 行了, 先进去说吧, 在这也不怕, 被笑话呢, 周明里看了一下, 路边偶尔路过的人, 便不再说话, 转身走进院子, 江大海和江小川, 两人也跟着进去了, 来到唐屋, 江家一家人都在呢, 今天一群人刚刚赶紧回来没多久, 正在整理着买回来的东西, 都是油盐酱醋, 以及一些针头泄脑的东西, 而江卫军和江卫英两人手里, 正在拿着一件军绿色的衣服, 正在比划着, 江小川健壮一阵惊讶, 这军大衣在农村可不常见, 虽然看上去不是全新的, 但是也有九成新, 什么时候, 江家舍得买军大衣了, 众人渐渐将大海三人进来, 也就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三人坐在堂屋的大桌子上, 其他人则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 小声闲聊着, 但是都竖着耳朵, 听着三人说话, 周明里对着站在旁边的杨岳没招了招手, 让对方也过来听着, 江小川也不在意, 沉默了一会, 还是周明里开口了, 小川, 东西已经带来了, 现在东西, 可以给你, 但是我要一个证明, 江小川疑惑着问道, 证明, 什么证明啊, 证明当时我们是带领抚恤精, 江小川心中吃笑, 这是准备给自己留后路呀, 行吧, 签就签呗, 就看你能不能带回去了, 于是他假装为难地说道, 可是我不认识字呢, 周明里听到这话, 松了口气, 只要同意就行, 没关系, 我已经写好了, 你和你娘两个人签字画鸭就行了, 小和就不用了, 他那时候还小不用签,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口说无凭, 他还是不相信江小川的保证, 随后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和一盒红油泥, 递给了杨岳梅, 杨岳梅接过纸张, 随意看了一眼, 虽然他认识几个字, 但是也不多, 不能认全了, 随后, 他看向江小川, 小川, 娘认识的字也不多, 要不找江定中帮忙看看, 然后, 将纸递给了他, 江小川接过纸张, 看了一眼, 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写, 杨岳没改嫁后, 两个孩子还小, 抚恤金由大伯周明里带领, 估计周明里也是怕自己找人看信, 所以没有写什么过分的话, 确实, 周明里也是这个想法, 江小川不在意的说道, 算了, 不用看了, 反正他们也不敢, 随后便在上面按了手印, 杨岳没见儿子按了手印, 也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随后按上了手印, 周明里正要接过纸张, 江小川制止了他的动作, 等一下, 东西呢? 周明里这才不情愿地, 拿出一个布的荷包, 扔给了他, 江小川打卡荷包, 清点了一下, 这年代还没有假币出现, 所以只要清点数量就行了, 面值十元的大黑石, 不同于别的钱币, 底色为黑色, 一百张十元面值的大黑石, 其他都是零散的小票, 咦? 居然有三元纸币, 他记得, 好像三元纸币在六几年就退出市场了吧, 这可是好东西, 具有很好的收藏价值, 得收好了, 回头放进那个紫檀木的箱子里, 还不少, 居然有十二张, 数量正好一千二百, 再看看票, 量票二十八, 五斤, 油票一, 五斤, 肉票一斤二两, 二十八, 五斤粮票, 其中粗粮二十斤, 斤粮八, 五斤, 这年代, 城里人供应成人二十八, 五斤, 其中三成斤粮, 七成粗粮, 小孩减半, 一斤半的邮票, 是的, 只有一斤半, 按规定, 居民按月荡月领邮票三百七十五克, 两个人一个月七百五十克, 也就是一斤半, 1958年春节开始了, 汉人每人每月供应猪肉六两, 两个人就是一斤二两, 清点完毕, 江小川看着他说道, 不呢, 随后周明里看向江大海, 随后江大海老脸一红叫道, 老二, 老三, 衣服拿来, 这时候江小川才明白, 之前江卫英两人拿的衣服是自己的, 这衣服估计是拿来底部的, 江卫英和江卫军不满地将手中的衣服扔到桌子上的面部袋子上, 周明里不好意思地说道, 小川啊, 你看这部我真的弄不到, 只能给你弄了几套军大衣, 你看行不, 你别小看这军大衣, 这在城里都是属于稀罕物, 你要是不愿意, 等过几天我给你送新的不来, 周明里说的也确实是真的, 这军大衣改成的衣服还真的挺稀罕的, 这年代都以能穿上军绿色的衣服为荣, 要不是时间太紧张, 换不到布, 他还真的舍不得将这衣服给他们, 江小川掏出面部袋子里的衣服, 一共四套, 衣服倒不旧, 挺新的, 皱着眉只能同意, 行吧, 就这样吧, 随后将手里的纸递给了他, 周明里激动地接过那张纸, 心里这才放下心来, 心里想着终于搞定了, 随后便冷哼一声, 行了, 以后也不要来找我们, 说完便离开了, 江小川撇撇嘴, 找你们, 你们别来, 找我就不错了, 将庄前的荷包和衣服塞进袋子里, 江小川准备离开, 等一下, 小川将奶奶叫住了准备离开的江小川,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还有事吗, 江奶奶谄媚地笑着说道, 小川啊, 你看你这钱放你那里也不安全, 让你娘替你收着呗, 你要用的时候跟你娘拿, 江小川一阵冷笑, 不用了, 我自己会收着, 江奶奶一阵痛惜地说道, 你这孩子咋这样, 你咋能不信你娘呢, 江小川直接就气乐了, 冷哼一声, 我是信不过你们, 江奶奶脸色一变, 骂到你这白眼狼, 这些年吃家里的, 喝家里的, 难道都不要钱吗, 见过脸皮厚, 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 不想理他, 一把年纪了, 打不能打, 骂不能骂, 还能讹上你,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 气死他, 随后便准备出门, 等一下, 小川将大海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江小川烦了, 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自己还要去把那个签名信纸给弄回来呢, 不耐烦地说道, 干嘛, 有事快说, 你留下四百块来, 张罗房子还要钱呢, 之前的二百三十块钱丢了, 他还在懊恼, 现在还想着从盖房子的事情上扣一点下来呢, 谢谢了, 不用了, 我自己会解决的, 哎, 你这孩子, 怎么能这样, 我不帮你弄谁还帮你弄, 我也是为你好, 不劳您费心了, 说完扭头就走, 看着离开的江小川, 江卫军和江卫英两人喝道, 衣服留下来, 就是衣服留下来, 江小川里步都不理他, 直接出去, 现在不是一家人, 他们连动手的理由都找不到, 身后传来一阵谩骂声, 想到了什么, 他顿住了脚步, 随后对着江大海一家人说道, 我娘住在这里, 你们要是敢对他怎么样, 我就去举报你们, 虐待烈士遗孀, 他知道自己说的话其实不成立, 但是他们不懂啊, 吓唬吓唬, 随后快速地向着周明里追去, 自己一路小跑到公社的车站, 说是车站, 其实都是马车, 汽车得到县城才有, 之前想过在江家就将东西顺走, 但是想到之前, 自己顺走过江大海的钱, 怕两人一对看出问题来, 来到这里, 只见周明里正在和一个马车师傅商量着价格, 估计已经商量好了, 没说几句他便上了车, 周明里上了车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 见东西还在, 随后重新放入布包里, 江小川见状, 意念一动, 那张纸便被他收入空间中, 好了, 搞定, 以后有机会再去收拾他们, 正好趁着来公社了, 还是去把江小和上学的事情搞定, 来到学校, 对方问了几个问题后, 确定符合上学标准, 才让江小和明天早上直接过来, 学费两块, 不算贵, 但是对于农村一家好几个孩子来说, 大多数还是上不起学的, 农村这里, 年也存不了十块钱, 学校中午不管饭, 自己带粮食过来蒸饭吃, 蒸饭需要饭盒, 于是他便来到供销社, 特地问了一下, 铁锅还是没有到货, 估计就算到了, 也被内部消化了, 饭盒一块一个, 买两个, 粗粮票二十斤, 全买了玉米粉, 八分钱一斤, 到时候去学校, 可不能再给江小和吃大米, 或者白面, 精粮八, 五斤, 全买了大米, 一毛二一斤, 面粉自己空间有小麦, 以后想吃多少吃多少, 一斤半的油票也全买了, 八毛一斤的菜油, 一斤二两的肉票也用了, 不过现在只有瘦肉, 没有肥肉, 想了一下, 他还是准备买排骨吧, 可以做汤, 排骨也便宜, 才三毛一斤, 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排骨, 买了两斤四两的排骨, 最后又买了一块砧板, 一个洗菜盆, 和一把菜刀, 花了两块钱, 没敢买太多, 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最后盘点一下, 花了八块五毛四, 这时候的钱购买力真的厉害, 不过这钱也难赚, 将东西放入之前就拿出来的篮子, 便离开了供销社, 已经正中午了, 还得赶快回去做饭, 走之前去胡老三那里看了一下, 已经走了, 还是明天来吧, 快到家的时候, 从空间里取出锅碗, 和一颗大白菜, 放入篮子里, 不然一会拿出来麻烦, 打开门进去, 只见江小和正无聊的坐在桌子上, 见江小川回来, 立马委屈地说道, 哥, 你去哪里了, 找了你一圈了都没找到, 我都饿死了, 哥, 买的啥, 说完直勾勾地看着江小川手里的篮子, 江小川笑着说道, 我去了公社, 把你上学的事情弄好了, 明天早上就能去上学了,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一喜, 真低格, 明天就去呀, 是的, 明天就去, 行了, 我先去做饭, 饿死了, 江小川这时候也饿了, 今天早上也没有吃东西, 现在又这么晚了, 确实饿了, 来到厨房将桃锅放到之前的灶台上, 柴火也还有一些, 不过不多了, 够做几次饭了, 玉米面掺杂着大米做的饭, 排骨汤炒了个大白菜, 两人吃的那叫欢, 没办法, 江小川舍得放油, 材料不够油来凑, 这能不好吃吗, 按照他的方法, 这油也要不了多久就会用完, 等明天拿到种子, 一波收获下来, 啥都不用愁了, 吃到吐都行, 想想都美滋滋, 下午睡了一会午觉, 然后给江定忠送了五百块钱, 让他不够再和自己要, 江定忠心中也在感慨, 这五百块钱, 他这种人看着都眼热, 更何况是别人, 随后担心地提醒了他一下, 我找了十个人给你盖房子, 这份, 你自己得提前想办法, 如果到了秋收, 只能再等了, 还有就是, 你小子手里那么多钱, 你自己最好小心点, 毕竟他是知道, 江小川手里还有几百块钱的, 但是还有一家人知道, 那就是江大海家, 江小川沉吟了一下, 点着头说道, 谢谢江叔提醒, 我知道了, 粮食的问题, 我会自己去想办法, 江定忠的话也是对的, 自己虽然有空间, 但是有时候, 空间也不能用, 比如大庭广众之下, 要不学个功夫, 先等等看吧, 有机会碰到再说, 从江定忠那里回到住处, 站在门口, 脑袋一拍, 这脑子一天到晚的, 居然把衣服给忘记了, 找个没人的角落, 翻手将衣服拿了出来, 进来屋子, 江小河不在家, 估计又是跑出去玩了, 也不能怪他, 这年代不上学, 没事做, 又不能干农活, 半大小子能干吗? 除了玩还是玩, 见天色不早, 他便去了厨房开始做饭, 正在活着玉米面的他, 将面往盆里一摔, 想到, 他凉的, 老子, 怎么混成一个保姆了, 随后想想自己一个人也要吃饭, 无奈又重新端起盆来, 继续做着饭, 还是和以前中午的饭一样, 也没啥挑剔的, 就这饭菜, 在村里, 估计也没人会像他们两个这么走的, 顿顿干的, 谁吃得起, 还没做好饭, 屋外就传来了江小河的尖叫声, 啊, 江小川一听, 立马放下手中的东西, 跑向卧室, 见江小河正一脸激动的拿着一件衣服, 个, 军装服, 是军装服爱, 这是给我吗, 被他吓了一跳, 江小河没好气的说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别人还会把衣服放进我们屋子, 江小河一听, 立马脱下身上的衣服, 准备换上去, 江小川立马制止了他的动作, 你就不能洗个澡再去穿, 明天还要不要穿了, 江小河文言不舍地将衣服放下, 自己还没穿过军装服呢, 见他将衣服放下他便又转身去了厨房, 很快, 饭做好了, 江小川满头大汗的出来时, 只见江小河已经穿着军装站在那里, 江小川正要说话, 江小河赶忙解释道, 哥, 你看我洗澡了, 说完撸起袖子, 露出里面被搓得通红的手臂, 江小川健壮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打量了一下, 军装还是有点大, 但是还行, 还可以接受, 就是脚下一双草绳编织的鞋子, 有点不伦不类, 明天早上得去买一双鞋子了, 再看看自己一身的化肥袋子衣服和同款草鞋, 心里感叹, 这个时代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 明天一起买吧, 让他把衣服脱了, 防止吃饭汗湿了, 两人便开动起来, 吃了饭, 因为明天还要起来, 早点带他去上学, 所以两人早早的就睡了, 一日, 睡梦中, 江小川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人, 猛的一睁眼, 只见江小和已经穿好衣服, 趴在床前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鬼啊, 吓, 吓人啊你, 江小川真想给他一拳, 你不用睡觉的吗, 外面的天还是黑的, 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没有时钟真让人难受, 不过感受一下自己精神, 挺好的, 应该睡的时间不短了, 江小川没好气地说道, 才几点啊, 你就起来了, 不睡觉啊, 江小和挠挠头傻笑地说道, 哥, 我醒了就睡不着了, 那你不能含我啊, 就这样盯着我, 不怕吓死人, 嘿嘿, 江小和也不说话, 就在那里傻笑, 装傻卖萌, 今天还要去找胡老三, 也就不再睡了, 起床洗漱一下, 穿上军装, 这才叫衣服, 之前那个叫啥, 这几天真难受自己了, 趁着天还没亮, 收拾好东西, 顺便煮了四个鸡蛋, 便向着公社赶去, 他可不愿意大清早地起来做早饭, 到了公社, 他没有先去找胡老三, 而是先去了供销社, 鞋子没什么挑的, 买了当时最好的回力牌球鞋, 八块一双, 买了四双, 好家伙, 珍贵, 又花了一块钱, 买了两根铅笔和几个本子, 江小和摸着手里的, 这人靠衣服马靠鞍, 穿上着军装, 配上鞋子, 再也没有之前邋里邋遢的感觉了, 东西买好了, 江小川这才带着弟弟去找胡老三, 走在路上, 江小川看着弟弟怪异走资, 喝道, 你干嘛呢, 能不能好好走路, 江小和小心翼翼地说道, 哥, 我走路轻点, 我怕弄坏了, 江小川没好气到, 鞋子穿难道拿去看呢, 行了, 穿不坏, 穿坏了再买就是了, 听到他的话, 江小和立马走路正常起来, 随后嬉逼笑脸地说道, 哎, 好嘞, 我听哥的, 嘿嘿, 江小川见状连忙俯额, 自己怎么没看出来, 原来这弟弟也是个戏精呢, 快到的时候, 他让江小和离远点呆着, 自己静止地走向胡老三那里, 胡老哥, 我来了, 胡老三打量了一下对方, 随后便认了出来, 哎哟, 江老弟啊, 你这大便样了呀, 差点没认出来, 这军装都穿上了, 江小川也没和他扯太多, 随意地说道, 家里亲戚给的, 东西给我准备好了没, 上次要的量少了, 过几天你再给我准备点, 想到现在空间升级了, 需要更多的种子, 他准备再定一些,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 赶忙从自己的板车上, 拉出来一个麻袋, 目测有几十斤重, 随后他惊讶到, 脑都在这了吗, 你还要啊, 再多我就弄不到了, 江小川看着眼前满满的一麻袋, 惊奇地问道, 怎么这么多, 我不是说两三分地的量吗, 你这估计够重二十亩了吧, 你是不是听错了, 胡老三一听他的话, 笑容凝固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各种种子都要, 够重两三分地的量, 江小川疑惑地说道, 对啊, 各种种子都要, 够两三分地的量就行了, 又不是美重两三分地的量, 我说了吗, 胡老三尴尬了, 自己听错了, 没关系, 你不要, 到时候我带回去就行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不用了, 都给我吧, 我刚刚不是和你说了, 让你再给我弄点吗, 这些差不多了, 胡老三一听他的话, 立马高兴地说道, 那行, 你看看吧, 还缺点什么, 下次我再给你带点, 江小川翻了翻, 好吧, 自己大部分就不认识, 于是甘大地说道, 胡老哥, 你给我指认一下, 好多我都不认识, 很多种子长得都差不多, 不是多年的老农民, 还真的认不出来, 胡老三便对着袋子里的各种种子解释道, 这是花生, 这是芝麻, 胡老三的话让他尴尬了一下, 想说这几个我真认识, 但是他没有打断他的话, 玉米, 黄豆, 绿豆, 土豆, 红薯, 胡萝卜, 大白菜, 油菜, 冬瓜, 西瓜, 南瓜, 辣椒, 棉花, 好家伙, 这起码有三四十种吧, 各种瓜果蔬菜, 四季的都有, 一口气说完, 对着江小川说道, 就这么多了, 四十多种, 有些没那么多, 有些有多的, 像冬瓜, 你只要十几颗种子就够了, 你看行不, 江小川暗暗高兴了一把, 这下以后不用再去到处找种子了, 行, 怎么不行, 真的太感谢你了, 一共多少钱, 胡老三听到的话说道, 一共六十五斤, 有的便宜有的贵点, 差不多平均要两毛一斤, 你给十三块就行了, 好, 那一会一起结账, 给我准备的锅呢, 对了, 让你给我准备的小鸡和小鸭和猪仔, 有着落了没, 胡老三狐疑的看了他一眼, 不高兴的说道说道, 你有钱, 你不是说今天带兔子过来跟我换的吗, 江老爹, 你这做事不厚道啊, 你知道我给你弄这些种子费了多少劲吗, 他以为江小川将兔子卖给了别人, 江小川文言愣了一下, 明白了他的意思, 笑着说道, 胡老哥, 我怎么可能卖给别人不卖给你, 这不是家里来亲戚了, 给我点钱, 我寻思着拿钱方便, 就没带兔子, 不行, 明天我再给你带过来, 可以吧, 正好你到时候把鸡鸭和猪仔一起带过来, 对了, 这东西我放这里放一下, 我先送我弟弟去学校, 回来再来拿,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 这才恢复了脸色, 毕竟自己是答应给乡亲们带肉的, 行, 没问题, 我一般都是快吃午饭的时候才走, 那明天你再过来, 走之前, 江小川随意问了一下胡老哥, 你这光明正大的, 卖这么多种子, 不会出问题吧, 胡老三明白他的意思, 笑着说道, 没关系, 我都是替村里的乡亲们卖东西的, 而且村里给开了证明的, 江小川这下明白了, 这是打擦边球啊, 随后付了十六块五便离开了, 三块五是铁锅的钱, 学校离这里也很近, 很快便到了, 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大门已经开了, 而且江小川发现自己居然不是第一个来的, 已经有零星的人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来到教室, 教室里亮着一盏马灯, 里面已经有五六个学生在那里, 有一个男老师坐在讲台上, 穿着中山装, 身体瘦弱, 看上去书卷气息很浓, 对方见到江小川, 立马站起来对他说道, 同志, 你好, 你是不是江小和, 我姓陈, 你可以叫我陈老师, 江小川赶忙将弟弟拉过来, 说道, 陈老师你好, 我是江小川, 是江小和的哥哥, 我今天是带他来上学的, 快喊陈老师好, 江小和跟着后面喊了一句, 陈老师好, 哦, 弄错了, 行, 那就坐那个位置吧, 陈老师对着江小和, 指着一个位置说道, 没关系, 老师, 他们怎么来这么早, 江小川奇怪地问道, 陈老师听到他的话笑着问道, 那你们怎么来这么早, 江小川想都没想地说道, 怕迟到了, 说到这里, 他自己都笑了, 陈老师却没再笑, 而是感慨地说道, 他们住得比较远, 有些住在山里,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很早出发, 苦了这群孩子了, 江小川沉默了, 别说这个时代了, 就是未来的二十一世纪, 都还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任重而道远啊, 随后交代江小和要好好学习, 听老师的话, 下午放学了自己回家, 要是自己没回去也别着急, 就去江叔家里待着, 和老师寒暄了一句, 便离开了学校, 回到胡老三身边, 江小川想到建房子还得要粮食, 十几个人一顿一斤粮食, 两顿饭, 一天也得二十多斤, 半个月算下来也得三百多斤, 这个数量比较大, 不知道他能不能搞定, 对着他说道, 我这边需要粮食, 你这边能不能弄到, 胡老三一脸苦笑, 粮食真的弄不到, 江小川诧异地问道, 我还没说多少呢, 你今天都能弄到这么多, 多一点弄不到了吗, 胡老三只能解释一下, 你没看今天我给你的东西虽然多, 但是粮食真没多少, 其他的最多的是副食品和菜种, 而且如果少的话, 你也不会跟我说, 如果等秋收以后, 估计可以, 江小川想了一下, 也是,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但是自己也没办法等到秋收以后, 到时候等黄花菜都凉了, 胡老三看着江小川的表情, 犹豫了一下, 说道, 如果你真的比较着急的话, 你可以去城里看看,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下意识说了一句, 黑市, 胡老三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小川思索了一下, 估计只能去城里一趟, 便说道, 行吧, 到时候再看看, 对了, 你这大水缸多少钱, 我买了, 顺便把板车接我用一下, 我把东西推到亲戚家里放一下, 胡老三一挥手, 行, 你先拿去用, 一挥还回来就行了, 要不要帮忙, 这可不轻, 江小川赶忙阻止, 不用了, 我自己就行了, 你这摊位还要看呢, 胡老三也就没在客气, 说道, 这个最大的水缸, 十二块五一个, 说完指了指着一个直径在一米, 也是这里最大的那个, 行, 那你帮我搬上车, 再给我几个稍微小点的吧, 随后又挑了四个直径大小不一的, 连同之前的种子和铁锅一起放在板车上, 付了钱便离开了, 来到小路, 用意念注意了附近没人, 瞬间将板车连同水缸和其他东西收入了空间, 哎哟, 刚刚进入空间, 他的脑海传来一阵刺痛的感觉, 伴随着阵阵头晕, 恶心, 他心中想到, 坏了, 估计是超出能力了, 想到之前喝了泉水之后, 脑袋清明的感觉, 赶忙向着泉眼那里跑去, 用桃丸咬了一碗, 就喝了起来了, 咕咚咕咚, 随着泉水下肚, 他脑海里的刺痛感慢慢减弱, 直到一碗水全部下肚, 他才感觉好点, 休息了一会, 症状才完全消失, 看来以后得量力而行了, 太重的东西不能这么干了, 别到时候弄成植物人了, 想到这里, 江小川一阵后怕, 刚刚那一车东西, 估计有五六百斤, 又喝了一碗水, 感觉头脑重新恢复清明, 这才停止, 看来这泉水确实是好东西, 得省着点用了, 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才从空间里出去, 将板车还给胡老三, 他又去了供销社, 再次来到供销社, 这十天已经亮了, 为啥还要来供销社? 因为他想买个闹钟和手表, 没有时间的感觉, 真的感觉很糟糕, 时间完全靠猜, 可惜闹钟和手表有没货, 得到城里去才能买到, 也对, 农村已经习惯了靠攻击打鸣, 和看太阳来预估时间, 见没什么买的, 他便回去了, 下午他准备去附近的山里抓点兔子, 不然太少了, 有点不好意思, 刚刚回家, 就感觉不对劲, 虽然自己回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 但是他确定家里被动过, 绿军装没人偷, 因为村里除了姜定中有两件,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 而且穿得很旧了, 看着上面皱巴巴的, 而且带着点灰, 江小川感觉, 当时那个小偷估计很生气的将东西放地上踩了一脚, 去了厨房, 发现其他东西没少, 本来也就没放什么东西, 除了一个桃锅和三个桃碗, 但是自己放在厨房的一斤多大米和五斤左右的玉米面不见了, 江小川想了一下谁偷的, 姜定中, 应该不会, 那就只剩下姜家了, 想到姜家他就有点头疼, 顾及的母亲杨岳梅, 他不好做得太过分, 没事气气, 他们可以,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路躲着路过的村民来到姜家屋子后面, 用意念扫描了一下, 其他人都没啥异常, 轮到老二姜卫军的时候, 果然是他, 此时姜卫军嘴里正骂骂咧咧的自言自语, 这小兔崽子把钱放哪里了, 都翻遍了, 这小子不会胆子那么大, 出门还带着那么多钱吧, 那绿军装真好看, 可惜不能拿回来, 这小兔崽子拼什么穿那么好, 哎, 不过也不算没收获, 好久没吃大米了, 以会偷偷煮了, 等过几天他们出去的时候再去看看, 也不知道这两小子这么早出去干嘛, 一边念叨, 一边将东西放进柜子里, 便出去了, 原来早上将卫军起来上厕所, 无意中看到江小川和江小和路过自家门口, 想到他手里有那么多钱, 就开始动起了心思, 但是江小川的钱怎么可能会放在屋子里, 哪有空间安全, 见江卫军出门, 他瞬间将大米和玉米粉收进空间, 打量了一下他的柜子, 见里面有好几件衣服, 随后看见江卫军走向院里毛坑, 眼珠子一转, 邪恶地笑了一下, 意念一动, 把江卫军的衣服全都扔进了厕所里, 正哼着小曲的江卫军来到厕所, 正准备上厕所, 突然间毛坑里有几件衣服, 顿时奇怪, 这谁的衣服啊? 咦, 怎么这么言说? 我靠, 这不是我的衣服吗? 怎么跑这里来了? 江卫军快哭了, 自己就这么几件衣服, 这下让自己怎么穿? 赶忙用棍子把衣服挑了出来, 哭喊着向院子里跑去, 奶奶, 奶奶, 谁把我衣服扔进毛坑了? 听到江卫军的大呼小叫, 将家几人都跑了出来, 见江卫军用棍子挑着几件沾满屎尿的衣服, 顿时纷纷捂着鼻子, 一阵恶心, 二哥, 你怎么把衣服扔毛坑里了? 江卫英捏着鼻子, 好奇地问道, 江卫军听到他的话说道, 什么叫我扔的? 你会把自己的衣服扔了吗? 听到他的话, 江卫英奇怪地问道,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 江卫军眉好气地对着三妹说道, 我哪里知道? 奶奶, 衣服一直放我屋子里, 不知道谁把我衣服扔进毛坑里, 随后看向杨月梅, 那意思很明显, 就是在怀疑杨月梅, 一群人也都看向了她, 见众人都看向她, 她淡淡地说道, 娘, 你又不是不知道, 早上到现在, 我都在忙, 一直都没离开过你的视线, 哪里有时间去她屋子里, 拿她的衣服, 现在两个儿子已经独立出去, 而且不用靠着他们养活, 自己是该改变了, 我不主动招惹别人, 但是也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江奶奶想了一下, 确实如她所说的一样, 早上到现在, 对方都在跟着自己做着家务, 于是便说道, 先去洗了, 臭死了, 江卫军抱怨道, 奶奶, 这么臭, 怎么洗, 你帮我洗, 江奶奶刚准备说让杨岳没洗, 但是想想也不合适, 随后喝道, 自己去洗, 不洗就扔了, 自己光着身子, 江奶奶都这样说了, 江卫军只能苦着脸, 挑着衣服走向井边, 站在旁边的江大海赶忙说道, 等一下, 去河里去洗, 你在这些, 以后还要不要做饭了, 江卫军闻言, 只能苦着脸, 又转头向着河边走去, 其他人都散了, 来到河边江卫军一边洗, 一边想着, 自己把大米和玉米粉放进柜子里时, 明明看到衣服还在柜子里, 怎么会跑毛坑里, 想着想着, 他打了个冷战, 想到不会遇到鬼了吧, 曹操把衣服洗了, 赶忙往回赶, 这一幕江小川已经看不到了, 在江卫军挑着衣服去河边的时候, 他已经哼着小曲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我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这下舒坦了, 不知道江卫军每次穿那些衣服, 能不能吃得下去饭, 回到家, 将门插起来, 他便闪身进入了空间, 一天没进来, 打量了一下空间, 发现麦子居然已经发芽, 而且已经长成小麦苗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不像是十倍的加速吧, 再看看小兔子, 随手提了一只, 掂量了一下重量, 快有两斤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这才两天, 就算十倍时速, 也不应该长这么大, 想了一下, 估计和自己用过的泉水, 脱不了干系, 不过自己手里没有玉石, 这泉水不能再这么用了, 反正十倍的速度, 已经非常快了, 打量这空间里的田地, 十二亩还真不少, 算下来几千平方呢, 粮食肯定全部都种上, 先收一剂, 后面要不要再种, 到时候看情况吧, 于是玉米, 土豆, 高粱, 红薯, 小米等, 一共用了六亩地, 黄豆, 花生, 芝麻, 瓜子, 这些能当零食, 又能榨油的, 肯定也要全种了, 各种瓜果蔬菜, 每样种一点够吃了就行, 白菜胡萝卜和红薯这些以后养家畜可以用到的, 肯定要多种一点, 最后就是棉花了, 棉花种子只有两斤, 只够种二分地的量, 不过二分地能收不少棉花了, 按照亩产五百斤算, 那也能收一百斤棉花, 自己兄弟两人完全用不完, 何况自己的空间不能以常理来看待, 等丰收的时候, 估计会给自己一个大惊喜, 最后留下来一亩三分的地, 其中一亩的用来扦插红薯秧的, 红薯只需要种一小部分, 然后育苗, 到时候把红薯秧扦插到田里就好了, 还留了三分地, 二百来个平方应急的, 江小川忙忙碌碌的, 种完东边种西边, 头脑发胀, 就喝泉水, 累了就休息一会, 唉, 终于弄好了, 种田还真辛苦, 江小川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感叹了一下, 自己不用动手都这么累了, 想想农民伯伯们, 还真辛苦, 不过, 看着这七千多个平方的土地, 他还是一阵自豪, 嘿嘿, 请叫我种田小能手, 来到之前移栽的那棵樱桃树下, 已经移栽进来三天了, 移栽之前就已经挂果了, 现在果子越来越多, 居然这么大, 摘下一颗火红的果子, 看着眼前的樱桃, 要不是自己亲手栽种的果树, 他都要怀疑, 这是一棵美国车离子树了, 一个个果子长得和硬币那么长, 放进嘴巴里, 嗯, 江小川一脸的享受, 香甜多汁, 好吃, 真好吃, 一挥手, 树上飞落一片果子, 落入桃盆里, 大概有个二十来斤, 从小他就特别爱吃樱桃, 这次可以吃得够了, 橘子树也是挂满了枝头, 摘下一个橘子试了一下, 一点也不酸, 很甜, 而且汁水很足, 得去再弄几种果树进来, 弄得果圆, 那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看着满空间里种下的瓜果蔬菜, 他想到, 这要不要兽粉, 万一要兽粉怎么办, 看来下午的事情比较多, 弄果树, 捉蜜蜂, 抓兔子, 哎, 我太难了, 东西都弄好了, 也没啥事了, 过了这么久, 他也饿了, 外面的空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但是空间里已经过去大半天了, 大米还有十几斤, 有大米吃, 他是不想吃粗粮, 不过量也不多了, 下次得想办法进城去换一点, 农村之所以很少换到大米和面粉, 是因为现在的农作物产量低, 浇完工粮分到手里的细粮不够吃, 只能将细粮换成粗粮, 一般一斤细粮能换六斤红薯, 这样至少不会饿死, 这都是多年的经验了, 所以基本上再浇了工粮以后, 人们就把大米或者小麦换成红薯这类粗粮, 如果当年收成很好的话, 那人们也会适当地留一点来改善生活, 如果收成不好, 那只能全部换成粗粮, 但是家里有宝宝的, 一般都会留一点, 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吃得少, 营养跟不上, 所以母乳一般都不够, 所以会弄大米熬一些米汤, 也就是米油, 来给宝宝吃, 兔子还剩下八只, 自己现在手里也没有菜, 只有一点大白菜了, 只能宰一只了, 有些是看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江小川看着手里包下来的兔子皮, 简直惨不忍睹, 一个个破洞, 之前还准备找姜丁中帮忙削制一下呢, 这下好了, 没必要了, 不过他感觉自己再弄几次, 应该就没问题了, 起锅, 烧油, 这次用的是铁锅了, 桃锅就用来煮米饭了, 很快一盘红烧兔子肉就好了, 又炒了个大白菜, 这用铁锅炒出来的菜, 确实比砂锅香多了, 就是少了点调料, 没有小葱和蒜瓣和辣椒, 也没有料酒, 再等几天, 等这批蔬菜成熟就行了, 那时候基本上不缺各种蔬菜了, 因为只有一个灶台, 所以得分开做, 米饭正在锅里煮着了, 将小川捡起来放在角落里的那几条死蛇, 闻了一下, 还是没有任何味道, 将小川沉思了一下, 看来和自己猜测的一样, 或许这个空间里的东西不会变质, 这样自己以后就可以做点吃的放在空间里,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具有保温功能那就最好了, 将小川自己都想吐槽一下, 自己想的真多, 过了一会米饭熟了, 坑吃坑吃的将煮的一斤多米饭吃了一半, 这才停下来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不能这样吃下去了, 再吃下去就得变成一个胖子了, 看着眼前还剩下一大半的肉, 他想了一下, 将剩下的米饭盛了出来, 刚好盛了一大碗, 又从锅里盛出来大半碗红烧兔子肉, 加了一点大白菜放在边上便出了空间, 将饭菜放到桌子上, 他锁了门走向江架, 看见天色大概十点多, 估计他们也要开始做饭了, 来到江家门口, 对着里面喊道, 娘, 在不在? 杨月没听到声音, 很快便出来了, 看着他开心地说道, 小川你怎么来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娘, 能不能去我那里一下? 我找你有事, 杨月没笑着说道, 行, 那我和大海说一下, 马上就来, 说完他便转身向屋子里跑去, 江小川一愣, 感觉母亲好像变了, 哪里变化他说不出来, 但是却是能感觉得到, 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好像是从自己独立出去以后吧, 思绪间, 杨月没便跑了回来, 说道, 小川, 走吧, 两人很快就来到自己的住处, 而此时, 江小川也发现了身后的小尾巴, 江卫英, 不过他没有管他, 不来惹自己就行了, 走了一会, 小川, 是让我帮你做饭, 还是洗衣服? 路上杨月没笑着问道, 哦, 不是, 叫你来吃饭的,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门口, 江小川打开了门, 杨月没停顿了一下, 随后跟着进了屋子, 江小川将门拴了起来, 转身对着他说道, 娘, 坐下吃饭吧, 随后对着他使了个眼色, 杨月没看着他示意的方向, 只见窗户下一个身影, 正在偷偷摸摸地靠近, 杨月没皱了一下眉头, 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江小川的示意, 他没有说话, 坐在桌子上, 杨月没便不在管窗外的人影, 打量了一下屋子便问道, 小川, 你弟弟呢? 哦, 我今天送他去上学了, 杨月没听到他的话, 立马开心地说道, 真的呀, 想到江小川手里现在有钱了, 送江小和去上学也在情理中, 随后喃喃地问道, 上学好, 上学好啊, 那你怎么不去? 江小和笑着说道, 我有我的打算, 娘你别问了, 赶快吃吧, 肉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已经给小和留了, 不用担心他, 说话间还用眼神揶揄了一下窗户外面, 杨月没看到儿子调皮的动作, 笑着说道, 行, 那我吃了, 随后他便大口地吃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他吃得很快, 或许之前吃得太少了, 细嚼慢咽能让食物充分地吸收, 很快一碗饭和一碗菜都被吃完了, 杨月没看着空空的两个碗, 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我都吃完了, 我去把碗洗了, 说着便准备起身, 江小川拉住了他, 说道, 娘, 是这样的, 以后每天晚上,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洗一下衣服? 江小川让杨月没过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他过来吃饭, 当然了, 江小川确实不想洗衣服, 杨月没想都不想地说道, 行, 那我每次吃了饭, 家里收拾好我就过来, 江小川又愣了一下, 想说一句, 不用问一下江大海的意见吗? 最后, 他还是没有问出口, 笑着说道, 那行, 行, 那我先把碗刷了, 一会回去做饭, 说完便端着碗出去了, 而此时, 门外的江卫英听到动静, 快速地跑了回去, 这次他没有再阻止, 洗好碗, 杨月没便回去了, 杨月没回到江家, 并没有注意到跟在后面的江小川, 江小川要是不想让他看见, 他也不可能看到, 防止他回去受委屈, 所以跟过去看看, 刚刚进门, 江大海便问道, 干嘛去了? 杨月没知道他什么意思, 但是还是假装不知地说道, 小川找我, 我去之前不是和你说了吗? 江大海冷哼一声, 说道, 哼, 我是问你去干嘛了? 杨月没亲吼了一下, 哦, 没干嘛, 他让我以后晚上家里事情弄好, 过去给他洗衣服, 还干了什么? 吃了饭, 什么饭? 白米饭和肉, 哼, 你干嘛不带回来? 你不知道家里多久没见婚了吗? 你不为我们着想, 就不能为了老七为名他着想, 以后不准过去, 杨月没听到他的话感觉搞笑, 便说道, 江大海, 家里很久没有见婚星, 是我的问题吗? 是我吃了吗? 江大海文言脸色铁青, 但是没有说话, 见对方不说话, 杨月没有说道, 家里的活我是没干, 还是怎么了? 外面出去上工, 是我没去吗? 你自己去大队算一下, 我的公分比你是少, 但是少多少? 江大海还是没有说话, 你要我带吃的回来, 我怎么带? 你认为小川他会给我带回来给你们吃? 以前你们怎么对他的? 自己心里不清楚, 但凡你们对他们好点, 他们会没有良心, 而且我都说了, 家里弄好才过去, 他们就两个孩子, 一个十一, 一个八岁, 你让他们怎么能自理? 你是非要逼死他们,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我儿子, 我做娘的, 给他们洗一下衣服, 吃他们一点饭, 都不行, 你就见不得我好, 杨月梅连猪炮似的说了出来, 江大海一拍桌子愤怒的说道, 够了, 如果你感觉我在这个家多余, 我就去小川那里, 说完便转身去了厨房, 留下铁青的江大海, 久久不语, 站在外面的江小川, 听着杨月梅的话, 沉默了很久, 自己之所以不怎么想提到自己的母亲, 就是因为对方的软弱, 在江家, 她成了自己姐弟三人的软肋, 但是此时此刻, 江小川想到, 自己姐弟三人不也同样的是杨月梅的软肋, 如果改嫁过来的时候, 她坚决不要自己三人, 她可以找人嫁了, 安稳地过一辈子, 如果那时她嫁过来的时候不带着自己, 也许她也不用在这个家里, 谨小慎微, 可是她没有放弃自己三人, 带着孩子改嫁后, 就是对方的孩子, 在这个年代, 老子打残废儿子, 只要没人举报, 是没人管的, 所以一直以来, 自己三人就是杨月梅心中的软肋, 现在自己兄弟俩已经独户, 和江家再也没有关系, 杨月梅已经没有了顾忌, 有本事你去伤害烈士一顾试试, 江小川沉默地往自己的住处走去, 或许自己错了, 虽然说要不是自己有空间, 自己就饿死了, 但是要不是杨月梅, 他们也许更早就饿死了, 她只是一个没认识几个字的普通农村母亲, 做不到对抗这个时代, 做不到运筹帷幄, 江小川笑了笑, 这样挺好的, 走在回来的路上, 她想到空间里的那几条蛇, 现在自己有肉吃了, 蛇她不太想吃, 扔了太可惜了, 她决定给江定中送去, 毕竟这也算是肉了, 来到江定中家门口喊了一句, 江叔, 再不, 开门的还是拦拦这个小丫头, 见识江小川, 她笑着说道, 小川哥哥, 你来了, 我爸在家呢, 当她看到江小川手里的几条水蛇, 吓得扭头就跑, 江小川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听到动静的江定中跑了出来, 怎么了, 小川是你啊, 我们正做饭呢, 一起吃点吧, 见识江小川立马笑着说道, 之前吃了江小川那么大的兔子, 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江小川摇了摇头说道, 江叔, 不用了, 我吃过了, 这是我抓的几条蛇, 你看能不能吃, 不能吃你就扔了, 反正我是不吃的, 江大海看着对方递过来的几条蛇, 担心的说道, 哎呀, 你这孩子不要跑去抓蛇, 太危险了, 虽然江小川手里的是水蛇, 无毒的, 但是肯定也碰到过毒蛇, 江小川笑着说道, 没事, 江叔你拿着吧, 别客气了, 我先回去了, 江蛇递给江定中, 他便转身离去, 江定中看着手里的七八条大水蛇, 心里也是很开心, 再怎么说, 这也是肉, 哎, 昨天那只大兔子, 今天又是几斤蛇, 又欠人情了呀, 掂量了一下, 好家伙, 有个两三斤了吧, 没办法, 太小的蛇江小川也看不上, 回到家里, 他决定还是进空间密一会吧, 里面睡一会在外面, 才过去很短的时间, 下午时间还是挺紧张的, 连床一起收进空间, 总不能睡地上吧, 不睡一会, 下午进山没精力, 躺在床上, 很快便睡着了, 毕竟早上起来得很早, 这一觉睡得很香, 起床后, 用盐洗了一下牙齿, 唉, 得买点牙膏和牙刷了, 突然他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物资的缺乏, 1961年出现了工业卷, 到时候, 很多东西都需要工业卷, 连饭和牙刷之类的, 都要工业卷了, 购买物品的时候就需要, 每20元的东西, 就需要一张工业卷, 比如, 你买一辆自行车, 200块钱, 就需要10张工业卷, 而且, 工业卷发放, 也是对应工资的, 20元工资可以领一张, 城里还好一些, 大家可以相互换一换自己手里不用的票, 但是农村就不行了, 所以, 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希望进场上工, 吃上商品粮, 到时候得提前买, 不然到时候麻烦, 洗漱好, 他端起那盆樱桃, 一个接一个的往嘴里塞, 直到吃不下了, 他才收手, 看了一下, 估计吃了得有两斤了, 抹了抹嘴, 闪身变出了空间, 将床摆放好之后, 又将家里的东西, 包括衣服, 全都给收起来, 他可不敢肯定, 下午将卫军会不会偷偷跑过来, 小时候待过农村的人都知道, 木头门根本就锁不住人, 边上的门柱抬起来, 就能偷偷钻进去, 确认没有遗漏, 便锁了门出去, 抬头看了看太阳, 才刚刚正午时分, 随后便向着离这里最近的那座山赶去, 三郎山, 又叫三郎岭, 是江台村附近最近的山, 最近的一座山, 之所以叫领, 是因为三郎山是由三座不是很高的山, 以及一堆小山丘组成, 望山跑死马, 真的可以这么说, 江小川小跑了快一个小时, 才赶到山脚下, 一眼望去, 灌木伶俐, 杂草丛生, 一点也找不到进山的路, 也是, 三郎山竟然带着一个狼字, 说明这里是有狼的存在, 每年秋收过后, 接近年关的时候, 附近各个村子会联合在一起, 进山捕猎, 人多才稍微安全一点, 三郎山看着不是很高, 但是范围很广, 地势复杂, 视野有限, 除了那个时候, 平时只有一些老猎户, 才敢偶尔进山, 不过这些对于江小川, 应该不是问题, 真要遇到危险, 大不了躲进空间里, 进山, 翻手拿出那把砍柴刀, 意念开启, 直挺挺的, 便向着山里走去, 可能是靠近山边, 泥土含量较多, 所以杂草相当茂盛, 行走的大约一百多米, 杂草便渐渐减少, 剩下的大多数, 也都是一些低矮的杂草,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下雨, 本来还想踩点蘑菇的, 结果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不过也不算没有收获, 路上发现一只若丹的兔子, 被他收进了空间, 咕咕, 咦, 有动静, 江小川停下了脚步, 抬头附近看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 用意念一扫, 只见左前方的一处草丛里, 一只野鸡正在窝里待着, 窝里有六枚野鸡蛋, 原来这只野鸡在敷小鸡呢, 想着野鸡的味道, 应该比家养的鸡好吃, 不过这个年代, 人们认为, 野鸡没有家养的鸡好吃, 因为野鸡经常飞来飞去的寻找食物, 所以, 野鸡普遍都比较瘦, 有水自然没有家鸡的足, 但是对于江小川来说, 以后等自己养的小鸡长大了, 到时候家鸡可就不稀罕了, 意念一动, 一窝野鸡被他收进了空间, 之前抓兔子的时候, 江小川就发现, 他的意念的能力好像增加了, 最早的时候, 一只兔子自己根本收不进空间, 现在可以轻松地将这些东西收了进来, 随后他也跟着进入了空间, 刚刚进来就看见正在到处飞的野鸡, 为了防止他祸害粮食, 将野鸡抓过来, 用刀斩了野鸡的翅膀上的羽毛, 想了一下, 又从外面砍了一些小树苗, 做了一个围栏, 将野鸡连窝放进去, 又扔了一颗大白菜, 他这才出来空间, 可能是因为是在山的外围, 每年都会有人过来扫荡一次, 所以江小川也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果树, 估计都被附近的村民给挖走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 一路上居然让他又抓到了五六只兔子和三窝野鸡, 同样的方法, 捡了翅膀, 扔进围栏, 哗啦啦, 突然江小川隐约听到, 有水流声音传入了耳朵里, 意念也感受不到, 可能距离有点远, 顺着声音的方向, 江小川前进了大概二十多米, 这时他才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水潭, 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水潭不是很大, 直径也就在三四米, 但是让他兴奋的是, 水潭附近有很多动物, 正在喝水, 两头野猪带五只半大的小野猪, 一家七口正在水潭喝水, 目测了一下, 这两头大野猪, 少说也得有三百斤以上, 特别是那头大的野猪, 估计得有四五百斤了, 这体型在附近, 绝对是霸主级别的存在, 就算是老虎, 也不敢轻易招惹, 而水潭流出行程的小溪, 不远处有一只袍子, 和一只梅花鹿, 正在惬意地喝着水, 江小川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 在想着, 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弄进空间, 而且, 存放也是一个问题, 空间里可经不住那头大野猪的冲撞, 缓缓地向后退去, 确认不会惊动那群动物, 江小川这才拿出柴刀, 砍着附近那些胳膊粗的小树, 感觉够用了, 这才闪身进入空间, 拿着铁锹, 在空地里挖了一个大坑, 将木棍一头削尖, 头朝上插进了坑里里, 又用剩下的棍子, 在旁边做了一个围栏, 这个围栏是用来装小野猪的, 那群小的野猪, 就小了很多大的, 也就七八十斤, 小的也就三十多斤的样子, 弄好了以后, 江小川缓缓地向着水潭边出发, 再次来到的时候, 那头鹿已经不在了, 不知道是被自己惊动的, 还是喝饱了, 就剩下一只袍子和野猪一家, 想了一下, 他从空间里端出来一碗空间的泉水, 别到时候自己晕过去了, 让狼给叼走走了, 那就搞笑了, 他决定先将那只袍子给收进来, 送, 傻袍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收了进来, 而江小川也只是感觉自己脑袋轻微地动荡了一下, 向着空间看去, 那只袍子已经被插在了自己之前准备的木刺上, 挣扎了一会, 那只袍子才没有气息, 江袍子一开, 又将那些小野猪一个个地收了进去, 只见五只小野猪仔正在围栏里横冲直撞的, 虽然自己已经特地埋得比较深了, 但是围栏仍然岌岌可危, 两只大的野猪见旁边的小猪不见了, 立马哼唧哼唧地左秃秃, 右秃秃, 好像是在寻找那群小野猪, 江小川喝了半碗泉水, 对着那只小点的母猪意念自动, 母猪也被送到那个大坑里, 江小川感觉自己脑海晕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 应该是刚刚喝的泉水起了作用, 也不管母猪有没有死透, 赶忙将那头母猪扔到了旁边, 随后灌下了最后半碗泉水, 咬牙将最后一只大野猪也收进了空间, 这次他只感觉脑海里像被什么锤了一样, 精神开始变得萎靡起来, 野猪被收进空间, 他也就不再管了, 躺在旁边的大石头上休息着, 过了一会, 江小川感觉头部疼了, 虽然还有点晕, 闪身进了入空间, 来到泉边, 又咬了一碗泉水喝下肚子, 过了一会感觉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这才起身, 打量着坑里的那头大野猪, 还没有死, 仍然在那里挣扎着, 尖木棍已经被他弄断了好几根, 走上前去用砍柴刀, 对着野猪的脖子挥了过去, 很快大野猪抽搐几下便不再挣扎, 袍子和母猪已经完全死透了, 意念一动将野猪和袍子给放在一起, 然后打量起那几只小野猪, 几只小野猪仍然在不停地冲撞着围栏, 围栏已经被冲撞得有点散架了, 再这样下去迟早得跑出来, 用意念将围栏重新加固了一遍就出了空间, 这次他出去又砍了一些小树进来, 一点一点地将围栏重新加固了一下, 确认短期内不会出问题, 等小野猪们安静下来也就好了, 往猪圈里扔了几颗白菜便不再管它们, 至于那袍子和野猪它也不会分解, 只能再等等, 等有时间再分解了, 不着急, 弄好了之后便出了空间, 抓到这一窝野猪, 短期内不用担心肉的问题了, 等自己钉的小猪宰到了, 很快就能接上, 也不用担心饲料的问题, 大白菜在外界一般两个月就能收获, 空间里只需要五六天就可以了, 到时候这些家禽的食物来源也能保证, 心心念念的风潮, 到现在他也没有找到, 蜜蜂倒是见到不少, 这时候他才打量着这个水潭附近, 居然有果树, 只见水潭附近有很多种果树, 应该是鸟吃了果子, 夹杂在分辨里, 加上这里水资源充足, 所以两边的果树长得都很茂盛, 来到一棵桃子树下, 这棵果树大概有大碗口粗, 旁边散落着几个棵烂掉的桃子, 而且树下稀稀拉拉的长着一些小树, 大小不一, 大的也有胳膊粗, 小的也就手指粗细, 挑大的桃树挖了几棵, 扔进了空间, 摘了一棵桃子尝了一下, 有点微酸, 甜度还可以, 可能和自己一点酸都吃不了有关, 摘了放进空间, 大概有四五十斤, 到时候给小核吃, 找了一棵大点的苹果树, 挖了三棵放进空间, 熟的苹果收了, 一百斤不到, 杏子树挖了, 成熟的杏子也收几十斤, 离子树挖了, 成熟的李子收几十斤, 居然有一棵大东枣树, 这棵树可就大了, 一人抱不过来, 高度少说也有十米高, 附近散落的枣树也都不小, 挖了几棵放进空间, 又将树上的枣都给收了, 这枣子可就多了, 估摸着有个一千斤以上, 可惜没找到核桃树和板栗树, 核桃有营养, 板栗炒出来也很香, 感觉没啥果树了, 便转身进入空间, 照着一个方向将果树栽了灵星的栽了起来, 出了空间, 他想了一下, 用意念收集了一些花蜜和花粉, 送到一只蜜蜂的面前, 这个季节花不多了, 但是灵星还是有一点, 喂一只蜜蜂肯定没问题的, 是的, 他想的办法就是做标记, 让蜜蜂吃饱了飞回去, 这个想法, 还是来自后世抖音里, 那些找虎投风的方法, 第一只蜜蜂受惊飞走了, 第二只又飞走了, 直到第五只, 估计这只蜜蜂胆子比较大, 开始吸食花蜜和花粉, 等了好一会, 终于小蜜蜂吃饱了, 开始飞走了, 江小川的意念一直盯着那只蜜蜂, 没有让对方脱离自己的感知范围, 蜜蜂一路向上坡的位置飞去, 越飞路越不好走, 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得上, 跑了十几分钟, 就在江小川感觉自己已经快坚持, 不下去了, 蜜蜂在一个峭壁边停下来, 飞向一个缝隙, 江小川停下来, 因为蜜蜂已经飞出了自己的感知范围了, 他打量了一下附近, 只见那条缝隙不时的有蜜蜂飞进飞出, 看来蜂巢就在这个缝隙里了, 让他懊恼的是, 蜂巢不在自己的感知之内, 这样还怎么取蜂巢, 向上看了一下, 发现离地面二十来米的位置, 也有蜜蜂飞来飞去, 估计蜂巢就在上面, 四周打量了一下, 旁边有个位置, 应该是之前石头脱落, 形成了一个坡度, 虽然有点陡, 但是小心点应该没有问题, 沿着旁边的陡坡, 缓缓地向上爬去, 期间有一次差点掉了下去, 让他生出放弃的想法, 为了一点蜂蜜, 可别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了, 这一点也不值得, 实在不行就去问问附近哪里有养蜂的人, 到时候不管是买, 还是换都可以, 不过看着剩下的路程已经没那危险了, 他还是决定继续, 果然剩下的路程不再那么难爬了, 缓缓爬到离地面十几米高的位置, 他停了下来, 江小川脸露喜色, 因为他已经感应到蜂巢的位置了, 好家伙, 还不止一个蜂巢, 大的小的蜂巢有好几个, 最大的那个蜂巢, 直径有四五米宽, 一块块的蜂巢掉在石壁上, 垂下来斤两米长, 数不清的蜜蜂趴在上面, 下方的地上已经聚集很多蜂蜜, 应该是从蜂巢里滴落下来, 这个季节是蜜蜂采集蜂蜜存储的最多时期, 以后花少了, 蜂蜜的量就会减少, 等冬天的时候, 这些蜂蜜就会作为粮食, 而小的估计是里面分出来的一窝蜜蜂, 只有三四块蜂巢, 也就在三十公分的下垂高度, 想着自己的空间不算太大, 这一窝最小的蜂窝就好了, 意念一动, 这窝蜜蜂瞬间便被他收进了空间, 随后他便也跟着进入空间, 看着蜜蜂不多, 这一分散就不得了了, 空间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飞舞的蜜蜂, 幸好江小川有意念, 蜜蜂都被阻挡在身体一里开外, 不然此时他不得满头包, 用意念将蜂王和蜂巢固定在最大的那棵樱桃树上, 随后江小川用意念慢慢引导着, 渐渐的蜜蜂开始安静地趴在了星架上, 见状他便闪生出了空间, 蜜蜂够用了, 而且以后他自己也会壮大, 但是眼前的这些蜂蜜可是好东西, 而且量这么大, 也是因为这群蜜蜂所在的位置比较特殊, 没遭到什么动物的祸害, 所以蜂蜜非常充足, 意念一动将蜜蜂轻轻拨弄走, 露出里面金黄的蜂蜜, 看得江小川口水都要流了下来, 意念随之挥动着, 只见一块块爆满的蜂巢被他收进了空间里的那个大缸里, 最大的那个蜂巢下垂有三米, 他就给收了两米, 一块一块的蜂巢消失, 但是他没有全部收走, 留下来三四成给这些蜜蜂做口粮, 随着蜂巢被偷, 这片石壁空中飞舞着无数的蜜蜂, 少说也得有几十万枝, 黑压压的一片, 蜂蜜都收进空间后, 他也跟着进入了空间, 走近一看, 满满一缸, 这少说也得有上千斤了, 弄了一小块蜂巢放入嘴里, 真甜, 真香, 这是蜂蜜入口后的感觉, 而且带着淡淡的花香,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甜的东西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这年代没有农药, 花粉和花蜜都是天然无污染的, 更不会出现假蜜的情况, 吃起来那真香, 又吃了几口, 舔了舔嘴巴, 这才住嘴,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明天得去城里看看, 唉, 我真忙, 高兴的出了空间, 这人啊, 有时候不能得意忘形, 这不, 刚刚出空间, 没在意旁边的情况, 脚一打滑, 一头冲了下去, 完了, 为了一点蜂蜜, 还是把自己搭了进去, 将小川大脑一片空白, 就在他眼看着, 自己的脑袋就要撞到下方的石头上的时候, 脑中一转, 搜, 将小川出现在了空间里, 劫后余生的他, 坐在空间的地上, 脸色苍白的大口喘着气, 背后也已经湿透了, 过了许久, 将小川这才缓过进来, 想想一阵后怕, 自己怎么就分心了呢, 想到自己之前离地面只有一米多, 出去应该没事吧, 至少冲击力被缓解了, 也就是重力加速度没有了, 做好摔倒的姿势, 他又出了空间, 哎哟, 将小川一屁股跌落在地上, 屁股被摔得生疼, 但是至少人安全了, 揉了揉屁股, 他想到, 那以后自己再也不用担心, 从高空掉下来的问题了, 想到这里, 他也不过还在腾着的屁股了, 一脸的兴奋, 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回去的时候再抓几只兔子就该走了, 一路走走停停地顺便砍了很多的小树, 在空间里又做了几个围栏, 准备作为以后小鸡鸭和猪崽的家, 顺便又捡了许多的柴火, 不然带房子的时候, 光用姜定中家的柴火肯定不行, 一木耳, 他看到前方有一棵死掉的大树, 准备砍了回去当柴火烧的, 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木耳, 因为天气炎热又没有水, 所以木耳都好小, 而且都已经干了, 这弄回去经常地撒点水, 不就活了吗? 想到这里, 他将大树砍下, 收入空间,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 今天砍了那么多的树, 虽然都不大, 但是也不算太小, 居然没有感觉到很吃力,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力气变大了, 应该是了, 就是不知道力气变大了多少, 打量了一下附近, 找了一块大石头, 估计有个百石筋的样子, 双手一抱石头, 石头缓缓地动了起来, 松开手, 呼了口气, 感受着自己的力气, 比成年人的力气肯定差些, 但是差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应该是泉水的原因, 一路往山下赶的时候, 一路上又抓了几窝兔子和几窝野鸡, 这时候的空间里, 已经有二十多只兔子和十几只野鸡, 小兔子更是有好几十只了, 鸡蛋也有三四十个, 加上那一只袍子和七只野猪, 以及空间里的蜂蜜, 今天收获真的是满满的, 他进去空间里, 把那只袍子给解剖了, 虽然样子比较难看, 但是至少比之前那只兔子好点, 至于袍子的内脏, 先放那里吧, 有肉的情况下, 他就不愿意去弄这东西, 有点反胃, 弄好的成品, 他倒是挺喜欢吃的, 哎, 烤肉应该不错, 想到这里, 他便忍不住了, 说做就做, 将袍子清洗一下, 放进盆里, 放上之前买的香料, 酱油和盐腌制一下, 又切了一点生姜, 趁着腌制的时间, 他生了一堆火, 他将袍子用棍子穿了起来, 架在火上开始烤起来, 一边烤, 一边刷油, 刷蜂蜜, 过了一会, 烤肉上传来了阵阵的香味, 惹得江小川, 口水已经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可惜还不能吃, 里面估计还没有熟呢,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感觉外面大部分都应该熟了, 拿刀切下表面薄薄的一片, 不顾烫嘴, 直接塞进了嘴里, 嘴里含糊不清的嘟囔着, 嗯嗯, 香, 真香, 就是没有滋然, 不然这味道就完美了, 下次得去城里弄点滋然来, 边烤边吃, 哥, 等袍子里面已经熟透的时候, 他已经打着宝阁了,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不能再吃了, 晚上肯定吃不下去了, 看着还剩下很多的袍子肉, 将其分成块, 放进缸里, 等以后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一只袍子有四五十斤, 去掉不能吃的, 剩下还有三十斤左右, 自己最多吃了两斤多, 还剩下很多, 吃饱喝足, 他要回去了, 走出空间, 向着家里赶去, 天色已经不早了, 等自己赶到家, 应该不会天黑, 但是估计离天黑也差不多了, 想到今天, 自己已经交代过江小和, 如果找不到自己, 就去江定中家, 他也就不再着急了, 风尘仆仆地回到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有点昏暗了, 江小和不在, 应该去了江定中家里, 他准备过去, 毕竟自己弟弟在别人家里吃饭, 从空间里, 拿出来一小袋玉米粉, 也没拿太多, 大概也就十斤重, 至于肉就算了, 不能老是给对方肉, 生米恩, 抖米筹的事, 他还是知道的, 拿着袋子, 便向着江定中家走去, 果然, 江小和正在江定中家, 不过应该吃完饭了, 正在和两个孩子在玩, 江定中在喝着水, 而王翠花正拿着针线, 在补着衣服, 哥, 你来了, 你去哪里了, 江小和见哥哥来了, 赶忙喊道, 江小川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对着江定中说道, 江叔, 小和在这里麻烦你了, 江定中笑着说道, 嗨, 这算什么麻烦, 正好过来和铁丹一起玩, 江定中说的客气, 但是江小川可不能当真, 这年头多个人吃饭, 就多一份压力, 但是这人情他记住了, 以后慢慢还, 他对着江定中说道, 江叔, 这是食欲米面, 算是今天和明天的伙食了, 明天后天我可能要去城里,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回来, 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和翠花审了, 江叔你也别我客气, 如果您不收的话, 明天我就不让小和过来了, 江定中想说什么, 听到江小川的话, 也就没有推辞, 而且自己家里的粮食, 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 不是客气的时候, 他笑着说道, 行, 你要是有事你就去忙你的, 你不在家就让小和过来, 在我这里, 我们吃多少, 他就吃多少,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也就放心了, 行, 那谢谢江叔了, 对了, 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江定中说道, 本来今天还准备和你说呢, 下午我问好了, 后天砖头就到了, 可以开始建房子了, 你粮食有着落了没, 江小川算了一下时间, 感觉有点悬变说道, 江叔这样吧, 后天开工的时候, 江叔, 你能不能帮我先垫一下, 后天晚上, 最多大后天早上, 我就会回来, 江定中想算了一下自己家里的粮食, 说道, 行, 可以, 江小川从口袋里掏出十二块钱给他, 江叔, 要是撑不住, 就按照一顿一毛二给他们, 等我回来就好了, 江定中没有接他的钱, 而是问道, 你去哪里弄粮食, 江小川可不想告诉他去干嘛, 只能随口说道, 哦, 我去城里看看, 那里有的人不愿意吃粗粮, 会拿出来卖, 我到时候买一点, 江定中皱了一下眉头,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行吧, 那钱我收下了, 不过应该够了, 见事情谈妥, 江小川这才转身, 对着弟弟江小和说道, 哥今天有事去了, 怎么样, 老师教的听懂了没, 江小和一听, 尴尬地说道, 哥, 他们学得比我早, 有点跟不上, 这时江小川才反应过来, 这个年代的上学可不是九月, 而是过完年招新生, 这样的话差了大半年呢, 难怪他跟不上, 不过一年级的知识本来就少, 又简单, 自己可以给他补习一下, 问题不大, 和江定中招呼一下, 便离开了, 回到家, 江小川假装去厨房, 从空间里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东西, 江小和正在看着今天新发的书, 虽然看不懂, 但是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江小川进来看到他的动作, 没好气地说道, 看得懂吗, 来吃东西, 说完将手中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拿了两块袍子肉, 江小和一块给母亲杨月梅准备了一块, 蜂蜜和樱桃拿出来一点,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准备反驳一句, 但是话到嘴边成了涂咽口水的声音, 立马抓起肉就啃, 激动地说道, 这什么肉啊, 真香, 哪里来的, 江小川这次还真没敷衍他, 哦, 今天去了一趟三郎山, 在山里抓的, 还有这蜂蜜和樱桃, 都是从那里摘来的, 江小和突然停顿了一下手里的动作, 担心地说道, 哥, 三郎山那里有狼, 太危险了, 你以后别去了, 大不了我以后不要吃肉了, 说完将手里的袍子肉放回了碗里, 江小川看到他的神情不像说假话, 心中也是一暖, 笑骂道, 行了, 给你吃你就吃, 你这都咬了一口, 让别人怎么吃, 放心, 我自己会注意, 我不进山里, 只在外围,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这才放心, 又将那块肉拿了起来, 开心地啃着, 没多久, 一大块袍子肉就被他给消灭光了, 其实分量也不是太多, 也就一斤多点, 考虑到他已经吃过饭了, 虽然吃的是杂粮, 也不多, 但是怕他撑坏了, 毕竟他还给江小和准备了一斤多的樱桃和蜂蜜, 吃完袍子肉, 江小和这才将视线放在桌子上的两样东西上, 先拿起了樱桃, 吃了一口, 嗯, 好吃, 这些果子真好吃, 以前吃都酸酸的, 这个好甜, 于是两斤的樱桃飞快地减少, 行了, 别吃完了, 一会娘过来还得吃呢, 给娘留一点, 江小川制止了他继续进食, 吃太多了也不好, 完全没想起来, 自己之前吃了两三斤桃子肉和两三斤的樱桃, 江小和只能依依不舍地吃完最后一颗樱桃, 看着最后一样东西, 奇怪地说道, 哥, 这是什么东西, 水果, 江小川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蜂蜜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蜂巢, 江小和也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再说了, 蜂蜜也不是这样的, 不是应该像水一样吗, 听到江小和的话, 江小川这才反应过来, 不是所有的人都看过蜂巢, 就算是后世的人也很多都没见过蜂巢, 就算是自己小时候, 也是认为蜜蜂的蜂巢应改和马蜂的蜂窝一样, 这就是蜂蜜, 不过是带着蜂巢的, 你尝尝, 但是你只能吃两块, 江小川指着碗里的蜂蜜说道, 其实每一块都不小了, 有半个巴掌那么大了, 估计得有小半斤了, 糖必须要糖票, 而且分为红糖票和白糖票, 蜂蜜是好吃, 也有营养, 但是吃多了也酷得慌, 但是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来说, 呼, 不存在的, 糖在这个年代十分稀缺的, 所以买, 因为工艺的问题, 白糖比红糖要贵一些, 不像在后世, 各种红糖比白糖还要贵得多, 甚至贵好几倍, 江小和拿起一块蜂巢放进嘴里, 哥, 这个真甜, 比糖还甜呢, 这也正常, 江小和喝的糖肯定是糖水, 哪有这样吃蜂巢来的甜, 一连吃了两块, 江小和这才满足的拍拍肚子, 剩下的两块, 江小川没动, 他知道这个是哥哥要留给娘的, 不过这时候, 他其实已经吃不下去了, 江小和摸了摸肚子, 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感觉自己的肚子很胀, 但是却还是感觉有点, 呃, 江小川看着他没有回答, 怎么解释, 只能笑着说道, 估计你吃得太快, 肚子没反应过来, 因为他吃得太快了, 吃的东西还没有转化成葡萄糖, 进入血液, 这个在未来高中都懂得常识, 自己可不敢这样解释, 江小和只能看着桌子上这么多的食物, 按道可惜, 江小川招呼他赶快去洗澡, 晚上好给他补习一下课程, 等自己洗好澡出来, 母亲杨月梅已经在屋子里了, 手里正拿着那块袍子肉吃着呢, 娘, 你来了, 嗯, 家里忙好了, 就过来了, 小和说, 你明天要去县城里是吗? 杨月梅对着江小川问道, 江小川一听, 估计应该弟弟听到自己和江定中的话, 不过自己也没有瞒着江小和, 是啊, 明天去城里有事, 最多后天就回来了, 江小川没有说自己去县城, 因为他还没有确定得到了县城看看再说, 毕竟县城太小了, 哦,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别忘记找你江叔开个证明, 杨月梅提醒地问道, 江小川一愣, 是啊, 自己只想到晚上如果回不来, 就住在空间里, 没想到住招待所, 住招待所是需要介绍信的, 他也不好说自己不住招待所, 只好说道, 我一会就去找江叔去开一个介绍信, 你这孩子, 赶快去, 晚了人家就要睡觉了, 杨月梅赶紧催促道, 无奈, 江小川只好出门, 来到江定中家里, 他已经睡下了, 江小川看着江定中,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江叔, 我这忘记, 找你开介绍信了, 江定中点了点他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我还在奇怪, 你怎么不来找我开介绍信呢, 行了, 已经开好了, 拿去吧, 说完, 从堂屋的抽屉里, 拿出一张纸来, 递给了他, 江小川看到对方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 心中还是一阵感动, 道了一声谢, 便离开了, 回到家里, 杨月梅还没走, 但是已经吃完了饭, 杨月梅看着自己面前的儿子, 担心地问道, 小川, 你这蜂蜜从哪里来的, 江小川一看, 杨月梅居然没有把蜂蜜吃了, 便说道, 娘, 你把这个吃了呀, 杨月梅激动地说道, 这蜂蜜怎么能这么随便吃呢, 家里来人了, 泡一杯蜂蜜水, 多好, 这个年代来客人上门泡一杯糖水, 那真的是很高规格的待遇了, 这个年代糖和棉花归类为战略物资之一, 所以都是很稀罕的东西, 不但要票, 更是少得可怜, 而蜂蜜更不可能在市面流通, 估计只有大城市里的供销社才有得卖, 而且购买都是有限制的, 你就是去养蜂的地方都很难买到, 江小川有点头疼地解释道, 娘, 你用担心, 我找到一处蜂巢, 以后不用担心没有蜂蜜吃, 杨月梅不满地说道, 那也不行啊, 这个我不吃, 你留下来, 自己慢慢吃, 这个可是好东西, 江小川极感动, 又无奈, 他真想说, 我有一千多斤, 估计他听了得吓坏了, 又以为他去干坏事了, 至于樱桃, 他没说什么, 果子在农村不算特别稀罕, 顶多江小川拿出来的更甜一些, 见书不通, 只能无奈地收起来, 等以后再想办法了, 杨月梅走的时候, 江小川去厨房转了一圈, 提着一个篮子跟着去了, 娘, 等一下, 江小川在后面喊道, 杨月梅扭头看着后面跟上来的江小川, 奇怪地问道, 小川你来干嘛, 这么近, 不用你送, 哦, 没事, 我跟你去一下江家, 有点事, 江小川没有多说, 杨月梅看着江小川手里提着的篮子,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跟在后面, 来到江家, 江小川对着里面喊了一句, 江大叔, 你出来一下, 不知道喊江大海什么, 只能喊他江大叔, 江大海文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见是江小川不满地说道, 这么晚了, 你来干嘛, 不用睡觉的啊, 江小川也不在意, 江篮子里的东西倒在地上, 对着他说道, 这是袍子的内脏, 你们拿去吃吧, 记得以后对我娘好点,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 我就这一个篮子, 就不给你们了, 说完也不管江大海什么表情, 扭头离开, 要不是看在母亲的份上, 别说内脏, 屎都不给他吃, 要知道这年月, 屎都是好东西, 粮食肥力不够, 甚至有人大清早起来捡动物的粪便, 就是为了给田里增加一点肥, 杨岳没看着离开的江小川一脸的复杂, 而江大海则是两眼放光地看着地上的内脏, 一日, 清晨, 天还没有亮, 江小川便带着江小和往公社赶去, 路上他给了江小和三斤玉米粉, 让他去学校交给老师, 万一自己回来的晚, 他也不至于饿着, 他担心江卫军那混蛋又来家里偷东西, 自此他手里仅剩的一点玉米面全部用光了, 就剩下几斤大米了, 但是大米他可不敢给他带到学校去, 将弟弟送到学校, 回到胡老三这里, 天已经微微亮了, 胡老三一看江小川过来, 赶忙说道, 江老弟, 你咋才来啊,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江小川健壮笑着说道, 胡大哥都说好的, 怎么可能不来呢, 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都在这了, 你兔子呢, 胡老三见江小川手里空空如也, 立马急了, 看着胡老三的表情立马笑道, 胡老哥, 你还不信我的呀, 东西在我亲戚家, 我把东西送过去, 正好回去拉拐给你, 听到他的话, 胡老三松了口气, 那就好, 行, 东西都在板车上了, 一共四十块, 猪仔比预计的中了几斤, 江小川从口袋里掏出了四十块钱递给了他, 便拉着板车离开了, 拉到没人的角落, 将小鸡小鸭以及两只猪仔安置好, 扔几颗大白菜进去, 之前买的大白菜消耗得差不多了, 得补充点, 不过大白菜相对好买点, 而且便宜, 一分钱一斤, 一百斤也就一块钱, 看了一下, 兔子有二十六只, 用麻袋装了二十只, 剩下的先留着吧, 小兔子还没长大, 还要几天, 不然到时候自己都没得吃, 拉着板车回到胡老三这边, 胡老三赶紧问道, 多少只, 二十只, 你先撑一下吧, 哎, 好嘞, 胡老三高兴地拿着撑开始撑了起来, 很快重量出来了, 一共九十一斤五十四块六毛, 还是六毛一斤, 凑个整算五十五好了, 胡老三开心地说道, 江小川点了一下头, 感觉也差不多, 而且, 这四毛钱也不算少了, 胡老三还是比较厚道的, 江小川看了他也问道, 胡大哥, 你知道附近除了县城, 还有哪个大城市离我们这里近点, 胡老三收到这么多兔子, 正开心地装着呢, 文言思索了一下, 说到大一点的话, 那就省城了, 三四个小时的路吧, 江小川疑惑地问到省城, 县城都得两个小时的路呢, 省城怎么这么近, 胡老三想着他肯定没出去过, 笑着解释了一下, 到县城是坐马车或者牛车, 但是到了县城可以坐汽车, 那马车和汽车能一样吗? 不过一天也就两班车, 得去早点, 江小川这才明白, 因为汽车短缺, 公社这边还没有汽车, 但是县城还是有的, 虽然说很少, 还是先去县城看看, 这个时间点估计到了, 也赶不上第一班车了, 省城再看看吧, 和胡老三道了别, 他便走向了车站, 说是车站, 其实也就是三辆套了马的板车, 还有一辆牛车, 而且听说这个也不是正规的车站, 这些都是去城里有事, 顺便带人的, 花了五分钱上了一辆马车, 而且都是敞篷的, 想要相试马车, 想要享受, 想多了, 这年头谁敢, 不怕被拉去, 和谐吗? 一辆马车上一共坐了六个人, 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但是都对江小川身上的那身橄榄绿, 多看了几眼, 眼中带着羡慕, 晃晃悠悠的向着县城出发了, 这一路可把江小川给难受死了, 把江小川隔夜饭差点都给颠簸出来了, 当马车停在县城口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早了, 江小川下了马车, 感觉自己都有点站不稳, 你马, 老子上辈子也没晕过车啊, 居然坐着马车坐吐了, 差评啊, 走在县城的路上, 这里的路就平整了许多, 而且房子已经大部分都是砖瓦和半砖瓦房, 所谓的半砖瓦房, 其实就是主体用的砖头, 剩下的少数墙体用的是稻壳加泥土, 可能现在这个点大部分人都在上班, 所以街道上人不是很多, 街道两边有着一些茶馆, 早餐店之类的店铺, 店铺里有一些干活的人, 有一个应该是曾经的主人, 这些以前属于他们自己的, 现在这些都不再是他们的了, 他们只是相当于聘请, 也不知道这边的有没有黑市, 先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吧, 不知道不要票的东西多不多, 他随便打听了一下, 便朝着供销社走去, 来到供销社, 东西比供社里的供销社多点, 但是也多不了多少, 一些警窍物资多了一些, 比如奶粉, 卖乳精之类的, 柜台里有两个人正在打着毛衣, 聊着天, 不时地传来笑声, 见江小川过来, 也不招呼, 也不起来, 江小川见状无奈, 没办法, 人家牛啊, 铁饭丸, 而且不是一般的铁饭丸, 这年月没有一定的关系, 想进供销社, 门都没有, 站在柜台前, 打亮了, 一下一眼就看到柜台前的那个手表盒子, 也是这个供销社唯一的一个, 对着里面聊天的两人笑着说道, 大姐, 那个手表多少钱, 二百二十, 正在聊天的两人被打断, 心情有点不太好, 能拿给我看一下吗, 其中一个年龄比较小的, 大约二十五六岁, 不有点不耐烦的说道, 看什么看, 不买有什么好看的, 江小川文言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你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吗, 江小川这个帽子扣的就有点大了, 旁边那个年龄比较大的那个, 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小同志, 别在意, 他就这样, 说完他便将那个手表拿了下来, 江小川见状也就不在意, 刚刚他也注意到了, 这个中年妇女, 中间想要起来接待江小川的, 但是被对方拉着坐下了, 他接过那个手表, 盒子上写的上海牌, 这在当时国产手表中最好的一个牌子了, 不过现在手表的牌子也不多, 就那么几个, 但是上海牌的手表最响亮, 手表通体成银白色, 看上去像是不锈钢, 就这在后世烂大街的样子, 在现在居然是一块奢侈品, 要价220元, 没办法, 这个年代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都是属于奢侈品的级别, 现在, 你想买一台黑白电视机, 想都不要想, 是的, 不是彩电, 是黑白电视机哦, 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在今年7月才刚刚生产出来, 产量低, 价格贵, 而且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到的, 这年代在沿海地区, 还是有一些从港城那里过来的水货, 但是那价格也是贵的离谱, 没办法只能买这个了, 售货员看到江小川拿出了钱, 愣了一下, 问道, 你家长呢? 这么贵的东西, 直接就买了, 在他看来, 江小川还是个孩子, 这么贵重的东西, 应该大人游来买, 江小川声音低沉地说道, 我爹已经牺牲了, 我娘改嫁了, 售货员大妈一听, 心里顿时一阵同情, 行吧, 那我给你开票, 他将钱拿了出来, 然后开了一张票, 键架子上还有大铁锅, 赶快买了两个, 这玩意过了今年, 可就买不到了, 而且61年过后, 买这个要工业券, 到时候再买也麻烦, 于是, 毛巾, 牙刷, 肥皂, 脸盆, 澡盆, 铝制的水壶, 糖钢, 大小砧板, 大小菜刀, 剪刀, 此晚买了一些, 各种生活用品买了一堆, 闹钟12块5一个买了两个, 不过当他看到, 居然有卫生纸卖的时候, 激动的差点流出眼泪, 来到这里的几天, 上完厕所的场景, 让他往事不堪回首, 读者自己想象, 这个必须买, 结果供销社的卫生纸, 被他包圆了, 估计够用几年了, 想想都是血泪史, 不能想, 想想都疼, 看得售货员大妈神情古怪, 这小子, 不会身体有问题吧, 买这么多卫生纸干嘛, 本来看到有卖暖水瓶的, 不过那个, 要专门的票, 只能放弃, 再问一下自行车, 没货, 看来得去省城去看一下了, 没车不方便, 本来想买点奶粉和卖乳精的, 也没货, 不过没票, 粮食没票也买不了, 现在拿粮票在城里还能买到, 等过了今年, 不但要票, 还得拿供应本才能买到, 只能提着这些东西, 出了供销社的门, 转悠了一圈, 偷偷将东西放进了空间, 又回到了供销社, 空间里的东西还没有成熟, 那么多动物, 饲料不能停了, 于是他又买了一百斤大白菜, 这玩意现在不要票, 等冬季的时候, 还有一批大白菜上市, 所以, 限制没那么高, 等开始限制的时候, 连票都要了, 在售货员奇怪的眼神中, 江小川离开了供销社, 一共花了八十多块钱, 这样一算自己三百多块钱就没了, 手里就剩下三百八十多块钱了, 三百多块钱, 按照现在平均二十八, 伍德月工资, 他一下就花了接近一年的工资, 这钱真不够花啊, 之前感觉自己还剩下七百块, 感觉已经是笔巨款了, 自己还打算买自行车呢, 而且今天来,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看看有没有卖玉石的, 自己空间里还是需要升级的呢, 哎, 还是太穷了, 走在街道上, 他在沉思着怎么找黑市, 毕竟这玩意不允许存在, 碰, 思绪间感觉自己被谁撞了一下, 只见对方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 脸上都是灰和汗水, 对方见撞到了人, 连忙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爷爷在医院, 我赶着过去, 说完便焦急地准备离开, 如果是别人, 可能被他满头的汗水和一脸的交际给骗了, 但是江小川是什么人, 拥有意念的人, 在被撞的时候, 他就担心撞到谁, 所以意念瞬间就开启了, 虽然对方动作非常迅速, 但是仍然被他感知到了, 吆喝, 居然遇到小偷了, 江小川见对方准备跑, 伸手一抓, 将对方的手抓在了手里, 本来他感觉自己一个比对方大, 而且力气也比对方大, 抓住一个小屁孩, 应该没问题, 结果只见对方翻手一绕, 一带, 然后往前一推, 动作行云流水, 江小川立马被推得没有站稳, 向后退了几步, 趁着他站稳的空闲, 对方已经窜了出去好几米, 这是个贯偷啊, 江小川见状, 立马跟着追了上去, 虽然只丢了二十块钱, 但是那也是巨款啊, 最重要的是今天丢人了, 可惜他太高估自己的速度和耐力了, 跑着跑着, 对方居然消失在自己的杆子内, 不急, 除非对方跑出郊外, 这个方向的房子不是特别多, 慢慢找就是了, 一路走去一家一家的扫描过去, 走了好几个地方, 这时才看到一个小脑袋 从一个草堆里生了出来, 嘿嘿, 看你往哪里跑, 江小川得意的笑了一下, 不过他没有立马上去, 不然让对方再跑, 自己可不一定能找到, 对方观察了好一会, 确认没有人过来, 这才偷偷地从稻草后面爬出来, 缓缓地向着一个方向小跑过去, 江小川则是吊在后面, 这个小家伙还真的机灵, 不停地在某个鸡脚嘎拉里藏一会, 确认没人跟着, 才重新出发, 好家伙, 这反侦查能力真强, 走了好一会, 对方这才在一个破旧的房里面前停下, 当江小川以为对方又是故弄玄虚时, 只见对方观察了一下, 便直接推开了房门, 江小川见对方进去之后, 好久没有再出来, 这才确定找到对方的老窝了, 就在他准备进去的时候, 院子里出来了一阵声音, 爷爷, 爷爷, 我有钱了, 我带你去医院, 同时里面突然传来一阵怒喝声, 给我跪下, 说了不让你出去牵羊, 你还去, 就在江小川想继续听听,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房内传来了一道声音, 让江小川愣了一下, 外的朋友, 既然来了, 就进来坐坐吧, 不然让朋友们知道了, 会笑话我, 请某人不知理数, 声音很洪亮, 但是却有点中气不足, 江小川用意念感受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对方怎么发现自己的, 但是他感觉到, 对方确实在和自己说话, 江小川也不怕, 反正自己有空间, 实在不行, 灭了不就得了, 轻轻推开房间, 堂屋的台阶上站着一个老头子, 大概五六十岁, 拄着一个拐杖, 虽然衣服穿得有点破, 但是却洗得很干净, 而之前偷自己东西的小孩子, 此时正一脸委屈地跪在地上呢, 江小川进来后, 随便看了一下对方, 便将目光放在老爷子身上, 江小川也不说话, 就这样盯着对方, 见对方不说话, 秦老头只能开口问道, 今天小子翻天窗, 被挤下车, 被先生寻到了跟角, 怪不得别人, 但是我秦家拿着金盆洗了手, 无意中踩了盘子, 念在小子还小, 这盘子老朽接下, 是三刀还是六栋, 还请先生回个话, 旁边的小男孩听到他的话, 惊骇地抬头喊道, 爷爷,不能, 住嘴, 秦老头喝止了他的话, 秦老头说的话, 江小川压根没听明白他的意思, 他皱了皱眉头说道, 好好说人话, 秦老头听到对方的话, 心里一气, 但是心里也安心了, 不是道上的人, 因为以自己家小子的能耐, 一般人是做不到跟踪上门的, 之前他以为碰到道上的人了, 他的意思是, 今天我家小子翻你的口袋, 被你抓到了现行, 还被跟踪到了老窝, 这是他学艺不经, 但是我秦家已经金盆洗手, 今天是无意过来砸场子, 念在我家小子还小, 道上的规矩, 是三刀还是六栋, 全凭你做主,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一阵无语, 都是什么人啊, 动不动就动刀子, 自己扎自己不疼吗, 他没好气地说道, 我要你三刀六栋干嘛, 把钱还我就行了, 不行, 我爷爷要钱看病, 再不看他就撑不住了, 跪在地上的孩子哭着说道, 够了, 我秦家已经金盆洗手, 不再做这勾当, 难道爷爷的话你也不听吗, 秦老头对着下方的孩子喝道, 说完他虚弱的鞋靠在门框边, 靠着门框的支撑, 这才勉强站稳, 小娃子被骂得不说话, 但是就是不将钱拿出来, 此时江小川注意到, 对方的脸色有点潮红, 而且额头在冒着虚汗, 不是受伤就是发烧了, 这年代发烧可不是小病, 没有要真的会死人的, 而且他要拿回钱的话, 根本不需要对方同意, 就能拿回来,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眼前的两个人, 老弱病残四个里面就占了三个, 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 江小川没好气的说道, 行了, 带他去医院吧, 小孩立马高兴的崩了起来, 看到爷爷的眼神又跪了下来, 不行, 江小川见老头有话要说, 立马不耐烦的说道, 你说, 你这老头真有意思, 你说, 你都死了, 谁来照顾你这小孙子, 再说了, 这钱也是我借给你的, 又不是给你的, 想到这两人没工作, 又是老弱病残的, 还能活着, 肯定手里有存货, 便问道, 对了, 你手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抵押在我这儿, 万一你们跑了怎么办, 请老头听到他的话, 先是一阵感激, 真是好人啊, 可是听到他后面的话, 他决定收回刚才的想法, 想了一下, 对着地上跪着的孙子说道, 去吧, 把墙脚那个拿来, 对方听到后, 立马起身小跑进房间, 很快他便从屋子里, 拿出来一个荷包, 老爷子将荷包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块小黄鱼, 对着江小川说道, 这块小黄鱼肯定不止二十块, 就把这个抵押给你吧, 江小川看到这块小黄鱼, 生气的说道, 你说你们有钱干嘛还去偷, 那么多钱去医院足够了吧, 秦老头苦笑着摇摇头说道, 有钱不敢花呀, 江小川愣了一下, 是啊, 黄金值钱, 但毕竟不是真钱, 一般人也不愿意拿黄金交易, 除非熟悉人介绍, 但是江小川不满意, 我不要黄金, 最好是玉之类的, 新玉就玉都可以, 秦老头很奇怪, 为什么他不要黄金, 只要玉, 都说乱是黄金, 圣是古董, 想要玉不要黄金可以理解, 但是为啥新玉也要, 那玩意又不值钱, 古董讲究的是传承有序, 讲究的是历史的价值, 新玉呢, 好看, 虽然不知道江小川为什么只要玉, 但是这样不是最好吗, 示意了一下, 旁边的孙子, 于是, 对方又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小袋子, 秦老头对着他说道, 你看一看吧, 我手里没有新物件, 只有几块老物件, 江小川接过袋子, 翻看了一下, 哎呦, 还真有好东西, 七八块玉牌挂饰, 玉制上成, 雕工精美, 江小川都要怀疑, 这么有钱, 还去偷东西, 是真缺钱, 还是偷习惯了, 秦老头看到他的表情, 猜到了他的意思, 气得脸都轻了, 不幸的话, 你拿这几块东西去换钱试试, 二十块钱卖给你, 卖多少都算你的, 江小川看对方的精神头, 一度怀疑, 这老小子是真病还是假病, 江小川还想着自己今天能碰到电视里放的情节呢, 难道不应该是自己抓到小偷, 结果小偷是为了生命垂危的爷爷, 才被逼无奈的出去偷东西, 然后被自己无意发现发现, 自己心一软, 然后救了爷爷, 于是虎曲一震, 收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弟, 说好的生命垂危呢, 说好的救人呢, 说好的小弟呢, 麻蛋, 都是被后世那些小说和电视给荼毒了, 秦老爷子被江小川傻笑的表情, 给弄得没头没脑, 这小子不是脑子有病吧, 江小川被秦老头鄙视的表情看得不好意思了, 尴尬地说道, 行, 那这些就给我了, 那二十块钱就是你的了, 秦老头见对方居然真的收下那些玉佩, 也是一脸的复杂, 这些玉都是好玉, 而且雕工也是很好, 放在以后肯定很值钱, 但是这个年代真的不值钱, 这个时代还是能留下黄金最好了, 这些玉以后花钱, 还是能买到的, 江小川看了一下秦老爷子, 感觉对方的状态不是很好, 便对着秦老爷的孙子说道, 行了, 赶快带你爷爷去医院吧, 晚了就不好了, 说完便准备离开, 等一下小家伙见他准备离开, 赶忙喊住了他, 江小川转过身去问道, 小家伙怎么了, 小男孩满的说道, 我不叫小家伙, 我叫秦霄, 你可以叫我霄霄, 江小川听到他的好话, 打趣道, 还霄霄呢, 跟个女孩名字一样, 哎, 你还别说, 你看你虽然黑了点, 但是也算眉清目秀, 要是长成女孩子, 肯定很好看, 秦霄听到他的话脸一红, 气呼呼地说道, 我是小男子汉, 你才像个娘们, 磨磨叽叽的, 你有时间吗, 晚上能不能陪我去一下黑市, 家里没有米和菜了, 哎呦, 居然说我是娘们, 不过他也没有在意, 想了一下, 自己也是要去买东西的, 去一下也行, 但是想到自己还要去省城, 还是拒绝到, 估计不行, 中午我还准备去一下省城, 今天估计赶不回来, 秦霄听到他的话, 有点失望, 黑市自己知道在哪里, 但是自己一个人不敢去, 大晚上的, 一个孩子拿着钱, 还是很危险的, 江小川见状说道, 我去省城,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给你带点, 如果不方便, 那你只能自己去了, 晴霄见状, 只能如此了, 扭头一看, 哎呦, 爷爷, 爷爷, 只见不知道啥时候, 老爷子已经闭上了眼睛了, 江小川见状也是吓了一跳, 赶忙上去摸了摸他的鼻息, 发现老爷子只是晕了过去, 赶忙背起他, 向着医院的方向走去, 来到医院, 江小川听着医生的解释, 才松了口气, 只是发烧导致的休克, 打了点滴, 睡一会就会醒了, 不过, 在得知老爷子已经烧了一天一夜都没有退烧的时候, 江小川惊叹, 老爷子的生命力真的好顽强, 想着老爷子估计还没吃饭, 为了不耽误下午去省城, 他觉得还是先弄点吃的, 交代一句, 他便出了医院, 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闪身进入空间, 老爷子刚刚大病出狱, 不是一吃太过油腻的东西, 大米还剩下一些, 加上一点大白菜熬一点菜粥, 至于自己和秦霄, 跑子肉还剩下一些, 配上大白菜, 一碗大米饭, 齐活了, 他也不想做大米饭的, 但是自己手里没有玉米面这些粗粮, 只能用这大米饭了, 倒不是他舍不得大米, 而是他不想太过惹眼, 江小川来到医院的时候, 秦老爷子已经醒了过来, 正坐在床边和秦霄说着话, 两人见到江小川拎过来的篮子, 随后便直勾勾地盯着篮子里的肉和白米饭, 秦老爷子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但是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不是有事吗,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估计是秦霄告诉秦老爷子, 他下午要去省城的事情, 江小川看着两人吞咽口水的动作, 笑着将篮子放在桌子上, 说道, 那我也要吃饭呀, 老爷子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饭, 吃吧, 秦老爷子见状赶忙拒绝道, 不用了, 你自己吃吧, 江小川见状调笑道, 老爷子你真不吃吗, 那我自己可就吃了, 秦老爷子见状说道, 不用, 一会我让秦霄去买点玉米面就好了, 江小川瞥了眼旁边已经望眼玉川的秦霄, 没好气的说道老爷子你不吃, 你孙子还要吃呢, 而且我既然已经带过来了, 那就说明我肯定也给你们准备了, 秦老爷子见状也不再推辞, 那就谢谢了, 对了,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江小川一边将篮子里的碗端出来, 一边说道, 我姓江, 叫江小川, 你叫我小川就行了, 来吃吧, 随后他将那碗菜粥端给了秦老爷子, 又给秦霄和自己各一碗白米饭, 示意他们开始吃吧, 秦霄看向了自己的爷爷, 见秦老爷子点头, 他这才端起碗吃了起来, 袍子肉只有两块, 给秦霄加了一块, 示意他不要客气, 自己也开始吃了起来, 江小川正吃得开心, 抬头一见秦老爷子那忧怨的眼神, 米饭差点从嘴里喷了出来, 说道, 老爷子, 不是我不给你吃肉, 而是你这大病出狱, 不适合吃太过油腻的东西, 秦老爷子自己也明白, 只能端起面前的那碗菜粥喝了起来, 随后他抬头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情消, 心里一阵唏嘘, 他秦家往昔什么大鱼大肉没有吃过, 现在自己爷孙俩沦落到看见肉都激动的地步, 唉, 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江小川走的时候, 还是给他们留了一斤多的大米, 至于以后怎么办, 那只能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 路上打听了一下车站的位置, 他很快便来到了车站, 车子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公交车, 而是一辆运输卡车, 车站倒是还有一辆老式公交车, 但是早上就已经出发, 现在只能坐这个运输卡车了, 不过现在司机正式出去吃饭的时候, 估计要等一会儿, 这个年代的司机是真的牛, 江小川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才见到司机姗姗来迟, 不过看到对方脸色微红的时候, 江小川也在心里吐槽, 这不会是酒驾吧, 不过这个年代也没有酒驾的说法, 没办法, 只能坐这辆车了, 就是不知道, 其他司机是不是都这样, 太危险了, 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票, 车子向着省城出发了, 在江小川提心吊胆中, 车子颤颤巍巍地开到了省城, 从车上下来, 江小川这才呼了口气, 这省城与县城就是不一样, 一溜的砖瓦房, 还有很多水泥的房子, 土培房更是一座都没有, 路面是由砖渣和碎石组成, 至少下雨天不会弄得到处都是泥巴, 不愧是省城, 这人流量明显的多得很多, 一番打听, 这才来到供销社, 只见牌子上写着某某街道供销社, 看这意思, 省城应该不止一家供销社, 这一问, 发现自行车不在供销社买, 而是在百货公司, 江小川一阵狐疑, 这年代就有百货公司了, 什么情况, 真的假的, 江小川按照地址, 将信将疑的来到地方, 抬头一看, 吆喝, 还真的有百货公司啊, 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 看来在哪个年代都是不缺有钱人的, 走进百货公司, 那一个个柜台, 让他想到了后世那些小卖部, 外面是走廊, 一个个柜台里面, 东西摆放得杂乱无章, 说白了, 就是哪些东西拿着顺手, 哪些东西就放身边近一些, 除了一些水泥台面和一些玻璃柜子, 完全没有给他多么高档的感觉, 不过想一下, 这个年代农村基本都是土房子, 小城市也不可避免, 只有像省城这种地方, 才会遍地的砖头房, 但是也不是所有都是砖头房, 远一些位置仍然有很多土房子, 因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家庭困难的人, 在百货公司里转悠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东西还是挺齐全的, 基本上日用百货在这里都能买到, 他还发现了一台收音机, 不过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 而且农村也没有通电, 没必要, 瑕疵品不到货了, 两毛一尺, 不要票, 先到先得呀, 江小川正在打量着这个商场, 突然被旁边一道爆喝声吓了一跳, 随后只见整个商场的人, 瞬间朝着自己的方向涌来, 唉, 今天运气真好, 居然又有瑕疵布了, 是啊, 快冬天了, 给我家小子做件新衣服, 等过年了穿, 快点, 晚了, 就没有了, 江小川听到旁边大姐大妈们的话, 眼前也是一亮, 自己也要做点冬衣, 不然冬天得冻坏了, 还得要做被子, 床单用到的地方太多了, 赶忙向着那里跑去, 但是此时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了, 不过大部分都在等着售货员捡布, 见江小川一个男的过来, 立马有人说道, 唉, 你这小同志, 这里都是女的, 你一个男的过来干嘛, 就是叫你妈来买, 江小川没理他们, 也幸好自己是小孩, 不然真的麻烦, 非得安个流氓罪不可, 江小川估计抢不过他们, 大喊一声, 大姐, 给我来两匹布, 哎呦喂, 这谁家孩子, 咋这么能造, 要那么多干嘛, 噼里啪啦的, 又是一顿围攻, 售货员一听, 立马一喜, 卖给谁不是卖, 整匹的卖, 还不用他们一点一点的捡了, 立马搬了两匹过来, 嘴里喊道, 一匹九十尺, 一尺两毛, 一共三十六块钱, 完全不顾旁边一群大妈的围攻, 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 什么阵仗没见过, 江小川赶紧付了钱, 包着不就跑, 可把他吓坏了, 衣服都挤歪了, 随后打听了一下, 卖自行车的在二楼, 他便直接去了二楼, 找到卖自行车的地方, 售货员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姐, 为人倒是挺和善, 江小川指着摆着的几辆自行车问道, 大姐, 这个自行车多少钱? 这是几辆飞鸽牌自行车, 这也是第一种我们自己生产的自行车, 质量相当过硬, 当然了, 价格也是相当的硬, 售货员看着江小川身上的一身橄榄绿, 笑着说道, 女士自行车一百八十元, 大杆车二百块, 小弟弟, 你家里没来人吗? 大杆车也就是所谓的二八杠, 轮子大, 再重量大, 江小川最怕别人说他小, 很烦的, 做什么事情别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这也是在城里, 在农村别人就不会问, 在农村十一岁已经算大孩子了, 他只好瞎扯起来, 大姐, 家里人没时间, 让我过来买的, 见状, 对方也不再多问, 反正对方给钱就行了, 这年代的自行车质量那真叫好, 人家恨不得能让你用一辈子都不换, 而且飞鸽还特别以选料精良, 工艺先进, 骑行轻快, 坚固耐用, 款式新颖的质量特征著称, 不过以后出来的凤凰牌自行车, 质量也是很好, 而且, 款式也稍微好看点, 花了二百块钱, 买了一辆二八杠, 看着这个楼梯, 他实在是不想说什么了, 这是哪个设计者, 将卖自行车的这个大件, 放在二楼, 难道就是为了把贵重物品放在一起, 要知道, 这年代可没有电梯, 估计是看到江小川身上的一身橄榄绿的衣服了, 所以, 对他还是很客气的, 省城的水还是比较深的, 万一得罪人了也不好, 售货员大姐见江小川愁眉苦脸的样子, 又看着对方抱着的两匹布, 笑了笑, 然后对着隔壁的一个男的喊了一句, 大明过来帮这位小同志搬一下车子, 旁边正在无聊打短的一个男的, 听到话, 赶忙跑了过来, 说道, 哎, 姐, 怎么? 售货员大姐指了指自行车, 说道, 你帮这位小同志把自行车搬下去, 对方一听, 立马愁眉苦脸, 这么重呢,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抬手便就去搬, 很快就被抬了下来, 放在百货商店门口, 江小川连忙道谢, 谢谢了, 大哥, 对方摆了摆手, 没事, 行了, 那我走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推着自行车离开了百货商场, 找个地方将不收进了空间, 这才骑着自行车出来, 这下好了, 以后短距离就不用走路了, 每次骑车只要十来分钟的事, 走路得走一个小时, 太浪费时间了, 骑着自行车在省城的道路上, 看着道路两边的街景, 这不就是后市的旅游吗, 后市那些人到处跑, 花钱去看这些以前的旧房子, 怀旧一下当年, 好了, 现在自己看的兔之前已经问过, 今天是没有车了, 只有明天早上八点有一班车, 既然回不去就去逛逛, 先问一下黑市在哪里, 问了好多人, 又是庄小, 又是卖惨的, 这才打听到了地方, 因为江小川身上的橄榄绿, 让他们心里起了戒备, 就是不承认知道黑市在哪里, 切, 搞得跟他没去过一样, 看对方那个紧张的样子, 肯定也去过, 这在城里很常见, 这里没有急事, 家里有一些票用不掉, 朋友之间实在交换不了, 或者想要一些票, 但是亲戚朋友又没有, 那只能去黑市去换掉, 毕竟大部分的票都是有使用期限的, 当月用完, 过期作废, 说是黑市, 其实就是人们自发的聚集在一起, 慢慢形成的急事, 而这种急事是不允许的, 不定期的就会有人来检查, 打听了一下路, 他便骑着车赶了过去, 一路上的行人都在对着他骑车的动作, 哈哈大笑, 搞得江小川都不好意思了, 不就是腿短了吗? 关键我才11岁呢, 来到地方就是一个位置比较偏, 但是又四通八达的巷子, 也对, 这种地方来人了的话, 跑路方便, 可能是因为下午, 所以没几个人在这里买东西, 倒是卖东西的人不熟, 就这一百多米的距离就有二十多个, 这里的人见有人来, 也没有一群人往上凑着, 各自在自己的摊位上待着, 江小川走走停停, 让他奇怪的是, 摊位上都没有东西, 只有旁边放着篮子, 而且篮子也被盖了起来, 看不清里面是什么, 晃悠一圈, 他才看明白, 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没有卖力的卖水, 这应该是收或者卖粮食的, 有个人手里拿着鸡毛, 应该是卖鸡的, 或者鸡蛋, 有个人手里拿着一块鱼鳞, 这应该是卖鱼的, 看得江小川一阵汗颜, 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样, 这是当年群众和鬼子多年的斗争经验啊, 看来老本行没丢, 他很奇怪, 这么热的天, 这鱼不会臭的吗? 虽然现在已经九月下旬了, 但是还是很热呢, 想了一下, 他朝着一个近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走去, 这个人就是之前手中拿着麦穗的人, 看看是不是他猜想的一样, 江小川蹲在地上开口道, 大叔, 有没有粮食? 对方并没有说话, 只是所有所思的看了他一眼, 江小川看见对方的眼神, 也在奇怪, 这么看着我干嘛? 两人就这样不说话, 互相看着, 最后在江小川不耐烦的时候, 对方开口了, 你不是本地人吧? 江小川心中一凸, 脸上仍然神色自若, 是啊, 怎么了? 难道必须要本地人才能买? 哪里的? 怎么来的? 江小川说出了自己的县城, 对方这才说道, 本地人都知道, 我们这个地是收粮食的, 买粮食在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时间也不对, 买东西在凌晨, 天亮为界, 不然, 你以为我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坐在这里? 江小川错愕了一下, 那万一急着用吗? 一般对方都会直接说, 然后说个数量地点, 约定交易, 江小川听得目瞪口呆, 心里惊叹, 这是把地下工作发挥得淋漓尽致啊, 我只是买点粮食而已, 至于吗? 也是, 至少这样, 他们能避免风险, 虽然在他看来还是一堆漏洞, 那摊主健壮呵呵笑道, 既然你不是本地人, 那就为你破例子, 你要什么粮食? 要多少? 江小川听见对方的话, 这才反应过来, 把他当肥羊了呀, 他准备看看再说, 红薯, 玉米面和大米, 你有多少? 什么价格? 对方一听两眼放光, 口气这么大大, 这是还大生意了呀, 红薯两分六分一斤, 玉米粉一毛五一斤, 大米三毛, 江小川倒吸了一口凉气气, 这么贵, 真把他当肥羊了, 别小看就几毛钱, 但是这个价格比自己村里贵了一倍都不值, 你这也太贵了吧, 摊主听到江小川的话有点生气, 现在市场上大米一毛五一斤, 算上粮票是不是要三毛? 江小川听到后在心里算了一下, 确实不算贵, 毕竟这是省城, 物价还是高了点, 而且农村现在更不好买粮食, 江小川想到, 现在种粮食的农村居然比城里还吃不饱,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他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算算手里还有120多块钱, 还是决定买大米, 面粉以后不会缺的, 他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200斤大米和300斤玉米粉, 有吗?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方沉思了一下, 摇了摇头, 大米没有问题, 300斤都有, 但是玉米面只有200斤, 红薯也没有了, 不过白面也有200斤, 白面你要不, 也是三毛一斤, 这段时间家里粮食快借不上了, 所以买粗粮的多, 细粮的人少, 把细粮换成红薯, 一斤可以换六斤, 这样也能勉强撑到秋收以后, 江小川一直在打量着对方的神色, 见对方不像是在坑他, 看来自己之前误会了, 想到自己带那么多东西, 会不会太轰动了? 先不管了, 买了再说, 不用了, 那你就给我准备200斤大米, 和200斤玉米粉吧, 怎么交易? 见得江小川的话, 摊主立马笑颜如花, 明天早上的时候, 去早市交易, 去了你打听一下侯三, 别人会告诉你的, 你可一定要来啊, 要知道, 耍人的后果, 可是相当严重的, 随后便面露凶光的, 告诉了他一个地址, 他也不在意, 希望明天他们别做傻事, 不然到时候谁严重还说不定吗? 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 掏出了一块钱递给他, 笑着说道, 行了, 你也不用吓唬我, 你也知道, 我不是本地人, 我就是不去你, 又能怎么样? 这块钱, 你先拿着, 如果到时候我没去, 这些钱作为辛苦费, 不算低了吧? 但是希望明天不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哦, 我姓江, 你叫我小江就好了, 最后也不忘记警告对方, 相信对方也能听得懂, 侯三见江小川说得这么直白, 之后还给一块钱, 也是暗叹一句大气, 小同志大气, 那这钱我就收了, 你也可以在附近打听一下我侯三, 咱也是安稳做买卖的人, 和气生财嘛, 江小川不在意的笑了笑, 希望吧, 想到自己还有一些东西, 没有票买不到, 不如现在买点票, 于是就问道, 这里有没有卖票的地方, 我想买点票, 大声一谈成, 侯三也是很开心, 指了指角落里, 一个胖子中年大叔说道, 脑, 就是那位, 他那里是整个省城卖票最全的, 大部分都有, 你叫他王胖子就行了, 到了声线, 他按照指引, 来到那个胖子的摊位前, 你好, 侯三让我过来买点票, 江小川见对方的年纪, 没好意思叫人家王胖子, 王胖子听到江小川的话, 皱着眉头说道, 侯三也不怕坏了规矩, 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 既然他都打招呼了, 你想要什么票, 江小川感叹, 怎么随便见到一个人口气都这么大, 他想了一下说道, 油票, 糕点票, 糖票, 奶粉票, 梅炉子票, 哦, 还有暖水瓶票, 这些都有吗, 对方听到他的话也没回答, 随便翻了一下他的包, 里面一堆票据, 大部分都是粮票, 随后他从里面挑出来一些票, 说道, 油票十斤, 一块一斤, 糕点票两块一斤, 只有两斤, 糖票一块一斤, 只有两斤, 梅炉子票两块三一个, 有两个, 暖水瓶票一张, 一块八, 奶粉和麦乳精的票没有, 那东西只有快过年的时候才会有, 油票和糕点票比自己那里贵太多了, 不过也是, 农村那里糕点用的少, 所以便宜, 反正也不贵, 就没有还价, 都要了, 一共二十三块一毛, 至此他手里只剩下一百块九毛了, 明天还得付粮食的钱, 大米二百斤, 美金三毛, 一共六十块, 玉米粉一毛五一斤, 二百斤就是三十块钱, 一共九十块钱, 这样自己手里只剩下十块零九毛了, 买的那些票也得买的东西, 这样一算居然还不够, 自己这手脚也太大了, 就感觉东西真便宜的跟不要钱似的, 没考虑过这钱也难赚, 江小川付了钱准备离开, 脑海一闪, 想起刚刚王胖子翻包的时候, 好像有酒票, 便开口问道, 对了, 你那刚刚是不是有酒票, 王胖子点了一下头说道, 茅台酒票, 两块五一张, 有六张, 江小川听到这价格心里感叹, 真便宜, 也就比糕点票贵了那么一点点, 糕点在后世, 基本什么家庭都能吃得起, 但是茅台还真不是一般人喝得起的, 不过他想的不是留着以后升职, 而是准备自己喝, 前世自己心里压力大, 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喝酒, 大学更是没停过, 不过好在他的自控能力比较好, 每次都是小酌几杯, 从来不过凉, 那时候喝过一次茅台, 感觉挺好喝的, 但是那也是新酒, 现在让自己碰到, 怎么能放过呢? 现在自己还小, 不到年龄, 不能喝, 等放个几年, 加上空间加速, 那味道肯定更好, 于是六张茅台酒票他, 全部要了, 张小川算了一下, 自己手里的钱感觉有点不够, 他想着自己空间里水果和蜂蜜, 要不出售一点水果, 那么多自己和江小和也吃不完, 于是便对侯三问了一下价格, 侯大哥, 你们这边水果要不要? 侯三听到他的话, 喜心愉色地问道, 要啊, 怎么不要? 你都有哪些水果? 因为这年代粮食短缺, 都是以粮食为主, 水果很少有种植的, 农村有些地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水果的, 但是因为比较零散, 而且运输不方便, 所以就造成了农村的水果成熟以后, 烂在树上, 而城市里又很少有水果, 桃子, 李子, 杏子, 苹果和冬枣, 都是什么价格? 侯三想了一下, 李子和杏子五分钱一斤, 桃子和苹果一毛一斤, 冬枣一毛五一斤, 江小川大概估算了一下自己空间里的水果, 数到, 水果每种都有五十斤以上, 冬枣的话比较多, 大概有个几百斤要不要? 侯三一听居然有这么多, 立马一激动, 这些我都要了, 省城那么大, 这点水果又算得了什么? 江小川点了点头说道, 那行明天早上, 我给你带过去, 交易基本已经达成, 江小川和侯三打了一个招呼, 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他要在黑市附近找一个招待所住下来, 踮着他的小短腿, 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晃悠着, 过了一会儿, 他看到了一个招待所, 江自行车停在招待所的院子里, 便走了进去, 至于自行车没有上锁, 好吧, 这是江小川自己给忘记了, 但是在这个年代里, 自行车还是挺安全的, 要是丢失了一辆自行车, 这已经算是一个大案子了, 走进招待所, 柜台后面是一个小姑娘, 年龄大概十八九岁, 扎着一个马尾便, 身穿碎花裙, 江小川拿出了江定中开的证明, 开了一间房间, 本来按照江小川的证明, 是没有办法开单间的,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人不多, 所以江小川开了一个单间, 三毛钱一个晚上, 不算便宜了, 但是和大通库相比, 多了一瓶暖水瓶, 和后舍里的宾馆差不多, 一张木头单人床, 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 趁着天色还早, 他准备出去晃悠一圈, 把手里的票给买了, 因为不用买搭建的东西, 所以这次他没有去百货商店, 只是来了供销社, 花了二十多块钱, 将手里的票都用掉了, 这次他没把锁给忘记, 但是轮到买酒的时候, 出了问题, 茅台酒居然限购, 每次只可以购买两瓶, 江小川郁闷地拎着两瓶茅台酒, 出了供销社, 看来只能分批买了, 于是他骑着自行车, 又跑了两个供销社, 这才将手里的六张酒票, 全部换成了酒, 话说自己以后, 是不是可以多种点水果, 酿造一些水果酒, 哎,这个主意不错, 不过自己也没有木桶啊, 这个以后再想办法, 不过这个时候,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找供销社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 话说这年代,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好东西, 来到废品收购站, 门口一位老大爷在看门, 和老大爷说了一下, 想买点废旧的报纸壶墙, 和买点柴火, 柴火自然就是那些旧的家具, 大爷始终不同意, 最后还是塞了一毛钱, 才得进去, 卧星号,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当江小川进去之后, 才让他目瞪口呆, 卧草, 说好的废品站里都是宝贝呢, 谁说的, 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江小川进来后扫尸了一下, 东西倒是分类放着, 但是摆放的相当杂乱, 废报纸真是废报纸, 里面偶尔夹杂着基本旧书, 随便翻看一下, 但是基本都是一些近年代的书, 和一些不用的课本, 没啥珍贵点集, 和古玩字画什么的, 木头那边, 更是没有什么整齐的木头, 都是一些只能用来钱柴的木头, 过碗瓢盆那里, 但是有一些瓷器, 但是没啥好的东西, 用意念又扫描了一遍, 确认真的真的, 没啥好东西, 他便挑了好几套书本, 这些可以给小河用, 又挑了好几本小人书, 便离开了废品站, 搞得看门大爷, 感觉那一毛钱收的有点不好意思, 走出废品收购站, 江小川摇头苦笑, 自己这是傻了, 现在物资这么匮乏, 啥能用的不拿回家用, 那些好看的古董花瓶, 就算是不懂, 拿回家装点一下, 总可以吧, 真当这个年代, 都是没眼光的人, 这年代有钱人同样的很多, 自己这点算什么, 现在毕竟不是66年, 等那时候才会多起来, 多得让人心疼, 一日凌晨三点, 江小川被闹钟吵醒, 来到前台位置的女孩说了一下, 让打开门, 对方一脸的不情愿, 再将小川解释了一句, 自己的家不在省城, 离得很远, 所以要提前走, 这才被放行, 骑着自行车来到指定的地点, 这是另外一个巷子, 此时已经有一排昏暗的灯光, 一溜的马灯, 一个接一个, 就像长龙一样, 但是照得不是很远, 看起来还是有点阴森的, 但是离近了以后, 巷子里的喧闹声打破了之前阴森的气氛, 场面十分热闹, 到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 大部分都是正大光明的在交谈, 也有一小部分用东西遮着脸, 不用想也知道这群是什么人, 肯定家里是有地位的人, 推着自行车, 缓缓地前进着, 车上挂了几个袋子, 别问我袋子哪里来的, 我特别也不知道, 这是进来之前就装好的, 江小川向着人群最多的那块走去, 这年代, 什么最抢手? 粮食, 所以侯三的位置一定是最火的, 来到近前, 果然, 侯三正在卖着粮食, 正在带着几个小弟, 正在忙着的侯三, 看见江小川来了, 对着旁边的人吩咐了一下, 便自己一个人走了过来, 老弟你来了呀, 到后面去, 侯三对着江小川打了个招呼, 然后带着他向着后方走去, 江小川也不怕, 跟着来到了一个院子, 黑子, 把东西拿出来, 没等江小川说话, 侯三便对着里面的屋子喊道, 没过一会, 就有两个人扛着麻袋走了出来, 将东西往地上一扔, 也不说话, 重新回去搬东西, 很快四百斤的粮食被两人搬好, 放在院子里, 又回到了屋子里, 拿出一杆秤, 静静地等在一旁, 全程没有一句话, 侯三见东西自己齐了, 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老弟, 东西齐了, 你检查一下, 如果不放心, 旁边有撑, 可以自己撑一下, 江小川用意念扫尸了一下, 东西没问题, 便不介意地笑着说道, 侯哥, 你们也是做长久生意的人, 不会为了一点银头小利, 毁了自己名声, 侯三一听, 咧着嘴笑了笑, 那行, 一共九十块, 老弟你的货呢, 拿下来吧, 一会一会算, 江小川见状也不客气, 将车子上的几个袋子放了下来, 每种水果各五十斤, 东早一会我再去拿点, 先撑这个吧, 侯三对旁边招了一下手, 那人便拿着撑上钱, 开始撑了起来, 桃子五十斤, 苹果五十斤, 李子五十斤, 杏子五十斤, 东早一百斤, 对方撑一次报一次, 很快便撑完了, 随后看了一下橙色, 对着侯三点了点头, 侯三见状豪爽地笑着, 老弟真厉害, 这么准, 水果就按照之前说好的, 一共三十块, 算上之前粮食的九十, 你再给我六十就行了, 剩下的东早, 你运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算, 江小川算了一下没问题, 便拿出了六十块钱递给他, 幸好, 幸好, 此时江小川手里只剩下两毛八分钱了, 一会再运点东早, 还能剩下一点, 行, 那我先回去了, 一会再来找你, 江小川让对方帮忙放在自行车上, 便推着自行车, 缓缓地离开, 侯三没有说话, 若有所思地看着江小川的背影, 旁边的人想要说话, 被他的眼神制止了, 等江小川川离开很远, 之前的黑子附在他的耳边问道, 三哥, 这是只肥羊啊, 要不要, 侯三明白对方的意思, 怒气不争地说道, 我们是岛爷, 不是马匪, 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 以后不要再有这个想法, 不能因为对方小, 而且是只肥羊, 就有什么歪心思, 道义有道, 不该我们碰的, 就不要碰, 见对方好像没有听进去, 侯三摇了摇头说道, 你就认定对方是羊, 你就没发现, 对方人虽然小, 但是说话做事, 一点也不像个小孩子, 没看见对方一个人单刀附会, 毫无惧色, 黑子听到这里, 心中一灵, 三哥, 这小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侯三回过神来, 笑骂道, 真把你侯哥当神仙了, 自己小心点就行了, 而此时, 江小川正看着自行车一阵心疼, 这二八杠再重三百斤, 这四百斤倒是没有问题, 就是走得慢了点, 走了一段路见没人, 便将东西收进空间, 只拿出了二百斤的枣子, 他不想还没回家, 车子就坏了, 到时候坏了, 还得去县城才能修, 连续跑了三趟, 又送了六百斤, 一共收了九十块钱, 手里有钱才能不慌, 交易完成后, 江小川没有离开, 想到以后自己那么多粮食, 得有东西装才行, 于是又向侯三买了两千条麻袋, 侯三听到他的话, 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弟, 麻袋虽然便宜, 只要一分钱一条, 你要那么多干嘛, 倒不是说他没有那么多麻袋, 做粮食这一行的, 麻袋怎么可能会缺, 别说自己手里就有, 就算是他没有, 他也能在一天内弄齐, 江小川打着哈哈说道, 队里交工粮用, 前段时间仓库着火, 都被烧了, 侯三心里虽然狐疑他的话, 但是对方不想说, 他也不能瞎打听, 最后拿了两千条给他, 这两千条麻袋可就多了, 让对方帮忙送到地方, 付了二十块钱, 便打发走了, 确认没人, 才将东西收起来, 再次回到黑市, 天色已经不早了, 侯三见对方又回来, 一阵无语, 这时又将东西给同伴送去了呀, 江小川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 不然心里也在了, 让你看看哥的实力, 他也不担心暴露, 黑灯瞎火的, 十几米的位置, 谁能看到啥, 江小川此时过来, 是来做最后一件事的, 侯老哥,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这里谁有大量的郁曼, 侯三听到对方的话, 心里更加肯定对方不简单, 这年头吃饭都有问题了, 还有心思去寻摸着郁, 说明对方背后的能量不小, 想了一下, 缓缓说道, 你所说的大量是多少, 江小川脸色平静, 缓缓地说道, 上不封顶, 侯三听到江小川的答复, 心里一惊, 想到, 这口气可是相当大, 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人, 手里倒是有不少货, 但是对方只要黄金, 他准备出去, 江小川一听便明白, 对方所谓的出去是什么意思, 他点了点头, 思索了一下说道, 那侯老哥能不能替我引荐一下, 侯三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反正现在也不是太忙, 便陪他走一遭, 就当结个善缘也好, 江小川看了一下天色, 估计了一下, 看来早上的那班车估计赶不上, 那就中午回去吧, 侯三带着江小川来到一个大院子门口停了一下, 他示意江小川在旁边等着, 自己上前敲了敲门,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房子很大, 前门加上墙的话, 估计有十几米, 青砖带瓦, 门口还有两堆大的石狮子, 牌匾已经被摘了下来, 看不出来出处, 但是看这情况, 以前应该是个大户人家, 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户, 没过多久, 只见一个青山老者开了门, 侯三和对方低语几句, 便对着江小川招了招手, 江小川见状赶忙推车上前去, 来到敬前, 他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等着侯三, 侯三见状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江这位是贺老, 情况我刚刚已经和他大概说了一下, 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你们自己谈, 我还有事就不参合了, 我就先走了, 江小川见状感激地说道, 那谢谢侯老哥了, 下次我请你吃饭, 两人寒暄了几句, 侯三便离开了, 这时江小川才对着贺老说道, 老爷子, 要不我们进去谈, 这里也不方便, 老爷子轻笑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行, 那进去吧, 说吧, 便在前面带路, 江小川推着车子跟了上来, 走进院子, 让江小川眼前一亮, 这造型有点像京都的四合院的感觉, 有木制的长亭, 还有假山, 一路走来到堂屋, 正厅还有一个屏风, 再打量了一下屋子里的家具, 好家伙, 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 整个房子给他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可惜, 过几年这些都将不复存在, 贺老将对方引到左边的位置上坐下, 便去沏了壶茶, 给江小川和自己各道了杯茶, 这才坐下, 江小川到了生县, 心里暗叹, 真是有钱人啊, 居然能买到茶叶, 而且这茶杯也不是简单的东西, 虽然他看不懂, 但是这带着淡淡青色的慈碑, 怎么也是一件古董, 江小川见对方喝着茶, 也不说话, 只能先开口了, 老爷子, 咱们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需要玉石, 而且量很大, 所以我想知道这价格怎么算, 贺老轻轻地拨弄着手里的手串, 传出轻轻的咔哒声, 笑着说道, 玉石倒是有一些, 但是价格嘛, 看你要什么橙色的, 对方的话让江小川有点犯难, 毕竟他也不懂这些, 到这个地步了, 他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老爷子, 说实话, 我这人不是很懂玉,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您先开吧, 如果合适, 我就要了, 如果不合适, 咱们生意不成仁义在, 还有就是, 我主要是要心玉和玉石, 老玉的话到时候看情况, 说完, 他就这样看着贺老爷子, 贺老头听到他的话笑了笑, 说道, 你既然来了, 想必也明白, 我只要黄金, 心玉和玉石的话, 算你一两黄金二十斤, 你能吃下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质量上不会让你吃亏的, 林玉斋也算百年老字号了, 做的是成性, 可惜, 祖上传下来的基业, 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里, 只怕以后无言面对列祖列宗啊, 说完也是一阵落寞,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估计林玉斋就是以前做玉石生意的, 只是可惜了, 这个时代发生的事, 他也不好评论, 这个价格真的太便宜, 自己手里的黄金估计够换个几千斤了, 那行老爷子,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货, 可以的话, 今天就可以交易, 贺老听到他的话, 也是松了口气, 不是因为自己价格开得高, 自己给对方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而且, 自己平时囤积的玉都是质量较好的玉, 之所以纠结, 是因为自己舍不得将一些老玉卖掉, 实在是舍不得, 带着江小川来到一个地下室, 空间不小, 大约有一百多个平方, 四周摆放着几个架子, 上面放着一些箱子, 角落里对着一块块已经开好的玉石, 架子上的箱子没有打开, 但是, 通过他的意念观察, 发现里面基本上都是雕琢好的玉, 流了一下口水, 想着以后能不能去换一点过来, 随便看了一下, 这估计得有个十几吨重吧, 真的是太有钱了, 江小川按捺住自己躁动的心, 这么多玉石, 他真想给收了进去, 可是他不能做, 他怕迷失了自我, 随后便不再看架子上的东西, 贺老也在偷偷地打量着他, 见对方的神情从开始的惊讶, 火热再到最后的平静, 也是暗自点头, 都在这里了, 都是打磨出来的半成品, 你看怎么样, 江小川随手拿起一块, 放在手里打量着, 就算是他不懂, 但是也能感觉这玉石质量挺好的, 行, 我相信老爷子你, 那我这就去给您拿, 这年代, 老一辈的生意人, 还是很注重成性的, 当然了, 奸华之人也不在少数, 看来得好好的, 学学玉石方面的知识了, 两人出了地下室, 江小川便来到院子, 将车子上的袋子取了下来, 将自己所有的黄金都放进袋子里, 拎着袋子便进了正厅, 贺老看着眼前的黄金, 目瞪口呆地看到他, 你这胆子真大, 这么多黄金就放袋子里, 还就这样放在院子里, 你不怕被偷啊, 江小川傻傻地笑了下, 老爷子, 灯下黑吗, 他可不敢真的将这些黄金就这样放在那里, 老爷子赞叹了一句, 好胆识, 江小川笑了笑, 老爷子过奖了, 您老称下重量量吧, 老爷子拿出称来, 称了一下, 十五斤八辆, 就算你十六斤好了, 一共可以换三千二百斤, 你自己去挑出来再称吧, 江小川没有去地下室, 而是对着角落里的两辆板车说道, 老爷子, 这板车能不能卖给我一辆,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贺老祥也一下, 也就答应了下来, 行, 算你一辆黄金好了, 江小川没有感觉到多贵, 因为这车子的车架整体是铁质的, 而且轮胎也是汽车轮胎, 改装过的在重量相当的大, 以后自己出去卖东西的时候, 就不用一趟一趟的拉了, 江小川将地下室的玉石搬了出来, 三千斤, 听着挺多, 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多, 毕竟石头特别重, 将东西放在推车上, 分了几次才拉走完, 再回来的时候, 他没有直接离开, 见还有那么多玉石, 他不想放过, 老爷子, 你这准备什么时候出去, 他还想着对方手里的这些货呢, 老爷子笑着说道, 老了, 不出去了, 还出去干嘛, 我还想着落叶归根呢, 江小川奇怪地说道, 我听侯三说, 你要去海外的, 怎么又不走了, 老爷子呵呵一笑, 不是我要出去, 我是给我儿子准备的, 他现在在国外, 需要资金, 这是我给他换的, 江小川点了点头, 这年头这样的人非常多, 将孩子送到国外, 老人又不想离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但是这样的人, 一般都很有钱,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定下心来, 不走就好, 以后慢慢来话, 江小川思索了一下说道, 贺老, 我想问一下, 您这边有没有关于鉴定玉石方面的书籍, 贺老听到后一脸的阴沉, 没有, 江小川这才反应过来, 对方以为自己打对方传家宝的主意, 要知道, 这种老字号的掌柜的手艺, 一般都是秘而不宣, 而且传男不传女, 传敌不传术, 也就是说, 只有未来的一家之主, 才有资格继承, 江小川尴尬地笑了一下, 连忙解释道, 贺老, 您老别误会, 我说的是入门急的就行了, 不要什么高深的, 多少钱我买, 贺老听到后脸色这才好转, 他沉思了一下, 说道, 入门急的那就没问题, 你只是因为不在圈子里, 这东西不值钱就送给你好了, 说完他起身去了内屋, 很快便拿着一本书出来递给了江小川, 说道, 这是我孙子小时候用的玉石入门, 你拿去吧, 江小川连连道谢, 结果书籍, 这是一本没有封面的书籍, 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字, 附带的还有注解, 这对于老爷子来说, 只是启蒙的东西, 江小川如获之宝, 以后能少很多麻烦, 贺老没有说话, 摆了摆手, 事宜不用客气, 见贺老没有说话的兴致, 打了个招呼他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 值钱的几十倍了, 不知道空间能扩展到什么地步, 来到无人的角落, 江小川进入空间, 两天进空间都没有好好观察, 空间已经一片绿油油的, 各种瓜果蔬菜已经出芽, 只是长得都不是很大而已, 再有个两三天, 有些蔬菜就能吃了, 不用长太大, 像青菜, 完全可以在小菜苗的时候就能吃, 麦子估计明天就熟了, 这次的麦子自己用了空间的水, 生长的速度很快, 预计达到了二十倍左右, 而小蜜蜂没啥变化, 现在也没啥花给它们去采蜜, 蜂蜜都被它们吃了不少, 开始吧, 用意念将玉石倒在地上, 只见玉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着, 而边界一直向着外界飞速地扩散着, 但是扩展到一百亩的面积时, 便不再增加了, 不过, 空间里的植物却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 空间里的麦力迅速地膨胀着, 而此时其他的植物也在迅速地生长着, 开花, 一直到所有的植物都开花了, 这才停止生长, 本来显得黑褐色的土地渐渐地变得更加有黑, 泛着光芒, 全眼也变大了, 本来只有一个平方左右, 现在变成了十个平方左右的小池塘, 重要的是, 本来全眼的位置的石头缝隙里长出一棵小树苗, 树苗很小, 只有二十公分左右, 打量了半天, 也不知道是啥玩意, 也就不再关注, 麦子已经熟了, 可以收了, 意念一动, 直接麦力自动脱落, 麦杆子直接堆在一旁, 麦子大约有二百斤左右, 看着空着的那么多地, 想了一下, 还是只种了五亩地, 没有种多用了一百斤的麦种, 剩下的一百斤左右他准备留着自己吃了, 大白菜长得挺大的, 种的时候有点密, 现在长大了有点拥挤, 不过没关系, 摘点给小动物们, 之前的大白也快消耗得差不多了, 看着空旷的土地, 他感觉都种粮食感觉也没有意思, 要不在里面弄一个农庄, 盖一个紫檀木的房子, 弄一个果园, 在果园里养一些小动物, 再挖一个水池, 好多想法呢, 不错, 现在的规划有点乱, 不过反正有时间, 也不着急, 等以后慢慢弄, 有过前两次的变化, 他现在也就心里高兴一下, 没有太过激动, 看着角落里的那两头野猪, 他准备处理这两头猪了, 放着也不是办法, 而且, 手里没有肉了, 该把野猪解剖出来, 一阵忙活, 弄了快半天了, 这才将两头猪给处理完, 看着缸里的一坨坨野猪肉, 不知道这玩意好不好吃, 毕竟他以前也没有吃过, 摘了一点蔬菜, 红烧了一块野猪肉, 然后焖了锅米饭, 嗯, 味道还不错, 有嚼劲, 吃完饭, 收拾好以后, 吃了点水果, 又弄了一小块蜂蜜, 喝了点泉水, 吃撑了, 这才满足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出了空间, 看看天色已经快中午了, 骑着车向着车站赶去, 找了个机会, 将自行车放入空间里, 这才晃悠着走了出来, 这次来得比较匆忙, 下次得好好逛一逛, 这次没有等太久, 司机便开着车出发了, 又是一阵晃悠, 两三个小时后, 这才到地县城, 本来准备去看一情消爷孙俩, 让他们帮自己收育, 想了想还是算了, 这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虽然对方给江小川的感官还不错, 但是还是小心为妙, 没有去坐马车, 马车的速度还不如他的自行车呢, 就这样骑着自行车回去了, 一个小时以后, 江小川就回到了村, 此时已经离天黑不远了, 趁着没人注意, 将东西从空间里取了出来, 大米他没有全部拿出来, 只拿出来二十斤左右, 两百斤玉米粉他全部都拿了出来, 取出两块野猪肉, 大概有十斤左右, 又将在供销社买的东西也拿了出来, 将东西挂在车上, 见没什么遗漏, 便推着车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路过自己家的地基的时候, 他发现那里已经有很多砖头了, 而且地平已经平整好了, 想必是自己没在的时候, 已经开工了, 到家的时候, 家里没有人, 这个时候, 应该在江定中家吃饭呢, 想到这里, 他赶忙将东西放进屋里, 煤炉子还没买煤, 那玩意要票, 等以后再说了, 两匹不止拿出来一匹, 先用着, 暖水瓶, 糖果, 卫生纸, 闹钟之类的, 除了铁制品, 其他的基本都拿出来了, 毕竟以后铁制品都得贡献出来, 挑出一百斤的玉米面和五斤猪肉, 又带了一斤的糖便, 向着江定中家赶去, 来到江定中家的时候, 里面非常热闹, 江小川知道, 这些人应该是江叔找来给自己盖房子的, 院子的门没有关, 江小川推着自行车, 直接来到院子里, 把车子停好以后, 他对着屋子里喊了一声江叔, 我来了, 估计是里面太吵没听见, 他将一包红糖和那五斤猪肉, 从车上拿下来, 进了屋里, 站在门口, 江小川对着里面喊了一声, 江叔, 我回来了, 本来热闹的正厅立马安静了下来, 哥, 你终于回来了, 正在吃饭的江小川, 立马放下手中的筷子, 跑了过来, 江小川摸了摸他的头是啊, 刚刚回来, 江定中见他回来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吃饭了没, 赶紧过来吃一口, 老江啊, 这是不是小东家呀, 旁边正在吃饭的人问道, 江定中笑呵呵的说道, 是啊, 小川还小, 去城里找他爹的战友, 这不我就帮他张罗一下, 江小川看着眼前这群人, 一共九个人, 少了一个, 身上到处都是泥灰, 脸上长久日晒雨淋, 加上营养跟不上, 脸色都比较差, 非常感谢各位叔叔, 伯伯能过来帮忙, 嗨, 都是相礼相亲的, 有困难之一生, 能帮的大家都会大把手, 那就谢谢各位叔白了, 江叔, 这是五斤猪肉, 这几天做饭的时候放一点吧, 不是很多, 只能委屈大家了, 江小川谢过众人, 转头对着江定中说道, 哎哟, 小东家大气啊, 小川, 你这太破费了, 猪肉难弄, 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 平时几个月都不见婚, 委屈啥,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客气着, 江定中想说什么, 看了一眼兴奋的众人, 也没说话, 有些话单独说合适, 江小川也不说话, 就在旁边听着, 一群人在那里说是吃饭, 其实大部分都在吹着牛, 毕竟就是一碗浓一点的粥而已, 说着一些家常里短的事, 江小川听得津津有味, 可能是因为江小川在, 所以一群人很快吃了饭便散去了, 哎哟, 这谁家的自行车啊, 肯定是小东家的呗, 这江家小子有能量啊, 居然自行车都能弄到, 门口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江定中准备出去, 被江小川拉住了, 不让他出去, 不然又是一阵闲扯, 果然, 江小川不出去, 很快众人带着一脸羡慕地离开了, 见门外没有人了, 江定中这才说道, 小川, 你这肉不应该拿出来啊, 你这也太多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江叔, 没事的, 这不是办事吗, 对了, 江叔, 我看晚上吃的西粥, 是不是家里没粮食了,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也就不再劝了, 然后愁眉苦脸地说道, 是啊, 不多了, 你粮食弄回来没, 江小川笑着说道, 江叔, 不用担心, 我这次去带了二百斤玉米面, 不够的话, 过段时间再去弄点, 但是也弄不了太多了, 他也怕以后有人缠上他, 江定中听到, 这才放下心来, 说道, 够了, 十个人, 二百多斤足够了, 这砖房比土房子弄起来还要快, 不用打土培, 我估摸着, 可能要不了十天就能弄好, 江小川点了点头, 对了, 是不是少了一个人, 江定中这才说了一句, 是的, 家里媳妇还在坐月子, 忙好, 他就回去了, 我给了他两斤玉米面, 江小川感觉奇怪, 家里没人照看哪, 这样行吗, 家里是有婆婆在照顾, 但是他不放心, 家里孩子多, 说到这里, 江定中又说了一句, 其实今天要不是你今天带来了猪肉, 他们估计也要回家吃, 是不是想把粮食带回去, 江小川明白他的意思, 江定中轻轻地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道, 是啊, 家里孩子太多, 现在青黄不接, 是最难熬的时候, 江小川没有接话, 这种情况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沉默了一会, 他说道, 那这样吧, 每天做完, 我把粮食给他们吧, 这肉就给他们分了吧, 这样, 催花神也没那么累了, 说完笑着又说了一句, 这样我也能省点菜钱,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也是轻轻一笑, 行, 估计他们都会愿意, 菜倒是还好, 家里都有自留地, 就是舍不得吃而已, 想换点东西, 江小川行, 那这几天我也没什么事, 也去帮帮忙, 到时候我就在江叔家吃了, 放心, 粮食自带, 江叔一会把今天 垫进去的粮食给分出来, 行, 江定中也没客气, 毕竟今天吃的粮食 还是自己家垫的, 而且自己家粮食也不多, 总不能把自己家人饿死了, 江定中指着之前 江小川拿出来的糖说道, 对了, 把东西拿走, 现在糖难买, 给小河回去喝吧, 江小川笑了笑, 江叔, 你这忙里忙外的, 我这心里也过不去啊, 东西就留着吧, 不然我也不好意思 找您帮忙啊, 再说了, 我这家里还有, 又不是没有了, 说完不顾江定中的拉扯, 带着江小河便离开了, 回到家里, 江小川从屋里 拿出来一盒糕点 放在桌子上, 也就是桃酥, 江小河立马冲了过去, 期待地看着他, 哥, 我想吃桃酥, 江小川笑了笑, 打开之后递了一块给他, 先说好, 今天可以吃两块, 但是以后每次只能吃一块, 不然吃光了就没有了, 他可不想让对方 养成浪费的习惯, 而且现在的桃酥做得不小, 比男人的拳头还大, 江小河高兴地答应着, 好, 只吃一块, 总比以前没有吃得好, 晚上没有再做饭, 反正江小河已经吃过了, 明天再给他做肉吃, 自己一挥进空间里再吃, 随后拿出一本水浒传的小人书递给他, 让他乐得直接蹦了起来, 哥, 这是小人说, 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也有, 可惜他们不给别人碰, 但是没有让他看多久, 教了一下江小河怎么用牙刷, 便打发对方去睡觉了, 进入空间, 盘点一下自己空间里的东西, 江小川发现, 之前放进去的野鸡蛋, 有一些已经孵化出了小野鸡, 这让他挺高兴的, 估计剩下的药布了多久都能孵化, 到时候就有几十只小野鸡了, 而那些小兔子, 此时已经长成半大的兔子了, 也有几十只, 小野猪也长胖了, 前几天放进来的小鸡和小鸭子, 也长大了不少, 此时他发现, 这里养了这么多动物, 空气中居然没有臭味, 而地面上居然也没有粪便, 看向之前抓野猪留下的大坑, 那里面的猪血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应该被空间吸收了, 这样也好, 以后不会把空间弄得乌烟瘴气, 至于那群蜜蜂, 已经在开花的植物上飞来飞去, 想到之前酿酒的想法, 明天得去弄点葡萄的苗, 不过没有木桶, 再等等看, 反正现在也没有葡萄, 将中午吃的饭拿出来热了一下, 吃了饭便出了空间, 第二天, 被闹钟吵醒时, 天已经微微亮了, 因为闹钟知道时间了, 没必要再起来那么走, 毕竟不太安全, 给江小和把东西装好, 让他自己上学去, 在家里待了一会, 便向着自己的房子那里走去, 来到地方的时候, 人们已经干得热火朝天的了, 大家纷纷和江小川打了个招呼, 看见江定中居然也在干活, 立马跑了过去, 江叔, 你怎么也跑过来干活了? 江定中见江小川过来, 放下手中正在活泥的铁锹, 擦了擦头上的汗说道, 今天没事, 活都安排好了, 我就过来看看, 打把手, 江小川心里苦笑, 这下人情就欠大了呀, 这帮忙张罗和亲自干活可不一样,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村里的一把手, 江小川苦笑着说道, 江叔, 您就别忙了吧, 您帮忙长长眼就行了, 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啊? 江定中挥挥手毫不在意的说道, 行了, 没关系, 我又没啥事, 明天你想让我来, 我还来不了呢, 哦对了, 刚刚我和他们说了, 给他们粮食回去自己吃的事, 他们都很乐意, 江小川健壮, 只能无奈地接受, 以后再补偿一下他吧, 那行, 也省得翠花婶麻烦了, 随后, 又对着江定中问道, 江叔, 你知道谁家有好狗生宰吗? 我想去要两条放家里, 他打算养一条胸犬, 放在家里, 这样能少很多麻烦, 江定中想了一下道, 你去村西边带一家去看一下, 前段时间听他说, 他家的狗好像生了, 你去问一下, 那狗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狗, 但是能不能要道, 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江定中所说的大爷, 是他们江家辈分最高的老人之一, 村里兄弟挺多的, 但是自己却无子无后, 算是村里的孤寡老人, 但是可不能小瞧了这人, 当年打鬼子, 那叫一个凶吗? 参加过不少战役, 一身的木苍伤, 解放后, 感叹昔日的兄弟都不在了, 便独自回到这个村里养老, 一晃就是十几年, 江大爷原名叫什么不知道, 反正在村里没听过谁叫他的名字, 没听江定中都得喊人家大爷吗? 和江定中说下, 他便离开了, 路过江定中家的时候, 弄了一斤左右的野猪肉给翠花婶, 没敢弄多, 没见就这一斤肉还被推辞半天, 最后还是他说了一句, 翠花婶, 我中午还得在您家吃饭呢, 对方才作罢, 按照江定中说的位置, 江小川来到一家院子前面, 伸着头对着里面喊道, 江大爷在家吗? 江大爷在家吗? 汪汪汪, 呜呜呜, 没人回答他, 只有院子里传来狗的叫唤声, 这声音听着就挺吓人的, 江大爷, 江大爷, 哎呦我去, 吓我一跳, 正在伸着头继续呼喊的江小川, 感觉身后有人, 扭头一看, 一位半头白发老爷子扛着锄头, 笑呵呵地站在他的身后,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道, 哪家的小毛孩, 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 居然还说我吓到你了, 干嘛呢? 江小川假装埋怨道, 老爷子, 您这是干嘛呢? 走路也不出个声音, 什么都感应清楚的感觉, 很难受, 所以, 平时自己没什么事的时候, 也不开启意念, 你小子不做亏心事, 怕什么? 说吧, 找我干嘛? 老爷子说完也不听他说话, 就静止地去开了门, 原来门没锁, 害得自己以为人在家呢, 江小川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说道, 老爷子, 我听江叔说, 你这里有小狗下载了, 我就想过来抱一只, 农村这里不新买, 都是抱, 谁家狗下载了, 就过去要一只给就给, 不给就算了, 但是一个村子的人, 一般都会给的, 江小川一院子, 立马知道为啥不用锁门了, 好家伙, 院子里有两只大狼狗, 高就有一米, 长的话, 估计得有一米五了, 这哪里是狗, 跟个小牛犊子似的, 比自己以前看到过最大的大狼狗, 还要大一圈, 就这俩保镖放家里, 一般人还真不敢来, 就是他了, 这俩只狗的崽子要定了, 江大爷斜眼看了江小川一眼, 行啊, 我家这俩生了四只崽子, 有本事你就抱, 别说一只, 就是都给你也行, 江小川一听, 立马兴奋地说道, 真的, 咱们可说话算话, 您老带我去看看小狗呗, 江大爷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你啊, 不知天高地厚, 行, 我带你去, 随后对着旁边已经呲牙的大狼狗吼了一声, 大狼, 二狼, 别咬人, 江小川听到这称呼, 笑着想到另外一只叫小潘更合适吧, 老爷子带着江小川来到院子角落的一个窝前, 指着窝里的几只小狗说道, 就这几只二十多天了, 也能走了, 江小川看了一眼, 四只小狼狗正在窝里躺着, 黑色中带着金黄, 十分漂亮, 转头对着江大爷说道, 那江大爷, 我可就抱一只喽, 说完准备上前, 等一下, 你小子这么毛躁的吗? 没见他们爹娘都在, 不要命了, 江大爷对着他吼了一句, 闻言, 江小川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转头看去, 那两只大狼狗正刺着牙呢, 仿佛江小川要是敢碰他们的孩子, 立马便会冲上去, 江小川尴尬地站在那里, 动也不敢动, 老爷子, 您要是不想给, 您就说一下, 没必要吧? 他认为哪有狗主人管不住自家狗的? 江大爷没好气地说道, 你出去打听一下, 我家的狗什么时候这么小, 被人抱走过, 一直都是等他们大点了, 大狼他们才会让人抱走, 我也管不住啊, 他倒不会咬我, 但是谁抱谁倒霉, 江小川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真的假的, 江大爷一听有点生气, 滚蛋, 小兔崽子, 我有必要骗你吗? 随后又说道, 估计是担心太小了, 会被饿死吧, 江小川想了一下, 也有这个可能, 山里的动物, 很多都是带到可以独立的时候便放手不管, 但是真要长大了才抱走, 那怎么能养得熟, 江小川灵光一闪, 对着老爷子喊道, 江大爷, 我回去给他弄点肉试试, 说完就跑, 哎, 你回来, 没用的, 江大爷对着江小川喊道, 见江小川一溜烟地跑远了, 笑着摇了摇头,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嗤之以鼻,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这次他可是很有自信的, 江小川跑出去没多远, 便停了下来, 闪身进入空间, 从野猪肉上切了两小块放进碗里, 不多也就半斤左右, 放了一点空间里的泉水, 泡了一会便拎着肉出去了, 再次来到江大爷的院子, 江大爷看着拎着肉过来的江小川, 笑道, 哎哟, 行啊, 居然舍得给他们吃肉啊, 不过江大爷没有羡慕, 自己本来就可以算是半个猎户, 而且有两只大狼狗, 他怎么可能会缺肉? 江小川没有理会他的话, 只是笑了笑, 然后小心翼翼的将肉往大狼狗面前递过去, 心里想到, 大狼吃药了, 阿佩, 不对, 大狼吃肉了, 江大爷见状笑着说道, 都说了没用, 他们只吃我给, 等, 东, 江大爷被两只狗的动作给惊呆了, 说话都有点磕巴, 要知道这两条狗自己养了好多年了, 从来不吃别人给的东西, 见到眼前的一幕, 他怎么能不惊讶? 江小川得意的一笑, 也没有说话, 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 就对着大狼狗说道, 大狼, 我去拿小崽子了, 放心我会把他们养大的, 说完小心翼翼的试探着, 见两只大狗没反应, 这才小心翼翼的抱起一只小狗, 缓缓的后腿着, 等走到江大爷身边, 得意的对着他说道, 江大爷, 咱们都是男人, 一口唾沫一口定, 说话可得算话, 这小狗我就抱走了哈, 江大爷听到他的话笑骂了一句的, 小兔崽子, 毛都没长齐,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 你知道什么叫男人吗? 随后美好气的又说了一句, 行了, 既然他们同意你就抱走吧, 好好待他们, 都是好众, 以后养不起就放了他走, 要是让我知道你敢吃肉, 看我饶不了你,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还面露凶光, 江小川嬉皮笑脸的说道, 干嘛要吃他们, 放心好了, 我吃了他们, 您吃了我呗, 江大爷挥挥手, 行了, 抱着走吧, 唉, 那就谢谢江大爷了, 说完便准备离开, 汪汪汪, 正准备离开的江小川, 心中一紧, 不会不让他带走了吧, 不要就不要, 自己有空间, 就是条赖皮狗, 自己也有信心, 能养成牛犊子一样大, 哈哈, 这下好了吧, 让你小子得意, 我说过, 正在大笑的江大爷, 被噎住了, 两只大狼狗, 没有拦着江小川, 而是陆续将剩下的三只狗崽子, 先到江小川脚下, 江小川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一脸复杂的江大爷, 迟疑地问道, 江大爷, 是让我全部带走吗? 江大爷没好气地说道, 自己看不出来吗? 这两东西, 今天居然转性了, 你小子给他们吃了啥东西? 随后狐疑了一下, 江小川心里一紧, 脸上嬉逼笑脸地说道, 我能给他们吃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就一块猪肉吗? 也许是这两条狗, 见我有霸王之气, 想给他们孩子, 找个英明的主人呢? 江大爷听到他的话, 翻了翻白眼, 笑骂道, 王八之气还差不多, 快滚, 江小川立马抱起剩下的三只小狗, 对着老爷子到了生线, 便离开了, 身后传来老爷子的狐疑声, 那小子给你们吃了啥迷魂药? 还是你俩今天转性了? 居然主动把自己的崽子送人, 正抱着小狗的江小川, 听到他的话一阵汗颜, 急忙加速了脚步, 回到家, 将小狗放在地上, 四周转了一圈, 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做窝的东西, 空间里的麦杆子随便弄了一个窝, 等以后再好好给他们弄个漂亮的小房子, 弄好了以后, 江小川躺在床上, 将双手插在脑袋后面, 仰望着屋顶, 想着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总不能这样晃悠几十年吧, 城里他是不想去, 六六年的时候他已经十八岁了, 运气好的话, 到了六六年被赶回来这里, 运气不好话, 到时候不知道会到哪个鸡脚嘎拉里做知青, 未来三年大旱, 粮食其缺, 到时候自己吃着肉, 看着别人吃糠咽菜, 甚至饿死, 说实话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得想个办法, 让食物来源没有问题, 咦, 可以打养殖场的主意啊, 今年秋收过后便不准养殖家畜, 需要统一在村里办的养殖场里, 自己可以负责这个事啊, 到时候按照这个借口, 在山上种红薯, 红薯产量其高, 后市一亩地可以产六千斤, 现在怎么也有个两千斤吧, 规划内的田种植什么粮食村里, 说了不算, 得上面派指标, 但是山里总没人管吧, 往山那个方向那么多地, 不过因为土地平级, 碎石又多, 没办法种粮食, 但是自己有空间, 有什么好怕的, 对, 就这么办, 养猪不是他的目的, 自己空间里啥动物都能养, 到时候啥都不缺, 那些红薯才是他主要的目的, 这样自己就能正大光明的种红薯了, 等到没粮食的时候, 拿出来就没有那么突兀了, 猛地坐起来, 一拍大腿, 行, 就这么干, 不过也得到了不准养家畜的时候, 才能这么干, 中午吃饭的时候, 去找姜叔探探口风, 摆弄了一会小狗, 给他们吃点东西,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便向着姜定中家里走去, 来到姜定中家, 姜定中已经在家了, 拿着水再洗着脸, 姜定中见姜小川过来, 一边一脸一边说道, 来了, 等会, 我一会就好, 两个娃娃正在一边玩着, 见姜小川过来, 都甜甜地叫了一声, 小川哥好, 小川哥可是能经常给自己家里弄肉吃呢, 姜小川想着, 看来下次得去买点糖果, 那玩意哄孩子还是不错的, 姜定中洗好以后, 来到糖屋给姜小川泡了一杯糖水, 杯子是一个大瓷当, 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姜定中坐在旁边的位置上, 对着他说道, 别急, 一会饭就好了, 姜小川笑着说道, 不急, 我找您是有事问一下, 姜定中吹了吹自己面前的大瓷缸, 轻轻地喝了一口, 抬头问道, 啥事啊, 姜小川思考了一会, 总结了一下语言, 缓缓地说道, 我这次去省城的时候, 听说一件事, 现在要弄大食堂, 这是不是真的? 姜定中以为, 姜小川真的是去见他父亲的战友了, 心里想着, 估计也是听他们说的, 于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姜叔从啥时候开始? 姜定中想了一下,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 自己说了也没关系, 于是缓缓说道, 求收之前, 姜小川看着姜定中的脸色, 迟疑了一下问道, 姜叔, 你有什么看法? 姜定中看着他的表情, 沉思了一下, 缓缓地摇了摇头吐出了一句, 这是好事啊, 但是村里人, 苦太久了, 太能吃了, 姜小川见状已经明白, 没有再提这个话题, 对了, 姜叔, 我想问一下, 村里有没有准备弄养职场的想法, 姜定中听到他的话, 下意识地轻轻地点了点头, 随后猛地一抬头, 你又知道啥? 听到他的话, 姜小川傻笑了下, 姜叔, 没什么, 我只是问一下, 我感觉村里靠近山里, 有那么多的地, 干嘛不用种红薯, 就算产量再少, 也可以用来养猪, 姜定中听到他的话摇了摇头, 不行, 如果开荒, 就得按照开荒来浇公粮, 那里的收成太少了, 不划算, 山里倒是可以, 姜小川听到后皱了眉头, 平级的山地也算, 姜定中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这就难办了, 山里能重点, 产量肯定不高, 但是不好开荒了, 总不能随便重吧, 姜小川愁了, 这该怎么办, 既然暂时没办法, 只能以后再看看了, 办法总比问题多, 总能找到, 姜定中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你小子不会打养殖场的主意吧, 姜小川黑黑一笑, 姜叔, 你看, 我这点抚恤金估计看着挺多的, 但是总有用完的时候, 我这间不能抗, 手不能提的, 你让我下地干活, 我也干不了啊, 养猪不正合适我吗, 姜定中听到他的话, 摇了摇头, 姜小川见状赶忙问道, 为啥啊, 姜叔, 你自己看看你多大, 你好意思说, 真把自己当大人了, 而且, 村里比你过得苦的人多了去了, 我总不能单独照顾你吧, 姜小川文言心里一惊, 是啊, 自己毕竟是个十一岁的小孩, 自己最近的说话做事, 已经出格了, 就算早会, 也不至于这样, 看来, 以后得注意了, 可别到时候, 自己被神秘部门拉到手术台上解剖了, 总不能自己浪迹天涯吧, 以后出去自己出去得换个身份了, 诸如正, 他心里吐槽了一句, 呸, 哪有这么自己黑自己的, 不过, 好像, 貌似, 这也不错, 思索间, 王翠花对着外面喊了一句, 好了, 开饭了, 听到动静的两个小家伙, 也不完了, 飞快地跑了过来, 今天可是有肉吃的, 饭菜端了上来, 青椒炒鸡蛋, 茄子炒肉, 还有一个空心菜, 这个菜已经很丰盛了, 说到空心菜和韭菜, 这两个可是家家户户必重的两种蔬菜之一, 因为这两种蔬菜, 种下了以后两个月不到, 就可以吃了, 而且可以反复采摘, 不过这个季节, 空心菜已经接近尾声了, 大部分也有点老了, 江小川看着茄子里的肉, 暗探王翠花真能节约, 就一斤肉, 还要分三顿吃, 江定中看着桌子上的肉, 不好意思地说道, 小川啊, 你这以后不能再这么吃了, 你去省城弄一点肉, 吃完就没了, 你可以把肉腌起来, 想什么时候吃都行,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连忙点头, 知道了, 江叔, 下次我就腌起来, 吃着有点卡嗓子的玉米面, 就着不带油水的蔬菜, 就这样吃了下去, 还是有点不习惯, 问题是, 这个玉米粉研磨得有点粗, 其实磨得非常细的玉米粉, 那也能算是精凉了, 吃完饭, 江小川便赶忙离开了, 他准备进山去看看情况, 之前自己看到的水潭倒是挺好的, 这么热的天居然还有水, 只可惜不多, 而且附近可以种植的地方也少, 骑着车来到山脚下, 向着自己的村子望过去, 摇了摇头, 感觉还是太远了, 不过这样也好, 如果真的在这里种植了什么东西, 放两条大狼狗在这里, 一般人还没办法来偷粮食, 将自行车收进空间, 转身进入树林, 一路观察, 来到之前的小溪这里, 居然有狼, 刚刚来到的江小川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的那只灰色的土狼, 不是很大, 估计将大一家的大狼一个干他两个都没问题, 呜呜, 这头狼应该是听到了动静, 扭头对着江小川资着牙, 江小川见状笑了一下, 哎呦, 本来还没想收你, 狼肉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既然你自己要找死, 那可怪不得我了呀, 弄张狼皮, 冬天估计会暖和, 之前的大坑自己还没处理呢, 正好又用上了, 这头土狼被收进了空间, 直接出现了大坑的上方, 扑吃, 一阵肉体被刺穿的声音响起, 这头土狼挣扎了几下, 便没气了, 不过江小川没有进去弄它, 听说狼群能闻到同伴的味道, 会跟着前来, 自己倒是无所谓, 万一跟到村子里就麻烦了, 四周打量了一下, 估计是因为有狼在, 所以这里没啥东西动物在, 边走边观察, 一路向着三座山的交界处走去, 这里已经算是山的深处了, 不时的有野鸡, 兔子, 土狼, 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里穿行, 除了黄鼠狼, 其他的都被它收进了空间, 灰狼都被自己弄死了四五只, 难怪这里很少有人来, 得想办法赶快吃掉一点, 不然越来越多, 自己又没时间去卖掉, 感觉自己空间都快成动物园了, 一路前行, 没多久, 它便来到一小块盆地, 这里真不错, 只见三座山交汇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盆地, 估计有个几十亩地, 里面有着各种树木, 可能是因为阳光被遮挡, 这里的树普遍都不大, 偶尔只有几棵树是大树, 江小川站在高点的位置上, 打量着这块盆地, 这地方真不错, 很少有人过来, 就算是几个村子集结的冬季捕猎, 应该也不会到这里来, 以后将红薯种在这里, 平时不告诉他们, 万一有人追究, 也能说是在这里种的, 打定主意, 江小川准备巡视一下这里, 突然他瞳孔一缩, 因为前方出现了八九匹灰狼, 而且后方的被树林和草丛遮掩的地方, 时而闪现出一道道灰影, 狼群, 江小川第一反应, 就知道这是来了狼群了, 看来这里还是挺危险的呀, 他倒是没有害怕, 反正有空间在守, 只是想到以后在这里种东西, 就麻烦了, 而且还得解释自己怎么安全到达这里的, 要不全弄死, 想了还是算了, 太多了, 都弄到空间里也麻烦, 大坑只有一个, 杀也要杀半天, 没再理会, 闪身进入空间, 等狼走了再出去吧, 看着之前种下的红薯, 已经长出很长的藤蔓, 可以剪一些, 出来千叉了, 于是便开始将红薯藤, 一节一节地剪开, 估计是因为空间的原因, 红薯藤长得很茂盛, 忙活的半天, 才在了十亩地, 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便放下手中的红薯秧, 想到红薯赶放点油, 吃起来很好吃, 于是摘了一些, 准备一会做菜用, 之前抓到的那些成年野鸡, 挑工地宰了两只, 母鸡倒是没有动, 因为他发现这些大母鸡, 又开始生蛋了, 处理了一只, 用砂锅做了一锅汤, 另外一只自然用来红烧, 看着野鸡群里, 那些刚刚下的鸡蛋, 便去弄了点之前种的韭菜, 野鸡蛋炒韭菜, 肉特地多做点, 省得晚上再做了, 而且杨岳没知道自己回来, 昨晚就没有过来, 今晚应该会来, 清炒红薯叶, 鸡汤, 红烧鸡, 韭菜炒野鸡蛋, 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大米饭, 这没有污染的菜, 吃起来还真香, 收拾好以后, 他便出了空间, 江小川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一幕, 此时狼群还没有离去, 真有耐心, 这至少有一个小时了吧, 看来只能一劳永逸了, 看着远处一头巨大的灰狼, 确切地说不应该叫灰狼了, 一身银白色的皮毛, 在阳光下有点耀眼, 这肯定是头狼, 也就是狼王, 江小川向着对方跑去, 一路上有其他的狼向着他跑去, 但是都被他用意念轻轻地推了开来, 一马平穿地来到头狼附近, 这头狼也没有害怕, 向着江小川扑了过去, 江小川心中一喜, 来得好, 就怕你跑了, 搜, 狼王还没靠近他, 便被收进了空间, 而江小川也跟了进来, 狼王感觉突然眼睛一花, 自己面前的那个猎物不见了, 而自己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正茫然着, 见江小川突然出现, 心中一喜, 立马向着对方扑了上去, 刚刚进来的江小川, 见对方的动作, 轻蔑一笑, 进来了, 还有你嚣张的份, 自己在空间里的意念, 岂能是在外界能比的, 虽然做不到无所不能, 但是对付一只狼, 还是可以的, 杀了, 没用的, 没了一只狼王, 还会有另外一只狼王的出现, 收服, 扯淡呐, 你以为白眼狼这个词怎么来的, 养不熟的,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怕, 让对方害怕, 害怕到恐惧, 这样自己以后来了, 都不用动手, 对方都得夹着尾巴做狼, 对于动物来说, 怎样才能让他恐惧, 打呗, 没有问题是打一顿解决不了的, 不行就两顿, 左右看看一下, 一招手, 空间里的一根婴儿小手, 碧粗的木头, 飞到他的手里, 意念松开了被压制的狼王, 狼王健壮一喜, 又是猛地向着他扑来, 停, 就在狼王扑到他的面前时, 他意念一动, 狼王便一动不动, 江小川一棍子敲在了对方的腰上, 嗚嗚, 铜头铁骨豆腐腰, 说的就是狼的腰是最脆弱的, 狼王被打得滋着牙, 对着江小川嘶吼着, 江小川退后了一步, 又重新放了他, 狼王见自己身上没有了压力, 想起了刚刚的疼痛, 又朝着江小川冲了过去, 结果可想而知, 反复几次后, 江小川将对方放开的时候, 狼王居然跑了, 你狼王的尊严呢? 于是又出现江小川追上去一顿打, 打完了又将他放掉, 周而复始, 直到江小川放了对方, 狼王也不再跑了, 没办法, 跑也跑不掉, 认命了, 而且江小川虽然已经控制着不将他打死, 但是这么多棍子下来, 他也受了不轻的伤, 江小川见状, 轻轻一笑, 取了一碗泉水, 这泉水可以解除身体的疲惫, 又能让自己长力气, 缓解一下他的伤应该没有问题, 放在对方嘴边, 然后放开的压制, 狼王闻了一下碗里的水, 他很想喝进去, 但是没有喝, 而是对着他滋了一下牙, 不过并没有再向他扑去, 江小川用棍子示意了一下, 对方喝水, 示意了几次, 见对方没有反应, 他又举起了棍子, 做事要打, 狼王见状, 立马用舌头舔了一下碗, 然后迅速地将一碗水喝完, 休息了一会, 狼王恢复了体力, 身上的伤好像也好了很多, 此时只是远远地盯着江小川, 江小川见状也没管他, 将对方放出了空间, 自己也跟着出来了, 狼王刚刚出现在外面, 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转头看着江小川又扑了上去, 吆喝, 这都不怕, 随后江小川将对方收入空间, 又是一顿毒打, 当狼王再次被放出来的时候, 他嘶吼一声, 夹着尾巴向着来的方向跑去, 狼王走了, 剩下的狼群也都跟着散去了, 江小川见状, 轻笑了一下, 我还真以为你真不怕呢, 至于狼王受伤回去, 会不会被别的狼干掉, 这个他倒是不担心, 之前他又给了对方一碗泉水, 对方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再说了, 死了就死了, 换一只接着打, 不再管狼的是,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四周, 他考量了一下, 要不要在这里做种植地, 还得到时候看情况, 反正也不急, 明年三四月份才开始种了, 不过他也没有离开, 而是在这里砍了一批小树, 准备弄进空间里, 把围栏重新弄一下, 砍了一些木棍, 见天色不早, 便没有继续弄, 剩下的等过几天慢慢来弄, 回到家, 他将饭菜拿了出来热了一下, 蔬菜在空间里没弄多少, 都吃完了, 又重新炒了一份, 等了没多久, 江小和的声音便从外面传了进来, 哥, 我回来了, 有没有做饭啊? 我都饿死了, 江小和蹦蹦跳跳地推开了房门, 躺在床上, 对着大呼小叫的江小和, 没好气地说道, 行了, 别叫唤了, 在桌上呢, 自己吃去, 别吃完了, 记得给你娘留一点, 好嘞, 江小和吃完饭, 去写一回作业, 没过多久, 杨月梅就来了, 看着桌子上的鸡, 他已经习惯了, 自己这个儿子, 总是能想办法, 弄些这些东西, 吃着饭, 随便聊了几句, 帮他们洗了衣服, 便准备离开, 娘, 你等一下, 江小川叫住要离开的杨月梅, 便转身进去内屋, 杨月梅听到后, 便停下脚步, 当他看到江小川手里的一匹布, 有点目瞪口呆, 惊讶地问道,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布票,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娘, 这是我在省城买的瑕疵布, 不要票的, 你看, 这还有好多染坏掉的地方呢, 说完翻了翻布, 指着染得不好的地方说道, 杨月梅感叹了一下, 随后也就不再问了, 你想做什么衣服, 这么多, 能做不少吧, 一件上衣大概要一米五左右的布, 一套衣服三米长足够了, 一匹布有三十米长, 够做十套衣服了, 这个时期的布在城里还好, 因为城里会不定期有布票发, 而且, 偶尔也会有不需要票的瑕疵布, 而布在农村比较金贵, 还是因为农村没什么布票的来源, 偶尔会有一些瑕疵布, 也都被供销社内部消化了, 这些布就算他们用不到, 也可以给亲朋好友, 所以, 供销社在那个时期算是铁饭碗中的金饭碗, 江小川想了一下说道, 你给我和弟弟每人做两套衣服秋装啊, 小和的稍微做大一点, 我的就不用了, 以后我穿小了, 可以给他穿, 对了, 你自己也做两套, 给姐姐也做两套, 姐姐的也稍微做大一点, 剩下的先放着呀, 他没有提老七江未明, 这个不该他操心, 要是以后关系还可以, 那另外一说, 至于自己姐姐江小梅, 他准备房子盖好了, 就去看看那个绝强的姐姐, 也不知道在那里过得怎么样, 想到这么小就结婚, 有点糟心, 不过这个年代十五六岁结婚的人太多了, 而且他到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出嫁, 他也无力改变, 杨月梅有点迟疑, 要不我的就不要了, 他也不想自己穿着新衣服回去, 被别人埋态, 江小川挥了挥手, 不在意的说道, 不用, 江大海要是有意见, 你让他来找我, 我倒是想问问他, 我给自己娘做衣服, 他有什么资格有意见, 自己作为一家之主, 没本事, 还不许儿子孝敬, 我看他还要不要脸, 杨月梅见状也就不再说什么, 他也没有提他的小儿子, 他明白江小川的心思, 那个家里, 江小川愿意待见的, 只有自己, 其他人, 别想, 答应以后晚上自己会来早点, 把衣服给赶出来, 现在农村穷, 哪件衣服不适, 逢三年补三年, 逢风补补又三年, 所以农村妇女都会做点针线活, 做的衣服很好看, 估计不行, 但是做的能穿, 那绝对没问题, 走之前, 江小川还是用空间水泡了一杯蜂蜜, 给他喝了, 他可不希望杨月梅泪垮下来, 这次杨月梅已经不再推辞了, 自己儿子有本事了, 自己也想想服, 杨月梅走后, 江小河听到要给姐姐做衣服, 高兴地问道, 哥, 咱们啥时候去见姐姐啊, 我想他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别急, 等过几天房子弄好了, 咱们就过去, 要不了几天的, 现在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家, 等自己的房子弄好了, 才算一个家, 不然姐姐在婆家会被人瞧不起, 就算你吃得再好, 再有钱, 你也是个流浪, 江小河见状, 开心地去看书了, 江小川见江小河看书时候用的马灯, 感叹, 这煤店真的不方便, 看着眼前的房子, 想到还没订家具, 明天得找江定中问一下, 有没有做家具的事, 别到时候房子弄好了, 连床都没有, 第二天, 江小河上学后, 江小川便去找了江定中, 想到昨天他说今天会忙, 他便直接来到村部, 见到江定中, 江小川说明了来意, 江定中想了一下说道, 我们这里没有灰木匠手艺的人, 隔壁黄台村倒是有一个公社里也有, 公社里的手艺好, 祖传的老手艺了, 就是价格高了点, 江小川点了点头, 感觉还是找个手艺好的吧, 以前手艺好的做出来的家具, 雕刻出来还是很好看的, 谢谢江说, 我还是去公社看看吧, 行, 那你去吧, 姓孙, 你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和江定中告别后, 他便朝着公社赶去, 来到公社, 他打听了一下, 便找到孙家, 在一个土房子面前停了下来, 站在门口, 只听里面传来一阵阵矩木头, 以及各种凿灼的声音, 小猪, 跟你说了多少遍, 开剧的时候, 这些人不要松, 你怎么就不听, 跟你名字一样, 蠢得跟猪一样, 三儿, 没吃饭吗? 凿的时候, 能不能用点力气? 哎, 你跟我做对事吧, 我让你用点力气, 你给我凿穿了, 你有什么用? 江小川听到里面的声音, 摇了摇头, 应该是师父在骂徒弟, 这年代的徒弟, 那是地位真的太低了, 在木一届流行这么一句话, 三年学徒, 五年伴族, 七年出师, 而且, 不是你想做学徒, 就想做的, 学做木匠活的老规矩, 是金人说和, 写出门声帖, 立下三年出师的规矩, 然后徒弟在介绍人的陪同下, 向老师作医, 磕头行拜师礼, 徒弟入门后, 先干粗杂活, 干上一年左右, 师父才叫跟着学推豹子, 早眼等下手活, 以后逐步捉奔, 抡辅, 打线, 开料, 学徒期间, 师父对徒弟管教很严, 徒弟如豹子推不平, 拉锯跑了线, 砍腐过了头, 脾气坏的老师, 常常披连给徒弟一巴掌, 有的门声贴上就写着, 老师失手打伤了徒弟, 出师不许计较, 不过这些江小川也管不到, 人家父母都愿意, 他有啥好说的, 再说了, 任何时代想学一门手艺, 哪有不吃苦的, 整理了一下思绪, 他轻轻地推开了院子的门, 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左手拿着汗烟杆, 右手端着一个紫砂壶, 一边巴基抽一口汗烟, 一边又做一口茶, 院子里还有三个小年轻, 大概也就一二十岁, 光着膀子正在卖力地干活呢, 被推门声吸引, 孙师傅转头看向了江小川, 疑惑问道, 小同志, 你干嘛来了? 江小川笑着问道, 是孙师傅吗? 是啊, 我就是, 哦, 我是江台村的, 听人介绍说您手艺好, 想找您帮忙打一点家具,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孙师傅起初还不在意, 一听是找他打家具的, 立马两眼放光, 哎, 有时间, 你想要什么家具, 要多少? 现在人们都开始吃不饱了, 哪有多少人来做家具啊? 家里能将就的, 就将就一下, 现在只有零星一点的活, 没见他自己都不亲自上手了吗? 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江小川一听有时间, 立马放心, 那孙师傅这个价格怎么算? 我想要三张床, 三个柜子, 一套桌椅板凳, 一张大的上头柜, 想了一下, 又说道, 书桌最好也给我弄三个, 一共多少钱? 孙师傅一听, 笑得嘴都合不拢, 这是大生意啊, 笑着说道, 我们这不收钱, 给粮食就行, 你家大人呢? 啥时候过来? 江小川一开始听到他的话, 想着粮食交易有点麻烦, 现在自己也没什么粮食了, 还得过几天, 抬头一看孙师傅的事意, 他便明白对方的意思, 孙师傅, 我爹不在了, 我娘也不怎么会弄, 所以就我自己来了, 要不我们去堂屋坐坐, 孙师傅听到他的话, 迟疑了一下, 感觉怎么这么不靠谱呢? 这么小的娃娃, 江小川见对方的表情, 哪里还不懂对方的意思, 也不说话, 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 随后又放入兜里, 动作很隐蔽, 没有让几个徒弟看见, 但是孙师傅看见了, 孙师傅见状一喜, 连忙说道, 行, 那就进屋里谈, 说吧, 便带着他来到堂屋, 这里离院子有段距离, 两人的谈话也不会被人听到, 落座以后, 孙师傅还是给江小川倒了杯糖水, 江小川看着杯子, 没有动, 笑着说道, 孙师傅现在可以说说什么价格了吧? 孙师傅看了一下院子外面, 随后转身问道, 小同志, 床和柜子, 大件二十斤粮食一件, 板凳之类的小件五斤粮食一件, 这是手工费, 材料, 您得自己准备, 如果材料我们准备的话, 这价格不能这么算的, 十天左右交货, 江小川听到他爆出来的价格, 感觉真的好便宜, 不过随后算了一下, 也不算便宜, 三张床, 三个衣柜, 三个书桌, 一个大桌, 一个上头柜, 这十一个大件, 就得二百二十斤粮食, 按照不需要粮票的粗粮价来算的话, 六分左右一斤, 那也得十三块二, 而且只需要十天, 一个月有活作的话, 怎么也有个四十多块钱? 城里的正式工财二十八块五, 比城里的正式工还要高了, 四个人做徒弟不算工钱? 想多了, 这年代做三年学徒, 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逢年过节还得孝敬师父, 江小川想了一下, 自己去弄木材太麻烦, 需要去审批, 又要自己请人去砍, 自己运输, 太烦了, 于是说道, 那要是木材, 你们提供呢? 孙师父笑着说道, 如果我们提供的话, 价格翻一倍就行了, 提供的木材, 自己又能多赚一笔, 自己把村里应干好的木材拿来先用, 再用村里人的名义去申请, 还不要钱, 只需要花点粮食就好了, 江小川算了一下, 这大概要八十多块钱, 有点贵, 但是还可以接受, 用的是什么木材? 你可别给我弄太差的材料, 孙师父见对方没有反对, 感觉这笔生意应该问题不大了, 笑着说道, 松木, 我们这里一般都用松木, 你可以随便问, 不算好料子, 但是也能用几十年, 价格大家也知道, 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 乡里乡亲的都知道, 没必要, 江小川想想也是, 又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猫腻肯定会有一些的, 只是会少一些而已, 还能接受, 便说道, 那行, 我一会把清单告诉你, 你就开始准备起来吧, 十天后我来拿货, 孙师父听到后心里一喜, 拍着胸口保证, 放心好了, 完了, 不收你手工费, 这也是个狡猾的人, 真要失约了, 也就浪费点时间而已,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活, 见江小川没有说用什么交易, 随后他想到什么, 交代了一句, 如果到时候你是给钱的话, 可不能和别人说, 你就说是给的粮食, 江小川见状笑着说道, 放心, 没问题, 他也明白, 现在帮人做工收点粮食可以, 但是要是你直接收钱, 被举报了, 那问题可就大了, 虽然乡里乡亲的, 一般不会, 但总有一些难缠的人, 江小川给他列了一个清单, 又给了他五块钱做定金, 约定十天以后自己过来拿货, 准备离开时, 他想到, 对方竟然是做家具的, 肯定对木材很熟悉, 便问答, 孙师傅, 你知不知道, 我们公社附近, 哪里有紫檀或者黄花梨木的树苗, 江小川想在自己的空间里, 盖一个木屋, 要用就用好点的, 紫檀和黄花梨都是很好的料子, 而且, 自己空间有加速, 再没事浇浇空间水, 也就一两年就能成财了, 先弄点栽起来, 反正又不着急, 孙师傅奇怪地看着他, 你要那玩意干嘛, 紫檀木好, 但是紫檀树长的骂, 每个百八十年成不了才, 江小川敷衍地说道, 种着试试, 以后给后人留着也行啊, 孙师傅见状点了点头, 确实, 但是时间太久了, 很久前, 我们这里也有人种过一片林子, 可惜被毁得差不多了, 江小川文言心中一喜, 居然还真人一哉, 要知道, 这里不适合紫檀和黄花梨的生长, 因为温度和阳光达不到要求, 生长速度比在南边慢多了, 自己也没抱太大希望, 只想着有个一两颗, 自己就可以嵌插了, 江小川奇怪地问道, 种这个也不怕赔了, 这玩意不便宜啊, 而且时间要那么久呢, 孙师傅失笑道, 那些传承世家又不在乎这点时间, 你是不是感觉紫檀木贵, 紫檀苗也贵, 难道不是吗? 孙师傅摇了摇头解释道, 紫檀木贵的原因确实因为紫檀木好,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 一个是生长缓慢, 还有一个就是石檀九空, 所以紫檀木的价格居高不下, 但是紫檀树苗又不贵, 用枝叶千叉就可以了, 江小川这才明白, 其实就是物以稀为贵, 孙师傅, 那片林子买哪里? 还在吗? 孙师傅一脸痛惜地说道, 早就不在了, 之前分田地的时候就被砍光了, 这群人真是抱歉天我, 都还没成才呢, 现在估计就剩下一些小苗了, 江小川听到前面的话就失望了, 当听到后面的话立马两眼放光, 孙师傅, 那个地方在哪里? 孙师傅也不在意, 那万一等他找大了, 种树的人估计也不在了, 随口说道, 你往东走, 过两个村子就到了, 马家村, 你自己注意点, 马家村是外来人最少的一个村子, 所以比较排外, 江小川点了点头, 到了生县, 便离开了, 骑着车便向着孙师傅说的马家村赶去, 骑了二十几分钟就到了, 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行车收了起来, 向着村子里走去, 来到村子里, 一打听, 立马知道了地方, 路人看着江小川离开的背影, 摇了摇头, 又一个, 便宜哪里有那么好战的,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没有明白对方的意思, 估计对方以为自己是来找成才的, 奇怪, 来到地方后, 江小川用意念感应到附近有四五个人, 这几个人面相都比较老实的农民长相, 但是那只在打转的眼珠子, 却出卖了他们, 前后一串联, 江小川明白了, 这是在钓鱼啊, 这年代, 山里的树木都是公价的, 你要是私自砍伐, 那就是在挖墙角, 在农村, 平时私底下少弄一点, 只要别被捅到明面上, 大家也不会太较真, 但是这马家村的人就有点缺德了, 这要是被抓住了, 别说是大树了, 就是一棵小树苗, 你都要被抓起来劈豆, 你要不想被劈, 要么赔钱, 要么被抓起来劈, 现在就这么先进了吗? 这还是那个淳朴的农民吗? 摇了摇头, 没管他们, 先看看有没有, 不行的话, 晚上再开弄, 也不远, 骑车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 静止在这片林子里转悠着, 发现居然还有一些紫檀和黄花梨的幼苗, 这个应该是近几年扦插的, 很有可能就是用来钓鱼的东西, 江小川在林子里晃悠着, 稍微大点的树是一棵也没了, 应该是被这群人给砍回家了, 躲在暗处的那群人见江小川没动静, 暗暗焦急, 这个孩子抓了更好, 家里大人会更着急, 期待江小川往前走去, 突然, 江小川停了下来, 因为他用意念发现, 前方有好几棵的树苗, 已经被挖了出来, 旁边放着一个铁锹, 江小川心中一冷, 这不只是钓鱼啊, 这是明显的栽赃啊, 搜, 意念一动, 那几把铁锹和几棵树苗都被他收进了空间, 转身离开, 躲在暗处的人家见江小川准备离开那片区域, 只能立马献身喝道, 那小子, 你在干嘛, 敢偷东西, 江小川见状也不再继续离开, 几人陆续走近, 带头的是一身穿灰色劳动部的青年, 身后跟着四个同样不大的青年, 走起路来劈里劈气的, 江小川见状皱着眉头, 这一看就是村里的二流子, 带头的青年看着江小川也是皱着眉头, 这小屁孩一点也不怕啊, 哼, 到我赖子手里, 管你大人小孩, 小家伙, 你过来干嘛, 江小川文言轻笑了一下, 哦, 没干嘛呢, 过来转悠转悠, 咋了, 这里不能来吗, 看着江小川一脸的淡定, 赖子心里一阵不舒服, 哼, 转悠, 我看你是偷东西吧, 江小川摊摊手, 说道, 这林子有啥好偷的, 偷树还需要跑你们村子来偷, 再说了, 你看看我这手里, 啥东西都没有, 怎么偷, 赖子当然知道对方没偷东西, 但是他才不管,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 怎么能让他跑了, 冷笑着说道, 还说你没偷, 刚刚我们明明看到, 你在那里拿铁锹挖东西, 肯定是偷挖树苗, 说着指了指前方那被挖过的地方, 就是, 我都看到了, 是啊, 我们都看到了, 身后的几人也在附和着, 江小川笑笑, 在哪里, 带我去看看, 哼, 看就看, 说完推了一下江小川, 便向着前方走去, 几人来到地方, 有点目瞪口呆, 这里只有几个大坑, 铁锹和树苗都不见了, 这, 这东西呢, 小东你不是, 赖子一脸的猛逼, 然后看向身后的一个青年, 他怀疑小东这小子, 忘记把东西放好了, 青年健壮立马打断, 赖子哥, 我们确实看到了, 言外之意就是, 东西他确实放了, 那东西呢, 赖子有点着急了, 把铁锹丢了, 回去得被骂死, 剩下的几个人, 也有点迟疑了, 这, 我也不知道啊, 江小川健壮摊了摊手, 笑了笑, 你看是吧, 我哪里是来偷东西的, 几个人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 赖子想了想, 不能放过江小川, 走, 跟我们走, 去见马爷, 身后的东子迟疑了一下, 马爷爷户独自, 自己村里人, 但是是有前提的, 不能是自己一方的错, 不然, 丢的就是他的脸, 赖子哥, 这恐怕不行吧, 赖子想了一下, 现在赶过来的二棱子越来越手, 蹲了这么多次, 才逮住一个, 这样放了他, 有点不甘心, 不行, 怎么说, 还不得自己说了算, 江小川听到他们的对话, 估计是去见他们的长辈, 去一下无所谓, 反正自己也没做, 要是对方下黑手, 自己不介意第一次见血,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 对于灭口这种事, 还是很抵触的, 除非到了威胁自己生命的时候, 几人见江小川挺配合的, 也没有为难他, 便带着江小川往村子里走去, 在一个院子门口, 赖子叫了一下, 等一下, 我去拿个东西, 江小川几人在门口等着, 江小川注视着对方的动作, 只见对方从自己家的杂物间里, 拿出了一个铁敲出来, 江小川心中一阵冷笑, 这是要把证据做实了呀, 咦, 居然有好东西, 江小川扫尸这间房子的时候, 发现他的屋子堂屋, 居然有一套黄花梨的桌子板凳, 他眼冒金光, 这可是好东西, 本来你要不来惹我就算了, 既然你这么处心积虑的陷害自己,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全当精神安慰了, 一会再来拿, 跟着几人来到一座院子前, 推门而入, 赖子还没进门便喊道, 马爷, 我们又抓到一个, 赖子, 你要是再给我找事, 我给你狗腿打断, 屋内传出一道爽朗的笑声, 刚刚进门, 赖子便媚笑的说道, 马爷, 我哪里敢啊, 这次真的, 一进门屋内, 上手坐着一位满头银发老者, 马爷指着江小川气乐了, 你就抓了个小娃娃来糊弄我, 赖子尴尬的摸了摸头, 笑道马爷, 真的, 我哪次不是人赃病祸, 马爷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行了, 去村部领粮食吧, 就说我说的, 赖子几人立马高兴地离开, 江小川冷着眼看着眼前一幕, 并没有说话, 马爷吹了吹手里的茶杯, 一口一口地喝着, 连喝了几口, 这才抬起头看着下方的江小川, 你走吧, 江小川愣了一下, 老爷子, 抓到贼了也不处理吗? 马爷看着他笑着说道小娃子胆子, 但是挺大的, 让你走还不走, 难道还想让我请你吃饭? 江小川愣了一下, 估计老爷子知道自己不是小偷, 奇怪地问了一句, 老爷子猜到我没偷东西了, 马爷笑了笑, 老头子年纪大, 但是还没糊涂, 那铁锹上面干干净净的, 我又不是看不出来, 这就让他更奇怪了, 那为什么还要他们去领粮食? 马爷摇了摇,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没诬陷你, 你还不知足啊? 江小川笑了笑, 我不是那意思, 老爷子, 你这不是助纣为孽吗? 马爷又喝了口茶反问道, 怎么? 难道还让我把他们抓起来打一顿? 给他们找点事做, 总比祸害村里的好, 而且, 他们也不是没抓住真的小偷, 倒是你这小娃娃, 胆子挺大的, 那倒不是, 我又没做的事, 我干嘛要害怕? 马爷轻蔑地笑了一下, 有些事, 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的, 江小川沉默了一下, 是啊, 这个世界不是说你没做, 就真的没做, 白的说成黑的, 这种事还少吗? 马爷叫江小川不说话, 笑了一下, 明知道那里是以前的是非之地你, 还敢往里钻, 不知道该说女人小不懂事, 还是真的胆子大, 行了, 你走吧, 没事别到处乱跑, 马爷一辈子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曾经也是马家有名的大地主, 分田地之前, 他毅然将所有的田地分给了同族, 最后得了个富农的称呼, 他这样的人什么人没见过, 虽然不知道江小川有什么依仗, 但是这些和他没有关系, 说完便不再说话, 继续喝着茶, 江小川见对方没有说话的兴致, 也就告辞离开, 走, 我们再去找找, 让我知道谁敢偷我们的铁锹, 我要他好看, 出了房门没走多远, 便来到赖子家附近, 老远就听到赖子在和几个人抱怨, 等几人走远, 他这才出现在对方家门口, 一张桌子, 六把圈椅子, 还有一张架子床, 好家伙, 还真全, 估计当初斗地主的时候, 从对方家里搬的, 看来这里的主人, 对这两种料子, 有点情有独钟, 估计村子里, 应该还有这东西, 但是和他无关了, 东西收了, 他便假装出了村子, 又绕到回到之前的林子, 此时赖子几人, 正在那里找着铁锹, 找了好一会没有找到, 愁眉苦脸的几人,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这次他没有直接出现, 而是在附近巡查了一圈, 确定没有人以后, 这才跑去, 将剩下的几十颗紫檀, 和黄花梨的幼苗, 给弄进了空间, 估计等赖子几个人, 知道家具没有了, 而且, 树林里的树苗也没了, 会不会哭死,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把自行车拿了出来, 骑着车离开了马家村, 回了到村子, 就看见江奶奶陷在自己的住处, 对里面呼喊着, 估计是找自己的, 不过他找自己能有什么事, 自己现在真的很讨厌见到这个人, 而且他还看到江家几个人都在不远处, 偷偷地观望着, 他皱了皱眉, 直接骑车过去, 刚刚下车, 江奶奶便对着江小川怒斥道, 小川,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盖房子不找你哥他们几个, 江小川脸色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为什么要找他们给我盖房子, 江奶奶一见不差地说道, 他们毕竟是你哥哥, 你也在我家住了那么久了, 给别人一顿一斤粮食, 还有肉, 你怎么就不能帮存一下自己哥哥呢, 你怎么能做白眼狼呢, 江小川见这么多天, 江家的人都没人来找他麻烦, 他还以为亲近了呢, 还是找来了, 不过江家人也无奈, 本来以为对方在村子里没有认识的人, 自己拿捏一下, 最后还不得乖乖求到自己头上, 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成咬金, 让江定中截胡了呢, 人家肉都吃上了, 结果没自己家的事了, 这让几人怎么受得了, 江小川冷着脸说道, 我不愿意, 没有为什么, 江奶妈听到他的话, 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你就是个白眼狼, 当初要不是我们家, 你们娘几个早就饿死了, 还轮得到你现在瞎嘚瑟,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一阵头疼, 算起来他说的也不算错, 但是那都是园主的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园主还是他们打死的, 这已经算断了, 江小川冷着脸说道, 来到家里, 每天吃多少, 你自己心里不明别, 我姐为了你家老二, 已经被换了彩礼, 你还想怎么样, 我们不欠你们的, 江奶奶听到他的话, 立马用出了绝招, 直接坐在地上, 又哭又闹地呼喊着, 不活了, 这白眼狼骂他奶奶了, 要不是我们家, 这白眼狼早就饿死了, 现在发达了, 连家里帮蠢都不愿意, 这死缠烂打的泼妇样子, 估计也就他这个年纪, 能做得出来, 年轻点的都不太好意思, 附近的人被将奶奶的哭闹声 给吵了出来, 纷纷在议论着, 是啊, 不管再怎么对他们, 如果当初饿死了, 什么都不会有, 也不能这么说, 你也不看那老太太, 怎么对这几个孩子的, 人家大女儿都被拿去换了彩礼, 不然就他那不着调的二孙子, 能找到媳妇, 江小川听到附近人们的话, 也是一阵恶心, 虽然真想弄死这老太太, 但是他不能, 行了, 一把年纪了, 你别忘记我, 还是孩子, 我就是记仇, 怎么了, 现在我们又不是一家人, 我就是不会给他们吃的, 看来前几天给你们的下水, 那是为了狗了, 是啊, 江小川才多大, 童言无忌吗, 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小王八蛋, 你说谁是狗呢, 在旁边偷偷观察的江卫军, 听到这话窜了出来, 来到近前, 就要一拳头, 就要垂下去, 江小川看着冲过来的他,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不打疼, 以后还会烦, 江卫军被踹得蹲在地上, 要知道, 现在喝了空间水, 江小川现在的力气, 已经比对方大多了, 江小川对着他说道, 你还敢窜出来, 那天你偷我东西,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江卫军听到他的话脸色一变, 但是还是咬着牙死不承认, 什么偷你东西,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江小川邪恶地说道, 哦, 没有吗, 也对, 我爹给我托梦, 说他帮我报仇了, 江卫军听到他的话, 脸上一愣, 随后心里产生一股恶寒, 之前他就心里一直毛毛的, 自己把偷来的玉米粉和大米, 放进柜子里时, 就看到衣服在柜子里, 随后立马就去了厕所, 这中间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偷东西, 想到这里, 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股恐惧, 嘴巴已经开始打哆嗦, 见两人打了起来, 江大海一家人也都过来了, 看到江卫军的表情, 江大海立马贺问道, 江小川, 你干什么, 有你这么大哥哥的吗, 还有你说什么他偷你东西, 他,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说道, 偷没偷他自己心里明白, 人在做, 天在看呢, 再说了, 我请谁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说完也不管其他的人言论, 以及一脸铁青的江家人, 扭头将房门关了起来, 进来后, 他进入空间, 将弄来的小树苗给栽了起来, 浇一点空间水, 便没再管他们了, 毕竟这玩意得几年以后才能有成效, 打量了一下空间里的那套黄花梨桌子和椅子, 上面已经有一些包浆了, 但是不是很厚, 应该时间不会太久远, 最让他喜欢的还是这架子床, 打了点水, 全部清洗了一遍, 这才满意的将东西摆放在一边, 看着空间里的亮光, 没有房子, 睡在这还是感觉怪怪的, 忙活了半天也有点饿了, 便在空间里随便煮了点吃的, 时间一晃, 八天过去了, 人多就是力量大, 将小川的房子已经盖好了, 不过还要晾几天, 等干了就可以进去住了, 这段时间他也没什么事做, 没事去山里砍一些树桩, 把空间里的动物园给加固了一遍, 两头加猪快到一百斤了, 而之前的半大小野猪也已经快接近二百斤了, 孵化的小野鸡已经长大, 已经下蛋了, 大约有个一百多只, 至于鸡蛋, 他已经懒得去数了, 至少有几百只, 幸好中间他把母鸡和公鸡分开, 否则产的鸡蛋都得孵化成小鸡, 那十只小鸡和一小鸭已经长大, 开始下蛋了, 不过不是很多, 蔬菜熟了的也都摘了, 放一边, 反正也不会坏, 又零零种种的补中了十几亩地, 玉米的产量才是让他惊喜, 一亩地产了快三千斤, 后市的产量好的也就一千多斤, 后市里的玉米第一个棒子熟了, 第二个不会太大, 但是空间里的玉米不一样, 结的几个棒子都长得很好, 完全不用考虑肥力的问题, 而且它重的时候就重得比较密集, 看着空着的八十亩地, 麦子成熟比玉米晚一倍时间, 等下批玉米成熟了, 这批麦子才会成熟, 用了一千斤做种子, 种了八十亩的玉米, 比正常要多一倍的种子, 这要是被正的农民看到, 得被喷死过去, 有这么重庄稼的吗? 剩下的两千斤玉米, 他试着用意念将其粉碎, 结果弄了一斤, 就让他脸色苍白, 没办法继续下去, 而且弄出来的颗粒还很大, 看来这空间也不是万能的呢, 得找个地方把玉米粉给磨了, 头疼啊, 找胡老三估计不行, 公社附近的磨坊肯定不能去, 到时候有心人一打听, 得出事情, 要么去县城, 要么省城, 一日清晨, 江小川安顿好江小和, 和江定中开了一张介绍信, 便骑着车向着县城赶去, 他没有去公社, 公社的那里应该是石磨磨的, 来到县城, 江小川一番打听, 便找到了县城里的加工厂, 加工厂位置很偏, 而且加工厂也不大, 一共就一台机器, 可能现在不是还没到秋寿的时候, 所以没啥人, 一共就两个人, 隔了好久, 这才等到一个人到来, 加工了大概一百斤左右的玉米, 不过江小川见对方和前来加工的人, 笑呵呵的聊着天, 而且对方给出了一个证明, 看样子肯定熟悉, 自己这一副生面孔过去, 一下就能穿帮, 观察了一下, 知道对方是怎么操作机器的, 便转身离开, 得想办法把对方弄晕, 自己可不敢用意念, 好, 给弄死了怎么办, 他准备看看, 秦老爷子爷孙还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他准备借一点东西再过来, 至于担心对方饿死, 他可不担心, 之前因为老爷子生病, 还可以理解, 后来老爷子病好了, 怎么可能会被饿死, 像他这种号称有名有姓的小偷, 不可能没点私货防身, 骑着车来到之前的院子前, 江小川停了下来, 碰, 哼, 江小川用意念感受着里面的动静, 只见秦霄正在和秦老爷子比划着, 此时秦霄在上下翻飞, 不停地进攻着, 秦老头则是不停地抵挡着, 不时地轻微反击一下, 特别是最后一次, 秦霄的一次肩膀撞击, 让他感觉和以前电视里的某个情节很像,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这一幕看得江小川心绪起伏, 说实话, 上次之所以愿意结交对方, 不是没有打这方面主意的心事, 只是当时老爷子都快挂了, 让他心里一阵失望, 这要是武林高手, 咋那么容易就病倒了, 这句话要是被秦老爷子知道, 估计得骂他不可, 自己只是练武, 又不是修炼, 怎么可能不会生变, 只是少点而已, 见对方结束, 江小川这才故作走动的声音, 敲了敲门, 随后喊道, 秦霄开门, 院子内, 秦老头听到外面的动静, 奇怪怎么会有人来这里, 刚刚要示意示意了一下秦霄进屋, 便听到江小川的声音, 秦老爷子笑了笑对着孙子说道, 去开门, 是江小川, 对于上次见过一面, 并且帮过自己的江小川, 他还是很有影响的, 秦霄则是一脸平静地去开了门, 院门被打开, 露出笑呵呵的江小川, 秦霄一脸不差地问道, 你来干嘛, 江小川见对方的表情失笑了一下, 看来对方还在位, 没有带他去黑市介意呢, 你个小屁孩, 上次要不是我, 你爷爷就没了, 你就这样对我的呀, 这小子缺心眼吧, 上次是自己被偷好吧, 而且自己还送老头子去了医院呢, 真把自己当好心人了呀, 秦霄听到对方的话, 脸上一红, 只能说道, 进来吧, 说完便转身就走, 江小川看着对方的动作, 要不是他看到对方有猴结, 他还真的会以为对方是个小女孩, 失笑地摇了摇头, 便跟着进来了, 秦老头笑着说道, 小同志, 你来了, 江小川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是啊, 今天来县城有点事, 路过来看一下, 行, 进屋里坐坐, 说完便带着江小川进了屋内, 秦老头坐下后, 对着江小川感激地说道, 上次还亏了你, 不然那次就麻烦了, 他没有说自己完蛋, 就算没有江小川, 他也有自信解决, 但是, 这份情他得承认, 江小川要是知道他的心思, 估计得骂娘, 感情自己做的事不算雪中送炭啊, 江小川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没多大的事情, 老爷子你也别太在意, 这次过来, 我是想跟老爷子求点东西的, 秦老头疑惑地问道, 你想要什么东西? 钱吗? 江小川摇了摇头, 开门见山地说道, 不是, 我想要一点迷香, 秦老头皱了一下眉头, 也没有说没有, 而是反问道, 你要那个干嘛, 那东西可不是随便玩的, 弄得不好, 是要出事情的, 江小川健庄说道, 老爷子放心好了, 我拿那东西有用, 不是为了害人, 秦老头倒不是说他会去做坏事, 毕竟自己也不干净, 只是怕他一个小孩子控制不住出大事,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他也就不再深究, 从自己的怀里拿出了一个小纸包, 递给了他交代道, 这是十人份的量, 别用多了, 万一出事就麻烦了, 用法是燃烧或者放进水里都行, 江小川立马接过对方手中的东西, 谢谢老爷子, 放心, 我不会拿这个去害人的, 秦老爷子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 自己也在用, 可没理由指责别人, 见东西到手, 江小川便对着秦老头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老爷子, 我今天见您和小家伙为招待, 我想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学, 秦霄听到他的那句小家伙, 便在一旁一直盯着他看着, 盯得他有点头皮发麻, 秦老头笑着摇了摇头拒绝说道, 我这功夫和千阳的手艺都是家传的, 不能外传,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有点失望, 现在的门户之鉴还是很严重的, 动不动就是传男不传女, 江小川见状只能试着下猛药了, 假装不在意的说道, 老爷子, 您那千阳的手艺, 我还看不上, 就只是想学点功夫防身而已, 秦老头听到他的话, 立马站起来怒目而视, 小家伙,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无影手秦老黑, 在江湖上也算是赫赫有名之辈, 岂如你一个黄口小儿, 在此大言不惭, 今天不给个说法, 别怪我秦某人不客气,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翻了翻白眼, 这都什么外号啊, 还无影手呢, 论外号我也会, 笑着说道, 你在厉害, 有混员霹雳手厉害, 秦老爷子的射雕英雄传还没出来呢, 他也不怕对方知道, 秦老爷子听到他的话皱着眉头思索着, 闪电手我知道, 混员霹雳手是谁, 没听过, 江小川憋着笑说道, 自己无意中救了一个人, 他说他就叫混员霹雳手, 当时对方感激便学了点皮毛, 秦老头听到他的话更怒了, 学了点皮毛就敢在这大言不惭了, 也不怕祸从口出,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明显不是道上的人, 现在过来跟我说你有个师父, 学了个皮毛就敢说看不上我, 连我小孙子都能偷到你手里的东西, 你好意思说看不上我, 秦老头那个气啊, 之前还对他有点好感, 要不是自己年纪太大, 自己就得动手教训一下, 这个口无遮拦的小子, 江湖儿女最在意的就是名声, 看不起他的手艺, 就是看不起他, 而且他还是成名很久的人物,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江小川摸了摸鼻子, 真怕给这老头气出个好歹来, 想到之前被偷, 自己也是尴尬, 毕竟自己又不是真的小偷, 他脸上仍然笑呵呵的, 说道, 那咱们比划一下不就行了, 如果我输了, 任凭处置, 如果你输了, 就得教我真功夫, 秦老头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抬起手指着他说道, 行, 既然你这么有底气, 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 但是你这么小, 和你比试, 就是侮辱我的身份, 你先赢了我孙子再说, 你输了, 就给我跪下磕头, 喊三声会员霹雳手, 不如我无影手秦老黑, 你要是赢了我, 那我就传你功夫, 是下油锅, 还是走银元, 你自己挑, 将小川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要不要比那么大, 居然还得磕头, 还下油锅, 走银元呢, 不过, 他也知道这些是小偷的基本练习方法, 银元放入烧热的油锅里, 只能用两只手指夹出来, 而走银元, 就是将银元放在手臂上的肌肉上, 控制着肌肉运动, 来达到银元在手臂行走, 他哪里会这些, 行啊, 既然比试, 就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 就赌对方身上的一件东西好了, 秦老头想了一下, 便点头答应, 自己孙子跟着自己那么多年, 基础扎实无比, 不可能比这小子差, 行, 那你开始吧, 将小川见对方进套, 便假装在对方附近转来转去, 扫描了一下对方的口袋, 一个香囊, 你妈, 什么鬼, 这小子, 不会是龙阳之好的人吧, 妈呀, 看来得离他远点, 但是他的兜里, 只有这个玩意了, 算了, 就是他了吧, 江小川假装用手去拍一下对方的肩膀, 但是被一双小手给挡住了, 而此时秦霄则是一脸警惕地防备着他, 江小川见自己的手被挡住, 假装尴尬地轻轻叹道, 哎, 我只是见你肩膀上有灰, 想给你拍拍而已, 说完一番手, 在秦老头和秦霄满眼震惊的目光下, 只见他嘚瑟地拿出一个精致的小香囊, 秦霄震惊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怎么可能, 随后一脸通红地上去, 将香囊抢了过来, 将小川下意识地放在鼻子上闻了一下, 还别说, 真的挺香的,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他也被自己的想法打了个机灵, 自己可是钢铁直男, 可不能歪了, 下意识地向着秦霄的反方向挪了挪脚步, 秦老头看着眼前的荧幕, 一脸的铁青, 身体晃悠了一下, 将小川见状知道自己的想法, 被秦老头看了出来, 赶忙上前扶了一下老爷子, 哎, 老爷子, 你别气, 气坏了不好, 我可没有歧视的意思, 秦老头一把甩掉江小川的手喝道, 那是他娘给他留的遗物, 平时谁都不给碰, 江小川听到这话, 看着眼睛通红的秦霄,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感情自己误会了呀, 想到这, 他尴尬地说了一声,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呢, 秦霄听见江小川的话, 也不理他, 气呼呼地在旁边瞪着他, 秦老头见状说道, 行了, 这算你赢了, 这次我虽然没有看到你的动作, 但是, 秦老头话还没有说完, 眼珠子就凸了出来, 因为他看到江小川手里, 正拿着一个印章, 这个印章自己把玩了几十年, 怎么可能不认识, 突然秦老爷子一阵颓然的, 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嘴里喃喃自语,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江小川见状收起来玩笑, 赶忙过来问道, 秦老你没事吧, 可别一次性把对方气得脑郁血了, 秦霄也是一直在旁边呼喊着秦老头, 江小川见对方两眼无神, 这是荆棘神谢了呀, 他转头对着秦霄说道, 赶快给你爷爷弄点水来, 秦霄听到后, 慌忙无措地跑去倒了一杯水递给了他, 江小川偷偷在茶杯里注入一些空间泉水, 随着泉水下肚子, 秦老头渐渐地恢复了清明, 过了许久, 他才抬起头感叹了一句, 老了, 真的老了, 江小川弄得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过了一会, 秦老爷子这才走进里屋拿出一本书, 递给了他一本书, 江小川接过书本, 没有封面, 只有一些招式和一些发力的诀窍, 最后面还有几页要预的方子, 秦老爷子对他说道, 我是肯定没办法收你为徒的, 但是这本书是祖上就传了下来的, 威力不小, 但是练到后期对身体的负担越大, 以前还能弄点, 现在嘛, 也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就送给你吧, 江小川健壮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最后说道, 老爷子, 你等会, 我去去就来, 说完骑着车便离开了, 来到供销社, 买了一根笔和一个厚点的笔记本, 回到秦老头的住处便开始临摹了起来, 幸好纸张比较少, 没过多久便抄写完毕, 随后将原本还给了对方, 秦老头健壮也是轻轻地呼了口气, 这样是最好, 毕竟是自己祖传的东西, 虽然这些自己都记在了脑海里, 秦老头收起了书, 便对他说道, 练习这本拳法之前, 先打熬身体, 练习马步, 什么时候做到一个时辰以后, 再开始练习, 短期内我们也不会离开, 到时候你有不懂的就过来问我就行了, 练武的途径不多, 能够坚持才是根本, 说完他也不再说话, 而旁边的秦霄从开始就一直气呼呼地看着他, 他感觉这都是江小川带来的, 江小川尴尬地笑了笑, 安慰道, 秦老爷子, 你也别太在意, 我师父之前说过, 我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他说就是, 他也比不上我, 秦老头文言愣了一下, 明白他话里安慰的意思, 没关系, 都一把年纪了, 看看就好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这一句话说的江小川也不太好意思了, 毕竟他是作弊了的, 看着时间也不早了, 江小川找个借口, 出去弄了一只野鸡和一只兔子回来, 秦霄看着江小川手里拎着的只野鸡和一只肥兔子, 不自觉地吞咽了口水, 不过他还是假装不在意地扭过头去, 秦老头可不管那些, 拿起江小川手里的兔子和野鸡便处理了起来, 秦霄今天一天都没有对江小川假以辞色, 显然还在对他的打击到秦老心里有气, 江小川摸了摸鼻子, 心里也是一阵负费, 他哪里知道老头子心里素质那么差, 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 秦霄那是一点也不客气, 鸡汤加红烧兔子肉, 吃得他直翻白眼, 临走之前又在秦老的水壶里放了点空间的水, 告别了精神违女的秦老, 以及冷眼相待的秦霄, 骑车他的二八岗离开了, 小屁孩, 我还不再见你呢, 秦老头站在那里看着江小川离去, 想到刚刚江小川喂给自己的水, 心里一阵狐疑, 常年习武的人对这个水还是很敏感的, 但是, 想到当时这水是自己孙子拿来的, 他又放下了怀疑, 摇了摇头不再去想这问题, 转身进去屋内, 江小川骑着自信车, 来到加工厂附近便将自己车收了起来, 悄悄地向着加工厂那里摸了过去, 还有人, 不过这两人是墨房里的两个, 之前加工东西的人应该已经回去了, 想象也是,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该吃饭的时候了, 此时两人正在吃着白面馒头, 菜倒是没有肉, 只有一个韭菜炒鸡蛋和两个素菜, 这加工厂不只是加工玉米, 麦子, 高粱之类的也会加工, 所以两人客扣一点下来,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感觉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过来了, 趁着两人不注意, 他将迷药放入了两人的水杯里, 吃饱喝足, 可能是迷药起了效果, 也可能是本来就到了睡觉的点, 两人随便找了一个角落, 开始呼呼大睡, 过了几分钟, 江小川用意念轻轻地推动着两人, 见两人都没有动静,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见没人, 他便大摇大摆地走进加工厂, 将房门关上, 他来到机器旁, 看着眼前的机器, 他脑袋一头的黑线, 这要是太大了, 为啥? 摇杆是手扶拖拉机的打开模式, 幸好刚刚看到过别人怎么操作的, 不然怎么开机都是麻烦, 他将机器给摇了起来, 机器发出秃秃的声响, 在出口把袋子放好, 然后便开始往精料口倒入玉米粒, 两千斤玉米, 听着数量不多, 一袋五十斤, 就得四十袋, 不过机器就是快, 花了一个多小时, 就将所有的玉米全部弄成玉米粉, 抓起来一把玉米粉, 感觉颗粒还是有点大, 不过已经比石墨磨出来的细多了, 不像后世里的那种玉米粉, 后世的玉米粉几乎和面粉一样细, 吃起来一点也不卡嗓子, 将玉米全部收进空间, 其他的设备全部归制回原位, 这才打开房门离开了, 至于睡着的两个人, 他没有去管, 应该没什么问题, 睡一觉也就醒了, 距离上次将小和的大伯离开, 已经十来天了, 他来到供销社买了几张信纸, 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信里写了出来, 重点指出, 自己兄弟二人还小, 受了胁迫, 希望组织能够秘密调查, 买了一张邮票贴上去, 便塞进了邮筒里, 看着邮局里五花八门的邮票, 他随便每中买了一两张, 没有去挑什么邮票贵, 什么邮票稀少, 这玩意在后世也是有很多人收集, 自己收集几张纪念一下就行了, 不管是邮票还是古董, 贵重的不是他本身的价值, 而是历史的价值, 江小川想到自己寄出的那封信, 估计对方最多也就是钱返回农村, 劳改的可能性很低, 分家之前就举报的话, 对他来说没有好处, 最多得到一点钱, 但是他还是江家人, 到时候这钱自己说了就不算了, 自己总不能将钱藏起来啊, 现在时间最合适, 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住处, 玉米粉没有拿太多, 把玉米粉拿出来二十多斤, 放到灶台那里, 他便向着自己新的房子走去, 屋内屋外都被刷上了石灰粉, 遮盖了本来砖头的颜色, 这在农村这边已经属于顶好的房子了, 幸好自己的钱来自父亲的抚恤金, 灶台已经切好了, 两口灶台, 最让他闹心的, 其实还是厕所, 他不想以后上厕所的时候遍地开花,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上次去省城的时候特地看了, 并没有抽水马桶卖的, 这个时期, 马桶在沿海地区还是有卖的, 内陆还是很少见, 毕竟这玩意需要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现在家家户户还都是吃了水井, 不过他已经想到办法了, 之前在盖这个厕所的时候, 就已经特地做了一个加厚的抢朵, 做成后世零几年公共厕所的样子, 到时候在上面放一个水缸, 用主管把水引导过来就能冲了, 弄不到水泥, 这玩意现在已经有生产了, 但是你一个普通人哪里有资格去买这个, 批条你都拿不到, 想到胡老三那里那么多的陶缸, 不知道他们那里有没有用, 上了又就是词了, 没有也行, 将就一下, 等明天早上去问问吧, 顺便把家具给拿回来, 光光, 这是村子里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 江小川心里疑惑,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还没等自己走到, 那里已经隐约传来谈话声, 大食堂要办了, 家里所有粮食上交食堂, 家家户户养殖家畜都有限制, 最多两只, 养猪不允许私人宰杀, 养大了卖到公社, 作为任务猪, 各家各户的自留地收回, 江小川听到这些话语, 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估计是江定中开会回来了, 事情已经定了下来, 心里沉默了, 在大事面前, 自己微弱的连一朵水花都比不上, 江小川看着面无表情的江定中, 转身便回到自己的住处,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家里劳动力少, 孩子多的住户自然开心, 而青壮年多的住户, 自己也就感觉吃亏了, 不过想一下, 自己可以吃得多点, 也还可以接受, 家里不准养超过数量的家庭, 多的都得送到村里的养殖场, 每户超过两头的, 多的也得拉到养殖场, 哎, 这自留地也没有了, 本来还能种点蔬菜, 做点酸菜, 萝卜干之类的, 改善一下生活呢, 现在好了, 都没了, 还是快点回去产了, 吃了吧, 没听说明天有人家来检查吗? 是啊, 一会还得去贡献铁锅之类的呢, 快走吧, 村子里的人一阵议论纷纷, 这些都不关自己事了, 先回去看看家里, 得安排好, 回到家里给小狗弄点吃的, 想了一下, 正好明天是星期天, 决定明天和江小和去看一下姐姐, 粮食肯定不能带过去了, 带点糖和蜂蜜之类的, 没事, 再去买点糕点就行了, 糖的话自己手里还有一包, 这段时间自己几个人吃的一直是蜂蜜, 糕点也还有一盒, 可以了, 再把两套衣服戴上, 足够了, 骑着车去公社的卫生所买了几个盐水瓶, 回来装了两瓶蜂蜜, 这天晚上全村人如同过了大年, 家家户户都在宰杀家禽, 都不愿意把家禽上交, 所以连夜杀了很多, 实在太多了就没有杀, 吃不完也是浪费, 上交还能抵公分, 到时候年底还能分点钱, 虽然不多, 猪他们是肯定不敢杀的, 那是大家伙, 村里到处弥漫着阵阵肉香味, 比过年还热闹, 这年头, 就是过年了也不敢这么吃, 但是,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于是当天晚上无数人被撑得翻白眼, 当然了, 晚上的厕所门槛也被人们踩破了, 很久没有吃太过油腻的东西, 这么吃能不拉肚子吗? 江小川想到, 这是好的开始, 还是回光返照, 江小和回来后, 知道明天要去姐姐家, 立马兴奋地跳了起来, 哥, 明天真去啊, 太好了, 咱们给姐姐带肉好不好, 让姐姐吃肉, 江小川笑着摇了摇头, 不行, 明天开始不准在家里做饭了, 给他们送去肉也没用, 江小和看着笑着说道, 哥, 以后吃大食堂, 就不担心饿到了, 想吃多少吃多少, 江小川笑了笑没有说话, 一日, 清晨, 江小川将一包糖, 两瓶蜂蜜, 和两件衣服装好, 带着弟弟向着姐姐家赶去, 这本来自己腿就短, 骑着费劲, 再带个孩子, 一路上摔了好几次, 要不是自己用意念保护, 两人都得受伤, 估计连蜂蜜都得保不住, 跌跌撞撞地来到李台村, 姐姐家的村子, 离江台村隔了一个村子, 也不算太远, 江小川不明白, 这附近的村子, 为啥都要加一个台子, 像马家村一样, 叫李家村, 江家村不就得了, 到村口, 两人便下了车, 一打听就知道了姐姐家的住处, 来到院子附近, 他阻止了江小和的动作, 他准备看看情况, 动静倒是没看到啥, 不过一家人的精气神都不是很好, 江小川心里一笑, 估计也是昨天晚上肉吃多了, 有点虚脱了, 刚刚准备进去敲门, 里面传来说话声, 娘, 这啥时候给弟弟盖个房子, 广志都娶了媳妇了, 老住在一起,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他结婚的时候才花了那么多, 现在哪里有钱, 再等等, 你弟弟身体又不是很好, 你把他弄出去了, 让他们两口子怎么办, 娘, 现在不是都吃大食堂了吗, 以后又不会饿着他们, 广泉, 虽然以后我和你爹要跟在你们身边的, 但是广志他身体又不好, 你做哥哥的能帮存的就尽量帮存一下, 之前也就算了, 现在都吃大食堂了, 你干嘛非要你弟弟分出去干嘛, 你爹还没老呢, 这个家暂时还轮不到你做主, 江小川听到这里明白了, 估计二姐夫的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老大就想让对方分出去过, 而一直在旁边的李父没有说话, 一直在抽着汗烟, 老大李广泉健壮也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李父见大儿子离开, 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老二家的怎么回事, 都几个月了, 肚子咋还没动静, 李母白了他一眼, 人家现在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你家儿子说了, 他太小, 太瘦了, 生孩子太危险了, 李父恨气不争地说道, 小什么小, 十五岁了还小, 让他出去打听一下, 哪家媳妇十五岁算小的, 当初就不该让他去念书, 本事没学到, 道理学了一大堆, 李母在旁边劝道, 行了, 别气了, 急什么, 孩子还小呢, 而此时将小梅的屋子里, 也有两人正坐在床上说着话, 广志, 要不就按大哥说的分家吧, 我们什么都不要, 只要让爹和娘给我们盖一个房子就行了, 也不用太大, 两斤的房子加一个厨房就行了, 小梅, 这些你不用操心, 大嫂说什么话, 你别放心了, 他们说什么, 你就说是我做主, 谁让我肩不能扛的呢, 倒是害了你了, 怕江小梅多想, 没有说没钱盖不了房子, 江小川听到这里, 大概明白了情况, 看情况, 这个姐夫对自己的姐姐倒还不错, 应该是之前自己这个便宜姐夫身体差, 被自己大哥嫌弃, 感觉他是个拖累, 这才有这一出的事情, 不过自己也没办法, 总不能让他出钱去给他盖房子, 自己只能适当地帮存一下, 江小川看了看已经着急的江小和,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行了, 去敲门吧, 得到允许, 江小和便跑了过去, 使劲地敲着院子的房门, 嘴里一边呼喊着, 姐, 姐, 开门啊, 姐, 我是小和, 我来看你来了, 姐, 正在说话的江小梅停了一下, 自己怎么听到小和的声音了, 再仔细一听, 立马跳了起来, 向着院子外跑去, 哎, 你慢点, 那么急干嘛, 是不是有人找啊, 身后李广志连忙喊道, 江小梅跑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文生准备出来开门的李母, 他对着李母说了一句, 娘, 是我弟弟, 我去开门, 李母听到她的话, 就停下了脚步, 江小梅打开院子门, 见真的是自己的弟弟, 啊, 惊叫着跑去一把抱住了江小和, 随后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娘呢, 江小川被姐姐使劲地抱了一下, 随后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不算很黑, 但是很瘦, 一身的劳动部的衣服, 有好几个补丁, 估计是没有风吹日晒的结果, 所以皮肤不算粗糙, 娘没来, 就我们两个来的, 江小梅摸了摸江小和的头, 随后准备去摸江小川的头, 不过被他躲了过去, 他立马不乐意了, 臭小子, 现在长能耐了是吧, 你姐我摸你头怎么了, 给我过来, 说完硬拉着江小川, 在他的头上揉了一把, 弄得江小川一阵无语, 闹完了他这才打量着江小川兄弟俩, 惊讶地说道, 你们这哪里来的军装, 别告诉我是江家那群混蛋给你们买的, 说完他又指了指他身后的自行车问道, 这自行车哪里来的, 这么贵, 你们哪里来的钱, 说是不是去干坏事了, 哼, 肯定是干坏事了, 看我不打死你们两个, 连猪炮的说完, 还不等江小川回话, 就要上前动手, 江小川见状一阵无语, 立马解释, 我们哪敢去偷钱, 是咱爹那边的大伯给的, 江小梅听到他的话更气了, 本来只是想轻轻打一下的, 然后给他重重来了一下, 小兔崽子, 还敢骗我, 周明里那几个坏家伙, 会给你钱买这东西, 他们自己舍不舍地买, 都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江小川立马解释道, 你先听我解释一下行吗, 江小梅听到他的话, 这才停下来手中的动作, 随后便听着江小川解释开来, 江小梅听完咬牙切齿, 原来他们是冒领抚恤精啊, 那你干嘛不去举报他们, 让他们都去劳改,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一阵无奈,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再怎么说他们是兄弟, 而且当时奶奶还在, 奶奶是可以领的, 就算后面他们带领了, 也不算多严重, 最后处罚不会多严重的, 江小梅还是不怎么乐意, 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随后便拉着两人准备进去, 走, 进去说, 你姐夫在屋里呢, 江小川见状, 赶忙去把车上的冬子拿了下来, 江小梅不满意地说道, 你来我这里带东西干嘛, 江小川笑了一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退给我不少钱, 没关系, 江小和听到姐姐话, 姐, 你就别管了, 哥现在可厉害了, 我现在天天都能吃到肉, 江小梅听到弟弟的话, 赶忙捂住他的嘴巴, 我的小祖宗爱, 你能不能小点声,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见附近没有人, 这才松了口气, 也不再推辞, 行了, 进来吧, 随后带着两人进了堂屋, 估计时都听到动静了, 当三人来到堂屋的时候, 李家一家人都在堂屋等着了, 江小川拉着江小和, 给一圈人打了个招呼, 李富也是认识两人的, 毕竟是自己儿子的小舅子, 见几人进来, 便问道, 就你们两个来的吗? 你娘呢? 没提江大海, 应该也是知道, 江大海不是他们亲生父亲的事, 江小川笑了说道, 李说, 你好, 我们已经分家了, 以后我就和小和独立了出来, 随后便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没提有多少钱, 只是说拿了父亲的抚恤金, 李富听到他的话也是感叹, 分出来也好, 现在吃大食堂了, 以后再也不担心吃的了, 等你们长大, 就能挣钱了, 江小川见状笑了笑没有接话, 李广泉媳妇见江小川手里提着的东西, 两眼放光地客气道, 来看你姐姐还带东西干嘛, 下次来别带了, 娘, 你把东西收起来吧, 拎着挺累的, 说完示意婆婆一下, 李母听到大儿媳妇的话, 皱了一下眉头, 江小川见状, 假装埋怨了一下姐姐说道, 姐, 你也真是的, 你不知道我小啊, 还不给我接过去, 说完不顾一脸铁青的李家大儿媳, 将东西递给了姐姐江小眉,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姐, 这糖和蜂蜜你慢慢喝, 这东西金贵着呢, 我去了省城才弄到这些的, 江小眉听到他的话白了他一眼, 这弟弟怎么变成小鬼头了, 不过他还是接过东西, 准备往屋子里放, 江小川又在后面说了一句, 姐, 那里面有两套衣服, 是娘给你做的, 你看合不合身, 不行我让娘改改, 江小眉惊喜地说道, 啊, 真的呀, 我看看, 哪个女的不爱穿新衣服, 说完立马小跑进屋子里, 留下咬牙切齿的大嫂, 不过他没有多呆, 而是拆开了江小川带过来的红糖, 给每人都冲了一杯红糖水, 这才把剩下的又拿回了屋子, 李家大方也是无奈, 没办法, 如果对方是长辈过来, 那些东西只能李富收着, 但是江小川是个没成年的弟弟, 就只能让江小眉收着, 几人见有糖水喝, 也都特别开心, 特别是李家大嫂怀里那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和旁边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姑娘, 这女孩应该是李广志的妹妹, 李广兰, 几人巴唧巴唧地喝着糖水, 江小川这才打量起这个便宜姐夫, 只见对方也在笑层层地看着他, 江小川的记忆中, 李广志也才十九岁, 身体有点瘦弱,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所以就一直在上学, 今年高一了, 不知道为什么辍学在家, 李广志打量着这个小舅子, 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 不该这个年龄该有的眼神, 江小川见对方苍白的脸色, 皱着眉头问道, 姐夫, 你这身体有没有去医院看一下, 医生怎么说, 李广志听到他的话苦笑了一下, 没啥大病, 小时候得了伤寒论, 熬过来了, 不过也留下病根了,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那医生怎么说, 你这应该算是肺炎, 应该可以治疗啊, 李广志听到他的话, 也是无奈地说道, 医生说, 我这病拖得太久了, 要想治疗好的话, 要注射一段时间盘尼西林, 江小川听到李广志的话沉默了, 以前盘尼西林, 也就是后世的青霉素, 现在的青霉素, 不像后世那么便宜, 在1943年的时候, 一只青霉素生产成本, 就要55美元, 这些年因为工艺改进, 价格便宜了下来, 但是到了国内, 价格还是让普通人无法接受, 不知道有没有病变, 如果没有病变还好, 病变了就麻烦了, 这时江小梅从屋里出来了, 转了个圈, 向着江小川兄弟俩问道, 弟弟, 好看吧, 江小和看着姐姐穿着新衣服出来, 连忙说道, 姐姐真好看, 江小川这才被他从思绪中拉了出来, 笑着说道, 好看, 就是有点大了, 江小梅不在意地说道, 大了好啊, 我才十五岁, 还能长个子呢, 到时候穿起来正好, 这个可以穿好几年呢, 江小川看了看他的身高, 一米五左右, 应该还能长高点, 想到这里, 他都有点担心自己可别长不高呢, 李家大嫂子拉着儿子气呼呼地进了房子, 李家老大也随后回去了, 江小川看着一阵无语, 自己虽然有点特异, 谁让你们不待见自己姐姐呢, 但是这客人还没走呢, 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 好吧, 你还是小屁孩呢, 江小川想到自己姐姐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他便对着姐姐说道, 姐姐, 你跟我去一下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李叔叔, 我和我姐单独说说话好吧, 李富健壮点了点头, 江小梅不知道江小川什么意思, 和自己的丈夫适宜了一下, 便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屋子, 来到房间, 江小川不知道怎么开口, 想了一会, 总结了一下语言说道, 姐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可不准生气, 江小梅听得莫名其妙, 不耐烦地说道, 有什么话你不能说吗, 磨磨叽叽的, 江小川听到后问道, 姐, 你也知道现在我有钱了, 当初你嫁过来的时候, 给了多少彩礼, 你要是不愿意在这里, 咱们愿意出双妹的彩礼, 钱还给他们, 咱们回家, 江小梅听到他的话, 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 你小子现在胆子大了呀, 啥事都管, 我怎么回去, 回去还不是要嫁人, 名声都臭了, 还有谁娶我, 哎呦, 他, 他, 姐你松手, 你不会真的看上那小子了吧, 江小川没想到, 对方反应这么大, 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揪住了耳朵, 关键还很疼, 江小川知道自己问的事比较尴尬, 但是他, 还是想知道对方的想法, 没想法就算了, 有想法的话就离开, 江小梅你听到他的话, 脸上一红, 扭着他的耳朵的手, 又加了点力气, 说道, 什么的小子, 你得叫姐夫, 见江小川嗷嗷叫, 这才松开, 手轻叹了一句, 我已经十五了, 也就一两年也要嫁人, 嫁谁不是嫁呢, 你姐夫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他的身体, 说到这里, 他又叹了口气, 江小川见状明白了, 这是江小梅对李广志也有意了, 随后安慰道, 姐, 没事的, 姐夫的身体应该问题不大, 我上次去省城动了点药酒, 今天回去给你送来, 应该能缓解症状, 至于盘尼西林的话, 下次我去省城再给你们想办法, 江小梅听到他的话摇了摇头, 药酒你要是有的话, 给我送来一点, 盘尼西林就算了, 那要太贵了, 咱们用不起, 江小梅见江小川想说什么, 便又说了一句, 别说你有钱, 那东西你也买不到, 就算买得到, 你那点钱够几针, 江小川见状也不再多说, 等东西弄到以后, 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至于借口, 一大堆, 不能说是自己爹的战友帮忙弄的吗, 因为现在都吃大食堂了, 家里没办法招待, 江小和和姐姐腻歪了一回, 便被哥哥拉着离开了, 当然了, 走之前他偷偷塞了五十块钱给他应急用, 走之前也不忘记交代姐姐, 如果有事就去找自己, 两人回到村里时, 已经快到晌午了, 见有人嬉笑着, 向着村部的方向赶去, 听说今天白面馒头吃饱, 那肯定的呀, 还有猪肉吃呢, 是啊, 听说这几天都有肉吃, 好久没吃到白面馒头了, 都快忘记那味道了, 以后再也不担心饿着了, 但是也有老人之间也在聊天, 哎呦, 哪能这么糟啊, 是啊, 今年都干了这么久了, 不知道明年怎么样, 这群人已经忘记四十二年的事了, 万一再出现大汗怎么办, 造妞哦, 太不会过日子了, 是啊, 看着赵头不太好啊, 这么久了都没有下雨了, 哎, 江小川听着这些人的谈话, 感叹, 还是这群老人经历的多啊, 天灾之前, 必有预兆, 有一些老人已经感受到了, 骑着自行车, 带着江小和回到屋子, 江车子挺好, 江小和便对着他说道, 哥, 我饿了, 早上走的时候, 他已经将家里的铁锅和粮食, 给村里送去了, 自行车属于工业品, 不用上交的, 既然家里不能做饭, 那只能吃食堂了, 走, 去食堂吃饭去, 他来亲身感受, 一下这个时期的大食堂, 是什么味道, 拉着江小和, 带着饭碗, 便朝着村部赶去, 来到村部, 只见村部的外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人, 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 大约有几百人, 江台村一共只有不到一百户人口, 一共三百多人, 这下子全到了, 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边呼喊着, 维持秩序, 应该是村里的妇女主任, 排好队, 快点, 不要紧, 都有, 一人先拿两个馒头, 不够再来拿, 冰子, 让你少拿两个, 你不听啊, 找打势吧, 柱子, 你肉少打点, 你吃得完吗, 光吃肉怎么行, 蔬菜也要吃啊, 旁边被说的男孩端着一碗扣着满满肉的碗, 拍着胸脯说道, 江沈, 我能吃完, 不会浪费, 场面一片混乱, 过了很久, 别人都快打完了, 江小川这才带着江小和来到敬前, 看着饭菜, 他撕了口气, 好家伙, 猪肉炖土豆, 炒大白菜, 白米饭, 白馒头, 番茄蛋汤, 江小川看得心里直发毛, 种类是不多, 但是量大管宝, 就有点吓人了, 他没说什么, 打了一点白米饭, 打了点菜, 带着江小和到一边吃去了, 江小川安静地带着江小和吃着他的饭, 听着一群人唠嗑, 正在吃饭的江小川, 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杨月梅端着饭碗, 向着自己两人走来, 小川, 今天你去看你姐姐了, 她在那边怎么样, 说完情绪有点低落,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娘, 你也别担心了, 姐在那边过得还可以, 姐夫对她还是挺好的, 杨月梅听到女儿在那边过得还可以, 也就放下心来, 那就好, 你姐夫她身体怎么样了, 江小川还是实话实说, 身体还是很差, 不过暂时看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杨月梅也是一阵自责都怪我, 江小川没有说什么, 随后几人随便说了几句, 她便回去了, 没过多久, 江小川就看到自己讨厌的人来了, 只见江卫英和江卫军端着饭碗走了过来, 故意很大声地说道, 哎呀, 这肉真香啊, 你说是不是妹妹, 江卫英也在旁边附和着, 就是, 某些白眼狼以前吃肉, 还不是沾了他那死去的爹的光, 江卫军得意地说道, 是啊, 现在咱们都有肉吃了, 我看他还怎么嘚瑟, 江小川看着旁边已经被说红眼的江小和, 一股怒气上来, 滚, 别在这碍眼, 癞蛤蟆趴脚面, 恶心人, 江卫英自从上次老二被他打了一次, 有点害怕, 没有接话, 反而是被打的江卫军脑子有点不正常, 还来招惹他, 小兔崽子, 你说谁呢, 有种你再说一次, 江小川放下碗, 站了起来, 江卫军见对方的动作, 立马往后退了几步, 想到上次自己居然被一个这么小孩子给打了, 他心里一阵气, 肯定是自己大意了, 不然一个小孩怎么可能会打得过自己, 正要要准备向前动手, 只听身后传来一阵鹤声, 江卫军, 你要是不想吃饭, 就把饭放下滚蛋, 只见江定中在身后指着他说道, 江卫军看到对方缩了缩脖子, 赶忙道, 江叔, 我们就闹着玩呢, 随后仿佛想到什么, 立马说道, 江叔, 这小子的自行车怎么没有上交, 那也是铁的呀,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暗骂一句脑子有病, 自行车属于工业品, 不需要上交, 难道融化自行车, 再去生产自行车, 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滚蛋, 好好吃你的饭, 江卫军文言带着妹妹灰溜溜的跑了, 江小川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 决定下次去找秦老头要点其他的药, 好好给他整治一下, 江定中见对方走了, 也不再逗留, 对江小川点了头, 便离开了, 他还要维持秩序呢, 毕竟今天是第一天吃大锅饭, 吃完饭, 两人便回去了, 让江小和出去玩, 他自己进入空间准备配药酒, 其实也就是空间水加上蜂蜜, 又加了一丁点白酒, 有点酒味就行了, 不过闻着没有药味, 感觉不好, 于是他便出门赶到供销社, 买了一些甘草, 放了进去, 这下好了, 有点要酒的样子了, 做了两个盐水瓶的量, 骑着车便将东西给姐姐送去了, 回来后, 没啥事了便进入空间, 将小川这才拿出之前秦老头给的那本全谱, 开始研究起来, 没有传说中的修炼内力之类的说法, 按照上面的指示, 从最基本的开始站桩, 可能是因为喝过空间泉水的原因, 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才开始感觉身体有点颤抖, 累了就喝点泉水, 咬牙坚持着, 半天过去了, 感觉肚子咕噜噜的响个不停, 弄了只野鸡, 宰了做汤, 之前放进来的黑木耳, 这段时间一直浇水, 木耳也采集了不少, 弄个木耳炒肉片, 再炒了点蔬菜, 就着白米饭大口吃了起来, 喝着鸡汤的时候, 他就想到, 这要是在鸡汤里放点人参多好, 那才补呢, 可惜自己对草药完全不懂, 不然的话, 上次进山还能弄点草药, 这么大的山肯定有好东西, 而且自己刚刚看了一下拳法里, 药玉也是需要药材的, 自己这些都听过, 但是除了人参, 其他都没见过, 江小川思考了一下, 要不要再弄个药园子, 算了, 自己的酿酒大忌还没着落呢, 自己心心念念的木头房子也没盖呢, 不过, 以后有机会可以顺带一起弄了, 休息一会, 吃点水果, 便出了空间, 一连五天, 只要有时间, 江小川就在空间扎马步,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练习简单的拳法了, 而这几天大食堂半的轰轰烈烈, 连续几天大鱼大肉, 而且已经出现有人将吃不完的饭材扔掉的现象, 江小川冷冷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幕, 人们的热情已经无限地高涨, 并不只是江台村才会出现这样, 这不是个例, 不是他们病了, 而是时代病了, 他也管不了了,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他要去把自己的家具给拉回来, 今天也算是乔迁之喜了, 骑着车来到孙师傅的家里, 孙师傅见江小川过来, 赶忙迎了上去, 哎哟, 这都过去几天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江小川停好车, 对他笑着说道, 那怎么可能呢, 不然我飞那么大惊干嘛, 东西呢, 走, 在后院, 咦, 还有后院啊, 后院的过道就在墙边, 来到后院, 这里是一个搭起来的一个棚子, 上面全是卖杆子, 下面放了一件件家具, 江小川走上前去, 东摸摸, 西翘翘, 架子床也带了一些镂空的雕刻, 表面泛着光泽, 显然已经上过铜油了, 而且已经干透, 江小川很满意, 对着孙师傅行, 挺好的, 对了, 孙师傅, 你看我这么小, 一会儿能不能帮忙送一下, 我多给点粮食, 孙师傅听到他说好, 立马嬉笑道, 行没问题, 不用多给粮食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 随后他有点为难的说道, 不过, 这个, 你能不能给一半粮食, 剩下的给钱, 江小川文言一愣, 随后便明白了, 就算有粮食, 也得上交, 到不了他手里, 他便点了点头, 行, 那你算一下, 多少钱, 多少粮食, 孙师傅听到他的话, 立马开心地爆出了价格, 三张床, 三个衣柜子, 三个书桌, 一张大桌子, 一个堂屋的上头柜, 手工费二十斤, 材料费二十斤, 一共四百四十斤粮食, 六个椅子四张大板凳, 一共一百斤粮食, 剩下的边角料, 我做了几个小凳子, 就算了, 一共五百四十斤粮食, 咱们就按六分一斤粗粮, 一共三十二块四, 算您三十二块好了, 之前给过十块钱, 要不你再给十块钱, 说完看向江小川, 江小川想了一下, 便点点头, 给了他十块钱, 至于剩下的, 他一会去弄二百斤玉米粉给他, 刚刚准备出去, 他又转了回来, 别人的粮食都要上交, 他哪里来的粮食? 不行, 只能给钱了, 至于怎么解释, 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孙师傅, 这粮食都上交了, 我只能给钱了, 孙师傅一听, 立马兴奋道, 行, 没问题, 反正自己地窖里藏的还有粮食, 不行把那粮食交上去不就好了, 这钱还能自己留着, 江小川见对方同意, 也饿得麻烦, 又给他十二块钱, 这才让他们找人帮忙搬去, 当江小川带着孙师傅一行人, 来到家里的时候, 一辆军车停在着自己新家的门口, 门口有两个身着军装的小兵看守着, 江小川来到门前, 正准备进去, 便被两人拦住了, 自己回家居然还被拦着, 这是什么脸啊, 你们是谁, 干嘛拦着, 我不让我回家, 两个小兵正要说话, 只听屋内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谁啊, 是不是周家那小子, 让他进来吧, 难道是爹的战友, 这冷冰冰的也不像啊, 江小川狐疑地看了两人一眼, 便抬脚进了院子里, 此时在堂屋里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个子不是很高, 而且很瘦, 两鬓已经开始有白头发, 身着一身橄榄绿, 身上也没有尖章, 看不出什么级别, 整个人看上去, 真的是有点其貌不扬, 典型的一个中年小老头, 但是此时, 对方散发的气势, 却让江小川有点压抑, 不过随着他的意念启动, 这股压抑的感觉, 立马消失干净, 江小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你是谁, 干嘛来我家, 小老头健庄瞬间收起了气势, 瞬间变成了一个和蔼的小老头笑着问道, 你就是周明信的小崽子,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皱了皱眉头, 虽然知道对方没有侮辱的意思, 但是这张嘴就是小崽子, 他挺听着有点别扭, 老头健壮哪里还不明白江小川的意思, 笑哈哈的说道, 怎么了, 叫你一声小崽子, 听着不舒服了, 你老子明信, 我照样叫他小兔崽子, 他都不敢顶嘴, 年纪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江小川无奈, 行吧, 听他的意思, 自己那便宜老爹都得怕他, 自己又能怎么办呢, 再说了, 对方确实没有什么恶意, 只能问到, 老头子, 你到底是谁, 找我干嘛, 老头子一听不高兴了, 什么老头子, 叫赵爷爷, 没大没小的, 要是你爹的话, 我一脚就踹过去了, 爱说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阵落寞, 江小川也不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赵老头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 对着江小川说道, 我叫赵启年, 以前是你爹的领导, 八年前, 我们一起执行任务, 他没能回来, 具体的原因, 我也就不能说, 不过这次, 我也只能转业了, 已经定下来了, 下一批转业的人员就有我, 这次来, 是安排你们去省城的, 江小川一听他的话, 立马炸了, 你嘛, 这个时候去个鬼的省城啊, 熬过了三年, 没过几年好日子, 就被弄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江小川不乐意地说道, 我有病吧, 我在这儿好好的去省城干嘛, 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赵启年听到他的话不乐意了, 你知道, 为了让你们一群人能去省城, 我费了多大的力气吗, 江小川听到一群人, 显然意思不止自己兄弟两人, 还有其他人, 你的意思是, 不止我们兄弟二人, 赵启年听到后点了点头, 那次出去的人, 有三个没有回来, 直接牺牲了, 在我回来之前, 你爹三人已经被定性为烈士了, 其他人几年前都已经去了省城, 只有你们没有去, 江小川奇怪,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去省城的事, 赵启年一脸怒气地说道, 还不是你那大伯几人不敢去省城, 拿着证明, 跑县城里去找到工作了, 大财小用, 江小川这才释怀, 原来如此, 不然怎么会时隔八年, 才让自己往省城去, 原来早就被自己大伯他们拿去用了, 那, 现在证明已经没有了, 也没用了呀, 赵启年轻蔑地笑了一下, 你以为就你那张偷偷摸摸的举报信, 能有多大的用处, 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谁还能给你找到头绪, 你说是啥就是啥, 江小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自己偷偷举报, 居然都被对方知道了, 赵启年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你大伯他们已经全部被没收家产, 全部赶回了老家了, 你要是想看看他们, 现在应该能看到了, 说完, 还是有点气愤, 虽然光深回去的, 但是这几年, 他们还是享福了不少, 江小川眼珠子一转, 没去劳改, 赵启年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劳改, 毕竟是你爹的哥哥和弟弟们, 如果你爹没有你们, 你大伯他们拿得理直气壮, 江小川一阵遗憾就知道会这样, 现在的法律还不是很健全,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随后说出了一句, 让赵启年气歪了鼻子的话, 那我也不去, 我又不稀罕, 赵启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小兔崽子, 你以为这些东西是你应得的, 这是你爹拿命换来的, 你就这么不稀罕, 再说了, 你不去城里, 你吃什么, 一直吃大食堂, 你弟弟和你不要上学, 江小川也不听他劝, 反正就是不去, 去城里难道就不是去大食堂了, 一样的好吧, 只不过不是现在而已, 在1960年开始的, 自己那时候过去, 正好开始吃大食堂, 老子这新房子家具还没放进来呢, 就要去省城, 自己真是闲得慌, 他才不去, 赵启年健壮也是气得不行, 别人都是巴不得进城能吃上商品粮, 他倒好, 还不愿意去, 再说了, 你们的户口已经被我迁到了省城, 你在这怎么待, 江小川这一下真的被他弄猛了, 难道迁户口都不要自己同意的吗, 好吧, 虽然他不知道具体的操作, 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个可能和劣势的流程有关系吧, 绿色通道, 不懂, 这户口都被弄到城市, 到时候买粮食得凭够粮本, 用够粮本加上钱才能买到粮食, 但是这样自己在农村不行啊, 没有这些东西寄过来, 自己哪里有理由吃好喝好的, 难道一直偷偷摸摸的, 那还不如天天住空间里得了, 这老头子坏得很, 也不和自己提前说清楚, 这也不能怪赵启年, 这年代有哪个农村的人不羡慕吃商品粮的, 吃上商品粮就是端上铁饭碗了, 江小川去哪里都无所谓, 只是不想弄得太麻烦, 几年以后城里可不清静, 赵启年见江小川还是不想去, 有点恨铁不成钢, 你小子, 要不是你爹为了救我牺牲的, 要不是我一直把你爹当成干儿子, 你以为我会为你们操心? 随后又轻声说道, 不过你们也可以缓一缓, 我转业还要一年, 明年年底, 到时候来吃年夜饭就行了, 江小川翻了翻白眼, 你们一家人, 我们去过什么年? 赵启年落寞地说了一句, 我就一个儿子, 跟你爹一起走了, 你爹16岁跟着我, 在我手下做了12年的警卫员了, 江小川听到这话, 没有再接话, 这个时代的军人付出了太多, 一门中烈的事情不是没有过, 他在想要不要去, 如果以后自己走了, 给小和找一个后台也是不错的, 而且江小和也要上学, 虽然到时候正常高考的大学上不了, 但是去上工农兵大学也是不错的, 熬过了那段时期混个铁饭碗, 以后也算海阔天空了, 不过到时候城里比较混乱, 再看吧, 不行的话让小和过去也不错, 反正还是有一年多的时间, 感觉有点烦躁, 便不耐烦地说道, 到时候再说吧, 赵启年也不再多说, 随后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们的户口我报过去的时候会改成姓周, 你说你好好周家的种都分家了怎么还姓江, 卯子不够使了, 江小川翻翻白眼也没反对, 只是说了一句, 如果我们是以周家的名义分出来, 那就得回周家村, 不幸江会让江书难做, 反正以后还能改, 赵启年听到他的话也不再多说, 行了, 你知道就行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一年以后我会转业到省城, 你们来省城找我就行了, 我还很忙, 先走了, 赵启年说完打了个招呼, 直接就走了, 江小川跟在身后没有说话, 赵启年走在前面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傻小子, 哪有直接就能转户口的, 你得在城里登记了才算落户, 这年代办理户口转移, 只要上面批准, 拿着之前所在地方的证明, 到接收地办理一下手续, 登记好了就行了, 前提是必须得上面已经批准才行, 不过这些江小川不明白, 见车子开走, 孙师傅几人这才赶上前来, 小声地问道, 小同志, 你这什么情况啊? 江小川见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便假装大声地说道, 哦, 是我爹的战友, 过来看我们, 问我们在村子里有没有委屈, 现在没事了, 孙师傅, 不好意思, 你们帮忙搬进去吧, 混在人群中的江卫军, 听到他的话, 缩了缩脑袋, 悄悄退了出去, 江小川笑了笑, 这就是一个欺软趴硬的主, 孙师傅带着几人, 很快就将东西安装好了, 走之前, 江小川给几人一人泡了一杯糖水, 几人连连感谢, 孙师傅几人走后, 江定中身后跟着一群人, 向着家里走来, 手里都提着一点东西, 江定中进来后, 笑着说道, 小川啊, 你这现在有自己的家了, 算是真正的独门独户了, 按道理来说, 今天应该给你暖房的, 不过现在吃大食堂了, 没办法给你凑粮食了, 就随便凑了一点东西, 东西不值钱, 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村里对于外来落户的人, 安心家以后, 都会或多或少的支援一点, 有送几斤粮食的, 有送菜的, 有送用品的的, 好让人能安定下来, 不过这也算随理了, 以后日子过得好了, 是要还的, 这都是人情, 江小川虽然不是外来的, 但是他的情况, 大家也比较熟悉, 和外来的差不了多少, 乡里乡亲的, 能帮存一点是一点, 江小川看着眼前的东西, 东西确实不是什么值钱的, 有送竹篮子的, 有送薄鸡的, 有送一点花生, 有送一点瓜子的, 还有一篮子鸡蛋的, 这鸡蛋应该是一群人凑的, 这些东西他都不缺,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毕竟大家火锅的都不容易, 江小川见状, 对着面前的一张张墨身, 又熟悉的面孔说道, 叔叔婶婶们, 谢谢你们了, 一群七嘴八舌的回复者不用客气, 有困难说, 乡里乡亲能帮忙就帮忙之类的话, 搞得江小川有点尴尬, 不知道怎么接话, 江定中见状对着他们说道, 行了, 都散了吧, 这里地方小, 也没办法招待你们, 众人听到后, 也就散了开来, 就剩下江定中, 带着他的小儿子在这里, 江小川也给他们两个, 泡了一杯糖水, 刚刚之所以不泡, 不是因为瞧不起, 是真的没那么多杯子, 江定中坐了下来, 摸了摸手里的屁股下的椅子, 打量了一下, 嘴里嘖嘖地说道, 这新的坐起来就是舒服, 小铁蛋则是在那里趴吉趴吉地喝着糖水, 打量着这个新的家, 江小川笑了笑, 江说, 这还得感谢您呢, 没有你给我张罗, 我这个房子还盖不起来呢,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摆了摆手, 又不是什么大事, 村里盖房子, 有几家我没打把手的, 就你小子客套, 再怎么说, 你也是军人的后代, 能帮一把是一把, 江小川笑了笑, 江说, 你看, 现在要还老毛子的债, 家家都要养任务猪, 村里不是准备修猪舍吗, 你看村里的任务猪能不能交给我, 江定中听到后皱着眉头, 你怎么还在打这个事的主意, 你这么小, 怎么样, 谁能信你, 江小川笑了笑, 江说, 你别着急啊, 今天不是我爹的领导, 不是过来了吗, 我可以去省城农机站去找人学习一下, 总比靠着经验来养的好吧, 您说是不,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犹豫了一下, 感觉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想到他又不认识字, 学个毛啊, 你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学,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被噎住了, 是啊, 自己又不认识字, 江说, 您可以给我两头养着试试, 行了, 以后您就交给我, 行不, 江定中想了一下, 也行, 今年给你两个小猪仔, 你试试, 行的话明年再说, 你可得养好了, 这都是有任务的, 家家户户都有任务猪, 按照江小川家里的情况, 他是不需要分配的, 不过没有任务猪的借口, 江小川买猪仔都买不到, 偷偷买了也不敢养, 江小川拍着胸口保证道, 江叔, 您放心好了, 说定了一件事, 江小川松了口气, 随后又问了一句, 江叔, 父亲有没有哪个人对草药熟悉的, 他想尽快找点人参之类的东西, 先养着, 毕竟这玩意年份越高, 药效越好, 越值钱, 江定中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你小子问这个干嘛, 江小川干大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江叔, 山里那么多草药, 可以采了卖给供销社呀, 江定中听到江小川的话, 脸色立马一变呵斥道, 你小子不要瞎狗, 想到一出是一出, 这山里是随便能进的嘛, 也不怕被狼给叼走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嘚瑟地想到, 这山里的狼王在自己面前乖的都像一条狗一样, 自己还能怕狼, 不过这些江小川可不能告诉江定中, 江叔, 我只是随便说一下而已, 您就告诉我吧, 我怎么可能没事进山呢, 江定中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但是想到就算自己不告诉他, 打听一下还是能够知道的, 他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公社里有个狼钟, 你去问一下, 他应该知道的, 江小川连忙道谢, 江定中无语地摇了摇头, 不是个安分的主啊, 喝了糖水, 江定中便带着儿子离开了, 临走不忘交代对方不要往山里跑, 江小川连连应试, 江小川把之前住的地方东西给搬到新家来, 其实也没啥东西, 将一些用品和四只小狗带了回来, 便将钥匙还给了江定中, 这下算是彻底有新家了, 等过几天棉花开花了, 弄几床冬天的被子就齐活了, 这都过去十几天了, 空间里十倍的加速, 种的东西大部分都成熟了, 之前一直没管, 也要整理一下了, 有些东西够用就行了, 种的乱七八糟的, 整理出来再种的话, 种类要弄少一点了, 进入空间打量着乱七八糟的空间, 开始整理起来, 八十亩地的玉米种下没多久, 但是已经长出苗来了, 而且长得挺高的, 五亩地的麦子已经抽碎了, 估计五六天后就能和玉米一起成熟, 当初种的五分地的葵花籽, 此时已经接了一个个大盘子, 种子已经成熟了, 大手一挥, 一粒粒的葵花籽飞向早就准备好的麻袋, 整整三个麻袋, 大概有三百斤左右, 棉花的花孤朵已经要开始开花了, 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能进入收获期, 棉花的花期很长, 一般都有一到两个月, 产量还是很高的, 自己这二分地的棉花估计能收个百十斤, 足够自己家用了, 黄豆和花生当初也种的比较多, 接近一亩地, 黄豆收了四百多斤, 花生收了八百斤, 暂时足够了, 芝麻当初只种了半亩地, 一共只收获了一百斤左右, 其他绿豆红豆之类的种的不多, 每一种只有几十斤, 摘下一颗黄瓜也不洗, 在身上擦一下, 咔嚓就放在嘴里啃了起来, 一边啃着黄瓜, 一边在田里走着, 番茄, 黄瓜, 南瓜, 冬瓜, 各种蔬菜和瓜果之类, 已经收了不少, 放在角落里, 可惜, 辣椒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朝天椒, 不过这种农村的笨辣椒, 吃起来还是很香的, 走到最边上的一块地, 这里是他种了二分地的西瓜, 此时, 西瓜已经长得又大又圆, 将吃了一半的黄瓜塞进嘴里, 随手摘了一个大西瓜, 掂量了一下, 估计有个十几斤, 这个西瓜前几天就长这么大了, 不过不知道熟了没, 也就没在意, 今天捶一个尝一下, 碰, 西瓜硬生而裂, 鲜红的汁水顺着手指缝流了出来, 尝了一口唉呦, 不错, 真甜, 一口气吃了半个西瓜, 实在吃不下了, 打量了一下, 估计有七八十的大的, 还有一些小点的, 先将大西瓜全部摘了下来, 小的就先留着了, 后续还能长大, 红薯现在被自己扦插的有一亩多地了, 而且藤腕已经长得很长了, 这个也不动, 等于会扦插用的, 留了八十亩玉米, 五亩麦子, 西瓜和棉花不到半亩地, 红薯一亩多, 剩下的全部铲除了, 将红薯杆子剪下来, 扦插了十亩地的红薯, 红薯挖了出来, 放在一边, 好家伙, 这红薯真能长, 收了估计有六七千斤, 这下猪吃了, 估计长得会更快了, 随后每种蔬菜加一期补中了一些, 不过不多, 一共才中了半亩地, 够自己吃就行了, 之前每次蔬菜能采摘的时候, 自己都采摘了一些放在空间角落里, 反正又不会坏, 看着一下子干净很多的空间, 心里也是一阵舒服, 又看了看另一边的果林, 果子已经没有了, 这一期的果子已经结束了, 估计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进入下一个果期, 而樱桃树上的小蜜蜂, 此时族群也没有扩大多少, 毕竟空间里的花, 支撑不了太多的蜜蜂, 各种水果倒是有个几百斤, 特别是它一直最爱的樱头, 一直以来都在吃着, 但是还是没有吃腻, 五头野猪和两头夹猪, 也被它放在了一起, 现在已经长成大猪了, 估计快有两百斤左右了, 不知道是不是只吃白菜长得慢, 一挥手, 一堆红薯被放进猪栏里, 一群野猪们哼计哼计的开始啃起红薯来, 野鸡和家鸡放在一起, 管它会不会孵出小鸡, 不行吃毛蛋也行, 公鸡加母鸡有个一百只左右了, 鸡蛋有个四五百枚, 现在这批鸡都已经开始下蛋了, 估计后面鸡蛋的数量会暴增, 太多了, 得想办法处理了, 鸭子已经开始下蛋了, 不过不多, 也就几十枚, 将所有的栏杆都重新整理了一下, 这一下就没那么乱糟糟的了, 看着角落里的猪肉, 这猪肉没怎么动, 母猪肉小点就先吃的母猪肉, 到现在还有还有半只呢, 至于猪下水, 这段时间已经被它偷偷煮了, 给四只小狼狗吃得差不多了, 至于另外一只大的公猪, 它现在也不想弄, 整理好以后, 看了一眼角落里放着的鸭蛋, 天天吃肉, 弄个咸鸭蛋来就这稀饭也不错, 点点头, 说做就做, 不过咸鸭蛋怎么做的, 记得以前这鹰, 那手里都有, 但是好像要保鲜膜, 这玩意咋弄, 黄泥, 试一下吧, 反正这玩意以后不缺, 弄坏了下次再做, 将鸭蛋洗了一下, 肉疼的拿出之前已经开过的茅台酒, 可以自己太小了, 不能喝, 茅台酒腌鸭蛋, 这个可以, 这要是放在后世的痘因里, 估计能火一把, 他犹豫了一下, 用黄泥做的咸鸭蛋要不要酒, 真的不记得了, 看来这穿越也是要技术的, 没点知识量还真不行, 不管了, 从空间里刨了点土, 倒进一些盐, 对了一点水, 活成稀泥状, 将鸭蛋弄上一层酒, 然后裹上一层泥巴, 挨个放入套盆里, 全部弄完数了一下, 有六十多个, 不少了, 空间里加速以后, 两天就能吃了, 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流油, 不能流油的咸鸭蛋, 他可不喜欢吃, 没有灵魂, 本来准备去找姜定中弄两只猪仔来养的, 想到离冬天没几个月的时间了, 到时候从哪里来弄猪草, 现在自家的自留地都不能种东西了, 哪里能弄到猪食, 不过这个情况到明年就好了, 明年自留地又会分配给农民, 养殖也不再受限制, 不过那个时候, 人们已经没有粮食来养这些家畜了, 那就等明年开春了再说吧, 下午去山里看看, 不过在这之前得先去看看那些草药, 都是什么样子的, 江小川骑着车子赶往公社, 一番打听来到了一个郎中的家里, 郎中姓田, 医术怎么样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祖传的中医了, 在西奥还没有完全横行的年代, 这些郎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不过到了66年以后, 这些都是最先倒霉的一批人, 江小川停下来, 将车子停好, 来到房门前, 轻轻敲了敲房门, 没人开门, 但是里面传来了一道声音, 进来吧, 江小川推门而入, 只见院子里一个个架子上摆着一张张竹席, 上面铺满的各种草药, 空气总弥漫着一股子药味, 一个妇女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正在翻晒着上面的新鲜药材, 正在晒药材的妇女, 见江小川向着自己这里打量过来, 便对他说道, 看病室吧, 进里面吧, 江小川一头的黑线, 我哪里有病啊, 不过他也不能说什么, 没事谁来找郎中啊, 他点了点头, 向着堂屋走去, 堂屋的门没有关着, 他直接就进去了, 屋内一张桌子内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体型比较消瘦, 一身的长袖劳动布, 虽然洗得有点发白, 却一尘不染, 一眼看上去, 还有点书卷气息, 江小川心里一阵付费, 不知道这么热的天, 穿一身长袖不知道热不热, 也不怕中暑, 这还是医生呢, 那人头也没胎地说了一句, 稍等片刻, 我一会就好了, 只见此人单手正在为他面前的, 一位中年男子把着脉, 过了一会他收起手, 对着面前的男子说道, 问题不大了, 再给你开一点药, 回去服用两天就行了, 挤得伤口不要碰水, 对面那位看上去应该是农民, 右手上包扎了一个伤口, 应该是干活的时候, 手受伤了, 对方连连道谢, 谢谢, 田大夫, 随后他给了对方一块钱, 拿着要便离开了, 郎中在这个时期属于特殊职业, 不算私人买卖, 田大夫洗了洗手, 这才转身看向江小川, 随后皱了下眉头, 你这不像有病的呀, 精气神十足, 是不是隐吉, 随后对着他招了招手, 过来我给你把把骂,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一头的黑线, 气得在心里暗骂, 你才有隐吉, 你全家都有隐吉, 老子好得很, 不过想了一下, 对方也只是站在医生的角度看待问题, 他走了过去, 笑着说了一句, 田大夫, 是这样的, 我是江台村的,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片山吗, 那里肯定有一些草药, 我是想过来和您学一学的, 田大夫听到他的话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我不收徒弟, 江小川愣了一下, 我又不是来学医术的, 田大夫, 我不是来学医的,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 怎么辨认这些药材的, 这样村里人学会了, 也能增加点收入, 田大夫听到他的话, 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 不是我不教你, 一知一道, 肾之又肾, 有很多草药长得都差不多, 短时间的学习, 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只是学个辨认草药而已, 又不是去行医, 不至于这么谨慎吧, 江小川健壮, 只能耐心地劝说道, 田大夫, 你看我这怎么样, 才能学辨认草药, 村里穷, 能弄点药材, 也能填补一下, 您到时候需要什么药材,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给你提供, 田大夫想了一下, 最后一句才是让他心动, 现在不准买卖, 就算采了草药, 只能卖给供销社, 光靠自己去采, 能动多少说道, 这样吧, 你先过去帮我夫人晒几天药材, 到时候顺便让他教你一些常见药材的辨认, 江小川听到夫人两个字的称呼, 感觉还是挺别扭的, 不过既然能答应, 还是挺开心的, 连忙说道, 哎, 好, 那谢谢田大夫了, 田大夫带着江小川来到院子里, 对着正在晒药材的俩个人喊道, 明月, 你过来一下,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随后想起来, 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呢, 便对江小川问道, 我叫江小川, 您叫我小川就行了, 田大夫听后, 转头对来到镜前的妻子说道, 明月, 这是小川, 这段时间, 你带他认识一下基本草药的辨认, 这是我夫人, 李明月, 江小川赶忙说道, 明月沈你好, 李明月笑了笑, 对着江小川招了一下手, 行, 我知道, 那就过来吧, 江小川对着田大夫点了个头, 跟着李明月走去, 田大夫则是回到了堂屋, 来到晒药材的地方, 此时那个少年正好奇地看着他, 小家伙, 你怎么想来学认草药啊, 这味道难闻死了, 我还巴不得不学呢, 李明月见状拍了一下对方的头, 红俊, 你小子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让你爹听到了, 又是一顿揍, 田红俊被打了一下, 看着堂屋的门口, 缩了一下脖子, 知道了, 娘, 江小川见状笑了笑说道, 我不叫小家伙, 我叫江小川, 你以后叫我小川好了, 我以后叫你红俊, 随后说道, 我们那里有座山, 里面草药应该有一些, 不过我们都不认识, 所以想过来学学怎么辨认草药的, 这样也能卖给供销社, 对方撇撇嘴说道, 这玩意现在又不是很值钱, 跑山里一趟还累得要死, 说完反应过来, 立马激动地问道, 哎, 小川, 那山你进去过没有,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进去过呀, 不过不敢进深山, 那里面有狼, 田红俊听到有狼, 两眼放光, 那你下次带我去行不, 我爹都从来不给我进山,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摸了摸鼻子, 他可不敢带对方去, 万一有个闪失, 自己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在旁边笑着听着两人说话李明月, 文言敲了一下儿子的头, 你以为进山是晚啊, 那里多危险, 不知道倒好歹, 想去, 你去找你爹去, 看他同不同意, 田红俊听到母亲的话, 撇撇嘴没有说话, 怎么可能, 不打断他的腿就不错了, 李明月健壮也不再管他, 小川, 你过来, 我带你看一下这些草药, 大部分的草药, 一般都是在七到十月份的时候采摘, 所以, 现在有些去山里外围的人, 就会时常带一些草药过来, 不过不多, 只有灵星的一点, 说吧, 便对着江小川简单的介绍起来, 幸好此时还有一些药材, 没有被晒干, 还是新鲜的, 勉强还是能辨认的, 不过有一些没有叶子了, 像何守屋, 田七, 当归之类的, 他都没办法辨认, 这就有点让他为难了, 明月审则, 这些药材都只剩下根筋了, 这玩意我也不认识啊, 李明月听到他的话, 奇怪地问道, 你不是要学草药辨认吗? 江小川健壮解释道, 我是因为想采山里的草药, 那些草药埋在土里, 上面只露出一个叶子, 这样我没办法辨认啊, 李明月这才反应过来, 拍了拍额头, 对啊, 那你过来, 说完便带着江小川来到了后院, 只见此时后院稀稀拉拉地, 种着不少药材, 江小川健壮两眼放光, 这里种的有, 说明肯定有种子啊, 我还去个屁的山里, 明月审, 这些药材有没有种子啊? 李明月狐疑地看看他一眼, 你不是要采药材吗? 要种子干嘛? 你想种啊? 江小川尴尬地笑了一下, 是啊, 我想在家里的院子里种一些试试, 李明月听到他的话, 笑着说道, 没用的, 这里的种植环境, 不适合这些药材的生长, 我们弄这些, 主要是为了红菌它变人药材用的, 种子倒是有一些,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有, 江小川立马激动地问道, 明月审, 有哪些种子, 人参的种子有吗? 李明月摇了摇头, 没有, 这人参一般要五六年的种子留着才好, 园子里的才三年, 种子都脱落在地上了, 江小川心里失望了一下, 随后对着他说道, 明月审, 你叫我认识一下吧, 先挑最贵的人参吧, 说完嘿嘿一笑, 李明月也不在意, 带着他便来到一块地方, 指着地上的三颗人参说道, 这就是人参, 你们这些人不懂, 总感觉人参贵, 那是说上了年份的人参, 几年的参价格不算贵, 江小川看着眼前的这颗人参, 心里暗恼, 这玩意自己进山的时候见到过, 而且不止一处, 外围确实没有发现, 不过在之前的水潭背阴处, 好像见到过, 最后自己巡视狼王那里的盆地时, 更是看到一片, 估计是那里人去的手, 才保留下来的, 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阵火热, 江小川按捺住马上进山的想法, 听着李明月点着园子里的其他的药材, 这是何首物, 这个田七, 这个是当归, 这个是薄荷, 江小川问道, 薄荷也算药材, 李明月笑着问道, 为什么不算, 气热的药材啊, 好吧, 也不知道后世那些在糖和气水里加薄荷的, 有没有一失资格证, 辨认了一会, 让江小川大概知道了一些简单了解, 李明月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去食堂吃饭了, 你要不要一起, 到时候就说是我家亲戚来了, 江小川立马摇头, 不用了, 沈子, 我先回去村里吧, 今天谢谢您了, 李明月也没有勉强, 江小川和田大夫打了个招呼, 对着田红俊摆了摆手, 便骑着车离开了, 田红俊一脸羡慕地看着江小川骑车离开, 骑车往回赶去的时候, 路过公社的时候, 看到正在推着板车离开的胡老三, 想到自己家的厕所还没有着落呢, 他可不想屁股底下放一个大缸就这样了事了, 那炸起来的感觉酸爽, 有没有小时候经历过的, 城里应该没有这情况吧, 胡老哥, 等一下, 正在埋头推车的胡老三听到后面的声音, 停了下来, 扭头一看, 是骑着自行车的江小川立马惊讶道, 吆喝, 居然骑上自行车了呀, 这年头的自行车不亚于后世的豪车,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嗯嗯, 去省城买的, 胡大哥, 我想问一个事, 胡老三从自行车上收回了思绪, 啥是你说, 胡大哥, 你们这卖的陶锅和大缸, 怎么没见你们卖瓷器, 是不能烧着瓷器吗? 胡老三文言笑了一下, 烧是能烧的, 就是产量不高, 一般都是直接卖给县城的供销社, 农村这边卖得太慢了, 江小川一听居然能烧, 心里一喜, 不过怎么才能让帮忙烧呢? 迟疑了一下他还是问道, 胡大哥, 我想让你们帮忙烧制一个东西, 要辞的, 不知道行不行, 胡老三想了一下也没有答应, 问道, 你想做什么东西? 江小川一听, 没有拒绝感觉有戏, 赶忙说道, 我想要一个一尺宽, 六尺长的槽, 只是底部要圆形的, 尽量坐后一些, 就这样, 笔划了半天, 这才让对方明白什么意思, 胡老三听到这个笑了一笑, 你说这个呀, 不就是半个水管吗? 说得那么复杂, 江小川文言尴尬了一下, 我这不是怕你听不懂吗? 胡大哥, 这个能不能做? 胡老三犹豫了一下说道, 做事可以做, 不过这个价格, 没做过这个东西, 虽然看着简单, 但是得老实附做, 江小川想想也是, 后市做鸡加工, 开模都很贵, 胡老哥, 你看什么价格合适? 胡老三想了一下说道, 这样吧, 我回去给你问问, 有消息了, 明天告诉你, 江小川连连道谢, 那就谢谢胡老哥了, 他想了一下问道, 胡老哥, 兔子还要不? 我那里还有十来只, 胡老三一听, 心里一喜, 不过随后想到, 现在吃大食堂了, 药也没用, 便摇了摇头, 暂时先不要了, 现在家里不准做饭, 还是算了吧, 江小川也不勉强, 等过段时间, 秋收还没接上, 那时候这玩意, 又是紧缺物了, 和胡老三寒暄了几句, 他便骑着自行车, 往山里赶去, 来到山脚下, 他没有着急进去, 都这个点了, 肚子也饿了, 闪身进入空间, 看着角落里的那些黄豆, 突然想吃豆腐了, 因为现在整体蛋白质和油都缺, 所以大豆这种东西管控的非常严格, 大部分大豆都拿来榨油了, 只有少量的拿出来做豆腐, 而且量很少, 之前还有自留地的时候, 年底了还可以到末房去末点豆腐, 现在不行了, 所以现在买块豆腐都得豆腐票, 自己可没有豆腐票, 吃饱喝足, 挺身进入山里, 现在已经九月底了, 但是是山里的树还是翠绿的狠, 只有少量的树已经开始落叶, 一路来到水潭处, 也没有发啥什么大的动物, 野鸡野兔碰到几只, 都被他收进空间了, 反正这个山这么大, 也不用担心被抓绝了, 来到水潭处, 此时水潭的水已经不多了, 这水应该是山缝里存留的水, 这水积累的慢, 同样因为山体遮掩, 蒸发的也慢, 但是终究会有流丸的时候, 来到水潭边背阴的地方, 有一处植物正盛开着, 将小川半跪在地上, 拨开地上的斧叶, 打量起来, 确实是人参, 不过只有一棵比较大的, 剩下五棵比较小, 好像挖人参不能把根弄断了, 也没有专业工具, 旁边找了一个树枝, 便开始摆弄起来, 十分钟后, 根须才露出一些江小川有点急躁, 半个小时后, 下面还有很长的根须, 江小川把树枝一扔, 手里出现一把铁锹, 对着离人参有点距离的位置, 一铁锹下去, 几颗人参便被挖了出来, 将一坨土连着人参, 直接放进水潭里, 他拍了拍手里的泥土, 老子还不伺候了, 就你们是多, 泡了一会, 拎着人参头, 在水里摆了几下, 泥土便脱落了下来, 清洗干净, 打亮着眼前的几颗人参, 感觉这也太小了吧, 最大的那颗, 也就小拇指那么粗细, 这要是晒干了, 能剩下多少, 也不知道这是多少年的, 明天去问问田大夫, 现在先不管了, 扔进空间再说吧, 洗了洗手, 扛着铁锹, 又顺着路, 向着山里走去, 快到盆地的时候, 他听到一阵阵的嘶吼声, 他赶忙停下脚步, 意念顺着声音的方向弥漫去, 只见一只黑熊正在和一群狼相互死咬着, 江小川皱了下眉头, 这山里居然还有黑熊, 不知道老虎有没有, 只见黑熊已经有些无法支撑了, 黑熊虽然强大, 但是毕竟势单力薄, 在一群狼的疯狂死咬下, 黑熊有点支撑不住, 准备外逃, 方向正好是江小川这边, 而且此时旁边已经有三四头狼倒在一边了, 看样子也是活不了了, 见黑熊要逃跑, 群狼正要继续上去撕咬黑熊, 滚蛋, 江小川呵斥一声要继续追上来的狼群, 向着黑熊迎来, 江小川怎么能让眼前的一坨宝贝跑了呢, 那熊掌, 熊皮和熊胆呢, 都是好东西, 正在不远处的那头狼王, 看到江小川的到来,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阿巫, 阿巫, 低吼一声, 连续叫了两声, 狼群这才停止了攻击的步伐, 而黑熊并没有停下脚步, 见狼群没有跟上, 更是加速了脚步, 至于前面出现的小不点, 一巴掌拍飞就行了, 正在奔跑的黑熊突然感觉一阵晕血, 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随后身上传来一阵刺痛, 挣扎了好一会, 才渐渐失去了气息, 江小川随后跟着进入空间, 看见黑熊身上的被狼咬的不少伤口, 以及被木桩扎出来的几个洞, 有点心疼, 这皮毛不完整的, 也不好看了, 不过放在里面应该挺暖和的, 江小川摸着自己下巴思索了一下, 自己是不是缺一张狼王的皮啊, 此时, 狼王正在外面盯着江小川消失的地方, 突然, 感觉一阵心悸的感觉, 嘀吼一声, 带着狼群向着深处跑去, 看着角落里, 还有四只狼在那里没有处理, 这段时间自己宰兔子已经有一些经验了, 一次性弄了吧, 江狼找了一棵树挂在上面, 从嘴巴开始, 很快一张狼皮就被包了下来, 江狼的内脏弄出来, 肉直接被扔进水缸里, 很快四张狼皮就出来了, 连同四坨狼肉, 没吃过这玩意, 不知道好不好吃, 随后看着剩下的这头黑熊, 这是一头熊性黑熊, 大概有四五百斤, 树肯定挂不上了, 只能就地解剖了, 手里的刀不断飞舞着, 没过多久, 一张熊皮也出来了, 就是可惜了上面的一些洞了, 将熊皮扔到一边, 又将四只熊掌给切下来, 扔进缸里, 在肚子里掏了半天, 掏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熊胆, 想了一下, 拿出之前腌制咸鸭蛋剩下的茅台酒, 还有大半瓶, 将熊胆放了进去, 这玩意儿好像就是这么弄的吧, 嗯嗯, 应该就是这样弄的, 江小川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走出空间, 一看狼群已经不知所踪, 他也不在意, 按照之前的记忆, 来到一处角落阴凉的地方, 找到了那个地方, 此时这一簇的人生苗, 看得江小川心里一阵欣喜, 懒得在麻烦, 和之前一样, 用铁锹全部给挖了出来, 有十四颗, 其中有三颗大点的人生, 大概有大拇指粗细, 跟个细萝卜似的, 也不知道多少年份的, 不过对他来说无所谓, 自己暂时也不用, 进入空间, 想到人生一般都生长在背阴的地方, 自己这里也没有啊, 不过后世不是一直都有零下身的种植吗? 我这种到树底下,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就先这么着吧, 陆续将所有的人生都种在的果树下, 也就二十颗人生, 估计占地一两个平方多点, 弄好之后, 这才出了空间, 沿着盆地寻找泥土多的地方,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的东西。 当他来到一个地方后, 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 因为他突然感觉附近有狼群在自己身边出没, 江小川也没有动, 静静地等着, 没过多久, 那头狼王就出现了, 一群狼都对自己呲牙咧嘴的, 江小川皱着眉头, 难道没打够? 随后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 想到估计是自己之前包狼皮的时候, 那个味道附着在自己身上了, 江小川将手里的棍子拿出来, 指着那只狼王没有说话, 反正说了他也听不懂, 狼王见状, 弯下了背, 用后抓刨着土地, 呲着牙嘴巴里传出嘶吼声, 一副随时都要扑过来的感觉, 但是迟迟不见动静, 只见此时狼王身后同样有一头身材高大的狼, 对着狼王嘶吼了一下, 江小川笑了笑, 这是眉稳固住地位啊, 有狼想上位, 江小川见状也不管其他的, 你有意见就先置你好了, 送, 之前对着狼王嘶吼的一匹巨狼消失在群狼的面前, 群狼发出不安的嘶吼声, 而此时狼王对着群狼嘶吼一声, 便独自离开, 江小川见狼王夹着尾巴离开, 轻笑一下, 跟着进入空间, 十几分钟过后, 当江小川再次出现后, 只见先前还呲咬咧嘴的巨狼, 同样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离开了, 而其他的群狼也跟着离开了, 江小川见状摇了摇头, 要不是担心把狼都弄死了, 这里随时都有人能来, 他倒是想把这些狼都弄死得了, 狼群走后, 他这才顺着山里到处晃悠着, 倒是让他看到许多草药, 但是也不太确认, 毕竟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环境下, 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些看一眼什么都知道的情况, 完全扯淡呢, 自己自从有意念开始, 记忆力已经非常厉害了, 可是也无法做到一眼就能认出来, 都踩了一些, 放空间里, 到时候让李明月辨认一下, 咦, 好大的灵芝, 正在搜索的他, 突然看见前方一个有脸盆大小的灰白色灵芝, 长在一棵枯死的树上, 旁边还有一颗小的紫红色的灵芝, 小心翼翼地将大灵芝采摘下来, 这个可是个宝贝啊, 看着还有一颗不是特别大的紫色灵芝, 想了一下, 还是随手掰了下来, 也扔进了空间, 转悠了一圈, 感觉差不多了, 便骑车回去了, 回到家时, 时间已经不早了, 江小和也已经回到家里, 哥, 你跑哪里去了? 小狗都快饿死了, 江小川刚刚进门, 便听到江小和在那里抱怨, 他拍了拍自己的头, 这段时间小狗每天都只能吃两顿, 没饿死估计, 还是因为自己给他们偷偷放了肉了, 现在吃大食堂, 按道理说家里不准在家生活的, 但是煮猪食除外, 所以很多家里还是给狗弄点吃的, 而且说是粮食全部上交了, 但是老百姓手里没粮食, 心里慌啊, 你有张良介, 我有过强踢, 说到这里, 懂得自然就懂了, 前提是别被人抓到或者举报, 江小川对江小和的解释也是这个, 给小狗弄点吃的, 又偷偷放了点空间泉水煮的猪下水, 这才带着江小和去村部吃饭, 因为来得比较晚, 此时打饭的人已经稀稀拉拉的, 没有几个了, 来到镜前, 看着眼前的饭菜, 江小川沉默了一下, 没有说话, 炖大白菜, 炖萝卜, 几乎不见油腥, 想到前几天居然敢吃油条, 江小川也是无语了, 主食也不一样了, 只有玉米红薯粥, 而且不是很浓稠, 是半熙的, 也不知道中午吃的是什么, 要是中午也是吃的这个, 那就值得耐人寻味了, 粮食开始紧张了, 江定中正在维持着吃饭的秩序, 说白了就是到处走走看看, 来到江小川面前, 他问道, 小川, 中午哪里去了, 怎么没回来吃饭, 江小川见状笑了笑, 江说, 我今天不是去学任草药了吗, 中午在田大夫那里的大食堂吃的,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 听到周围传来各种抱怨声, 菜难吃, 没有油, 饭太稀之类的, 江小川想了一下, 还是问道, 江说, 这大米和白面, 还有那些油, 为啥一次性吃了, 不能细水长流吗? 江定中苦笑了一下, 只是说了一句, 别的村都这样吃, 我能怎么办? 说完两人都沉默了下来, 江定中健壮, 打个招呼便离开了, 江小川看着皱着眉头吃饭的江小和, 也没有管他, 一个原因是他害怕他出去说漏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现在不想让对方过上娇生惯养的生活, 所以很多天他都没有给江小和吃肉了, 连带着母亲杨月梅也没有吃到, 小和, 这个饭是不是很难吃? 正在苦着脸吃饭的江小和,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江小川又问道, 那和之前在江家哪个吃得好? 江小和听到哥哥的话没有说话, 江小川见他不说话, 又说了一句, 肯定是这里吃得好对吧? 江小和闻言点了点头, 既然比以前过得好,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爹给我们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不能一直吃肉, 以前在江家的时候, 我们吃得那么少都没关系, 现在难道就不行了吗? 江小川这句话不只是对江小和说的, 同样也是对在场的人说的, 自己兄弟拿了那么多钱, 如果不花出去, 有如小儿抱经过闹事, 迟早被人惦记, 自己这段时间大手大脚的, 也不是没有给这些人, 自己钱都花得差不多的意思, 您就少惦记了, 而且他现在手里确实没有钱了, 一共只有十块不到, 吃了饭, 让江小和在家写作业, 他自己溜达到村部的后面, 意念散开, 江定中正坐在凳子上, 和刘会计抽着汗烟, 没多久, 妇女主任江平忙好了外面的事, 走进屋, 解了围裙放在一边, 看着正在等着的自己的两人开口道, 说吧, 怎么办? 江定中示意了一下刘会计, 说说情况吧, 在旁边的刘会计, 看了两人一眼, 便爆出了一组数据, 大米和面粉是一点也没有了, 玉米粉还有不到三百斤, 红薯还有一千五百斤, 油还有两斤, 大白菜和萝卜还有一百斤, 其他的没了, 说完就这样看着两人, 江平看着两人说道, 离秋收还有十五天左右, 全村一共三百三十八人, 这样算下来, 一人一天连半斤都不到, 而且到了秋收更加需要粮食, 没有油水, 秋收都收不了粮食, 这样下去不行啊, 几人都沉默了下来, 江定中想了一下, 说了一句, 你忘记一件事了, 明天要派出村里一半的劳动力, 去县城里帮忙拉铁矿石, 到时候, 粮食就能一人一天一惊了, 看到这里, 有些人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说完他又说了一句, 村里有只大公猪, 生病了, 估计最多能撑到秋收前后, 到时候不行, 把那只猪杀了, 给大家添一点油水, 不能让大伙, 饿着肚子秋收, 老刘听到他的话脸色一变, 老江, 你这, 这猪可是, 江定中打断了他的话,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总比病死了, 扔了好, 说完江定中, 便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了村部, 留下一脸为难的刘会计, 和江主任, 江平对着刘会计担忧地说道, 老刘, 你看这行吗, 别到时候留会计摇了摇头, 没事, 老江做事还是有分寸的, 他不会乱来, 问题不大, 现在只能这样了, 江小川听到这里, 大概了解了村里的状况, 但是他没有做什么, 现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不经历苦难, 不会明白粮食的来之不易, 回到家里, 他特地交代了一下, 这几天不要在茅房里上厕所, 就去外面找个空地就行了, 不然后面要弄的时候不得恶心死了, 第二天一早, 江小川要去田大夫那里, 所以就带着江小和一起去了公社, 将弟弟送到学校, 他便来到胡老三这里了, 昨天说好的, 今天告诉他结果的, 胡老三老远就看到江小川骑着车子过来了, 快到进前时, 他喊了一句, 怎么这么糟啊, 江小川把车子一停好, 便对着胡老三问道, 是啊, 刚刚把我弟送去学校, 胡大哥, 昨天说的是怎么样了, 胡老三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这, 江小川见对方的表情, 心里想着, 估计不行了, 便对着他说道, 没关系胡老哥, 不行就算了, 实在不行, 自己就去省城弄点水泥得了, 就是到时候, 这水泥的来路没法解释, 这玩意, 在这个时候, 都是要劈条才能拿到的, 胡老三摇了摇头说道, 老弟, 不是不行, 只是村里开的价格, 我有点不好意思, 江小川皱了下眉头, 连他都觉得多, 估计不会少, 便问道, 胡老哥到底多少钱, 胡老三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弟, 不要钱, 要粮食, 一百斤粮食, 江小川愣了一下, 估计和自己村子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这就让他为难了, 粮食自己确实有, 一百斤也不算多, 算成钱, 也就六块钱, 关键这个特殊时期, 自己拿出来这么多的粮食, 怎么解释, 兔子自己可以说是山里抓的, 这粮食怎么解释, 胡老三直勾勾地盯着他, 老弟, 这也是没办法了, 你要是有路子, 就想想办法, 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江小川摇了摇头, 有些是不能靠保证的, 虽然对方给自己的感觉还不错, 但是这里离家里太近了, 一个不小心就出大事了, 要是在城里, 他也就拿出来了, 又没人认识自己, 狼肉, 江小川灵光一现, 狼肉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这玩意可以说是在山里设陷阱抓的, 于是他问道, 胡老哥, 粮食我确实弄不到, 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 但是我抓兔子的时候弄到一头狼, 我用狼肉换行步, 大概二十斤左右, 不过皮已经被我包了, 胡老三一听有肉立马高兴, 自己来之前有过交代, 实在弄不到粮食, 弄肉也可以, 就是换成肉的话, 量就少太多了, 只是昨天自己说不要兔子肉, 今天没好意思说而已, 准备一会说的, 于是连忙答应下来, 行, 行, 当然行, 随后感叹了一句你小子胆子真大, 狼都敢抓, 不怕他们回来找你啊, 江小川笑了笑, 反正放在陷阱, 又不用我出手, 那明天我把肉给你送去好吧, 胡老三点头答应, 行, 到时候多的, 我给你算钱好了, 江小川瞅了瞅他的摊位, 便说道, 到时候, 你给我带几个瓷碗, 和几个坛子好了, 弄点坛子, 以后酿酒和腌制咸菜, 都可以用, 胡老三更加乐意了, 行, 到时候, 我让老师傅给你做好点, 又给你上后点, 那就谢谢胡大哥了, 但是有一点, 以后我们的交易, 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特别是一些特殊东西,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 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 轻轻点点头, 告别了胡老三, 骑着车来到田大夫的家门口, 停好车, 见四周没人, 从空间里翻了一些草药, 连那个大灵芝也被拿了出来, 放在篮子里, 一会还是得辨认一下, 他想了一下, 还是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瓶蜂蜜出来, 堂他手里没多少了, 整包的已经没有, 蜂蜜更好解释一点, 反正自己也是经常进山, 在山里采到蜂蜜也说得过去, 见没什么遗漏, 这才敲了敲院子的门, 没过多久, 门被打开了, 露出田红郡的小脑袋, 见是江小川笑着说道, 小家伙你又来了呀, 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江小川听到对方小家伙的称呼, 无奈地笑了笑, 谁让自己还笑, 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叫做小家伙, 感觉一阵别扭, 江小川眼珠子转悠了一下, 假装生气地说道, 你还叫我小家伙, 本来我还给你带了一瓶蜂蜜呢,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田红郡一听有蜂蜜, 还不给自己, 立马变了脸色, 一脸谄媚地对着他说道, 行, 我以后都不叫你小家伙了, 我以后叫你哥, 小川哥, 蜂蜜呢, 在哪里, 江小川知道对方也是在开玩笑而已, 便笑了笑, 这还差不多, 给你, 以后记得别叫我小家伙来啊, 说完, 便将篮子里的一瓶蜂蜜递给了他, 这下轮到田红郡不好意了, 他没有接过去, 他也知道, 现在糖味都稀缺, 何况是蜂蜜了, 这瓶至少也有一斤重, 自己家情况特殊, 偶尔会有治好病的人感激, 送一点糖, 但是也不多, 江小川见状也余了一下, 你可想好了, 你要是不要, 你电量可能也不会要, 可就没了, 田红郡急得抓头挠腮的, 还是没有去接, 他怕挨揍, 江小川直接将东西推给对方, 说道, 行了, 这蜂蜜我是去山里的时候采的, 家里还有一点, 这东西偶尔尝尝味道就好了, 田红郡听到他的话问了一句, 真的从山里采的, 家里还有, 放心好了, 我总不可能全给你吧, 拿着吧, 田红郡这才到了声谢谢, 两人进了院子, 此时李明月已经在翻弄东西了, 见两人进来便问道, 你们两个在门口说什么呢, 老半天不进来, 随后看到田红郡手里的瓶子, 惊讶地问道, 红郡,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田红郡笑了笑, 娘, 这是小川给我带的蜂蜜, 我这就去冲点蜂蜜水给你喝, 说完便跑向了堂屋, 李明月一听是蜂蜜立马喊道, 哎, 你小子怎么能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快还回来, 说完便要追上去, 江小川拉住了的他, 笑着说道, 明月婶子,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我去山里采的, 没有了, 还能去弄点, 李明月听到他这么说,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那就谢谢你了, 你真去山里了啊, 这山里太危险了, 江小川见对方不再推辞, 便解释了一下, 就是在外围, 没进深山, 深山里可是有狼的, 客气了一会, 江小川将自己摘的药材都拿了出来, 给李明月检查一下, 还真有两三种是错误的, 只是因为长相相似, 才被错认, 不过, 李明月心里暗暗心惊, 这个天赋也太好了吧, 这才第一次辨认草药呢, 明月婶, 你看这个灵芝这么大, 是好东西吧, 当李明月看到江小川, 一脸宝贝, 四拿出那个灵芝时, 他扑斥一笑, 正要说话, 耳边传来了儿子的调笑声, 哎哟喂, 大哥, 你这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这灰白色的灵芝, 除了少数的稀有品种, 大部分都是要用价值不高的, 此时田红俊正端着三个杯子走了出来, 将手里的水递给了两人, 又对着江小川说道, 你得看颜色, 大部分的紫色和红色的药效最好, 也是最珍贵的, 江小川尴尬的笑了笑, 结果杯子, 不用想, 肯定是蜂蜜水, 不过他想到, 之前大灵芝旁边, 那个小一些的紫色灵芝, 真想拿出来, 问问那个好不好, 想想还是算了, 李明月喝了一口蜂蜜水, 赞叹了一句, 真甜, 红俊你放了多少? 省着点, 田红俊撇撇嘴, 不高兴的说道, 别提了, 估计这是最后一次, 喝了, 都被老爹拿去了, 说做要饮子, 唉, 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要到呢, 李明月笑了笑, 这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的事, 随后想到田红俊刚刚说的话骂道, 你还好意思说小川, 你第一次认药材的时候, 有多少错的, 除了几个长相比较明显的, 你认识了几个, 刚刚忙好出来的田大夫, 听到自己妻子的话, 笑着对李明月问道, 哦, 小川认出来多少啊, 随后, 又对着江小川到了声线, 小川, 谢谢你的蜂蜜, 江小川文言笑了一下, 田大夫, 不用客气, 这是我自己掏的, 在旁边的田红俊在那里嘀咕了一句, 给我的, 又不是给你的, 李明月听到他的话, 瞪了自己儿子一眼, 随后对着田大夫赞叹道, 一共二十一种, 只错了三种, 这三种还是容易混淆的, 田大夫本来准备去说, 去骂一下自己儿子, 听到李明月的话, 他顿了一下, 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李明月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田大夫笑着赞叹了一句, 很好, 比我家小子强多了, 但是他的眼中, 却闪过一丝意思, 江小川傻笑了一下, 我这也是因为生在农村, 见得多, 之前好多都见过, 只是不知道名字而已, 现在知道了, 所以更容易辨认, 田大夫点了点头, 含暄了几句, 留下江小川, 继续学习辨认药材, 便独自回到堂屋了, 留下田红俊吐了吐舌头, 他还以为老爹会骂他呢, 一个上午的辨认药材, 让江小川也认识了很多的药材, 也让他了解到, 昨天自己挖的那些人参的年份了, 三颗拇指粗细的, 大概接近五十年了, 那颗小拇指的大概二十年左右, 剩下的也就几年的, 不知道中间年份的哪里去了, 让野鸡或者小鸟吃了, 那为啥不吃老的人参, 难道动物也知道要苦, 一天就在这样, 和李明月学习辨认药材了, 从一开始, 田红俊一边调笑, 一边打击, 到最后的目瞪口呆, 田红俊盯着江小川的眼睛问道, 你老实说,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中医? 他严重怀疑江小川以前学习过, 不然不可能这么厉害, 江小川摇了摇头, 真是没有学过, 李明月也是野脸复杂的看着江小川, 他能从江小川学习中感受到, 他以前没有接触过中药材, 只是认识一些传闻的名贵药材, 说白了就是, 只是听过一些传说中的贵的药材, 下午临走之前, 江小川还是和李明月要了一些药材的种子, 有一些没有种子的, 李明月也给了他一两株幼苗, 回到家, 江小川将所有的药材, 集中到一个区域种了下来, 不知道能不能长成, 想到之前的那个紫色灵芝, 他将灵芝插进之前收进空间的腐烂的木头上, 喷了点空间泉水, 便不再管他, 拍了拍手, 这下要圆子也算出具规模了, 第二天早上, 天还没有亮, 他便带着两头包了皮的狼, 怕手里钱不够用了, 便多带了一只, 用麻袋装着来到胡老三的摊位前, 见到胡老三, 江小川问道, 胡大哥, 我这有两头, 你要不要? 要的话全给你, 不要的话, 你就拿一只就行了, 胡老三立马高兴的, 要, 都要, 我给你撑一下, 一边撑中, 一边感叹道, 你小子胆子可是真大啊, 这两头狼你要是单独碰到任何一只, 今天你就没法站在这里了, 江小川笑着解释道, 是啊, 我可不敢招惹这些东西, 就我这小身板, 也就够他们撒牙缝的, 放心好了, 我弄陷阱抓的, 胡老三听到后, 也不在意, 撑了一下, 一共四十二斤重, 算下来, 二十五块两毛, 胡老三给了他一些瓷碗, 和五个坛子, 收了他九块钱, 又找了他十块钱, 瓷碗就是普通的灰白色瓷碗, 坛子也只是普通陶制的坛子, 并告诉他半个月后来找他拿东西, 江小川想了一下, 姚长李每次开炉确实都要好酒, 也就答应下来, 晚上回到家, 算一下鸭蛋的时间可以了, 便进入空间洗了几个咸鸭蛋, 煮熟以后, 凉了一会拨开了咸鸭蛋, 只见金黄的油脂从蛋黄里流了出来, 尝一口, 嗯, 味道不错, 就是有点咸了, 熬了点米粥, 就这流油的咸鸭蛋, 吃了满满两碗稀饭, 现在真不方便, 哪里像后世, 想吃什么都能买到, 想吃什么, 大部分都能随时买到, 防止继续腌制下去会坏掉, 他便将所有的咸鸭蛋都给煮了, 放在那里, 想吃的时候吃一点, 晚上又偷偷给江小和来了一点, 把他给激动的, 肚子又吃圆了, 也难为他了, 这几天他都没有给他弄肉吃了, 接下来一连几天, 江小川上午都会过来学习编人药材, 下午的时候则是去山里寻找药材, 晚上则是在空间里练习拳法, 这天上午空间的粮食都成熟了, 八十亩地的玉米当初因为种得很密集, 而且产出的玉米颗粒比正常的要大得多, 所以一亩地居然收了四千斤, 一共三十二万斤的玉米, 五亩地的麦子母产两千斤, 一共收了一万斤麦子, 可能是因为空间的原因, 产出来的麦子和玉米颗粒都比正常的种子要更加的饱满, 棉花已经开出很多的花了, 采了五十斤, 估计后续的花菇朵再开应该还能弄一些, 至于那些家畜, 他也没管了, 多得他懒得去数了, 反正现在也不准备卖, 该下载的下载, 该下蛋的下蛋, 只是几头猪都涨到快三百斤了, 看这趋势,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下载了, 想了一下, 还是将所有的地一半种了玉米, 另外一半种了小麦, 而且种的还是很密集, 打量了一下, 空间里的泉水, 发现泉盐里的泉水少了很多, 之前有五十多公分深度, 现在只有四十公分左右了, 可别小看了这十公分的深度, 要知道现在的泉水面积已经有十个平方了, 他皱了皱眉头, 不知道这个和空间里粮食的种植有没有关系, 李不清思绪便离开了空间, 时间要到中午吃饭了, 他便朝着大食堂走去, 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不然不吃不喝, 你休先呢, 来到大食堂, 人员少了一半, 少掉的人应该都是去县城帮忙拉铁矿石了, 中午吃的是菜粥, 玉米红薯加了一点白菜做成的粥, 就是没什么油水, 江小川无动于衷的吃了一碗西粥, 秋收没有几天了, 撑到秋收问题不大, 四合院里的场景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自己的粮食可以去城里弄掉一批, 好去换点玉石, 只是他在考虑安全的问题, 而且之前自己答应江小梅的盘泥西泥, 也得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弄得到, 晚上自己和江小和说一下, 明天自己要去省城, 交代他明天回来后, 自己写作业, 江小和便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江小川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头, 没好气地说道, 臭小子, 你那什么眼神, 江小和摸了摸头, 忧愿地说道, 哥, 你都不关心我, 明天是星期天, 不要上课,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噎了一下, 自己不上学, 也就没在意每天星期几了, 随后瞪了他一眼, 那你在家写完作业, 玩你的就是了, 江小和憋着嘴, 委屈地说道, 哥, 你去省城也带我去呀, 我会很听话的, 我都没去过省城呢,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皱了下眉头, 自己这次去省城又不是去玩, 带着他一点也不方便, 你后天还要上学呢, 这次去省城当天肯定回不来, 江小和立马说道, 哥, 你放心好了, 马上要秋收了, 好多同学都经常不来, 而且, 我现在学习已经能跟上了, 大不了, 回来我再补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江小和也是一直在喝空间泉水, 记忆力也在变好, 而且现在的一年级内容相当简单, 正要拒绝, 不过, 看到对方期待的眼神, 他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那行, 去省城得听我的话, 不然以后, 我再也不带你去了,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立马高高蹦了起来, 抱着他连忙保证道, 哥, 你太好了, 我一定听话, 哥, 你让我往东, 我不敢往西, 你让我打狗, 我绝不碾击, 江小川对着江他笑骂了一句, 滚蛋吧, 这话以后对你媳妇说去, 此时他在心中感叹, 自己向着老妈子的路越走越远, 不行, 得找个媳妇才行, 不过他轻轻拉开裤子, 向下看了一眼, 随后心里感叹, 哎, 算了吧, 有心无力啊, 不过, 自己现在也不会去找, 前世自己没谈过恋爱, 这辈子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也不知道三十年后会这么样呢, 趁着刚刚天黑, 他去找江定中开了一个介绍信, 一日, 清晨, 天还没亮, 将四只小狗给收进空间里, 不然自己这几天不在家, 估计得饿死, 随后便骑着车带着江小和向着县城驶去, 来到县城, 天才微微亮, 对着江小和找了个借口, 说是要把自行车放在之前认识的一家人家里, 便离开了, 江小和也不宜有他, 偷偷将自行车收进了空间里后, 江小川感觉带着他麻烦死了, 下次再也不带着他了, 花了一块的巨资, 买了两张车票, 一路晃悠晃悠的来到了省城, 想着早上还没吃饭呢, 路边倒是有一些饭馆和面馆, 这些都是公价的, 挂靠在街道经营的, 但是也是需要粮票的, 自己现在也没有粮票和肉票啊, 这让江小川又一次吐槽带着这个小尾巴, 太烦了, 直接丢路边等他弄票回来, 他也不放心, 只能带着他来到招待所了, 带着他来到招待所, 用介绍信开了一间双人的房间, 让江小和在这里等他回来, 他便出门去了, 出了门, 偷偷地将自行车放了出来, 想了一下, 他决定还是得掩饰一下的好, 自己的年龄看上去是个硬伤, 要不就按照之前想的假扮诸如正, 反正这样的人也不熟, 行, 先试试, 以后想到更好的办法再说了, 他来到理发店附近, 偷偷收集了一点碎发, 用意念控制着差不多长短的碎发, 附着在嘴巴上, 嘿嘿, 这下更像诸如正了吧, 随后骑着车便来到之前侯三呆的地方, 侯三队来到的江小川, 还是记忆犹新的, 这么小的孩子敢买那么多粮食, 这么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等江小川把车子停好, 他便笑着说道, 老弟, 又来了呀, 这次是想要什么, 当看到江小川嘴巴上的胡子时, 他愣了一下, 问道, 老弟, 你这是, 江小川老气横秋地说了一句, 侯大哥, 你真当我是小孩子啊, 我今年二十了, 只是小时候生病, 不长个子而已, 没敢说太大, 毕竟皮肤在那里放着呢, 说三四十岁的话, 也不像, 要是胡老三在这里看到他的样子, 估计得吐槽了, 自己是长得老, 你倒好, 长不大, 讽刺我呢, 侯三听到他的话, 愣了一下, 用怀疑的目光, 仔细打量着他, 江小川见状, 四下看了一下, 在角落里, 找到一块砖头, 来到侯三跟前, 将砖头放在地上, 随后一掌劈在砖头上, 砖头应声而断, 随后他抬头看了侯三一眼, 侯三看见对方的眼神, 心中一冷, 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自己手下也有能单手披砖的人, 就是自己也能做到, 他惊讶的是, 刚刚江小川的动作相当轻松, 感觉都不需要蓄力一样, 缓过神来, 他翘着大拇指笑着说道, 老弟, 真厉害, 我信了, 江小川将砖头扔到一边, 拍了拍手, 说道, 我其实不想说的, 毕竟这也是我的痛楚, 此时侯三心里已经确认, 眼前的真的是一位侏儒人了, 侯三也是笑哈哈地说道, 老弟, 不好意思, 你这次来是要什么, 不过最近东西不多, 估计没有要多少, 几十斤还是有的, 江小川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是来买粮食的, 我是卖粮食的, 你们收不收, 侯三一开始听对方不是来买粮食的, 还在奇怪找自己干嘛, 随后听到对方是来卖粮的, 立马心里一阵惊讶, 连忙问道, 老弟, 你要卖粮食, 有多少, 江小川竖起了一根手指头, 说道, 一千斤, 要不要, 是玉米粒, 不是玉米粉, 一千斤, 侯三听到对方的话, 心里顿时一惊, 一千斤, 算下来也就一百块钱, 但是对于粮食,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这个时候, 能拿出来这么多粮食, 可想而知, 对方还是很有能耐的, 要, 当然要, 你也知道, 你是玉米粒, 不是玉米粉, 我们还要去加工, 按道理价格应该低一些, 但是最近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就按照玉米粉的价格算, 算你一毛一斤, 涨价了, 怎么样, 江小川健壮点了点头, 行, 还是和上次一样, 到时候我拉过去, 他心里明白, 现在粮食价格肯定上涨了不少, 毕竟秋收快到了, 所以, 价格也不会涨太多, 等到明年, 价格肯定更高, 至于到了后两年, 干旱的更厉害, 有些地方都减产一半以上, 粮食其缺, 黑市里粮食的价格, 只会让人心颤, 本来一毛一斤的玉米粉, 那时候有人敢卖一块多一斤, 新黑的敢卖到两块一斤, 甚至更高还得抢着买, 动作慢了就没有了, 翻了几十倍, 谁敢想象, 那时候的城里工资才多少, 至于细粮食, 那就是天价了, 这就相当于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 一斤两块一斤的大米, 卖到五六十, 甚至上百块一斤, 那个时候真的是粮食堪比黄金, 甚至有人拿着黄金都买不到, 收回思绪, 他便不再想这些事, 他也无力改变, 约定好明早凌晨去交易, 他便向着卖各种票的王胖子那里走去, 江小川看着那个矮胖的身材, 蹲在地上左看右看, 心里感觉有点滑稽, 王胖子见江小川过来, 笑着说道, 小同志, 有什么票要出啊? 保证价格公道, 江小川笑了一下, 看来对方把自己给忘记了, 不过这样也好, 越少人知道越好, 王大哥, 我是侯三介绍来的, 我不是卖票的, 我是买票的, 你这还有什么票? 这次他没有再叫对方王叔了, 王胖子看了他一眼, 又伸头向着侯三的方向看去, 侯三对他轻轻点了点头, 王胖子得到回应, 这才笑哈哈的说道, 有, 当然有票, 你要什么票? 江小川想了一下自己手里的钱, 还有二百六十块钱, 应该能买很多东西, 之前的账有一笔从周家兄弟给江大海的二百六十元, 之前一直没算上, 有书有点出来了, 便对着王胖子说道, 王大哥, 你这粮票和肉票有多少? 王胖子翻了一下他的包, 说道, 粗粮票五斤, 精粮票二十斤, 肉票三斤, 你要多少? 江小川点了下头, 不少了, 够自己两人花了, 便问道, 现在什么价格? 王胖子笑眯眯地解释一句, 你也知道, 现在粮食比较短缺, 这个价格有点涨, 粗粮票一毛一斤, 细粮票两毛一斤, 肉票一块五一斤, 他点了点头, 全部都要了, 一共花了九块钱, 他想到茅台酒, 便对着王胖子问道, 王大哥, 你这酒票还能不能弄到? 什么价格? 王胖子笑了笑, 肯定能啊, 现在粮食都不多, 没几个舍得喝酒了, 你要什么酒票? 都是要两块多的, 江小川想了一下, 问道, 都有啥好酒? 太差的就算了, 王胖子咧着嘴笑着说道, 四大名酒都能弄到, 只是数量有多有少而已, 江小川闻言, 一愣, 什么四大名酒? 这个时候就有排名了, 王胖子哈哈大笑, 这老百姓酒桌上谁不知道, 茅台酒, 粉酒, 儒州大驱酒, 西凤酒,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惊讶了, 什么时候儒州大驱酒, 都算四大名酒了? 那五良叶呢? 王胖子听到他的话, 鄙视的说道, 五良叶啥酒, 没听过,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想到难道现在五良叶, 还没有打出名钱? 不过这茅台还是真厉害, 一直到后世那么多年, 一直站在白酒行业的最顶端, 随后他便对着王胖子说道, 王大哥, 主要给我留意一下茅台, 其他的到时候看情况, 明年早上我去找你, 你有多少我都要了, 在江小川想来, 他能弄到几十瓶就已经算算不错了, 本来准备其他的酒也不要的的, 但是想到, 这个年代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给他一瓶儒州大驱, 他就认为这是好酒, 就是认定这是和茅台一个档次的, 不过这些买一点也可以, 到时候其他的就需要的时候用来送礼, 还是不错的, 有面子, 还不心疼, 王胖子怀疑的看了他一眼, 你有那么多钱吗? 江小川指了指侯三, 说道, 一会你去问问侯三, 就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多钱了, 说吧, 他便起身离开, 留下皱着眉头的王胖子, 出了巷子, 他就将自己嘴巴上的假胡须弄掉, 骑着车离开, 回到招待所, 已经接近中午了, 进了房间, 只见江小和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江小川推了推江小和, 行行, 走, 吃饭了, 估计是早上起来的早了, 再加上坐车比较累, 江小和迷迷糊糊的被他推醒了, 揉着眼睛问道, 哥,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慢?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只能胡扯了一句, 反正他又不知道情况, 出去有点事, 见了一下爹的战友, 和他换了点东西, 耽误了一会, 上次赵启年来的事, 江小和也知道, 只是江小川没有告诉他, 将来可能会去省城的话, 江小和毕竟什么都不懂, 现在还不是哥哥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只是轻轻, 呜了一声, 走了, 带你去吃饭去, 说完, 带着江小和便出了招待所, 来到一家面馆, 里面有不少人, 现在城里粮食少了, 这些人就开始出来在国营的饭店里吃饭, 省下的粮食, 在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 问着那空气中弥漫的卤制的焦头味道, 两人的嘴巴里, 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 江小川则是想到自己空间里, 还有两个大的野猪猪头, 等明天去买点香料, 自己也给他卤了, 点了两碗半斤的面条, 又一人要了一斤卤猪头肉的焦头, 面食出面很快, 没多久两碗面条就上来了, 这时代的饭店说一斤面, 那真的是一斤, 一点水分都没有的, 满满一碗面条, 上面扣着一堆卤制的猪头肉, 配上里面的红辣椒和蒜泥,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早就忍不住的两人便开始大吃起来, 这种店一般都是老店了, 说百年老店有点夸张, 按时十几二十年的还是很正常的, 味道肯定是没得说的, 软烂的猪头肉配上爽滑的面条, 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以后两人对视了眼, 都笑了一笑, 估计两人都没有吃饱, 不过姜小和也没有闹着再吃一碗, 结账的时候, 一碗面两毛钱, 一共四毛钱, 两斤卤猪头肉一块五毛钱, 一共一块九毛钱, 不过还需要一斤细粮票和一斤肉票, 猪头肉和排骨之类的都是一斤肉票, 可以买两斤, 所以只收了一斤肉票, 既然带着姜小和, 那就好好玩一玩吧, 不知道现在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他决定先去百货商店去看看, 自己家里还有一匹布, 冬天还得做棉衣和棉被, 也不知道够不够, 要是有瑕疵布卖的话最好了, 姜小和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来到省城的他,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统一了意见, 两人便向着百货商场走去, 不过走到路上, 一处书店吸引了姜小和的目光, 因为在书店的门口摆放着一些连环画和小人书, 姜小和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 意思很明显, 姜小川想了一下, 反正也没有什么目的, 便点头同意了, 得到允许, 姜小和飞适地跑了过去, 而姜小川则不急不慢地跟了上来, 来到进前时, 姜小和已经拿到一本连环画, 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 他没有去打扰, 而是打量着书店里的书籍, 数量还真不少, 大部分都是各种散文诗籍, 以及以前的著作, 甚至还有几本当时国外的书籍, 只是这类书很少, 只有几本, 自己对这些书籍也没多大的兴趣, 又不是什么名著, 而且不是孤本, 都是印刷品, 能吸引他的居然是那些连环画和小人书, 这让他都怀疑自己难道智商退化了, 看着这些小人书, 他脑海里灵光一闪, 一个计划在他的心里浮现, 买小人书和连环画, 而且要很多, 江小川向书店里面看了一眼, 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男子, 正躺在躺椅上, 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着, 他对着里面喊道, 同志, 这小人书怎么卖的, 听到江小川的呼喊, 他皱了下眉头, 但是还是放下了手中的书走了出来, 而江小河被哥哥的声音惊醒, 只是看了一眼便不再理会, 继续埋头看着他的小人书, 男子出来后对着江小川问道, 小同志, 你要哪本? 江小川指了只摆放的小人书问道, 这些书都是多少钱一本? 听到他不说哪本, 男子更是不耐烦了, 是哪一本? 你说出来我才能知道什么价格啊?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从里面挑出了一些连环画和小人书, 不过他这次没有拿包含封建时期的连环画, 只买了最近几年的类似鸡毛信和渡江侦察记这一类的连环画和小人书, 而且家里的那本水浒传以后也不要出现了, 不然以后会麻烦, 种类不是很多, 只有二十来种, 然后指着这些书说道, 这些书都是多少钱? 害怕对方又要啰嗦, 随后掏出了十块钱晃了晃, 男子见江小川挑出这么多种, 心里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谁家孩子买连环画, 不是一本一本的买, 这一次信拿那么多, 不是捣乱吗? 正要说话, 见江小川手里的钱, 他也就咽下了要说的话, 随便翻了一下, 便每本爆出了价格, 根据厚度不同, 从两毛到六毛不等, 一共六块五毛, 江小川指了指这些书说道, 同志, 每种给我五本, 帮我包一下, 谢谢了, 说完又掏出了三十块钱, 递给了他, 男子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便接过了他手中的钱, 说了一句你等一下, 便转身进入店内, 没过多久他便出来了, 手里拎着一提子书, 已经用绳子扎好了, 提着书来到江小和旁边, 踢了踢正在一边看一边傻笑的他, 行了, 该走了, 我这买了这么多本呢, 回去好好看, 江小和翻了翻江小川提的书, 憋着嘴说道, 哥, 你买那么多一样的大麻, 买几种这样的呗, 说完摇了摇手里的封建十七的小人书, 江小川健壮, 摇了摇头, 这些我以后有用, 再说了这些也够你看了, 以后再来买吧, 江小和健壮只能依依不舍地将手里的书放下, 这时候不能惯着他, 万一以后因为这些小东西出事了, 那就憋屈死了, 两人将东西放回招待所, 这才重新来到百货商店, 重新来到卖部的地方, 发现没有卖瑕疵布, 这才带着江小川在百货商店里转悠着, 哎, 哥, 好多不啊, 可惜没有票, 是啊, 以后有机会再来买瑕疵布吧, 那个不要票, 哥, 这是什么, 居然能发出声音, 那是收音机, 哎呀, 哥你看, 哥, 你看这个, 一路上就在江小和不停地唠道中逛遍了整个百货商店, 不过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买, 给他买了一个文具盒, 买了一个书包, 花了七块钱, 看到有卖头绳和雪花糕的, 他也买了一点, 准备回去给姐姐江小梅和母亲杨岳梅, 至少冬天抹一点, 可以减少皮肤开裂, 从百货商店出来, 江小川感觉自己都有点腿软, 想到后世里那些陪女朋友逛街的男人, 真替他们悲哀, 幸好自己以前是单身狗, 还是单身狗好啊, 下午又带着他到处玩了一回, 便回到了招待所, 回到招待所, 江小川和江小和两人都揉着自己的脚, 都在喊着下次再也不逛了, 休息了一会儿, 带着江小和吃了一点饭, 他准备带他去看看电影, 下午已经打听好了, 省城一共有两家电影院, 最近的一家离自己的招待所, 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八点开始放映, 现在才七点不到, 应该来得及, 可惜他低估了这个时代娱乐项目的匮乏,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玩的娱乐项目, 所以像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 每一道节假日, 那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当江小川带着江小和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到处都是结伴同行的人, 一蹴一蹴的, 有成队的男女, 也有一群像是工友的人, 也有少数是一家人来看电影的人, 整个电影院门口全是人, 不过这个年代, 情侣来看电影, 可不敢有任何轻易的举动, 那会被说成思想有问题, 情侣之间相互都是以某某同志称呼, 江小川看了一下手表, 确认现在才七点, 离开时还有一个小时呢, 怕江小和被人群冲散, 拉着他的胳膊向着买票的地方走去,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事, 居然还有票, 花了四毛钱, 买了两张票, 便在一边等候着, 全票价格是四毛, 自己和江小和算是半价, 票卖完了, 没有了, 不要再等了, 十几分钟以后, 售票的地方传来一阵呼喊声, 那些后来的人这才失望地离开, 此时有四个人, 正在人群中来回穿梭着, 三男一女, 看样子, 应该是在问有谁能把电影票转给他们, 没过一会, 几人便来到江小川面前, 一行四人, 为首的一名大约十五六岁的胖子, 让同伴在原地等候, 自己上前, 对着江小川问道, 小同志, 你是来看电影的吗? 江小川已经注意到对方了, 之前一直在附近询问电影票, 说话的语气也不是特别好听, 他淡淡地回道, 是啊, 是看电影的, 胖子赶忙说道, 小同志, 你看, 你的电影票能不能让给我们, 我出双倍的钱, 江小川见状皱着眉头说道, 我们自己还要看, 见江小川不同意, 他只能哀求道, 小同志, 帮帮忙好吗? 这场电影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等下次, 我给你三倍, 江小川仍然摇了摇头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来一次省城不容易, 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去找别人吧, 对方听到江小川的话后, 眼前一亮, 他也没有说什么, 四周打量了一下, 便离开了, 继续又向着人群中走去, 但是之前的那个胖子, 目光一直朝着江小川这边打量着, 等了很久, 电影院门口传来一阵呼声, 放映了, 放映了, 快点拿票进来吧, 江小川见状带着江小和便准备过去, 站住, 票留下, 此时之前的四人又回到了江小川的身边, 看电影的人只顾着向里面冲去, 也没人在意江小川这边的情景, 江小川冷冷地看着对方, 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想抢劫吗, 为首的胖子冷着脸说道, 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就你们两个小屁孩而已, 赶紧把票拿来, 拿着钱滚蛋, 吆喝, 还带了脑子, 没有无脑地就冲上来, 已经不容易了, 可惜今天自己可不是软柿子, 江小川拉拉拉旁边有点害怕的江小和, 吃笑了一句, 怎么了, 就我们两个又怎么样, 你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信不信我大喊一句抢劫, 胖子冷着脸说道, 一个外来的小子, 胆子倒是不小, 现在晚上可不安全, 小心走夜路摔了, 这要是摔断胳膊摔断腿的, 那就不好了, 江小川淡淡地说道,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你自己走路小心点就好了, 万一摔断了胳膊和腿就不好了, 小和, 说完拉着江小和便向着电影院走去, 他才不怕呢, 这么多人, 他可不相信对方真的没脑子, 会在这里和自己动手, 那不是厕所里打灯了, 找死呢, 旁边一个人忍不住了, 就要上前动手, 彭哥, 我去教训一下这个小子, 被叫做彭哥的胖子, 看着江小川离开的背景, 摇了摇头, 这里人还是太多了, 刚刚有很多人知道自己要买票, 真要闹起来, 自己还得倒霉, 本来以后两个孩子, 而且还是外地来的土包子, 自己吓唬一下, 应该守到勤来, 没想到居然没有用, 罗鹏, 你们玩吧, 我回去了, 下次别叫我出来看电影了, 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女孩子, 一脸不满意的抱怨了一句, 转身离开, 罗鹏见对方要走, 立马谴媚的笑道, 哎, 笑笑, 你别走啊, 不行, 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啊, 女孩头也不回头地说道, 你们自己玩吧, 留下一脸铁青的三人, 旁边个子比较高的一位少年, 健壮小心地对着罗鹏说道, 鹏哥, 怎么办, 笑笑都走了, 我们要不要回去, 罗鹏怎么可能忍得下这口气, 大猎, 你留下来陪我, 君子, 你去找大宝, 去大院子里, 给我叫几个人过来, 敢消我的面子, 给他松松鼓, 被叫做君子的人, 一脸不在意地说道, 鹏哥, 就两个小屁孩, 哪里还用得着在找人啊, 就我们三个, 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旁边的大力也是认为, 罗鹏有点小题大做了, 是啊, 鹏哥, 我们三个足够了, 罗鹏想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 这两个小子来省城, 不可能没人陪, 万一电影结束, 有人来接他怎么办, 还是再去叫两人, 小心为妙, 到时候看情况, 不行就算了, 两人听到他的话, 也就不再坚持, 君子转身便离开了, 不得不说, 罗鹏为人, 已经足够小心谨慎了, 可惜他碰到的, 是开怪的江小川, 在电影院里的江小川, 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就算知道了, 也并不在意, 此时他正带着江小和, 坐在位置上, 等着电影开播, 电影院很大, 估计有四五百个位置, 此时已经坐得满满的, 不过这环境, 有点让人接受不了, 喧闹的交谈声, 在这个密闭的环境里, 被无限放大, 现在人们的安全意识, 也没那么强烈, 不少人正在抽着汗烟,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味, 久久不散, 终于在他的煎熬中, 电影开始了, 电影是一部最新出来的电影, 名字叫永不消失的电波, 这时候, 人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 在小声地说着话, 影片放映到十几分钟, 一道身影低着身体, 来到江小川的身边, 年纪不大, 也就十几岁, 小声地问道, 同志, 瓜子花生要不要? 江小川愣了一下, 现在就有多数零食的吗? 不怕被抓, 不过他也没有在意, 这是人家的事, 便随口问了一句, 多少钱? 对方见状, 立马从背后一个布包里, 掏出一大一小两个纸包, 说到, 都是八分钱一包, 江小川接过去掂量了一下, 大概一两多点, 也就是八毛一斤, 不便宜, 但是不要嫖, 还可以接受, 他点了点头道, 大包的有没有, 一样给我一斤吧, 对方一听他要的多, 赶忙说道, 说完赶忙从身后掏出两个大点的纸包, 递给了江小川, 收了钱, 对方便继续向着下一个目标而去, 买瓜子和花生的还真不少, 不过基本都是买一小包, 江小和见到有花生和瓜子, 开心地抓起来就吃, 在农村, 以前有自留地的时候, 自留地种个几颗, 偶尔能打打牙记, 现在自留地收回了, 就开始稀缺了, 两人边看着电影, 边吃着零食, 还别说, 以前自己不怎么看这类型的电影, 但是现在静下心来, 再看这种类型的电影, 也是看得心绪起伏, 人们随着电视情节的推进, 情绪也在高涨, 看到兴奋的情节, 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当看到一些汉奸情节, 又是传来阵阵喝骂声,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快结束了, 江小川手里的瓜子和花生已经吃完, 影片随着最后一句, 同志们, 永别了, 我想念你们, 就此羡慕, 影院里还不时地传来阵阵抽烟的声音, 随着人群出了电影院, 时间已经不早了, 接近九点半了, 这个年代的城里比农村睡得晚点, 但是九点多已经非常晚了, 出了电影院, 除了这批看电影的人, 路上基本没有什么新人了, 带着江小和向着招待所走去, 咦, 江小川放缓了前进脚步, 他感受到后方有人跟踪, 之前人多被干扰, 没太在意, 现在人少了很多, 同行的没有几个人了, 他这才发现后面跟着的人, 一共五人, 赫然有之前向自己要电影票的胖子几人, 没想到对方这么小心眼, 自己只是没给对方电影票, 居然在这蹲了一个多小时, 又走了几分钟, 路上除了自己二人, 便只剩下对方几人了, 四周打量了一下, 目光在前方一个巷子停了下来, 低声在江小和旁边说了一句, 江小和赶紧抓住他的胳膊, 他正要回头被江小川拉了一下, 别回头, 听我的, 跑到一个角落里等我, 你不是不知道你哥的厉害, 平时江小川练拳, 江小和也是知道的, 只是江小和也不知道自己哥哥到底多厉害, 不过这个时候他只能点头, 此时后面几人见没有大人接他们, 已经加快速度, 开始小跑过来, 来到巷子口, 江小和便向着巷子跑去, 他不知道自己哥哥能不能斗得过对方, 但是自己不能给他拖后腿, 身后几人看着江小和向着巷子里跑去, 以为对方两人要跑, 立马加速追了上来, 不过, 见江小川居然没有跑, 这才放心, 这大半夜的跑到哪个鸡脚嘎拉里, 他们也很难找到, 罗鹏来到镜前, 手里拿着一个木棍, 嘴里嘖嘖地笑着说道, 嘖嘖, 小子, 胆子真大, 知道我们要赌米, 居然还敢留下, 江小川淡淡地看着他, 就只是两张电影票而已, 至于吗? 罗鹏阴沉着脸说道, 这是电影票的事吗? 这是我的脸面的事, 难道我的脸面不止几张电影票? 江小川轻笑了一下, 不好意思, 你那连我拿来也没啥用, 还真不止两张电影票, 罗鹏一听对方的话, 立马怒法冲冠, 举起手里的棍子, 对身后的几人喊道, 给我打, 腿给我打断, 别出人心耗命就行了, 说吧, 自己先冲了上去, 身后几人也跟着冲向了他, 江小川见对方的快速冲向自己, 同时手中的棍子 也向着自己挥舞而来, 意念一动, 棍子高高举起, 但是打到他的身上的时候, 就像挠痒痒一样, 见对方面门大开, 他一拳垂在对方的鼻子上, 顿时罗鹏的鼻子就流出来一行鼻血, 趁着对方愣神的时间, 一脚踹了出去, 罗鹏便被踹翻在地上, 捂着肚子惨叫, 哎哟, 这一切就发生得太快了, 剩下的几人还没冲到跟前, 就发现自己的老大被打倒在地上, 但是此时几人的脑袋已经开始发热, 打架的时候哪里会想那么多, 便继续又冲了上来, 人多了, 江小川便有点顾不过来, 但是好在有意念的作用下, 他也没有受伤, 很快剩下的几人同样被打倒在地上, 留下一阵声音声, 江小川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木棍, 木棍不算很粗, 慢慢走到躺在地上的几人面前, 几人见江小川拿着木棍过来, 下意识地挪动着身体, 想要向后挪动, 罗鹏见状一脸阴沉地说道, 兄弟, 这次我们认栽, 希望可以手下留情, 江小川轻蔑地笑了一下, 这种二流子在什么地方都有, 而且看样子还是有背景的二流子, 也没有理会对方的话, 高高举起手里的棍子, 既然你们想打断我的腿, 那我先断了你们的胳膊, 对着对方的胳膊抽了过去, 咔嚓, 顿时一阵惨叫声传了出来, 见对方捂着胳膊在地上惨叫着, 江小川也不再管他, 来到另外一个人的面前, 不要, 大哥, 求你了不要啊, 嘟嘟, 江小川正要动手, 只听前方传来一阵急促哨子声, 并伴随着一个人的喝声, 前面的人在干嘛, 还不住手, 江小川皱了下眉头, 应该是某个巡逻的人, 江小川只能将手里的棍子扔掉, 对着地上的几人说道, 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到鬼, 说完, 赶忙向着巷子里跑去, 他得赶快带着江小河离开, 刚刚进巷子里, 就看见不远处江小河在徘徊的身影, 没时间多说, 喊了一句, 快跑, 拉着对方便向着巷子里跑去, 七拐八拐的, 确定后面没人跟着, 这才喝了口气, 随后对着旁边一脸担忧的江小河说道, 让你躲起来, 你干嘛跑出来, 万一你被他们抓了怎么办, 江小河扁着嘴, 我听到叫声, 我怕是你, 我就想出来看看, 哥你没事吧,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也就没再说他, 毕竟对方也是一片好意, 我没事, 江小河打量了一下, 确认真的没事, 也轻轻的吐了口气, 随后一脸保证的说道, 哥, 下次我一定听话, 你不让我出来我绝对不出来, 江小川没好气的, 你还想有下次啊, 江小河见状笑了笑嘿嘿, 我这不是打笔方吗, 等了一会, 确认不会有人再来, 这才带着江小河回到招待所, 回到招待所, 还被前台的人盘问了一下, 这个时候不向后世,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才不管你, 这个时候的人, 生怕你是潜伏的特性好物, 江小川拿出之前的两张电影票, 解释了一下, 对方这才放心, 回到房间, 两人息息很快便睡了过去, 不过在之前他已经交代过, 明天自己要去找爹的战友, 会起来很早, 让他不要到处乱跑, 自己没回的话, 就在房间里等自己回来, 一日凌晨, 江小川趁着值班的前台, 已经睡着了, 便偷偷地离开了招待所, 取出自行车, 将碎发重新贴在嘴巴上, 这才骑着车向黑市方向赶去, 来到黑市附近, 他想了一下, 没有拿出板车来拉粮食, 反正卖一千斤粮食, 已经够吸引人注意了, 不如就一次多卖点得了, 重新骑上车, 赶到黑市所在的巷子, 他没有去找猴三, 而是先找到了王胖子那里, 昨天说好, 今天来拿茅台酒票的, 停好车江小川看着王胖子, 正在和人交易, 便等了一会, 买票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买了几斤粮粮票, 便离开了, 见人走了, 江小川这才对着王胖子说道, 王大哥, 我来了, 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王胖子听到对方的话说道, 我这里有三十张, 茅台二十六张, 卢州大区九四张, 因为卢州大区的酒比茅台, 每瓶要便宜几毛钱, 所以卢州大区的票好卖一些, 反正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一个档次的酒, 能便宜一点是一点,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王大哥, 这么少吗? 王胖子听到他的话, 苦笑着说道, 老爹, 我从哪里给你收这个东西, 现在粮食都缺了, 能喝得其酒的没几个, 所以我们平时也不怎么收, 就这二十多张, 还是之前收了没卖出去的呢, 江小川想了一下, 只能这样了, 那行吧, 一共多少钱? 都给我吧, 王胖子健壮立马开始算起来, 茅台酒票现在两块二一张, 一共五十七块二, 卢州大区两块一张, 八块, 一共六十五块两毛, 江小川将钱拿给了他, 接过他手中的票, 随后又对着对方说道, 你继续收一些茅台酒的票, 到时候我全要了, 王胖子迟疑了一下, 摇了摇头, 全力收购的话, 我的压力太大了, 江小川想了一下, 说道, 这样吧, 我每隔一段时间过来一次, 最多一个月, 这样可以吧, 听到江小川的话, 他想了一下, 最多一个月倒是也可以接受, 毕竟不行的话, 就停止收票, 留着年底, 还是能卖出去一些的, 便点了点头, 行, 那我最多给你收一个月的, 再多的话, 我可收不起, 其实江小川想错了, 就算敞开了一个月, 最多也就十几二十平不得了, 因为粮食短缺, 茅台的产量, 本来就低, 大部分供应给京都以后, 剩下的其实没有多少, 告别了王胖子, 他这才推着车, 来到侯三这里, 侯三在江小川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他了, 见对方没过来, 想来是有事, 此时, 江小川刚刚到这里, 侯三便迎了过来, 来了, 不过他见江小川车子上没啥东西, 便奇怪地问道, 东西没带吗, 有点变化, 进去说吧, 胡老三点了点头, 行, 进院子里说吧, 江小川点了点头, 跟了上去, 他打量了一下买粮食的人, 见很多人过来买粮食, 但是江小川发现, 侯三还是很聪明的, 并没有让一个人买很多, 最多也就十来斤, 江小川也在怀疑, 这侯三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弄来这么多的粮食, 来到院子, 侯三还是没带对方进屋子里, 侯三脸上没有了笑容, 冷着脸道, 老弟, 啥意思, 你这是逗我玩呢, 江小川也不在意, 淡淡地说道, 我这粮食有点多, 你吃不吃得下, 侯三第一次在江小川面前露出张狂的笑容, 我要是吃不下, 省城就没有人能吃得下了, 说吧, 多少斤, 江小川淡淡道, 你别问多少, 你只要说, 你能吃得下多少, 侯三听到他的话不满道, 口气倒是挺大的, 十万斤你有吗, 侯三认为对方能弄个几万斤, 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江小川淡淡地说道, 行, 那就, 十万斤吧, 侯三听到他的话,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而且听对方的口气, 不止十万斤, 此时侯三没有了一脸张狂, 一脸严肃地问道, 真的有十万斤, 江小川轻轻一笑, 然后点了点头说道, 你以为我有时间逗你玩呢, 但是有前提, 第一是我只要黄金, 或者玉石, 第二, 这件事不能太多的人知道, 侯三赶忙问道, 都是什么样的, 他转身从车子上, 假装拿出一个小面袋, 从空间里放了一些玉米和小麦, 侯三接过袋子, 打量了一下, 随后心里一惊, 这玉米和麦子颗粒非常饱满, 比正常的种子还要大一圈, 他抬起头问道都是这种, 江小川笑了笑到时候, 自己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侯三听到他的话陷入沉思, 随后说道, 那你等我一下, 我做不了这个主, 江小川健壮点了点头, 行, 你快点,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还有, 不要想动什么歪心思, 你身后有人, 不代表我身后就没有人, 侯三听到他的话, 心中一灵, 随后又露出了笑呵呵的表情, 放心好了, 咱们做这行的, 规矩还是要懂的, 那你等我一会, 说吧, 他便转身进入屋内, 推着一辆二八杠的自行车出来, 和江小川打了个招呼, 便独自离开了, 而屋子里的人, 从始至终都没有出来, 江小川则是无聊地打量着这个院子, 院子是个半砖瓦结构, 武士的房子但是没什么家具, 而且后方还有一个门, 正常人家不会这么设计的, 这个应该是个临时据点, 出事了, 逃跑用的, 屋子里有五个人, 三个人在休息, 另外两人则是在屋里坐着喝着茶, 房子里堆着一些粮食, 不是很多, 粮食应该在其他地方存着, 过了快一个小时, 侯三这才满头大汉的汽车车子回来, 侯三兴奋地说道, 老弟, 实话跟我说吧, 你有多少? 我全要了, 江小川见状, 估计对方请示回来了, 想了一下道, 玉米粒三十万斤, 小麦九千斤, 什么价格? 侯三听到对方的话, 心里立马一惊, 这数量可真大, 虽然对个省城来说不多, 但是在粮食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还能弄这么多, 也够吓人了, 他想了一下道, 玉米粒算你一毛一一斤, 小麦两毛一斤, 一半黄金, 一半玉石, 怎么样? 江小川感觉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了, 再说了, 也找不到能接手这么多黄金的人了, 他便点了点头说道, 行吗? 就按照你说的价格, 你算一下, 侯三心里算了一下, 这才缓缓开口道, 玉米三十万, 一斤一毛一, 一共三万三千块, 小麦九千斤, 一斤两毛, 一千八百块, 一共三万四千八百块钱, 算到这里了, 侯三自己都嗖了口气, 自己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钱, 不过也要很久才能弄到, 随后接着说道, 一两黄金一百块, 就是三百四十八两, 一半黄金, 就是一百七十四两, 至于玉石, 你也去贺老那里问过, 一两二十斤, 我们的玉石比他的要差一点, 但是不会差太多, 算你三十斤, 那就是五千二百二十斤, 江小川心里算了一下, 两块钱一刻, 也不知道算贵了, 还是便宜了, 现在国内也没有固定的价格, 于是便点了点头同意了, 既然确认了, 还是赶快交易得好, 他对着侯三说道, 行吧, 那就一个小时以后, 出城向右走, 沿着大路走一段距离, 就在那里交易, 有没有问题? 侯三算了一下时间感觉差不多, 便点头答应下来, 行, 那我去准备一下, 说定后, 江小川便骑车离开了, 侯三盯着江小川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在视野里, 这才收回思绪, 然后对着里面大喊一声, 小兵, 黑子, 你们出来, 听到声音, 房门立马便被打开, 走出两个男子, 正是之前帮江小川撑东西的那两个人, 小兵来到敬前问道, 三哥, 有什么要做的? 侯三吩咐道, 小兵, 你和我去小仓库, 黑子, 你去叫人准备几辆卡车, 随时有用, 然后, 你自己开一辆去小仓库, 叫做小兵的男子点了点头, 推着之前侯三的自行车在旁边等着他上车, 黑子兴奋地说道, 三哥, 这么晚了去开卡车, 还要那么多车, 是不是有大生意啊? 侯三盯着他说道, 不该问的别问, 这次不能出纰漏, 快点去, 黑子摸了摸头尴尬地笑了笑, 行, 那我去了, 说完便跑了出去, 侯三则是上了小兵的自行车, 向着小仓库行去, 这边江小川已经到了省城城门口, 随后他便骑着车向右边的大路行去, 一边走一边观察适合放东西的地形, 有一年再连灯都省了, 就是感觉别扭而已, 四周不是树林, 就是荒地, 这是一个空地出现在, 他的前方, 将车子停下来打量了一下, 地方挺大的, 离大路也不算远, 嗯, 这地方不错, 随后便将东西放了出来, 在空间里没感觉, 放出来后, 这一包包堆在地上, 还是挺震撼的, 堆成一座小山一样, 全部弄好, 他也被累得够呛, 从空间里拿出一些泉水, 开始喝起来, 然后在旁边休息着, 侯三等人来得很快, 没多久, 一束灯光照射而来, 在黑夜中尤为明显, 随后一辆卡车, 便向着江小川的位置驶来, 车子停好后, 侯三从车上下来, 车子后面, 也下来七八个人, 都只是静静地不说话, 但是在江小川的意念下, 他发现, 侯三兜里, 有一把手抢, 而且驾驶位置上的兵子也是, 一直没有将车熄火, 他的怀里, 同样也有一把手抢, 江小川就在路边站着没有说话, 侯三笑了笑, 老弟, 东西呢? 江小川对着放粮食的地方努努嘴, 那边呢? 侯三并没有过去, 而是对着身后的几人歪了一下头, 示意了一下, 身后几人便四散开来, 其中两人向着粮食那里走去, 剩下的几人便向着四周散开, 江小川对比毫无动静, 希望他们不要犯傻, 过了好一会, 几人才回来, 对着侯三摇了摇头, 示意没有问题, 此时走向粮食的两人也回来了, 一脸兴奋地对着侯三点了点头, 侯三这才对着江小川哈哈大笑一声, 老弟, 你也别怪我谨慎, 干这行的不得不小心啊, 走吧老弟, 说完便向着粮食的位置走去, 众人则是跟在后面, 当来到粮食堆前, 用手电筒对着粮食扫尸了一下, 他这顿时吸了口气, 自己卖过的粮食肯定比这多得多, 但是一直没有过一次性这么多的, 示意几人上前去检查粮食, 侯三盯着眼前的粮食没有说话,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别人在黑夜里无法见到, 但是在江小川的意念下, 侯三的表情清晰地暴露在他的眼中, 但是他还是没有说话, 实在不行, 只能灭口了, 众人手里拿着一个细小的铁管子, 对着袋子一扎, 圆滚滚的玉米粒便顺着管子流了出来, 几人一带一带地检查着, 而此时江小川众人之间的气氛也越来越微妙, 过了很久, 众人这才回到侯三的身边, 对着他说道, 三哥, 没问题, 品质一样的, 数量大概算了一下, 应该也没问题, 侯三听到他的话, 轻轻嗡了一声便不再说话, 侯三眼中的光芒一直在闪烁着, 没过多久, 侯三大笑一声, 走, 老爹, 去车上把你要的东西给你, 气氛随着他的这句话, 突然变得轻松了, 其他人也松了口气, 江小川也是笑了一下, 便跟着他来到车子旁, 侯三对着他说道, 老爹, 东西在车上, 你去看一下, 这东西我就给你放这里吗? 江小川见状爬上车, 只见车里放了十几个大箱子, 两箱大小黄鱼和十几箱玉石, 最近他也在看和老给的书籍, 虽然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还是能看懂一点, 用意念翻看了一下, 确认没问题, 这才下了车,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四周, 对着侯三说道, 能不能给我往前送一段, 就在城门的左边, 侯三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行, 没问题, 随后转身对着身后的黑子说道, 黑子, 你和彬子两个带两个人, 开车送一下江老弟, 黑子点了点头, 去和彬子说了一下, 便带着两人上了后面的车厢里, 江小川则是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向着城门口驶去, 路上江小川看到几辆卡车路过, 投车交汇时, 驾驶员彬子向对方打了个手势, 对方一行便向着侯三的方向驶去, 看来对方在省城的能量,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这年代卡车可不是随便调动的, 过了一会, 江小川看到一片林子, 赶忙喊道, 停, 就在这里吧, 彬子听到江小川的话, 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随后车后, 几人也下来了,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随后便对几人说道, 行, 就帮忙放这里吧, 几人听到他的话便开始搬了起来, 很快十几箱东西便被搬了下来, 为首的彬子对着江小川说道, 好了, 东西搬好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江小川点了点头, 众人这才开着车离开, 见对方已经离开, 江小川并没有动, 他在等一个人, 在之前的观察中, 其他人都对自己产生的贪婪, 但是随着侯三放弃心中的贪婪, 其他人也就只剩下火热, 唯独那个叫黑子的, 眼珠子一直在转个不停, 他相信对方会来的, 随后, 他便打开了箱子, 随手拿出一块玉石, 放在手里把玩着, 车上, 冰子开着车向着侯三的方向开去, 还没开几分钟, 旁边就传来同伴黑子的声音, 冰子, 停下车, 我上个厕所, 肚子有点疼, 冰子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去三哥那里去上吧, 说完便不再理会, 黑子健壮皱了一下眉头, 平时自己就看不惯这个人的态度, 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要不是对方才是侯三的亲信, 自己能怕他, 再这么说, 自己也是恋家子, 他一脸不耐烦的地说道, 快点, 我忍不住了, 赶快停车, 冰子听到他的话皱了一下眉头, 还是将车子停了下来, 黑子下了车对他说道, 你们先走, 我一会好了, 自己回去, 反正也不远, 冰子没有理他, 开着车便离开了, 黑子对着地上吐了一口水, 骂道, 呸, 什么玩意,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随后便向着江小川的方向磨去, 江小川正坐在箱子上, 无聊地等待着, 沙沙突然一阵声音传入江小川的耳朵里, 随后一个人影也出现在他的意念范围, 他咧了一下嘴, 轻笑了一下, 消失在原地, 黑子小心地摸索着来到江小川所在的位置, 等了一会, 发现这里居然没有人, 咦, 人哪里去了, 黑子来到镜前, 听了一下附近的声音, 确实没人在, 他咧嘴一笑, 嘿嘿, 不知道是不是去找人搬东西了, 傻子一个, 先拿点黄金再说, 他可是知道箱子里有很多黄金的, 拿着这些东西, 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对方只是个孩子, 搞不懂侯三为什么不动手, 借着月光他摸索着打开箱子, 只见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块块黄金, 他兴奋地搓了搓手, 正准备伸手去拿, 碰, 他感觉到自己的脑后传来一阵痛感,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江小川则是手拿着棍子出现在他的后方, 见对方晕倒, 江小川扔下手里的棍子, 心里想着正找不到下马威呢, 这就送人来了, 弄死, 作为经历过二十一世纪的人, 潜意识里, 他还是不喜欢这种想法, 担心对方醒来, 给他喂了点迷药, 便将对方收进了空间, 随后将东西全部收进空间以后, 这才骑着车子离开, 另一边, 侯三正在组织人搬运粮食, 见兵子开车回来, 便迎了上去, 看着少了一人奇怪地问道, 黑子呢? 兵子不屑地撇撇嘴, 半路说拉肚子了, 不过呀, 我看他是一个人摸了过去, 想黑吃黑呢? 侯三听到他的话, 一脸的阴沉, 这个黑子, 怎么做事一点都不带脑子的吗? 仗着自己会点拳脚, 就不把人放在眼里了, 他也不想一下, 没有依仗对方敢这么毫无顾忌, 如果是他的话, 他敢吗? 兵子轻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侯三摇了摇, 凝重地说道, 刚刚我让他们检查了一下四周, 你知道发现了什么? 听到他的话, 兵子也收起了笑容, 奇怪地问道, 发现什么了? 侯三轻轻说道, 四周一点车轮的痕迹都没有, 脚步看不出来多少人, 但是能将这么多的东西, 不用车子搬运过来, 人数不会少, 三哥, 就算对方人多, 那咱们也不用怕吧, 咱们可是有家伙的, 侯三听到他的话, 反问了一句, 你就确定对方没家伙, 兵子文言噎住了一下, 是啊, 这天下有能耐的人多了去了, 侯三想到这里, 还是对他吩咐道, 不行, 你去找一下, 这小子不能在我们手里出事, 听到对方的吩咐, 他便带着两人, 开着车向着江小川的方向驶去, 地方本来就不远, 兵子很快就回来了, 侯三见回来的人, 里面没有黑子, 心里一沉问道, 没找到, 对方点了点头, 侯三一脸的阴沉,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已经说了多少次都不听, 这下好了, 出事了吧, 他烦躁来队走动着, 随后停下脚步, 不管他了, 活该, 希望不要结怨, 赶快搬东西, 对于江小川的底细他并不清楚, 但是现在表现出来的冰山一角, 已经让他感觉到对方的不简单, 车子来回跑了好几趟, 这才将东西搬完, 此时天已经微微亮了, 将所有东西运到指定的仓库, 侯三这才一脸疲惫的, 和众人回到卖粮食的院子, 刚刚进门侯三, 就看到堂屋的门口挂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居然是黑子, 侯三心里顿时一沉, 众人赶忙过去, 将对方放了下来, 冰子摸了摸对方的鼻息, 这才对着侯三说道, 三哥, 人没事, 听到人没事, 侯三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 他的双手断了, 不过冰子的话, 又让侯三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着门外, 喊了一句小灰你们进来, 一直在外面卖粮食的几人, 听到声音进来一个人, 三哥, 怎么了? 我们出去以后, 你们没进来过吗? 叫做小灰的人听到他的话, 想了一下, 说道, 中间进来过一次, 搬了一次粮食, 后来再也没有进来过, 侯三皱着眉头问道, 没见到有人进院子, 小灰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道, 没有, 我们就在这门口, 进来个人怎么会发现不了? 侯三恼火地骂了一句, 没人进来, 黑子是怎么掉在上面的? 对方听大他的话, 也不再说话, 侯三也在奇怪, 院子旁边的两个巷子口, 都有人在摆摊卖东西, 应该不会是从两侧进去的, 后门一直都是从里面反锁的, 更不可能了, 侯哥, 你看, 冰子推了推正在沉思的侯三, 指了指黑子的胸口, 指尖那里有一张纸条, 侯三赶忙拿出纸条, 上面写着,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在警告他, 侯三看到纸条一阵恼火, 但是也不能全怪对方, 毕竟是自己这边的人先坏规矩, 想黑吃黑的, 他白白手对着几人说道, 都散了吧, 冰子, 把他送到老白那里去, 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怎么处理, 让他自己看着办, 但是黑子,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这里, 众人见状, 便抬着黑子出去了, 此时的江小川, 再前往贺老那里, 之前交易的时候, 对方提到过贺老, 他一开始以为, 对方的玉石, 是从贺老那里弄来的, 后来对方说他们的品质不如贺老的, 那就和贺老没关系了, 来到对方家门口, 江小川意念扫尸了一下院子, 此时贺老已经起来了, 正在院子里扫着地, 上前轻轻扣了扣门, 只没过一会, 房门便被打开, 贺老看着门前的江小川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对这个小子, 他还是记忆深刻, 毕竟一次性买了自己这么多的玉石,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四周, 见已经有行人出没, 便轻声说了一句, 老爷子, 能不能进去说, 贺老私下看了下, 点了点头, 进来吧, 进入院子, 贺老关上院门, 便带着他来到堂屋, 坐吧, 找我有什么事, 江小川坐下后, 笑了笑, 轻声说道, 老爷子, 这次来, 还是想和你换一点玉石的, 贺老闻言一阵, 你还要, 你还有那么多黄金, 贺老心中不能不惊, 要知道, 这可是黄金, 而且数量那么大, 上次那么多, 自己已经有点心惊肉跳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老爷子, 我要是没东西, 怎么可能来找你, 随后他沉吟了一下, 道, 但是, 老爷子, 我想你现在也知道外面的情况, 现在吃都吃不饱了, 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 你的玉石是没有销路的, 我想, 这个价格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能争取它, 还是想争取便宜一点, 贺老听闻苦笑了一下, 你也应该知道, 这个玉石, 我已经给的价格很低了, 而且, 我的玉石, 都是品质上乘的好玉石, 差的玉石, 我已经全部捐了出去, 剩下的, 没办法再便宜了, 江小川对他的拒绝没有在意, 贺老, 现在的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这东西留在手里, 也是个祸端, 迟早要出事, 贺老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惊, 想到之前的场景, 他的心里还是一阵心慌, 而且一直以来都有人过来, 劝自己将东西处理了, 留着迟早要出事, 江小川说道, 这里也就不再继续说了, 过了许久, 贺老这才抬起头一脸肉疼地说道, 一两黄金二十五金玉石, 这个已经是底线了, 不行的话就算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笑了, 行, 那我去拿东西, 贺老你等一会, 贺老闻言点了点头, 江小川出了院子, 骑着车子便离开了, 绕了一圈, 偷偷将黄金放进两个麻袋里, 将自行车收进空间, 将之前的板车放了出来, 这才推着板车重新回到院子里, 将麻袋提到屋子的桌子上, 对着贺老说道, 老爷子, 你撑一下, 一共一百五十两, 他没有将黄金用光, 留了一点准备看看能不能弄到点青霉素, 贺老低身将所有黄金都检查了一遍, 这才说道, 没问题, 我带你去搬吧, 江小川跟着贺老来到了地下室, 再次来到地下室, 江小川眼中仍然一片火热, 再来一次, 这里就被自己搬空了, 自己这次卖粮食没有要钱, 主要还是现在要那么多钱没啥用, 自己也不缺吃喝, 有些也不适合出现农村, 等明年, 自己的粮食都是钱, 一, 江小川正要去搬玉石, 此时角落里四块血红色的玉石吸引了他, 看着切口, 应该是一块比较大的玉石切出来的, 大概有几百斤重, 白中带着血色, 仔细一看, 血色是玉石里一些颗粒状的东西, 侵染出来的感觉, 一定要得到它, 冥冥中他感觉到, 这个东西很重要, 江小川按下心中的悸动, 指着角落里的那块玉石, 轻笑着对着贺老问道, 贺老, 这块玉石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算在里面, 我看着挺喜欢的, 贺老顺着江小川的手, 看向了那块玉, 一脸的复杂的说道, 这块玉在我店里, 已经很久了, 一开始收来的时候, 以为是血玉, 结果切开以后, 里面的血色只是成颗粒状, 没有层次感, 找了很多老师傅, 都没办法雕琢, 这才一直放在这里的, 他想了一下, 说道, 这块玉, 如果不算这个里面的血色玉质, 本身的质量不怎么样, 你既然要, 那就给你好了, 江小川见状连忙感谢, 那就谢谢贺老了, 说吧, 他先去搬那块血色玉石了, 好家伙, 还挺重的, 一个得有一百多斤, 在贺老惊讶的眼神中, 他费力地将玉石搬了上去, 将东西一放, 揉了揉腰, 见贺老的眼神, 又开始撒谎起来, 贺老,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是个孩子, 贺老文言诧异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 这下轮到江小川惊讶了, 贺老轻笑了一下, 我只是惊讶你的力气, 而且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 不属于你这个年龄的目光, 而且, 你这还有胡子呢, 江小川文言心里一紧, 这么容易露线的吗, 贺老随后笑着说道, 冒昧地问一句, 你这是长不大吧, 江小川文言心里一喜, 看来自己的装朱如正, 还是挺成功的, 江小川装作落寞地说道, 是啊, 长不大, 不说这个, 先撑下重量吧, 在江小川的帮助下, 撑了一下, 一共五百二十斤, 随后他又从地下室里陆续搬上来三千二百三十多斤的玉石, 搬得他手都酸了, 可惜不能用一年, 只能用板车将东西陆续运了出去, 最后一趟, 他和贺老寒暄了几句, 便推着板车离开了, 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将所有东西都放入空间里, 这才急忙闪身进入空间, 来到空间, 江小川没有去管其他的玉石, 而是单独打量着这块血色玉石, 只见玉石里的血色颗粒显得有点发暗, 并不是鲜红色, 感觉不是很好看, 但是自己能感觉到空间对这块玉石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搞不懂原因, 他便将血色玉石扔到了地上, 随着这块玉石落地, 此时空间里传来阵阵激荡的感觉, 玉石慢慢融入空间的地理, 而空间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本来一直没有扩大的空间, 又在急速地向着外围扩散着, 最让他惊讶的不是这些, 而是空间的格局改变了, 此时空间出现了两块区域, 一块呈现出血红色, 一块呈现白色, 面积倒是不大, 都只有一百个平方的大小, 从上空观察的话, 会发现两块区域所在的位置, 像极了太极里的两个阴阳眼, 来到白色区域就这样走了进去, 感受了一下, 好吧, 没感觉, 检查了好久, 他都没有感觉到什么特殊的地方, 不对, 自己人在变小,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发现之前种植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但是通过意念感受, 他还是感受到自己还在空间里, 意念一动, 他的身影出现在边界处, 地还是那么大, 只有一百个平方, 他想了一下, 一挥手一袋玉米被他挪到了白色区域, 只见那袋玉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缩小, 最后消失不见, 但是在他的意念之下, 那袋玉米安静地躺在白色区域的地上, 须弥戒子, 他脑海里瞬间闪过这个念头, 又试了几次, 才确定如他想象的一样, 这片看着很小的区域是很大的, 好了, 这下不担心东西没地方放了, 发现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 这才不再管他, 又来到红色区域, 这片区域有可能也是一样的地方, 进入以后, 四周打亮了一下, 果然和之前的一样, 只不过, 这片区域呈现淡淡的血红色, 感觉有点压抑, 不对劲,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这片区域的颜色, 导致自己感觉心里有点压抑, 但是很快他便发现不对劲, 这片区域太近了, 不是安静, 而是寂静, 从灵魂里感受到的寂静, 他忍着不舒服退了出来, 他打亮了一下四周, 将一袋玉米放入红色区域, 等了一会, 他皱着眉头, 感觉和白色的区域没有区别, 看着围栏里正在吃着白菜的野鸡, 意念一动, 那只野鸡出现在了血色空间里, 只见野鸡进入空间以后便不再动弹, 仿佛被定格了一样, 他想了一下, 掏出手表, 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 随后又将手表扔了进去, 等了几分钟, 他将野鸡和手表弄了出来, 野鸡在地上扑扔了几下, 又继续在寻找着食物, 而江小川此时看着手表上的指针, 心里一惊, 指针仍然停在自己扔进去的那一刻, 随着手表被拿出来, 指针这才继续跳动着, 反复试了几次, 他才确定血色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而且空间很大, 这下他开心了, 以后就不瞅东西没地方放了, 随后他看着剩下还有三块血色玉石, 以及一大堆的白色玉石, 意念一动, 全部被他倒在了地上, 随着一堆玉石被倒在地上迅速消融着, 空间的壁垒也在迅速地向后方退去, 而空间里的植物也在迅速地生长着, 发芽, 成苗, 抽碎, 开花, 成熟, 树上的小蜜蜂应该是闻到了花的味道, 开始四处飞舞着寻找花朵, 可是飞出去还没采到蜜, 花已经泄了, 于是又飞回了蜂巢里, 过了许久, 空间震动了停止, 壁垒也不再扩大, 他这才打量起来空间, 空间的地增加到二百亩, 便没有再增加, 但是土壤变得更加黑的油光, 见东西都成熟了, 他便将这些东西全都收了, 不知道是不是空间的作用, 这次又是大丰收, 四十亩的玉米, 亩产四千斤, 一共收了十六万斤玉米, 四十亩的小麦也达到了亩产四千斤, 一共收了十六万斤的小麦, 十亩地的红薯收了二十万斤, 亩产达到了两万斤, 今年全国小麦亩产记录一千七百八十斤, 玉米亩一千六百六十六斤, 红薯亩一万零八百斤, 看到这组数据就知道, 我这空间作用下的亩产不算太过分了, 棉花也收了二百斤, 各种蔬菜也收获了不少, 而各种水果也开花结果了, 一共收了几百道上千斤不等, 全部放入静止空间里, 看着收获完以后剩下的玉米芯, 玉米杆,麦甘子以及红薯秧, 他还是将这些东西也都收进了静止空间里, 这些东西以后给动物吃也行, 就是有点太多了, 红薯秧以后留着可以扦插, 他还准备把山上种上红薯呢, 看着这些小动物们都已经不小了, 他便将大部分工的都收进了静止空间, 只留下少量作种就行了, 可惜了没有奶牛, 不然就能喝牛奶了, 忙了半天, 他也累得不轻, 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意念用得太多, 脑袋也有点头昏脑胀的, 他准备去喝点泉水, 此时之前只有十个平方左右的小泉眼, 现在变成了一百个平方左右了, 妥妥的小池塘了, 之前泉眼里的那颗幼苗也逐渐长大, 现在已经有三十公分高了, 江小川看着这么大的池塘, 想着这应该可以养鱼了吧, 不知道这里面养鱼, 鱼会不会成精, 下次去抓点放进来试试吧, 已经好久没吃鱼了, 他盯着这一池子泉水, 皱起来了眉头, 随后从水池里咬起了一杯水, 端在手里有点饭难, 这还能不能喝, 因为此时泉水的颜色带着一点淡淡的血红色, 他还是决定试一下吧, 不过不是自己试, 而是招来一只鸭子将一碗泉水放在边上, 很快鸭子便喝了起来, 等鸭子喝完水, 他将鸭子放入围栏里, 静静地观察了一会, 喝了水的鸭子除了变得很精神, 并没有其他的反应, 过了很久, 感觉没什么问题, 他这才重新拿个杯子咬了一杯泉水, 一口水下肚子, 他舔了舔嘴角, 挺清甜的, 没什么意味, 不过他还是感觉到了变化, 之前有点疲惫的身体和精神, 随着泉水下肚正在缓缓好转, 没过多久他便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 而且感觉全身暖洋洋的, 这次的泉水肯定又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搞不懂索性就不再管他, 用泉水炖了只鸡, 炒了个西红柿鸡蛋和蔬菜, 又焖了点白米饭, 吃饱了饭, 又吃了点樱桃, 看着这些空地, 他突然不想去种了, 粮食太多了, 卖都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 想着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又开始像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开始种了起来, 一百亩玉米四十亩的小麦和四十亩的红薯, 花生, 瓜子, 黄豆和芝麻, 又各种了不到五亩地, 毕竟其他的还得留点地方, 打量了一下空间, 短期内没有大量的玉石, 估计不会再升级了, 给动物们加了点粮食, 将能放的都放入了静止空间, 随后他便出了空间, 在空间里待了那么久, 外界也就过了去两个小时左右, 骑着自行车便向着招待所而去, 下午是没车回县城的, 只能等明天早上再回去了, 粮食他也不准备卖了, 过段时间再看吧, 回到招待所, 江小和已经等得急得不行了, 见江小川进来, 江小和急忙说道, 哥, 你咋弄到现在, 你找爹的战友干嘛, 江小川哪里真的去了, 只能随口说道, 哦, 没啥, 就是去看一下, 他们说帮忙把我们弄到省城来, 前文有提到过, 去省城的事没有告诉过江小和, 只是知道家里来人了, 江小和听到后惊喜地问道, 哥, 那有说啥时候吗, 江小和感觉省城可好了, 什么都有, 还有那么多玩的, 江小川心里想着, 省城有什么好的, 到时候有你怕的时候, 他敷衍着说道, 不知道最少也得一年吧, 到时候看吧, 江小和听到他话也没说什么, 时间也到饭点了, 带着江小和出去吃了饭, 随后向着省城医院赶去, 明天回去之前, 他得去看看有没有青梅素麦的, 来到医院, 江小川一番打听, 找到了医生, 将自己姐夫的情况告诉他, 当询问到盘尼西林的时候, 对方告诉他的结果, 让江小川比较惊讶, 医生, 这个盘尼西林不是很难买到吗, 这么便宜, 医生看着他说道, 两块钱一瓶还便宜, 江小川愣了一下赶忙摇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前几年这个药品还买不到呢, 都要两根黄金才能弄到, 现在怎么突然这么便宜了, 医生笑了笑, 你说的没错, 前几年是有钱也买不到, 现在不一样了, 祖国强大了, 53年在海市已经建厂批量生产了, 只是产量低而已, 只有几吨, 作为业内人士的, 他对这些消息更加关注, 随后医生又说道, 不过今年华北新号药业传来消息, 今年他们预计产能可以达到百吨左右, 以后只会更加便宜, 江小川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虽然他是穿越来的, 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姐夫家的人估计几年都没来过省城医院了, 想想也是, 现在农村人生病了, 能熬就熬一下, 不能熬就听天由命吧, 江小川找到这个年代, 好像拿药不自己来也可以的, 便问道, 医生, 我姐夫的情况我刚刚和你说了, 家里离这里比较远, 你看能不能给我开一点盘尼西林, 医生听到他的话不满地说道, 你也说他这病时间比较久了, 让他自己过来吧, 好对症下药, 而且还得看他会不会过敏呢, 万一出事了呢,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明白应该就是做青霉素皮式, 既然拿不到药, 那就让他们自己过来吧, 到时候自己把情况说清楚, 应该会舍得花这些钱, 和医生告别以后, 他便带着江小和准备离开医院, 不过出医院门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间病房门口站着几个人, 正是只在电影院围堵江小川的几人, 罗鹏不在其中, 想必在病房里, 此时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正对着几人怒吼着, 而剩下几个人则是低头不语, 江小川看着对方肥胖的身体, 这年头还能长这么胖, 说明平时捞得太多的油水, 随后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不胖, 但是也不是很瘦, 这得控制体型了, 不然以后也得麻烦, 怎么解释, 喝凉水都长胖, 那不是扯吗, 随后便不再关注对方, 带着江小和离开了医院, 下午也没啥事, 带着他随便在省城的街道上逛了一下午, 吃了晚饭, 在招待所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两人便带着东西离开了省城, 就算跑过几次, 江小川还是很不习惯, 这个路也太颠簸了吧, 中途有人上车, 车子在路边停了一下, 他向外望去的时候, 眼睛一亮, 不远处, 他看到一个池塘, 看上去不大, 但是波光淋淋的水面, 显示着里面还是有不少水的, 自己村里的小池塘都基本干涸了, 这里还有水, 说明不会太小, 太小的话, 早就快干了, 车门关上, 车子缓缓启动, 上来是两名中年男子, 身上有一些泥土, 两人抬着一个箩筐, 只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不过江小川知道里面是鱼, 而且这鱼外面下鱼裹着一层干灰, 又被叶子死死的包裹着, 基本上都死了, 而且车子本来就通风的厉害, 难怪闻不到鱼腥味, 江小川想了一下, 等过几天来湖里弄点鱼虾, 在空间里养着, 于是走出座位, 来到刚刚上来的两人身边, 其中一个人下意识地将箩筐往座位里推了推, 江小川笑了笑, 对着其中一人低声问道, 大叔, 这里是什么地方? 对方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这是地方是徐吉, 江小川闻言道了一声谢, 便离开了, 对方见江小川没有其他的动作, 也是松了口气, 江小川则是回到座位上闭着眼睛, 来到县城, 让江小和在旁边等待着, 他去取自行车, 回到村子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将东西放下, 偷偷将四条小狗放出来, 这才带着江小和去村部, 不知道还有没有饭了, 来到村部的时候, 还没有太晚, 还有少量的人在打饭, 饭菜还是西州, 没有专门的菜, 他也没有多说, 带着江小和打了一碗, 正在吃饭, 江定中走了过来, 小川, 刚刚回来啊, 江小川见江定中过来, 站起来笑着说道, 是啊, 江叔, 刚刚回来, 这不正好赶到饭点了吗? 江定中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他说道, 你不在的时候, 你大补他们过来了, 知道你不在, 所以又回去了, 说是明天再过来, 江小川皱着眉头想道, 他们来干嘛? 不会知道, 是自己举报了吧? 应该不会啊, 不管了, 反正也无所谓, 收回思绪, 他对着江定中笑着说道, 没关系, 江叔, 让他们来好了, 江定中担忧了一下, 不过想到, 这是别人自己的家事, 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 不过临走之前, 他还是对着江小川说了一句, 对了, 他们走的时候, 好像从你屋子里拿了东西, 江小川愣了一下, 这算偷是算抢, 胆子这么大的吗? 随后对江定中说道, 谢谢你了, 江叔, 一会我回去看看, 江定中摆了摆手, 便离开了, 吃了饭, 江小川便赶回了家里, 来到家里, 他扫尸了一下, 家里本来也没多少东西, 少了啥, 一眼就看出来了, 衣服没了, 走的时候, 只穿了一套衣服, 不过, 他又放了一套在空间里, 现在自己只剩下两件, 带走多士军大衣, 新的衣服被他留了下来, 而江小和的衣服, 更是没了三件, 只留了一件军大衣, 跟着回来的江小和, 之前也听到了江定中的话, 一到家, 他便跑向自己的屋子, 随后他憋着嘴, 哭着跑出来, 哥, 我衣服都没了, 文具盒和书包也没有了, 小人书也没了, 江小川淡淡地问道, 有什么好哭的的, 以前没有的时候, 我怎么没见你哭, 丢了, 再找回来就是了,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立马止住了哭泣, 但是肩膀仍然一耸一耸的, 家具倒是没事, 应该是搬不动, 所以才没搬吧, 江小川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别哭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明天他们也会来,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也不敢再吭声, 两人便洗洗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骑着车将江小和送到公社, 他便立马骑着车向着县城赶去, 直奔派出新号所而来, 这年头很多时候, 人们还真不怕横的, 打怕, 农村人怕打架, 以前为了抢水, 两个村子干起来家常便饭, 甚至出人病的都有, 输了第二天接着干, 所以现在的坏人, 就怕工薪浩安, 最好直接弄去劳改, 来到地方, 时间还比较早, 此时派出新号所也才刚刚开门, 江小川进门, 只见大厅里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屋内有两张桌子, 前面一张桌子, 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正在整理着东西, 靠近里面的桌子上, 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此时对方正在埋头拿着笔, 写着东西, 见有个小孩进来, 他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谁家孩子走错了, 江小川看了他一眼说道, 工薪浩安同志, 我要报薪浩安, 女干事看了江小川一眼, 笑着说道, 小同志, 你要报什么案子, 你知道什么叫报薪浩安吗, 去叫你家大人来好了, 江小川苦笑了一下, 看来自己这年龄真是的硬伤, 报薪浩安都被嫌弃小, 江小川苦笑着说道, 是这样的, 有人到我家里偷了五件衣服, 还有五百块钱, 女孩惊讶地看着他说道, 真的假的, 江小川说道, 当然是真的, 随后江小川便将事情的经过给说了出来, 没提对方是他大伯的关系, 当然了, 五百块钱肯定是没有的, 之所以这么说, 一个是希望对方重视, 另一个是看能不能再坑一把周家兄弟们, 哪里来的钱, 不是之前给的抚恤金吗, 至于问五百块钱怎么丢的, 我怎么知道是你们进屋里翻的, 女干事一边听一边记录, 当他听到丢了五百块钱, 心里立马一惊, 这可不是小案子, 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你等一下, 我去找我们锁信号长, 说完, 他便走进了里面的那张桌子, 程锁, 有个小孩来报信号案, 男子没有抬头, 继续拿着笔, 正在写着什么, 随后说道, 说家里被偷了, 五件衣服还有五百块钱, 被叫做程锁的人一听立马抬起头, 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苗苗, 真的假的, 就是这个孩子吗, 他随后看向江小川, 张苗苗点了点头, 他是这样说的, 程锁听到他这样说, 皱了一下眉头, 他想了一下, 然后放下手中的笔, 起身来到江小川身边, 对着江小川一脸严肃地说道, 小同志, 你可不能说谎, 报假案的话你会被抓的, 江小川心里一阵吐槽, 这算哄小孩子吗, 他笑着说道, 攻心号案叔叔, 我知道, 家里真的丢东西了, 我是来报心号案的, 你想我才是一个小孩子, 胆子没那么大吧, 程锁听到他这样说, 立马重视起来, 你说说经过, 江小川又将经过说了一下, 并且说, 对方今天还会来, 程锁一听手往桌上一拍, 一脸的怒色,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随后对着旁边的张苗苗说道, 张伟那小子哪里去了, 张苗苗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间, 对着他说道, 差不多了, 他每次都是卡着点过来的, 话音刚落, 门口出现一道身影, 大约二十多岁的瘦子, 一米七五的身高, 嘻嘻哈哈地对着程锋说道, 哎哟, 风哥, 这么早就有人来啊, 来来, 让我来, 程锁听到他的话, 一脸严肃地说道, 绍兵嘴把车子推出来, 我们出去一趟, 说到这里, 他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事发的地点呢, 程锁随后对着江小川问道, 小同志, 你家哪里的, 江小川报出了地址, 程锁猛了, 他还以为是在城里呢, 不过这些也是在他的辖区, 他点了点头, 转头对着还在站着的刘伟说道, 还站在这里干嘛, 快点去推车, 你带着这位小同志, 刘伟听到他的话愣了一下, 不过他也不敢反驳, 赶忙去推车子, 江小川赶忙说道, 程所长, 我自己有车, 那我带路, 程锁听到他的话愣了一下, 对于他刚刚说的被偷五百块的事, 更加的深信不疑了, 他点了点头, 转身进入里屋, 再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身的工薪号安抚, 而且, 江小川意念扫过, 发现对方的兜里有手抢, 不过这个年代所长应该都有佩戴, 乘风出来时, 刘伟和江小川已经准备好了, 他见江小川真的有自行车, 轻轻地点点头说道, 行, 那你带路吧, 江小和带着两人便朝着村里赶去, 一行人赶到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江小川走在路上的时候, 还在想着, 在什么地方蹲点呢? 不过当他们到来的时候, 江小川笑了, 他发现他的家门口停着两辆大板车, 车上已经放了两个柜子, 周灾的周明里正在那里用绳子绑着泥, 旁边杨月梅正在阻止着, 不过每次都被周明里给推到一边, 心想, 这是专业送人头啊, 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来了, 好了, 这下蹲点都不用了, 江小川指了指甲门口, 对着承风说道, 承所长, 你看到了吧, 这个算是偷窃呢, 还是算抢劫, 承风说着江小川的目光看向周明里的位置, 一脸的阴沉连忙喝道, 住手, 正在绑绳子的周明里, 听到声音下意识地回了头, 见到是江小川, 一脸的怒涩, 愤恨地骂道, 小兔崽子, 肯定是你举报我们, 看我今天不弄死, 不过他的话骂到一半, 这才看到旁边的承风两人, 当见到对方的衣服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抖了一下腿, 这个人他还认识, 前段时间就是他配合常理, 将自己众人赶回了村里, 不但身无分文, 更是让他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不过他想到这是自己的家事, 可不归他们管, 刚想出言反驳, 便听到江小川的话, 让他心里一惊, 承索, 看到的吧, 这么明目张胆的, 这算入室抢劫吧, 周明里听到他的话, 立马反驳道, 承索, 您可别听他胡说啊, 这些家具可都是我们出的钱, 我们现在被赶回老家, 这家具当然归我们所有, 就是这房子的砖头, 也是我们的, 承锋看到他的脸, 一脸的阴沉, 原来是你们啊, 上次念在你们是周明信同志的哥哥, 和弟弟们, 不好好反思, 又来干坏事了, 是不是想去劳改, 随后转过头, 对着江小川问道, 你就是周明信同志的孩子, 江小川点了点头, 不过他在心中正偷乐呢, 原来还是老熟人啊, 这下不用解释太多了, 不过也对, 县城就那么大, 城峰作为所长, 肯定会参与进去, 不过他应该不是主导, 周明里一听, 吓得有点腿软, 屋内正在搬东西的人听到动静, 也纷纷出来了, 江小川一看, 吆喝, 人还不少呢, 周家老大和老二, 肯定是在的, 还有一对中年男女和几个小年轻, 这个没来过的中年男子正是四叔周明志,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大姑周明菊, 至于剩下的几个小年轻应该是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自己的堂哥了, 男的都没说话, 大姑周明菊仗着自己是个女的, 开口说道, 宫星浩安同志, 这房子, 家具包括那辆自行车都是我们出的钱, 凭什么我们不能拿回来, 说话的时候还指着江小川旁边的自行车, 江小川冷笑了一声, 你们出的钱, 你们的钱哪里来的, 冒领抚恤金, 周明菊立声喝道, 小兔崽子, 一个改了姓的娃娃, 有什么资格拿抚恤金, 没教养, 就是你爹在我面前都不敢大呼小叫, 此时杨月梅站了出来, 他恨恨的说道, 当年要不是你们几个叫我们赶出来, 我们娘几个怎么会不能领抚恤金, 周明菊痴笑一声, 你是外来的媳妇, 我弟弟走了, 你哪来的就去哪里去, 江小川在旁边听得乐了, 这是准备胡搅蛮缠了呀, 他示意了一下杨月梅, 不要说话, 他看了一眼成风, 看他怎么说, 而此时成风一脸的铁青, 够了, 看来你们对上次的处罚不服气啊, 走吧, 跟我到所里去吧, 周明菊听到要去县城所里, 一下子慌了, 尖叫道, 我不要去, 我又没犯法, 我凭什么去, 成风指着门口东西说道, 这些东西不是你们的, 你们私自搬走, 不是偷那是什么, 老二周明一不满地说了一句, 那是我们几个给他钱买的, 现在要回来怎么了, 成风气着说道, 为什么要给他钱, 还不是怕人家领导追究, 而且你们说当时是你们带领的, 还不是没有证据, 周明李听到这里, 想到, 对呀, 东西丢了, 可是, 郑主不是在这吗, 只要他承认就是了, 他一脸陪笑地说道, 成所, 当时我就解释过了, 你们不信, 江小川和杨月梅都在这里, 不信你问他们, 我不信他敢撒谎, 还有他继父江大海一家也知道, 老二周卫军不知道啥时候躲在外面的人群里喊了一句, 是的, 我们都知道, 说完又缩了进去, 想到这里他更加激动, 万一给自己翻案, 说不定还能回县城呢, 承锋文言皱了一下眉头, 看向江小川, 又看向了杨月梅, 杨月梅也有点不知所措, 便看向了江小川这个有主见的儿子,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是啊, 我是写过这封信, 周明李听到江小川肯定的话, 立马高兴地说道, 承锋, 您听听, 我没有说假话吧, 承锋听到他的话, 皱着眉头, 这就难办了, 江小川并不在意地说道, 承锋, 我是签字了, 我只是写了收款的证明而已, 不理会一脸铁青的周家人, 和正在思考的乘风, 周明李怒喝道, 小王八蛋, 我明明写的是带领抚恤金的证明, 什么时候成了收款证明了, 不然我凭什么给你钱, 你有什么自得拿钱, 江小川一脸讽刺地说道, 我爹的抚恤金, 我们为什么不能拿, 你不是说我签字画鸭了吗, 我们又不认识字, 把证明拿出来就是了, 我能证明, 当时写的是带领抚恤金的证明, 江卫军又从人群中跳了出来, 对着成风说道, 周明李等人听到他的话,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对着成风说道, 承锋, 你听到了吧, 有人证明, 江小川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冷着眼说道, 收了他们二百三十块钱, 还好意思说证明, 江卫军听到他的话噎住了, 虽然钱丢了, 但是自己家里确实收了钱, 成风一脸的不耐烦, 行了, 跟我去所里说清楚吧, 刘伟去抓人, 身后的刘伟梦啊, 这么多人他怎么抓, 而这些人也不会坐以待毙, 有的准备四散跑去, 而周明菊则是坐在地上又哭又闹的, 成风从怀里掏出手抢, 不过他没有开抢, 只是怒吼一声都别动, 赶逃跑就地击毙, 周家一行人见成风的动作, 吓得不敢再有什么动作, 他们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开抢, 但是他们不敢躲啊, 手铐没有带够, 成风只能和刘伟推着车, 将一行人押送到了县城, 江小川也陪着过去了, 弄好之后, 江小川便回到了家, 不过临行前, 他让成风别忘记让对方, 把五百块钱和衣服书包还回来, 后续的进展, 江小川不清楚, 只是三天后, 衣服书包便被送了回来, 但是钱一份都没有, 而他也知道了, 对方几人的判决, 劳改一年, 江小川心里舒坦多了, 至少一年内部用烦了, 而且一年以后, 他们出来了, 正是大汉最严重的前妻, 能找到食物保住自己的命就不错了, 哪里还有力气找他麻烦, 这天早上, 顺带送了江小和去上学以后, 他便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 最近练功, 他感觉有点问题了, 有些动作做出来, 有一种肌肉撕裂的疼痛感, 让他有点不得要领, 来到秦老的院子前, 他轻轻敲了一下门, 没过多久, 院子门便被打开了, 秦霄探出一个小脑袋, 对着外面瞅着, 不过他见外面没有人, 他正准备扭头看向另外一边的时候, 头上被敲了一下, 哎呦喂, 谁啊, 秦霄扭过头, 见江小川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他脸上一黑, 气呼呼地说道, 你这人有毛病吗, 没事敲我头干嘛, 江小川笑了笑, 谁让你贼头鼠脑的, 就不会打开门好好看, 秦霄一脸气鼓鼓地问道, 你来干嘛, 我爷爷被你气得刚刚好, 你没事别来气他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笑了笑, 呵呵, 我来找老爷子有事的, 就在这时候, 里面传来秦老头的声音, 潇潇, 谁啊, 干嘛不进来, 秦霄一脸地不情愿, 但是仍然开了门, 放了他进来, 来到院子里, 老爷子正在那里练着功夫呢, 不过秦老头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 仍然继续他打拳的动作, 一边打一边说着话, 你小子今天怎么来了, 沙马的基础完成了, 江小川见对方打着拳, 还在分心说话, 老爷子, 你先练吧, 等你好了再说, 可别练叉气了, 秦老头听到他的话, 本来行云流水的动作, 突然颤动了一下, 随后又恢复到正常, 他对着江小川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懂什么, 我在练招式, 不练劲, 伤不了, 不然, 我怎么能跟你说话呢, 江小川笑了笑, 原来是在练习花架子啊, 不过他没有说话, 就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方打拳, 江小川看着看着, 感觉对方的动作和自己的一样, 但是更加的圆润, 他便不自觉地, 蹲着后面练习了起来, 原本有些声色的地方, 立马开始圆润起来, 过了一会, 秦老头已经停了下来, 而江小川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 江小川在门口的时候, 他便听到了声音, 本来他练拳法的时候, 是用上劲道的, 这是他见对方进来, 特地放慢的速度, 没有用劲道, 这样能让人更加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动作和发力方式, 他想看看, 江小川到底练习得怎么样, 果然, 基础打得还是不错的, 不过随着江小川的动作, 秦老慢慢露出了惊讶, 后面的几个动作, 没有一定的练习很难做到顺畅, 而且很容易造成肌肉撕裂, 随着江小川一招一招练习着, 秦老已经感觉震惊了, 虽然动作还是有点声色, 但是也略带一点韵味, 过了一会, 江小川的动作突然停止了, 停下来的他, 见自己的动作卡在这里,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老看见他的动作, 嘴角抽了一抽, 这小子还真不知足啊, 没有经过药育就能达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而且还练的这么短的时间, 想到这里, 秦老爷子心里一阵惊骇, 上次比试的事情过后, 他潜意识里认为, 江小川跟着那人学手艺的时候, 肯定学了练舞, 但是这次见对方声色的动作, 以及肌肉的协调能力, 足以说明江小川压根就没有学过舞, 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有点吓人了, 他哪里知道, 江小川不但有空间十倍的加速, 还有那神奇的空间泉水, 这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入门, 秦老收回了思绪, 笑呵呵地说道, 不错, 进步还是不小的, 当年我也就比你快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随后看到秦霄一脸古怪的表情看着他时, 顿时老脸一红, 不过年纪大了, 皮肤又黑, 很难看出来对方的那一抹红, 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啊, 你这次来找我干嘛的,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也是一阵尴尬, 自己有空间加速, 又喝了空间泉水, 才达到这么快的地步, 看来练舞也是要天赋的, 他笑了笑说道, 老爷子, 我这按照图书上的练习, 感觉到有些时候会发力不顺畅, 所以想过来, 请您老指点一下, 请老听到他的话点了点头, 虽然他惊叹对方可以这么快到达这个进步, 但是没有人指点, 所有还是有些欠缺的, 请老头笑着说道, 行, 你说具体的情况, 我给你看看, 江小川见状便将自己平时练习时候, 遇到的问题一一说了出来, 请老爷子一边讲解, 一边嘴角抽搐, 这哪里是练了十几天的, 这就像练习了几年的一样, 因为他所说的这些问题, 都是初学者几年以后才会遇到的问题, 不知不觉中, 请老头给江小川讲了几个小时, 而秦霄惊讶地吐了出来的眼珠子, 一直都没有收回过, 秦老扭过头, 见秦霄的表情, 轻轻咳嗽了一声, 行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就别回去了, 让秦霄做点饭, 吃了饭, 下午再继续吧, 江小川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时间已经不早了, 已经到饭点了, 他想了一下, 假装忘记了事情一样, 拍了一下脑袋, 说道, 秦老, 你等一下, 早上只顾着和秦霄说话, 我把东西给忘记了, 随后在秦霄要, 他拿出了一瓶蜂蜜和一只兔子, 回到院子, 将院门关起来说道, 老爷子, 这瓶蜂蜜就给小家伙吃, 这只兔子就中午吃了吧, 秦老爷子看着江小川手里的东西, 惊讶地问道, 你这兔子哪里来的, 而秦霄则是两眼放光地看着江小川手里的蜂蜜,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老爷子, 我家住在山边上, 你说这兔子哪里来的, 秦老爷子文言点了点头, 明白过来也没有推辞, 那行, 我去弄吧, 这个萧萧弄不了, 前文有解释, 城里的大食堂从六十年开始, 六十三年结束, 江小川听到老爷子的一句, 萧萧顿时鸡皮都起来了, 他连忙说道, 老爷子, 不用, 我来吧, 说完, 来到墙角的角落里, 开始处理了起来, 没多久, 兔子便被处理好了, 将东西递给秦萧, 这才去洗了手, 秦萧拿着处理好的兔子, 便向着厨房走去, 秦老头看着江小川, 欲言又止的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江小川瞥了他一眼, 也没去问, 没过多久, 一盆喷香的兔子肉炖土豆, 就被秦萧端了出来, 饭是玉米地瓜粥, 不过里面加了一点点大米, 不过江小川加了一筷子, 尝了第一口, 他的脸色就变了, 难吃, 这是他的第一想法, 油放的少, 盐也不够, 这个和白水煮的, 有什么区别, 秦老爷子也是一脸的苦涩, 但是看到秦萧那忧怨的眼神, 他又放埋头吃了起来, 他可不敢有意见, 有意见, 有意见就自己做去, 见秦老头的表情, 江小川偷笑了一下, 然后慢悠悠地说道, 小屁孩, 你这做得也太难吃了吧, 幸好你不是女的, 要是女的以后怎么找婆家, 听到他的话, 秦萧瞪了他一眼, 下次你自己做, 江小川这下尴尬了, 不就说一下而已, 肉, 还是我给的呢, 他尴尬地夹起来一块肉, 放进嘴里, 啊, 还行, 嗯嗯, 还可以, 秦萧见对方的表情扑斥一声, 一顿饭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吃了, 想到下午, 自己还要准备去那个池塘看看, 他便准备告辞了, 秦老看着江小川要离开,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小川, 等一下,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停了下来, 怎么了, 老爷子, 秦老看着秦萧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江小川奇怪了, 能拜托自己什么事, 老爷子你说, 什么事, 秦萧也在旁边茫然地看着, 秦老头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过几天我要去一趟京都, 我想让秦萧去你那待几天, 你看行不行, 秦萧听到秦老爷子的话, 立马急了, 爷爷, 不要, 我也要去, 你不是说带我去的吗, 秦老头说道, 你感觉能去, 你爹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秦萧听到他的话, 脸上露出一脸的愤恨, 但是他没有再说话, 看着两人之间的对话, 江小川奇怪地问道, 老爷子,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也感觉尴尬, 这才认识多久, 就敢把孙子交给自己, 也不怕弄丢了, 秦老头为难地说道, 家丑他不可外扬, 你就说行不行, 也不用多久, 事情处理好了, 我就回来了, 江小川看了看秦萧, 随后又看了看一脸悲痛的老爷子, 行吧, 你什么时候走, 老爷子听到他答应了下来, 高兴地说道, 大概十来天吧, 江小川点了点头, 随后想到什么, 说道, 老爷子, 不过我有条件, 秦老头愣了一下说道, 行, 你说说看, 江小川笑着说道, 你有没有那种可以改头换面的东西, 秦老头皱着眉头说道, 你想要人皮面具, 江小川一听是人皮面具, 有点恶心, 便嫌弃地说道, 是人皮做的, 那就算了, 秦老头笑了笑, 不是人皮的, 你想一下, 人皮的话, 那干了不得硬邦邦的, 湿的话不得坏了, 而且脸的大小也不一样啊, 那你说的是什么,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用的是各种植物胶体和动物胶体, 通过特殊手法提炼出来的, 这东西我是有, 但是不能给你,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 说完后, 无意中瞥了一眼秦霄, 江小川听到后皱了一下眉头, 看来得另外想办法了, 看着皱着眉头的秦老头, 他苦笑了一下, 算了, 那到时候我来接他吧, 娘的, 老子真成老妈子了, 到时候就说是爹占有家的孩子吧, 说完便推着车子离开了, 秦霄看着秦老头问道, 爷爷, 家里不是还有一张吗, 秦老头听到孙子的话, 没好气到, 那是祖传的宝贝, 这能给他, 如果他要黄金的话, 我还能给他弄点, 这个不能给, 秦霄嘟着嘴, 轻呕了一声, 便不再多说, 骑着车向着之前看到的湖泊赶去, 骑了快一个小时了, 才到达地方, 可惜自己村子附近没什么大湖, 小的基本都干涸了, 不然也不用跑那么远, 来到湖泊前, 他打量了一下, 大概有上千平方了, 还是挺大的, 水还是挺充足的, 离得不远处就有农田, 以后这里情况会好点, 不过就算这样, 如果挑水的话, 也够呛, 四周打量了一下, 随便找了一个陡坡, 走了下去, 只见下方的堤坝边上, 到处都是被挖过的痕迹, 应该是附近的村民过来挖的, 意念中, 水里的情况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鱼倒是不少, 这时他想到, 如果就这样收进去泉水里, 到时候不把泉水弄脏了, 不行, 得重新弄个坑, 到时候加一点空间泉水就是了, 找个隐蔽的地方, 防止到时候有人过来, 这才闪身进入空间, 打量了一下, 在泉水的附近开始挖了起来, 意念作用下的铁锹不断飞舞着, 泥土上下翻飞, 中间忙得累了, 在空间里吃了顿饭, 接着干, 终于在他快虚脱的时候, 一个深三米, 面积大概在三百个平方左右的土坑 便出现了他的眼前, 这幸好是在空间里, 这要是在外面, 不得把人给累死, 喝了点空间泉水, 休息够了, 这才重新进出了空间, 此时外界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重新回到湖边, 见附近没有人, 用意念将空间的泉水弄了一些, 放入湖里, 渐渐的, 开始有鱼出现在放了泉水的地方来回游动, 鱼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 湖面开始沸腾了起来, 就连隐藏在岸边洞里的龙虾, 螃蟹, 以及泥丘黄鳝都出洞了, 江小川健壮吓了一跳, 这泉水的效果太好了, 下次不能放这么多了, 赶忙四周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人, 意念一动连同湖水一起, 将于一点一点的收进了空间里的大坑里, 当空间里的水被弄满的时候, 外面湖泊的水位也是下降了不少, 想了一下, 又从水边薅了一把水草放进空间里, 这才赶忙向着大路边走去, 这要是被人看到了, 以为自己是来偷鱼的呢, 解释不清楚, 现在捕鱼都不行, 何况你一个外来户到这里偷鱼, 被抓了, 不得被活活打残废了, 来到大路, 打量了一下四周, 见没人, 这才将车子放出来, 骑着车子离开, 顺着大路骑了一段路, 见附近没有人, 这才找个隐蔽的地方进入空间, 此时空间里的水塘鱼儿, 已经不再沸腾了, 正在水中悠闲的四处游荡者, 他看了一下水塘, 里面的鱼还真不少, 青鱼草鱼之类的都有, 一些大的估计得有个十几二十斤, 这些大鱼的存在, 估计是因为现在的捕鱼技术不行, 才会有大量点漏网之鱼, 龙虾螃蟹, 泥丘黄鳝之类的也不少, 而且还有几只王八, 乌龟倒是一只都没发现, 打量着这个小湖泊, 他将水草种在水池边, 不然这鱼都得饿死, 他想了一下, 要想鱼虾养得好, 泉水必然少不了, 弄了一些泉水放进池塘, 瞬间小池塘里的鱼又开始沸腾起来, 刚刚沉淀下来一点的池塘, 又变得浑浊不堪, 过了许久, 这群鱼才恢复平静, 给水塘里撒了点玉米粉, 也这玩意应该算是饲料吧, 不知道会不会把鱼卡死, 弄好汁这才退出空间, 骑着车往回赶, 如果现宫销售的时候, 想到之前买的大料已经用点差不多了, 该补充了一点大料和油盐酱醋, 大料现在比较贵, 不过他还是一次性多买了一些, 以后不用那么麻烦了, 在售货员怪一点眼神中, 江小川拿着香料出了供销社, 要不是江小川太小, 别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个食堂点采购呢, 回到村头的时候, 天色已经是黄昏时刻, 他没有去食堂, 他倒是不担心江小和, 反正现在吃大食堂, 就是吃不饱而已, 看着路边的田地, 那些麦子已经接近成熟, 秋收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 想到空间里的泉水, 他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加点空间泉水, 看着已经成型的小麦, 他摇了摇头, 这样太明显了, 随后, 他想到了那边专门种的红薯, 他便偷偷地来到红薯地, 用意念扫射了一下, 发现地里的红薯倒是长得还可以, 红薯是比较耐旱的作物了, 这也是农村人缺食物的时候, 主要口粮食了, 放到地窖里或者晒成红薯干, 还容易存储, 就是吃多了会胃酸过多, 很不舒服, 红薯一般都是在其他作物收获以后, 才会轮到红薯, 所以收获期要推迟好几天, 意念一动, 空中浮现出一滴滴水滴, 他还是决定试一下, 看能不能增长点产量, 要是让他住在饿瓢满地的地方, 他也受了不了, 江台村人均占地并不多, 一共只有一千亩地不到, 人均更是只有两亩多的地, 红薯大概种了接近一百亩地, 顺着红薯田一路走去, 每颗红薯的根部都滴了好几滴, 一路过去倒是让他抓住了几只兔子, 老鼠也抓了不少, 不过都弄死了, 幸好现在他的一年范围已经很广了, 接近二十米, 否则这样一点一点地弄下去,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就是这样, 弄到天黑透的时候也才弄到一半, 中途还碰到巡逻的村民, 被误以为是偷粮食的, 解释了一下后, 江江小川赶走了, 回到家, 他便看到江小和正趴在那里, 看着小人书, 江小川皱了一下眉头, 作业写了没, 就在这看小人书, 江小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小人书, 听到江小川的声音立马惊醒, 从床上爬了下来, 说道, 哥, 我作业写完了, 不信你检查, 说完, 便去翻出书本, 江小川瞥了他一眼, 随后拿过作业本来, 其实也没啥作业, 一年级能有多少作业, 就是一些生字和一些简单的加减法而已, 一眼扫过, 便将手里的书本还给了他, 说道, 那也不能看太久了, 还有不准躺在床上看书, 眼睛要坏掉的, 江小和摸了摸头, 笑着说道, 行, 我知道了, 哥, 随后他看向堂物的自行车, 期待地问道, 哥, 有没有带吃的, 我饿了, 江小川想到, 现在村里吃的都是西州, 能吃的饱才怪, 不过现在也没有理由拿出来, 只能作罢, 不过他想到了什么, 邪恶地笑了笑, 有吃的, 我拿给你, 说完, 他便从空间里拿出两个咸鸭蛋, 假装从车上的袋子里拿出来, 现在只要自己出门, 车子上总会挂一个袋子, 就是怕要拿东西的时候, 解释不清楚, 在江小和期待的眼神中, 江小川将两个咸鸭蛋递给了他, 江小和见是咸鸭蛋, 立马愁眉苦脸的, 这玩意没饭也吃不下去啊, 江小川笑了笑, 你要不要, 不要我就收起来了, 江小和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肚子, 还是接了过来, 倒了一杯水便吃了起来, 其实江小川自己现在也是, 有点饿了, 不过现在没办法做, 他准备夜里睡觉的时候, 进空间多弄点吃的, 放空间里, 下次要吃的时候, 拿出来方便, 江小和就着白开水, 吃下了两个咸鸭蛋以后, 这才拍了拍肚子, 哥, 就着水就没那么咸了, 江小川笑着摇了摇头, 这人饿的时候, 只要是吃的就好了, 管他是啥, 晚上趁着江小和睡着了, 他进入空间, 看着静止空间里, 还有一大半的母猪, 想到之前在省城吃的卤的猪头肉, 他决定把这个猪头卤了, 这东西, 凉了也能正常吃, 不过在这之前, 他得癫癫肚子, 于是便捶了一个西瓜, 开始吃了起来, 半个西瓜下肚子, 吃得直打嗝, 这才动手弄起猪头来, 用柴刀将猪头砍下来后, 他看着上面的猪毛皱着眉头, 看来只能用火烧了, 架起一摊火堆, 将猪头丢进火堆里, 没过多久, 空间里传来一阵毛发烧焦的味道, 烧了好几分钟, 确定毛都被烧掉了, 他这才开始处理猪头, 忙活了半天, 终于将猪头给清理出来, 枝起大锅, 开始生火, 放入一些豆油烧热后, 从之前种的菜里, 拿出了一些生姜, 辣椒, 小葱和蒜拌, 连同买的那些香料, 在水缸里翻炒, 没错, 就是水缸, 没那么大的锅, 炒出香味了, 这才加入一些水和酱油, 不过这次只加了一点泉水, 其他的都是之前准备的井水, 没有多少糖了, 留着万一有用, 便弄了一些蜂蜜代替, 加点盐, 便开始焖煮了起来, 过了一会, 空气中就传来卤肉的香味, 就是感觉没有省城卖的那么香, 应该是少了一些特殊香料, 否则人家怎么能叫老店呢, 不过闻着味道也不错, 煮了快一个小时, 感觉差不多了, 切了一块, 放进嘴里, 还是不烂, 又有加了点柴火, 煮了半个小时, 尝了一口, 感觉差不多了, 这才抽了柴火, 看着眼前点猪头肉, 想着要是炒点花生, 来口小酒, 那估计会更好, 可惜太小了, 再等等吧, 等猪头肉两点差不多了, 他切了一些, 开始吃了起来, 味道还是不错点, 主要是他舍得放香料, 和白水肉比起来, 那能不香吗, 何况还是这个很少煎肉点时代, 一日, 想到和胡老三约定点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他决定去公社看看, 来到公社, 让江小和自己走学校, 他便骑着车, 向着胡老三点方向赶去, 胡老三见江小川骑着车过来, 他便笑着站了起来, 说道, 江老弟, 你来了, 我还想着怎么找你呢, 江小川将车子停好后, 对着他说道, 胡大哥, 急着找我干嘛, 是东西好了吗, 胡老三点了点头, 是啊, 我还在想着, 要是今天你没来, 我找个地方先放起来呢, 那正好, 胆巧了, 东西呢, 胡老三先开了板车上点麻袋,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还可以, 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 便转过头来, 对着胡老三说道, 那谢谢胡大哥了, 东西很好, 用手试了一下重量, 还真有点不轻, 便顾忌重试点说道, 胡大哥, 你这板车借我用一下, 我把东西送到我亲戚家就回来, 不过出乎意料点是, 胡老三说了一句, 行, 我也正好没事, 我陪你去一趟吧, 江小川愣了一下, 不过他反应也很快, 便说道, 你这不是还要看东西吗, 胡老三笑了一笑, 问道, 看什么, 我这不是没有东西吗, 江小川看着空无一物的地上, 之前还以为是对方来晚了, 东西还没摆上来呢, 便奇怪点问道, 怎么了, 今天不摆他了吗, 胡老三笑了一下说道, 以后都不摆了, 听到他点话, 江小川一阵奇怪,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胡老三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准备去省城, 江小川听到他点话, 笑着说道, 胡老哥, 是不是在省城找到工作了, 胡老三文言苦笑了一下, 说道, 我这成分有问题点人, 怎么可能去城里工作, 江小川文言见对方不太想说, 便不再追问下去, 他皱了一下眉头, 这样就不方便了呀, 胡老三见对方的表情, 问了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那就算了, 江小川想到对方也是想帮一下自己, 这样弄点,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便尴尬点说道, 没有, 我在想, 既然老哥愿意帮忙, 你要是没事的话, 帮我送回家呗, 胡老三听到他点话笑了一下, 答应了下来, 行,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那就走吧, 反正今天自己也是来找对方的, 没什么其他点事情, 江小川则是在前面推着自行车, 胡老三在后面拉着车跟随着, 来到家中, 让胡老三帮忙放到之前自己挖好的位置, 胡老三看着这个厕所, 目瞪口呆点看着他, 你, 你花这么多钱就为了弄这个毛坑, 江小川笑了笑, 说道, 是啊, 上毛坑点时候不方便, 便和对方解释了一下, 胡老三听到他点话, 咋了咋嘴, 咋咋, 不过看到这个砖头点房子, 便没有在说什么, 这是人家自己的家事, 忙都帮了, 不请人进来喝口水, 就太不像话了, 带着胡老三进了堂屋, 让对方坐一会, 他便去厨房冲了一杯糖水, 递给了他, 胡老三客气了一下, 便接过对方手里点杯子, 看着对方喝着水, 江小川便对着他问道, 胡老哥, 你这去省城是准备做什么? 胡老三想了一下, 反正自己和江小川做过几次交易, 也不是不能说, 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我准备重操旧业, 还是干这嗓, 听到胡老三点话, 江小川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胡老哥, 你这去了城里可不比农村, 在农村还能有村里给你开证明, 你还可以说是替村里卖的, 你去了城里可就只能做黑市了, 胡老三听到他的话, 轻轻点了点头, 江小川见状没有说什么, 毕竟自己对别人来说还是个孩子, 而且自己也没资格说说什么, 这是别人自己点事, 不过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便对着他问道, 胡大哥, 那你省城住哪里? 准备做什么? 胡老三听到他点话, 也是皱着眉头说道, 家里那边有个亲戚, 我准备去投靠过去, 还不知道做什么呢?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明白对方的情况了, 这年头, 因为父辈成分的问题, 子女一样会受到影响, 但是子女过季到没有问题的亲戚家里, 这样孩子成分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事后得低调点, 很多家族为了保存血脉, 都是这样操作的, 估计胡老三应该也是这样弄的, 不然没有人会接收的, 但是这也是类似断清了, 因为要弃暗投明, 看来对方家里以前也是有钱人, 江小川想了一下对他说道, 胡大哥, 你也知道我去过几次省城, 城里粮食紧缺, 你可以去做这个, 或者弄一些其他吃点也可以, 他希望对方以后能站稳脚跟, 这样或许以后就不用自己出面去卖东西了, 不过这个只是他暂时的想法, 还得看情况, 毕竟自己和对方只是交易了几次, 虽然他对胡老三点感官还不错, 但是人心隔肚皮, 胡老三点了点, 说道, 是啊, 但是现在粮食难弄啊, 等秋收过后, 粮食又不会缺了, 江小川听到他点话, 没有去接他的话, 不缺粮食那就是个笑话, 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 等以后他在省城站住脚了再说, 两人随便说了一会话, 胡老三便离开了, 胡老三离开后, 他便开始忙起来他的厕所了, 之前只是大概摆放了一下, 现在自己要做的, 就是用铁锹脚边上拔土填平, 厕所的粪坑是在院子外面, 至于有没有人偷, 这个他就不关心了, 现在基本弄不到化肥, 所以要求家家户户都要积肥, 村里会统一安排的, 将东西埋好以后, 四周打量了一下, 确定没有人, 他便从空间里放出来一个大水缸, 本来准备放在顶上的, 想想还是算了, 水缸再怎么也要好几块钱, 就为了冲厕所, 别人看到不得埋太死, 到时候弄个胡萝, 用好了水冲一下就得了, 这几天又开始了悠闲的生活, 没事往田大夫家跑跑, 回到家就在家练练功夫, 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力气, 好像又变大了, 之前的大力气, 已经够吸引人注意了, 看来以后得注意点了, 时间一晃, 一个礼拜过去了, 村里的秋收时间到了, 天刚微微亮, 就听到江定中在村口大喊大叫着, 人们这才稀稀拉拉的结伴, 向着田里走去, 按照以前秋收的场景, 收粮食那得用抢的, 往年这个时候, 都会有老人专门看天气,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不会下雨了, 这才开始抢收粮食, 因为收了粮食不及时晒干, 那粮食就废了, 当然了, 完全靠经验总有失手的时候, 粮食如果被打上雨水, 到时候就需要家家户户按人头, 分一些粮食回去, 连夜用锅炒干, 就现在的天气, 求他下雨都不下, 早起的江小川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还没有见过秋收是什么样子呢, 他一会准备过去看看, 而一边的江小和则是一脸的兴奋, 他兴奋啥, 老师都去收粮食了, 而且学校里半大的小子也要回去帮忙, 打打下手, 送送水, 收割完以后还要跟在后面剪掉落的脉头之类的, 江小川看着兴奋的江小和摇了摇头, 还是孩子, 爱读书的孩子有, 但是真的不多, 那些一直很努力的学生, 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为了的父母的骄傲, 也为了自己的孩子, 读书也是那个时代, 寒门最快的出路, 这时, 江定中愁眉苦脸地向他走了过来, 江小川见对方的表情, 好奇地问道, 江叔, 怎么了? 江定中走过来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 现在村里的劳动力少了一半, 你和小和一会去田里帮忙去, 去了那里有人集合, 到时候算你公分, 他倒是不在意那一点点的公分,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江叔, 救我和我弟弟两个孩子, 能帮什么忙? 江定中无奈地说道, 不止你们, 村里的孩子能去的, 都要去帮忙, 做点能做的, 就是烧水送点谁也可以,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想到后事里那些记载, 因为来不及收, 粮食烂在地里的事, 等到后期实在没有吃的, 人们这才想起来, 之前烂在地里的粮食, 于是清朝出洞, 在地里刨石, 烂掉的红薯, 以及发芽的种子, 连老鼠洞都没有放过, 那时候的老鼠洞里发现的粮食, 可真不少, 一个洞里, 就能发现好几斤, 而且抓到一个老鼠, 家里就能开荤了, 这个老鼠可不是下水道里那种脏不垃圾的老鼠, 而是一种田鼠, 听到不止他一个人, 全村基本上都出洞, 脱离集体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于是他点了点头, 那江叔, 你到时候要干嘛你和我说一下就好了, 不过他想到什么, 问了一句, 江叔, 今年的收成大概什么情况, 这卖一亩地能收多少, 江定中担忧地说道, 不知道呢, 往年一亩地不到二百斤, 今年能有一百八十都是好的了, 江小川看了他一眼说道, 江叔, 我这去省城的时候, 可是听说别的地方那产量了, 您这估计都不到人家的临头, 江定中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还别说我一开始还真信刻, 准备去学习呢, 结果, 随后他没好气地说道, 小屁孩一个管得倒是挺多的, 赶快去干活去, 操你该操的心, 我还忙着呢, 没时间和你扯,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江小川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不过他也放心了, 至少自己担心, 江叔浩大喜功的事情不会出现, 反正也没啥事, 江小川便带着江小和向着田里赶去, 此时田头上已经有很多人了, 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在一起, 此时江定中和刘会计等人, 这才带着几个人拿着少量的农具过来, 身后跟着两个衣着鲜亮的男子, 有点略微发福, 这应该上面下来监督和指导秋收的人, 不过此时江小川看到众人手里的农具的时候, 心里惊讶得不行, 因为此时他们手里的农具居然不是铁的, 而是一些石头片, 不过好在还是有一些是铁的, 估计是铁捐献的不够, 就用一些废旧的农具以及其他铁制品代替了, 听到底下不停的抱怨声, 江定中冷着脸说道, 吵什么吵, 这点困难就被打到了, 当然打鬼子可比这个困难多了, 现在正是困难时期, 大家要理解, 要同心协力, 都不弄, 以后吃什么, 等死吗, 江定中的话在村子里可是很有威望的, 底下的人听到他的话, 渐渐没了声音, 江定中看着眼前渐渐小了的声音, 这才说道下面分组, 每五个人负责一块田, 赶快去干活去, 随后便开始点名起来, 开始被点到的都是村里干活的好把势, 带着一些人去了田里, 男的割麦子, 女的则是在旁边收集, 打捆, 最后由男的挑回道场去脱利, 大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这边孩子这边也开始分配人了, 小和快过来, 只见一个大概八九岁的孩子正在对着江小和喊道, 这个人就是江小和在村子里玩的比较好的朋友胡子, 旁边则是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 江叔家的两个孩子也在里面, 小川, 过来, 这边人群中,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对着江小川招了招手, 江小川听到他点话, 便向着对方走去, 这人叫江春武, 父辈和江定中是堂兄弟, 所以他和江叔家点铁蛋江春明是一个辈分, 是原主江小川在村子里玩点不错的一个玩伴, 但是自己穿越过来后再也没有找过对方, 因为成年人的心态让他始终没办法融入到这群孩子里, 撒尿玩泥巴, 他可干不出来, 江春武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 怎么这么久了也不来找我玩, 我娘让我不要去找你, 江小川听到他点话笑了笑说道是啊, 小五,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最近发生点事, 村子里就这么大, 大姑娘, 小媳妇就爱家常理短的闲聊, 啥命你都没有, 小五点了点头, 那等会我们一起, 到时候忙不过来, 我帮你, 江小川笑了笑点了点头, 对他来说无所谓, 很快一行人便被分好了, 他和江春武以及另外一个叫江春林的孩子, 三个人一组, 负责将前面割好的麦子捡到一起, 顺便把掉落的麦穗给捡了起来, 江小川和小伙伴们跟在大人后面, 随着大人一起将割好的麦子往一起堆, 然后会有人进行打捆, 虽然已经进入十月, 但是天气还是很热的, 没多久身上就湿透了, 不过总比一些地方下收的好, 那才叫热死人, 皮直接就能晒掉一层, 中间他还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杨月梅, 正在给麦子打捆, 这点劳动力对于江小川来说, 都没有他扎马不累, 偶尔偷懒还偷偷用意念收集, 那更加的不累了, 他也偷偷地打量了一下江小和, 对方再给大人们送水, 没有去搬麦子, 毕竟那么小,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一直到听到哨子声响, 众人这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因为开饭了, 抬头看去五个成年一组, 加上三个小孩, 忙活了半天, 这才干掉一亩不到, 就算下午时间长了一点, 一天下来, 最多也就也就两亩多一点, 不到三亩, 这次成年劳动力大概在一百多一点, 一天下来才四十亩地, 而且越到后期越来越干不动, 这一千亩地得收到啥时候啊, 江小川心里默默一算, 二十五天, 四舍五入不得一个月了, 而且收完粮食还得抢着种上粮食, 不然晚了明年收获就会晚, 这农村种地也太苦了吧, 这些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顺其自然了, 其他的地方也都差不多, 跟着众人来到村部大食堂, 迎面就闻到了一股猪肉的味道, 一群人仔细嘻嘻哈哈的进了大食堂, 江小川带着弟弟来到了食堂, 往里看了一眼, 猪肉炖萝卜, 就一道菜, 但是里面有肉, 虽然只是块看不见的肉丝, 饭还是玉米粥, 不过很稠, 应该是之前江定中说的那头病死的猪, 村民们正在开心地吃着手里的饭, 已经好久没有见婚了, 而此时江定中则是和刘会计 一起陪着两名监督人员, 桌子上放着一盘红烧肉, 一个辣椒炒鸡蛋, 还有一个油渣炒大白菜, 两名人员看着桌子上的菜, 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能杀猪呢? 刘会计在旁边陪笑着说道, 梁同志, 张同志, 这猪生病了, 不杀的话也快要死了, 两人一听, 脸上露出了笑容, 做着行的经历的太多, 明白了什么意思, 嘴上说道, 那就好, 可不能私自杀猪啊, 这病死的就没问题了, 总不能浪费啊, 行, 那咱们就吃吧, 江定中在旁边撇撇嘴, 死了那也是宝贝, 江定中拿出了自己家里珍藏的白酒, 给两人倒了一点, 他没有给刘会计和自己倒, 梁姓男子夹了一块猪肉, 放在嘴里客气的说道, 来来来, 一起喝, 就我们两个吃多没意思, 江定中安骂一句, 老子就这一瓶了, 怎么喝, 面子上则是笑呵呵的推辞说道, 不用了, 我和老刘都不会, 刘会计也在旁边赶忙点点头, 梁姓男子一脸可惜的说道, 哎, 真可惜, 那行, 老张, 咱们来喝吧, 随后举起酒杯对着旁边的人说道, 旁边的老张没有说话, 端起酒杯笑呵呵的和对方碰了一下, 江小川健壮摇了摇头, 哎, 很快便轮到了江小川两人, 今天的伙食男的劳动力会多打点, 女的其实最后才是孩子和老人, 在这个农忙的季节, 老人也要干活的, 他们带着一群孩子们在道场上驱赶来吃粮食的鸟, 偶尔还能抓到几只, 送给食堂也能加点餐, 哥, 今天有肉吃爱, 江小和端着饭碗, 对着江小川高兴的说道, 见没人注意这边, 江小川敲了一下他的头, 没好气的说道, 前几天不是给你吃肉吗, 前几天弄的猪头肉, 他还是偷偷弄出来一点给他吃了, 理由就是别问, 问了以后就没有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 他才不管你东西哪里来的呢, 江小和健壮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吃了一会, 杨岳梅走了过来, 小川, 小和, 今天累不累, 江小川还没说话, 江小和便接了过去, 娘, 还好, 不是很累, 就是有点热, 杨岳梅听到他的话笑了笑, 看了一下四周, 低声说道, 要是太累了, 就做慢点, 就当休息一下了, 江小川点了点头, 他瞥了一眼有点疲惫的母亲, 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碗, 意念一动, 好几滴泉水进入他的碗中, 也偷偷给江小和的碗里, 放了一点, 反正是稀饭, 他们也看不出来, 几人聊了几句, 杨岳梅便离开了, 吃好饭, 众人需要回去休息一会, 毕竟忙了一个上午了, 回到家里, 迎面就扑上来几道身影, 四条狼狗扑在江小川脚下, 摇头晃脑的, 估计是饿了, 打发江小和去睡觉, 他偷偷给四条狗放了点吃的, 没敢再放空间泉水, 四条狗经过空间泉水和珠下水的培养下, 已经长到七八斤重了, 再吃下去长得太快就麻烦了, 正常的小狗一个月左右, 一般只能长到三四斤, 还是正常喂食的情况下, 盯着四小将饭吃完, 他才将尾巴扫干净, 转身进入屋里, 进了屋子发现江小和已经睡着了, 这么热的天, 又干了半天的活, 吃饱了以后就容易犯困, 确认对方睡着了, 他闪身进入了空间, 因为他发现, 猪圈里的猪, 有两头下宰了, 之前抓的五头野猪, 有两头是母猪, 家主也有一头母猪, 产仔的是一头家猪和一头野猪, 还有一头野猪也怀了崽子, 但是时间还没到, 江小川打量着围栏里的十一头小猪仔, 神情古怪, 这算杂交吗? 因为此时生下来的小猪仔, 皮肤都是黑白相间, 和后世的花猪很像, 给几头小猪嘴里放了点空间泉水, 便不再管他们了, 随后看向了几头公猪, 此时几头大猪已经长到三百多斤了, 而最大的已经接近四百斤了, 想了一下, 他还是将最大的两头野猪给收进了静止空间, 留一对宫的坐种就好了, 随后看向兔子窝, 因为有百十只大兔子, 所以此时已经有三百多只小兔子了, 这兔子还真能生, 旁边的小鸡也泛滥了起来, 这小鸡也有好几百只了, 鸭子倒是不多, 孵了几窝, 现在也就百十只, 将成年的公兔子, 公鸡和公的鸭子都收了起来大部分, 只留了少数坐种就可以了, 给这些动物加了许多粮食和白菜, 随后在空间里吃了点水果, 休息了一会, 这才闪身出了空间, 下午去田里的路上, 江小川看到一早上那个喝水用的大木桶, 江小川想了一下, 在里面加了一点空间泉水, 没有加多也就百十滴, 平均下来每人也就一滴左右, 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如果不行的话, 下次再多加点, 中午休息了一会, 下午干活鬼附了早上的干净, 毕竟龙忙才刚刚开始, 估计等过几天就会很疲惫, 江春武看着正在漫步惊心捡麦子的江小川, 将手里的麦头扔进袋子里, 对着江小川偷偷问道, 小川, 你是不是练过舞? 他们都说, 你可能打了, 江小川文言愣了一下, 估计是之前自己打了江家老二那次, 传出来的, 这农村人传话的功夫还真厉害, 他想了一下, 想着怎么圆这个谎, 随便编一个吧, 是啊, 我爹的战友教我的, 江春武奇怪地问道, 你爹不是早就牺牲了吗? 他瞥了他一眼, 笑着地说道, 我爹牺牲的时候, 我才三岁, 后来是我爹的战友过来,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教我的, 他们说, 这叫格斗术, 江春武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你们被你们大伯那么欺负, 他们怎么不管, 当兵的之间不是兄弟感情很好吗? 要是我, 我得把他们全部送去劳改,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脑袋一黑, 现在的小孩有那么聪明, 还是听谁说的, 他挑了挑眉头, 对着江明武说道, 我爹的战友之前在县城, 有时候过来一趟, 看到我们, 后来他调走了, 去了比较远的地方, 后面几年就没来过了, 而且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呢, 他负责领的钱, 等我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娘已经改嫁了, 这些人经不起有心人的推敲, 但是这些事情没办法佐证, 周明李兄弟也不可能会跑出来, 把前因后果告诉别人, 糊弄一下小屁孩, 还是没有问题的, 江明武点了点头, 想到自己都不一定打不过江卫军,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要不我俩比比谁, 看谁厉害, 我说, 江定中也教过我, 要是你厉害, 以后你教我, 江小川文言翻翻白眼, 说道, 怎么比, 这乱拳打起来, 伤到了怎么办, 你爹不得追到我家来揍我, 江明武听到这话脸都被气红了, 怎么可能, 那是孬肿干的事, 江小川撇撇嘴, 没有理他, 小孩子打架, 最怕的就是被损教家长, 当然了, 这个得有个前提, 得是小孩子之间闹着玩, 不能受伤, 要是自己孩子受伤, 父辈可能还好点, 这村里的大妈们可不管谁对谁错, 江春武见对方的表情, 知道对方不小心自己, 正要说话, 江小川打断了他的话, 对着他问道, 这个以后再说吧, 对了, 问你个事, 以前你们这里用黄豆磨豆腐和炸油, 你知道在哪里弄的, 江春武听到他说到豆腐,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 对着他说道, 村里以前有一个弄豆芽, 磨豆腐的, 以前附近的村子都在他家磨豆腐, 不过他家现在正在给大队里养牛和猪呢, 至于做豆油的, 村里没有, 只有公社才有,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明白了, 估计那东西都被贡献了, 他用意念扫尸了一下四周, 偷偷问道那他弄豆腐的东西, 是不是被捐了, 江春武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清楚, 之前都是到公社里去弄, 这都多少年了, 估计早就被荡柴火烧了, 想到了什么, 他又舔了舔嘴说道, 好久没有吃到豆腐了, 估计得等过年了, 村里才会去摇豆腐, 江小川也是感叹, 豆腐这种在后市烂大街的东西, 现在居然都是宝贝, 稀缺程度不比肉好到哪里去, 现在全国人民都缺蛋白质和油, 所以豆制品的价格虽然不贵, 但是难弄, 城里会好一些, 每隔一段时间会发一点豆腐票, 但是农村一般都是收获黄豆了以后, 等过年的时候, 集体摇豆腐, 他偷偷问道, 小五, 是哪家? 江明武不在意地指了指北边说道, 就在村子最北边那个吴家, 江小川心中默默地记了下来, 下午的时候, 小孩子明显地就没有耐心了, 边玩边弄, 有时候还打得闹闹的, 不过这也正常, 谁家的孩子不心疼, 就算是能挣公分, 那也有限, 家里主要还是靠大人, 江定中看着也是头疼, 而且他也发现, 大人也开始有这个苗头了, 特别是村里像江卫军这种好吃懒做的人, 江卫军借口肚子疼, 和一群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吹着牛, 这段时间他可是很憋屈的, 以前任人揉捏的小子, 现在居然敢骑在自己头上, 要不是对方是劣势遗孤, 早就被自己玩死了, 最可气的是对方居然还打了自己,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 之前还想着找机会削他, 可这家伙三天两头都往外跑, 而且, 那天来他家的人看样子还是个大官, 一群四人躺在地头, 用帽子挡住侧脸, 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 对着江卫军调笑道, 君子, 你这不行啊, 你这小弟, 现在站在你头上拉屎撒尿了, 你都不知一声, 江卫军瞥了他一眼, 说道, 耗子, 有能耐你去, 我可不敢, 反正你这也算是劣势一锅, 揍了也就揍了, 耗子这人叫江明浩, 父亲以前也是参加战役牺牲了, 不过是解放前, 因为当时人力有限, 善后工作进度较慢, 一直在农村定居, 后来帝方找到这一家, 给他母亲在城里安排工作, 其母也是个要强的人, 为了不给国家天赋胆, 带着一个孩子和公公婆婆留在了农村, 可惜的是, 在这个家家户户, 都多生孩子的农村, 独子的江明浩, 被爷爷奶奶惯得无法无天, 所幸的是, 没干啥坏事, 江明浩嘲笑地说道, 我可不去, 让我娘知道了, 不得打断我的腿, 自己想要对方的东西, 又不敢, 那就歇着吧, 没事别在我们面前念叨, 这个时代的人很奇怪, 胆子大得不得了, 为了一点点的水源, 就能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胆子, 又小得不得了, 在村子里, 见到长辈一点都不敢造次, 江卫军听到他的话, 也是心中恼怒, 不过他说得也对, 对方那个娘可真不是好惹的, 小时候偷了别人的鸡翅, 被他娘打得皮开肉绽, 一边打一边直呼给他爹丢脸, 谁拉都不管用, 江卫军见说不动对方, 心里暗恨, 看来还是得自己去解决了, 这边事情江小川并不知情,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在意, 江卫军对他来说, 本来就无关紧要, 要不是自己二十一世纪的观念作祟, 估计对方的坟头都开始长草了, 江小川此时正在听着大人们闲聊, 哎, 今天很奇怪, 有种浑身使不完的戾气的感觉, 说话的是一个中年汉子, 旁边有人听到他的话调笑道, 二哥, 是不是最近没交公粮了, 不然哪里来的戾气, 大柱, 少个没见过女人一样, 小心死在你婆娘肚皮上, 这女人开起玩笑来, 也是不属于男人, 旁边的人听了都在哈哈大笑, 村里人亲戚之间称呼, 要么叫小明, 要么就按对方在家里的牌位称呼, 比如大伯和二伯家的二儿子, 小岁数的人都会叫二哥, 所以一个村里, 往往会有很多大哥, 二哥之类的, 江小川想到应该是泉水起了作用, 一个下午众人都感觉浑身是利器, 隔起麦子来那速度也是飞快, 不过他也发现了, 可能因为量少, 一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减弱了, 偷偷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才一点多, 按照往年的模式, 这得干到晚上九十点钟, 等到打冷开水的板车, 又回来的时候, 他又在桶里加了一点, 够支撑到晚上九十点钟的了, 江小川不知道的是, 他这行为替村里的出生率的增长, 做出了贡献, 一个下午就在闲聊和忙活中度过, 时间也快到饭点了, 此时江明武对着江小川使了个眼色, 在江小川疑惑的眼神中, 只见江明武将一把脉头塞进了衣服里, 这时他扫视了一眼四周, 发现很多小孩都在做, 旁边的大人也是当作没看到, 而江定中则是低着头在干着活,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没看见, 难道这是潜规则? 这不是教坏小孩子吗? 江小川对着他摇了摇头, 这玩意自己多得吃不完, 弄来干嘛, 看着江明武往衣服里放脉头, 他想到, 难道这样不扎人的吗? 江明武见江小川不动, 也不再管他, 又掏了几把放进衣服, 这才停止, 没过多久, 便传来了一阵哨子声, 一群人这才朝着村里走去, 吃完晚饭, 小孩子和老人就回来了, 剩下成年的劳动力还在忙着, 江小川让江小和自己回去, 他自己则是在村里溜达着, 前世里信息轰炸的时代, 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 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过做豆腐的方法, 也就是煮豆浆和卤水点豆腐, 自己现在也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磨豆浆, 另一个就是找到卤水就行了, 简单得很, 江小川晃晃悠悠地避开了所有人, 来到最北边的吴家房子, 这是一套半砖瓦结构的院子, 用意念扫视了一下, 屋内有一位老人和三个孩子, 孩子都不大, 小的只有四五岁, 大的也就十一二岁, 应该是这家人的孙子, 四周看了一下, 见四周没人, 他这才敲了敲房门, 这里已经是村子的最北边, 平时也没人过来, 可知没过多久门便被打开了, 开门的就是之前的老人, 老人开门见识江小川, 奇怪地问道, 小朋友, 你找谁啊? 江小川打量了一个眼前的老人, 可能因为年龄比较大了, 脸上已经出现一些老人般, 背部也有点勾搂, 一双眼睛也有点浑浊, 没有多少神色, 有种大陷将至的感觉, 江小川收回了思绪, 憨憨地笑着说道, 吴爷爷, 我是来找你的, 老人听到江小川的话愣了一下, 说道, 小朋友, 你找我干嘛呢? 江小川四下看了一下, 吴正根看到江小川的动作, 眼神暗了一下, 自己一家在村子里成了温神了, 江小川扭过头见对方的表情, 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说道, 吴爷爷, 我想问一个事, 能不能到后面说, 他指了指院子的后面, 吴正根看了他一眼, 想了一下, 随后进屋交代了一下孙子, 便出来了, 江小川跟着他来自后面, 这里除非有人特地过来, 不然没人会路过, 吴老头停下脚步, 扭过头, 对着江小川说道, 你想要做豆腐的卤水的方子, 江小川愣了一下, 自己还没开口呢, 吴老头看到对方的表情笑了笑道, 我这一家,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想过着安稳的日子, 除了卤水的方子, 其他没有让人惦记的, 江小川心里暗叹, 都说人老惊, 这一点也不假, 自己碰到的几个老人, 秦老头, 贺老头, 以及眼前的这位吴老头, 都是精明的主, 江小川没有说话, 轻轻地点了点头, 见江小川的动作, 吴老头轻轻地摇了摇头, 说道, 方子肯定不能给你, 你也不是第一个打方子主意的人了, 江小川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他想到, 做卤水的方子, 他要不要无所谓, 给他点卤水就可以了, 反正做点自己吃就行了, 吴爷爷, 我也不是打你这方子的主意, 就是我爹的一个战友, 他想要弄点卤水, 来点豆腐, 您这要是能配点卤水, 给我就行了, 吴老头听到对方的话愣了一下, 他以为江小川, 是谁叫来要方子的, 没想到, 只是要一点卤水而已,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 随后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给你配一点卤水倒是可以, 但是我有前提,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道, 吴爷爷, 你说, 吴老头想了一下说道, 我给你卤水, 你让你爹的战友做豆腐的时候, 给我一点豆腐, 再给我弄点肉, 吴正根心中也是无奈, 祖传做豆腐的, 自己孙子想吃点豆腐, 都是奢侈, 江小川见状皱了一下眉头, 东西他不是弄不到, 只是这要是被人发现了, 就是大麻烦, 对于腰肉和豆腐干嘛, 就不言而喻了, 反正村里现在偷偷做饭的, 也不在少数, 吴正根见江小川的表情, 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笑着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再说了, 就算我说出去, 会有人信吗?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就行了, 如果这样不行的, 那就算了, 江小川想了一下感觉也是, 说了自己, 也不承认就是了, 不行, 你自己搜, 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 行, 我去说一下, 那吴爷爷, 你要多少? 吴老头笑了笑, 多少你们自己看着就行了, 多了也不嫌弃, 江小川脑袋一黑, 这个就是老狐狸呀, 他也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那到时候, 我去问问我叔叔, 老爷子你, 尽快弄出来, 到时候, 应该可以给您老弄只兔子, 至于弄多少卤水, 老爷子您看着办就行了, 多了也不嫌多, 吴老头听到他说有一只兔子, 眼睛一亮, 也不在意对方故意说的话了, 笑着说道, 行, 保证让那位满意, 约定好明天来拿卤水, 他想到还得要纱布, 便对着吴老头说道, 吴爷爷, 您这做豆腐的纱布, 还有没有了? 吴老头奇怪地问道, 你们做豆腐, 没有工具? 江小川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回答, 吴老头见状想到对方能弄到肉, 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到时候时候给你一块把, 够做十斤豆腐的纱布, 也就三尺纱布, 不算太多, 而且这纱布也不能做衣服,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喜, 连忙感谢, 那谢谢吴爷爷了, 随后江小川便离开了, 晚上吴家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回来的时候, 见吴老头正在调制卤水, 大儿子心里立马一惊, 老爷子不会想不开吧, 要知道, 这卤水可是有毒的啊, 老大赶忙跑到对方旁边焦急的说道, 爹, 您这是要干什么, 现在, 咱们虽然没有以前过的富裕, 但是还过得去, 您老可别想不开啊, 吴老头见状没好气的骂道, 滚一边去, 说什么呢, 我活得好好的, 干嘛要寻死, 老大见状, 尴尬的挠了挠头, 那爹你条卤水干嘛, 吴老头翻了翻白眼, 指着在旁边偷笑点二儿子说道, 你看你弟都知道, 我不会干这傻事, 老大摸了摸头, 笑了一下, 嘀咕了一句, 我这不是害怕您想不开吗, 吴老头在旁边轻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大儿子孝顺是真的孝顺, 就是有点缺根筋, 老二这时候才笑了笑开口道, 爹, 你坐着卤水是有人要吗, 村里现在不是都不摸豆腐了吗, 吴老头轻轻摇了摇头, 没什么, 你们不用管, 这么晚了, 赶快去弄弄睡觉吧, 小子们都睡着了, 下午, 江小川没看到浩子过来上宫,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娘打惨了, 江小川对江明武说, 明天他就不来的, 让他再找一个搭档, 江明武一愣问道, 你明天不来干嘛, 哦, 明天我要去省城去找我爹的战友, 江明武一阵羡慕, 我还没去过省城呢, 随后他想了一下, 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 你去省城能不能给我带本连环画, 江小川笑着说道, 你想要什么连环画, 他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就是小和看的那种就行了, 回来了, 我给你钱,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愣了一下, 这年代农村孩子有零花钱, 他说的应该是之前的水浒传, 后来买的他都藏了起来, 只是让江小和偷偷的看, 你哪来的钱, 江明武虚了一下, 小生说道, 我也答应我的, 他说他去不了县城, 但是他可以给我钱, 让我买, 听到江明武的话, 他拍了拍额头, 这都能信,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行, 那你去跟你爷爷说一下, 别到时候买回来挨揍, 江明武撇撇嘴道, 怎么可能, 我也最疼我了, 江小川笑了笑没有说话, 江明武健壮焦急的说道, 那我一会就去问我爷爷, 行, 那你一会问一下, 忙碌了一个下午, 在大食堂吃了晚饭, 没过多久, 村口便听到一阵鞭炮声, 众人知道, 估计是通电成功了, 果然, 没过多久, 村部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亮了, 亮了, 只见众人都围在村部的外面, 看着亮着的电灯炮, 江小川看到这个场景, 心里明白, 很长一段时间, 村民都不会接电进家里的, 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长年的马灯, 已经让他们习惯了, 而且这个公社要不是在省会和市里的路线附近, 估计等通电得一二十年以后了, 不过,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天黑了以后, 江小川便偷偷地来到吴老头家, 前文已经修改, 没有肉的事了, 来到屋子附近, 江小川四周打量了一下, 轻轻地敲了敲门, 没多久, 房门便被打开了, 吴老头见识江小川赶忙将对方拉进院子, 院子里没有人, 吴老头知道今天要交易, 所以让孙子们都留在了屋里,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吴爷爷, 东西呢? 吴老头反身进入看屋子里, 随后便拿出两个盐水瓶和一块纱布, 递给了他, 将东西递给江小川, 交代道, 这个就是你们要的卤水, 但是你可得注意了, 这个可是有毒的, 一斤豆子磨出来的豆浆只能滴二十滴, 多了会发苦, 而且有毒性, 这么多, 够你们用了吧, 随后便将用的方法告诉了他, 其实不用对方告诉他, 他也知道原理, 重要的就是这卤水的用量, 其实用石灰水点豆腐, 一样可以, 不过他也不知道做法, 果然, 对方告诉自己的其实很简单, 注意的就是煮豆浆, 点卤和压豆腐的步骤, 江小川心里算了一下, 每次用二十滴, 这够六七百斤的豆腐了, 足够了, 临走的时候不忘记交代, 吴爷爷, 豆腐弄好了, 我会给您把豆腐送来的, 这件事, 可不能告诉别人, 吴老头笑了笑没有说话, 自己加这成分再去告诉别人, 是嫌家里过得不安稳吗? 江小川健壮也就没有再多说, 转身便离开了, 出了门口便将东西收进来空间, 路过村里的那口水井, 想了一下, 明天自己走了, 到时候自己没有时间放空间泉水了, 不如一次多放点, 给井水里加了一点空间泉水, 这才离开, 回到家里, 见江小和还在看着小人书, 一阵无语, 小和, 这都看了几遍了, 还有意思吗? 江小和健壮黑黑一笑, 哥, 好看呀, 我看十遍都不腻呢, 江小川健壮摇了摇头, 也不再管他, 对着他说道, 小和, 明天我要去省城一趟, 有事, 到时候你自己吃饭干嘛的, 自己注意点, 我已经和江叔说好了, 你不用去干活了, 去和村里的老人碾麻雀就行了, 江小和听到对方没有带自己的意思, 嘟着嘴说道, 不能带我去吗? 我失去有事, 带你去干嘛?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只能轻殴一声, 江小川也没理他, 想到明天去省城, 回来的时候该去接情销了, 便对着江小和说道, 小和, 明天爹的战友家孩子, 会来我们家住几天, 到时候不准给人家脸色看, 听到没?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惊讶了一下, 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 这个家江小川说了算, 只是问道, 多大? 男的女的, 比你大一点, 应该和我差不了多少, 江小和又是呕了一声, 显然有点不情愿, 江小川见状笑了笑, 说道, 干嘛不高兴啊, 来了还能和你玩呢, 到时候我给你带好吃的,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立马舒展眉头, 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了, 哥,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摇了摇头, 这算不算小吃货, 见到吃的, 就没有立场了, 晚上等江小和睡着了, 江小川这才进入空间, 取出十斤黄豆, 倒了一点井水, 他准备做一点豆腐试一下, 随后他来到了村里的那个石墨的地方, 石墨上有根绳子, 应该是生产队的驴拉末的时候用的, 不要再说, 我懒了, 他还是将石墨收了进空间, 一会弄好了, 再将东西送回来, 进入空间, 他先将东西准备好, 等豆子泡好了, 就可以磨豆浆了, 等了半天, 他已经在空间里睡了一觉, 豆子这才泡好, 豆子连水一起放入料孔里, 开始用意念推动着磨把, 开始运转起来, 而底下的出水槽, 开始缓缓地有豆浆出来, 石墨豆子磨完, 他打量了一下, 感觉还是有点粗, 又反复磨了几遍, 这才满意, 点柴火, 起锅, 将豆浆放入大水缸里煮了起来, 豆浆这东西必须煮熟了, 不然有毒, 煮沸腾了好久, 他这才抽掉柴火, 意念一动, 二百滴的卤水飞入了豆浆里, 轻轻搅动几下, 便不再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见豆浆里开始出现絮状物, 当不再出现新的絮状物, 水已经接近透明的时候, 他这才将其倒入另外一个纱布的缸里, 将大部分水分过滤了以后, 找了个石头压在上面,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这才拿掉纱布上的石头, 倒掉里面多余的水分, 此时里面露出的是成米黄色的豆腐块, 用手抠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嗯, 豆香味很浓,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年代的黄豆, 没有被污染过, 还是自己太久没吃了, 所以, 感觉味道出奇的好, 不像后世里的豆腐, 感觉没啥香味, 将豆腐放进静止空间里, 把石墨清洗干净晾干, 这才闪生出了空间, 将石墨放回了原处, 虽然仔细看, 还是能看得出来被挪动过的痕迹, 但是没人会多想的, 没事谁会偷石墨, 第二天清晨, 直到现在, 江明武都没来找他, 估计他的希望破灭了, 他便骑着车离开了, 来到县城的时候, 他没有直接去找秦楼, 准备回来的时候再去, 将车子收起来, 买了票, 便坐上了去省城的汽车, 来到省城打听了一下卖种子的地方, 来到地方拿出介绍信, 询问过后, 被告知没有甘蔗的种子卖, 对方让去农季站看一下, 说不定那里有卖的, 结果仍然失误而归, 江小川骑着车在省城的道路上晃悠着, 难道真的没有卖种子的, 以前看网上不是说甘蔗也能用种子培育的吗, 而且这么大的省城居然没有卖甘蔗的, 他忘记了, 现在是计划经济时代, 甘蔗在产地就被供应给糖厂了, 在产地肯定没问题, 总能露出来一些, 在外地就不一样了, 糖都不够了, 怎么会直接卖甘蔗, 他想了一下, 还是准备去黑市里去看看, 准备问问有没有卖甘蔗的, 这个年代是穷, 但是也不缺有钱人, 还是有些人能从外面弄到这些稀缺的东西的, 甚至进口的东西, 现在有的地方已经秋收完毕, 粮食已经供应上了, 所以这次他不准备去卖粮食, 就是不知道侯三这人还记不记仇, 这人倒腾物资, 应该有路子弄到这些吧, 骑着车来到黑市专门收东西的地方, 侯三老远就看到骑车过来的江小川, 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 不过很快便又舒展开来, 自己是个生意人, 不想过多地招惹麻烦, 而且在侯三看来, 对方也是比较神秘, 当江小川过来时, 他就当作没发生过一样, 笑着说道, 江老爹, 来了, 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 江小川见对方没有提及黑子的事, 他也心照不宣地就当没发生过一样, 笑着说道, 侯哥, 这次来不是卖东西的, 是想来找你帮忙的, 侯三听到他的话, 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笑道, 你说, 能帮得上的, 我肯定帮, 江小川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侯三奇怪地问道, 你要干这干嘛, 想吃糖买点糖票, 去供销社就能买到啊, 江小川笑了笑, 没有说明原因, 我知道, 侯哥, 你这路子比较广, 知道省城哪里能弄到布, 侯三思考了一下, 说道, 东西是有, 但是不多, 最多能给你个十几根, 自己是负责粮食的, 但是圈子里还是有一些人, 是从外地倒腾一些稀罕物,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喜, 之前吹牛吹大了, 这要是弄不来, 就尴尬了, 行, 那你尽量给我多弄点, 什么价格? 侯三犹豫可以了一下说道, 五毛一根, 江小川听到价格也是惊讶, 这也太贵了吧, 也就比糖便宜一点, 比肉都贵了, 现在普通的红糖一斤也就一块多一点, 大白兔奶糖也就两块五一斤而已, 不过想到现在的交通不方便, 能弄过来都是特殊通道, 贵一点一点也不奇怪, 估计弄过来就是给那群资本家享用的, 想到这里, 江小川点了点头说道, 那行, 猴哥, 能不能尽快给我弄, 中午之前我就要走, 侯三想了一下, 告诉了他一个地址, 我还忙着, 走不开, 你去了就说是侯三让你来的, 就没事了, 对着侯三道了一声谢谢, 他便来到王胖子这里, 他想买一点糖果, 回去打发江小和, 来到王胖子这里, 也算熟悉了, 没有说太多的话, 从对方手里买到两斤糖果票, 又将对方手里的五张茅台酒票收了, 这才骑着车离开了向着侯三说的地方赶去, 一番打听, 这才找到一个破旧的土院子, 门口有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在那里东张西望, 见江小川过来, 两人将目光定格在他的身上, 一脸的警惕, 江小川停下车子, 对方一人便问道, 小朋友, 干嘛来了? 没有因为江小川向的孩子而放松了警惕, 而且, 此时江小川的假胡子也贴了上去,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我是侯三介绍来的, 买点东西, 听到他的话, 对方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侯三让来的, 他让你来买什么? 江小川疑惑了一下, 问得这么清楚干嘛, 不过他还是说道, 买干这, 听到江小川的话, 对方两人对视了一眼, 两人相互点了点头, 这才对着江小川说道, 行吧, 你进去吧, 江小川见状一阵狐疑, 卖干这而已, 至于搞得那么紧张吗? 进来后, 此时已经有一些人了, 打量了一下四周, 他发现这个破旧的房子, 院子里还有很多杂草, 只是有一些人为清理的痕迹, 应该是临时的地方, 屋子里有张桌子, 上面摆放着一些东西, 江小川扫试了一下, 都是些需要票日用品, 要是之前, 他肯定采购一番, 现在他也不怎么需要了, 下次缺什么, 再来看看, 只见角落里摆放着一个堆甘蔗, 数量不少, 有个一百多根, 不过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黑皮甘蔗, 而是一种青皮甘蔗, 粗细倒是和黑皮甘蔗差不多粗, 自己记忆中这种甘蔗, 好像挺甜的, 就是水分不是很多, 此时已经有人拎着篮子, 在那里等待着, 忙活的有三个人, 正在将甘蔗剁成一节一节的, 随后便被这些大妈们放进篮子里, 用东西遮盖住, 防止别人看到, 江小川见状回头将车子上的麻袋解了下来, 看着被剁下来的甘蔗, 他心里想着, 这要是把甘蔗解给他多好, 这玩意又不是太甜, 很快就轮到江小川了, 对方一抬头看是一个小孩, 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要几根, 江小川看着地上还有那么多, 他便说道, 剩下的都给我行不? 对方见状皱了下眉头, 随后摇了摇头, 不行, 最多二十根, 还有很多老客户要呢, 哎哟, 居然还知道稳定老客户, 江小川点了点头说道, 行, 那就给我二十根吧, 不要从节那里剁, 从中间剁, 说完指了指甘蔗的中间位置, 对方看得一阵奇怪, 哪里有从这里剁的, 不过, 反正从哪里剁都一样, 抽出一根甘蔗便多多地剁了起来, 很快二十根便被剁好了, 他付了二十块钱便离开了, 出了院子, 找个没人的地方进入了空间, 他暗自低估着, 没有种子, 自己培育总可以吧, 泉水二十倍的加速, 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正好秋收差不多也结束了, 将甘蔗节全部剁了下来, 用空间泉水浸泡了一回, 这才全部中进地里, 弄好之后便骑着车向着车站出发, 回到县城, 已经下午了, 骑着车便向着秦老头家赶去, 停好车, 一年下意识地扫了一下院子, 爷孙俩正在堂屋里说着话, 正准备去敲门, 一道声音通过意念传入他的耳朵里, 让他停下了脚步, 萧萧, 这个时间他没来, 估计今天不会来了, 应该过两天会来, 等过几天到他家了, 你自己注意点, 爷爷这辈子识人就很少看错的, 包括你爹那个魂球, 那小子不会是个坏人, 但是, 你毕竟是个女孩, 自己注意点, 我会尽快赶回来, 女孩? 江小川听到里面的话, 脑袋一炸, 剩下说的什么, 他也没有在意了, 难怪之前自己感觉怪怪的, 香囊, 以及说话的语调, 都说明对方是偏女性化, 自己也没有用意念扫描别人身体的癖好, 就被那猴杰误导了, 估计那猴杰都是假的, 我靠, 这下尴尬了, 自己之前还说对方找不到婆家呢, 我啥也不知道, 此时他只能给自己安排这样一个理由了, 这个时候进去就是尴尬, 嗨, 等了几分钟, 江小川倾咳一声, 这才去敲了敲房门, 没过多久, 房门便被打开了, 秦霄伸着头对外看着, 见识江小川下意识地缩了一下头, 江小川见状摸了摸鼻子, 估计是怕自己在敲他的头, 秦霄一脸平静地说道, 来了, 进来吧, 说完打开了门, 转身向屋内走去, 不过江小川还是从他的脖子那里看到, 他那红红的耳根, 江小川便跟着秦霄后面, 来到了堂屋, 秦老爷子, 我来了, 进了屋子, 江小川便对着对方打了一个招呼, 秦老头见到, 是江小川便笑道,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闻言江小川笑道, 老爷子, 我这都答应你了, 怎么可能不来, 只是说到这里, 他迟疑了一下, 老爷子, 你确定让秦霄去我那脸, 你这带着不是挺好的吗, 秦老爷子闻言, 以为江小川不愿意了, 便叹了口气说道, 家丑不可外扬, 具体的原因我也就不说了, 如果带着他方便的话, 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他和我分开, 随后停了一会便说道, 没关系, 说到底我们相识也没有多久, 也算我唐突了, 如果你这里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江小川打量着秦老头的脸色, 确认对方不像装的, 可能真的碰到难处了, 他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耐心吗, 只是去了农村, 不像城里自由, 到时候可别惹事, 他可是知道秦霄这丫头, 是会功夫的, 旁边的秦霄听闻, 小声的哼了一声, 不过他也没有说话, 毕竟自己爷孙是有求于人, 秦老头见状笑了一下, 放心好了, 我这孙子只是有点小脾气而已, 不会惹事的, 孙子, 还在忽悠我呢, 江小川面色不变地点了点头, 秦老头自见状松了口气, 既然来了, 便不能错过机会, 拉着秦老头在那里询问, 最近自己遇到的问题, 这一问便是几个小时过去, 见天色不早了, 江小川提出回去, 行, 那你等一下, 秦老头说完, 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没过一会, 他拿出一个小荷包, 递给了江小川, 江小川疑惑地接过了东西, 打开一看, 江小川顿时惊讶了, 荷包里没有多少东西, 只有一块玉配, 但是这块玉配通体特别的细腻, 光亮, 温润, 静于无瑕, 好似刚刚割开的肥羊脂肪肉, 而光泽正如凝练的油脂, 翻来另一面, 只见上面有一层黄色的沁浮于表面, 一条黄色的龙形附在白玉表面, 栩栩如生, 江小川现在也不是完全不懂了, 这明显是极品的羊之玉, 不过他看到上面的沁色, 心里有点闹心, 这么好的玉, 居然有湿庆, 秦老头看见他的表情, 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典型的半瓶水, 光当响, 你是不是以为这上面的颜色是湿庆, 江小川文言尴尬地笑了笑, 自己嫌弃的心思, 居然被对方看穿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秦老头笑了笑, 你这不懂也正常, 这是金属庆, 不是你想的湿庆, 而且这个曾经是大内的东西, 说完, 他还一脸的肉痛, 江小川见状将东西递给了他说道, 老爷子, 这东西太贵重了, 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 换个东西也行, 秦老头摇了摇头, 其实我不是因为这次才给你, 我只是希望以后, 秦肖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是有能力,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想了一下, 还是收下吧, 不然老头不一定放心, 随后他便诚恳地对着秦老头说道, 行, 那我收着了, 老爷子你也算是我半个师父了, 能帮的, 我肯定会帮忙, 秦老头见状点了点头, 对着旁边一直不说话的秦肖说道, 东西收拾一下, 去吧, 我尽快回来, 旁边的秦肖已经眼泪朦胧, 这次江小川看到没有在调笑他, 女孩子吗, 多愁善感, 秦肖抹着眼泪进了屋里, 拿出了一个包袱, 和一床薄薄的被子, 站在江小川身边, 也不说话, 江小川和秦老头打了个招呼, 便带着秦肖离开了, 临走前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住处, 路过供销社, 用糖果票买了一点糖果, 不然回去得被小家伙埋怨, 路上江小川骑着车带着秦肖, 一直到了村口, 他都没有说过话, 停下车子, 江小川对着他说道, 去了村里, 如果有人问, 记得说, 你爹是我爹的战友, 有事外出, 才跟我回来的, 听到了吗, 秦肖没有说话, 点了点头, 江小川见状放下心来, 这才带着他回到了家里, 刚刚进门就听到江小和正在那里嘀咕着, 你们先忍忍吧, 我哥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呢, 我可弄不到吃的给你们, 哎, 我们都是小可怜啊, 听到弟弟的话, 江小川心里一乐, 还有和小狗比可怜的, 江小川走了进来, 对着他说道, 那我以后弄到好吃的, 可就不给你吃了啊, 江小和正蹲在地上, 听到哥哥的声音立马站了起来, 对着他嘿嘿一笑, 嘿嘿, 我这不是看着四小没吃饭, 可怜嘛, 这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都快要饿死了, 江小川没去管四小, 早上走的时候, 自己已经喂了一顿肉了, 一个中午没事, 他对着江小和说道, 我带人过来了, 秦霄, 进来啊, 他正要介绍发现, 秦霄没有进来, 便对着门口喊了一句, 这时秦霄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江小和打亮着眼前的秦霄, 挠了挠头, 笑着说道, 哥,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他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 他叫秦霄, 江小和点点头没有说话, 江小川也没在意, 毕竟还有点陌生, 江小和对着他说道, 哥, 你说好给我带的东西呢, 本来还想逗他一下, 不过看到对方殷切的目光, 算了, 不逗他了, 等一会给你, 说完, 便带着秦霄进了屋子里, 当初盖三间的房子, 是为了防止姐姐在家里过得不好, 给他留的一间, 此时正好给秦霄住, 江小川看着秦霄手里的被子, 现在天气快要转冷了, 自己两人平时睡觉, 还是用衣服盖着, 最多半个月, 天就要变凉, 到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可惜自己也不会弄, 让母亲来弄也不实际, 毕竟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 这个时节, 说凉就会凉, 因为回来的比较晚, 大食堂已经结束了, 江小川从空间里, 拿出之前已经煮好的白水蛋, 将院子和房子的门都关好, 也没有拿多, 一人三个鸡蛋, 先垫一下, 等明天再找理由, 弄点吃的出来, 拿着鸡蛋, 对着两人说道, 先吃两个鸡蛋, 明天给你们弄吃点, 江小和见到哥哥手里点鸡蛋, 对着他黑黑一笑, 接过手里的鸡蛋便开始吃了起来, 秦霄也是没有吃饭, 有点饿了, 接过鸡蛋, 到了生谢, 吃完鸡蛋, 江小川这才拿出了从供销社买的糖果, 一人给了两颗, 江小和高兴地接过江小川手里的糖果, 立马塞了一颗放在嘴里, 一边吃, 一边择嘴, 真香, 而秦霄不好意思地接过了之后, 吃了一颗, 另外一颗放进了兜里, 江小川见状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 江小川便带着两人去了田里, 见江叔正在田里干着活, 便直接走了过去, 江叔, 我回来了, 江定中抬头一看, 惊讶地说道, 这么快, 我以为你今天都不一定能回来呢, 江小川笑了笑, 江叔, 弄好了就回来了, 江定中点了点头, 怎么样, 买到了吗? 嗯嗯, 已经弄好了, 种子不贵, 花了一块钱, 不过要十天以后才能拿到东西, 随后还给了江定中三块钱, 江定中听到只花了一块钱, 感觉还可以, 虽然他感觉不靠谱, 但是事事也行, 毕竟他不知道未来几年粮食都不够吃了, 要是知道绝对不会让他弄这玩意, 结果江小川手里的钱, 撇了他一眼, 怎么少了一块钱,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江叔, 我这来回坐车, 不要钱的呀, 江定中翻了翻白眼, 没说什么, 这时他才看到江小川身后的情消, 惊讶了一下道, 这是谁啊, 哦, 这是我爹战友的孩子, 我过去的时候, 家里出了点事, 要在我家住一段时间, 行吗,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笑了笑, 行啊, 怎么不行, 听说别的地方, 路过的人都能吃饭, 咱们怎么就不行了, 没关系, 你们去干活吧, 听到他的话, 他想起了后市里, 有的地方百流水席, 随到随吃, 幸好江台村办的晚, 听到了一些传闻, 所以有一些收敛, 随后江小川带着两人来到江明武那边, 江明武看到江小川过来, 有点不好意思, 之前说让对方给自己带小人书, 回去以后缠着自己爷爷要钱, 结果被自己跌揍了一顿, 江小川见到江明武忍不住逗了一句, 小武, 东西给你带过来了, 什么时候给你, 一共两毛钱,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扭了扭屁股, 吱吱呜呜的说道, 那个小川, 江小川见状笑了一下, 他这一笑, 让江明武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连晒黑的皮肤都挡不住, 行了, 逗你呢, 等秋收结束了, 我免费给你看, 不过你得干活,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尴尬了一下, 不过听到后面的话, 他立马兴奋的说道, 行, 你说干啥, 我啥都能干, 先给我看呗, 那不行, 东西还没拿来呢, 等过一段时间吧, 听到他的话, 他只能失望了一下, 不过也要不了多少天, 当他看到江小川身后的情消, 便问了一下, 江小川又解释了一下, 江明武也没在意, 他还在惦记着, 啥时候能看到小人输呢, 几人便开始干起活来, 江小和和秦霄则是在一边捡着脉头, 江小和他倒是不担心, 农家的孩子干点活, 没那么矫情, 不过他看到秦霄动作麻溜的, 在那里捡着脉头, 便放下心来, 秦霄感受到江小川的目光, 翻翻白眼, 低声说道, 是不是感觉我没吃过苦, 江小川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又说了一句, 小时候练武再加上练手艺, 什么苦没吃过, 江小川想象也是, 就他听说的什么开水里捞铜钱, 就让他受不了, 忙碌中, 不时地听到江定中的吼叫声, 谁谁偷懒, 谁谁动作快点, 江小川轻轻摇了摇头, 这是必然的结果, 这是人性, 不过好在江定中, 还是很有威望的, 而且收成关系到以后自己的口粮, 所以还是有效果的, 中午吃饭, 江小川三人吃得很快, 吃完便离开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 江小和奇怪地问道, 哥, 那么着急干嘛, 江小川神秘地挑了挑眉, 你们先回家, 一个小时以后, 去之前的那个洞里, 记得别让人跟着你们, 江小和一听, 立马明白了, 嘿嘿一笑, 猛地点头, 秦潇狐疑地看了两人的小动作, 不过他也不明白什么情况, 只是跟在后面, 分开以后, 江小川来到之前的洞里, 便闪身进了空间, 进了空间他便不再着急, 先闷了一锅白米饭, 猪头肉凉拌了一下, 炖了一只野鸡汤, 又炒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和一个青菜, 全部弄好外界, 也没有过去多久, 他打量了一下空间里的粮食, 又快要熟了, 估计也就明后天, 之前的那头怪崽子的野猪, 也生了六头小野猪, 出了空间, 等了一会, 江小和这才带着秦潇, 鬼鬼祟祟地向着这里摸来, 江小川见状笑了笑, 这要是被人看到, 不怀疑才怪, 不过, 现在正在农忙时期, 大人小孩都忙了一个上午了, 都回去休息了, 也没啥人到处跑, 江小和来到洞里, 闻着空气中的香味, 嘴巴里的口水都流了出来, 而跟在后面的秦潇, 也是在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江小川见状, 说道, 吃吧, 说完自己, 也开始吃了起来, 端起碗, 见秦潇还在那里扭捏着, 他便说道吃啊, 别客气了, 赶紧吃, 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秦潇这才端起饭碗吃了起来, 江小和直接用野鸡汤泡白米饭, 一直对着猪头肉对了起来, 秦潇见江小和吃得那么香, 也用鸡汤泡着饭, 随后问道, 小川哥, 你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江小川心里一乐, 哎哟, 有吃的这态度就不一样了呀, 哥都叫上了, 不过他没有说话, 在旁边埋头大吃的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直接来了一句, 别问, 问了以后就没有吃的了, 秦潇听到他的话笑了笑, 也就没有再问, 米饭没有弄多少, 一人就大半碗, 于是菜便被一扫而光, 三人吃的肚子圆鼓鼓的, 秦潇突然打了一个宝格, 见两人朝自己看来, 脸红了一下, 江小和笑着说道, 秦潇有啥不好意思的, 知道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拉肚子都快拉死我了, 秦潇扑斥一笑, 随后心里想着, 这菜做得真好吃, 难怪嫌弃自己做得难吃, 江小川剑都吃好了, 这才将东西拿出去偷偷收起来, 三人便向着村子走去, 来到田里的时候, 众人已经在干活了, 江明武看见几人现在才过来, 低声说道,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刚刚书都发火了, 江小川笑了笑没有在意, 说道, 哦, 中午睡过了, 江明武轻嗷一声, 随后他轻轻嗅了一下鼻子, 打量了一下四周说道, 你们吃肉了, 江小川心里暗叹, 这鼻子属狗的吧, 这么厉害, 他一脸不在意的说道, 吃了呀, 你中午没吃吗, 中午的菜虽然肉手, 但是还是有点肉味的,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可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想不通便继续去干活了, 晚上的时候, 他找了个机会, 将五金豆腐给五老头送了过去, 让对方好一阵感谢, 秋收就在忙碌中进度很快, 只剩下红薯了, 小麦在交工粮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上交, 最多留一点偶尔打打牙境, 只有玉米和红薯, 才是农民留下来的主食, 江定中心里还在神奇, 今年这是怎么了, 开始他还担心, 按照这个进度的月底才能完成, 到时候耽误东众, 结果只用了十几天, 麦子和玉米已经收获完成, 正在晒干, 准备过几天晒干了, 就去浇工粮, 剩下一些红薯, 明天才开始收, 也要不了几天了, 这让江定中的心稍微安定一些, 村民们心心念念的放电影, 终于如期而至,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在村里的道场上, 搭台子准备饮步, 当通知晚上七点放电影的时候, 可是把村民们给激动坏了, 晚上吃了晚饭, 江定中没有再让人去田里了, 忙活了十几天, 也该休息一下了, 说是七点开始, 但是吃了饭人们就各自端着小板凳, 端着茶壶, 在台前等候了, 因为一会肯定是人山人海的, 果然没过多久, 附近的村子便闻讯赶了过来, 很快道场上便被围得水泄不通, 江小川三人扎在人群里,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个可比在电影院看热闹多了, 四周几个村子的人家一起少说也有一千多人, 这三三两两的聊着天, 简直就像菜市场一样, 台子前, 江定中正陪着两个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人, 两人在调试着机器, 此时一个身穿灰色劳动部的中年人, 走到了江定中的旁边, 低头看了一眼, 哎呦, 老江啊, 终于通电了哈, 这下好了, 以后你们放电影也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压力, 你不是不知道, 每次看电影那十里八乡的都懒, 都是同志, 又不好赶走, 这话里的优越感相当的强, 不过也正常, 自己村子过得让别人羡慕, 这也是他村之书的骄傲, 江定中正看着放映员在摆弄着放映设备, 听到后面传来的话都不用回头, 就知道是隔壁孙台村的村之书孙正林, 转过身子翻了翻白眼, 孙大炮, 你没事就在那嘚瑟, 最近半年放了几次电影, 屁股就翘上天, 整天到处吆喝, 孙正林抽了一口烟, 也不在意对方的话, 笑了笑, 老江你这人真是的, 我这是嘚瑟吗? 我那是烦恼好吧, 江定中听到他点话, 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是应该烦恼你, 那么多天的粮食怎么收吗? 听到江定中的话, 孙正林本来得意的表情, 立马一哭, 哎, 我还在头疼呢, 你说奇怪了, 我们两个村, 人口差不了多少, 你们怎么干这么快? 都干了快九百亩了, 我们连六百亩都不到, 江定中嘿嘿一笑, 因为我们都是好同志啊, 孙正林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难道我们村的, 就不是好同志了? 哎, 今年的冬中麻烦了,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也不再嘻哈, 想到那些粮食, 心里也是一阵唏嘘, 自己村子要不是收得这么快, 东种肯定会出问题, 要知道, 播种的时候, 小孩子们就帮不上什么大忙了, 只能做作, 端水, 点种子, 这类的轻巧活, 像帆地, 跑土这种活小孩子, 根本做不了, 这人又要少了很多, 就算这样, 估计村里的不到一千亩地, 不知道能种下多少呢, 江小川也注意到了江定中两人的谈话, 这个年, 估计开始不好过了, 终于在一群吵闹声中, 电影便开始了, 电影是一部老片子, 鸡毛信, 该片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 团长海娃, 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 所发生的故事, 孩子们看的是热血沸腾, 希望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人, 大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一部在农村播放过很多次的电影, 但是, 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观看着, 足以显示, 这个年代娱乐项目的缺乏, 看电影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快, 没多久, 在一阵吵闹声中, 一部电影便结束了, 在群众的呼喊声中, 放映员无奈, 只得再放一部上甘领, 加上等待的时间, 当电影放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人们这才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 一日, 今天开始挖红薯, 当人们挖出第一颗红薯藤的时候, 都被这巨大的红薯惊讶了, 这红薯要比往年的要大了圈, 而且, 长得都很均匀, 江定中狐疑地又让人挖了几颗, 发现红薯居然还是这么大, 赶忙让人挖了一片, 估算了一下, 一千五百斤, 江定中看着眼前的红薯, 兴奋地喊道, 这是大丰收啊, 往年的红薯一般好的, 也就在一千二百斤, 还得是肥田, 中田和平田也就在八百到一千斤一亩, 这一千五百斤一亩的红薯, 怎么不让他兴奋, 而旁边的两名监督人员, 看着巨大的红薯, 也是很高兴, 上午江定中去了公社开会, 下午, 江定中一脸无奈地回来了, 回来后, 便带来一则消息, 需要再派一批人去城里,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皱了一下眉头, 这样粮食就来不及收了, 粮食来不及收, 东重就来不及重, 明年开春粮食就接不上了, 不用到明年开春, 接近年底的时候, 估计就坚持不住了, 江定中暗叹, 幸好自己村子收得快, 孙台村收获的粮食, 只有江台村的一半, 他们估计更难, 江定中红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红薯田, 沉思了一会, 下了一个决定, 今晚通宵挖红薯, 不能让粮食在田里糟蹋了, 当天晚上, 除了年龄太大的老人和太小的孩子, 全部都被江定中强制叫去了田里, 大人带小孩, 一家跟一家, 江小川这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也跟在其中, 江小川看着一个个提着马灯, 正在田里挖着红薯的人们, 成年人只负责挖地, 半大的孩子则是在旁边将挖好的红薯堆放在一起, 他发现, 还是有很多的老人也出来了, 就连江明浩这个村里的二流子, 也正在一位妇女旁边挖着红薯, 看到这里, 江小川心里莫名的一阵心酸, 他默默地将别人挖好的红薯往一边的地方搬着, 一边用意念偷偷将土里的地铁松了一点, 可惜, 人们已经忙了一天了, 晚上的效率很低, 二百号人一共只弄出来二十亩的, 这还是加上白天的, 毕竟挖红薯不像割麦子, 第二天, 早上村民已经回去睡觉了, 就算有空间泉水, 仍然抵消不了困意, 而需要离开村里去城里的人, 也已经回去收拾了, 会有人带队过去, 江定中站在田头, 红着眼睛看着眼前剩下的八十亩红薯, 刚刚看到封产的红薯, 现在让他有点从天堂掉到地下的感觉, 唯一还有点精神的, 估计就剩下江小川一个了, 他看着双眼通红的江定中, 心里也在暗自叹息, 若有战, 照避回, 战必胜, 这一句话说的不只是对军人, 同样也是这些劳动人民, 对国家遇到困难时的态度, 江小川看着他, 问道, 江叔, 后面怎么办? 江定中收回思绪, 没好气地对着江小川道, 臭小子, 这些是你一个小屁还该操心的吗? 听到江定中的话, 江小川也是一阵无奈, 自己这具身体还是太小了, 做什么事情总感觉出格, 但是让他真的像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可以吗? 好像也可以, 自己端着一碗红烧肉, 是个人真的能吃得下去吗? 自己躲在空间里, 做自己的神仙不好吗? 人终究是群居的动物, 自己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吃饱, 但是他不想看着附近都是倒下去的人, 不管这些人曾经是好是坏, 至少没人想当坏人, 江小川想了一下, 对着江定中说道, 江叔让村里的孩子们去挖红薯可以吗? 江定中摇了摇头, 不是不行, 但是谁家孩子不是个宝贝, 而且孩子们的体力也有限, 耐心也有限, 指望他们, 太难了, 之前家里大人都在, 还好一些, 明天开始估计都不想干了,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笑了一下, 江叔, 我估计我有点办法, 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疑惑地问道, 你有什么办法? 江小川笑着说道, 江叔, 我从城里弄了一些小人书, 到时候让他们挖红薯, 给他们看小人书, 能弄多少算多少, 你看这样行吗?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不在意地说道, 那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他们怎么可能为了看小人书去干活? 江小川继续解道, 江叔,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就算不能全部过来, 能来多少算多少, 总比放在地里烂掉的好吧,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犹豫了一下, 这样不好吧? 江叔, 全凭自愿, 愿意干的, 就来, 不愿意的就算了, 随后江小川又说了一句, 说不定有惊喜呢, 江定中想了好久, 实在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点点头, 行吧, 能弄一点试一点吧, 幸好妇女还剩下一些, 到时候看能不能搭配着, 回去后, 江小川将一提小人书给江定中送了过去, 这些本来是准备种干支的时候用的, 现在只能拿出来了, 江定中看着江小川手里的小人书, 惊讶了一下, 怎么这么多? 江小川笑了笑道, 这都是我爹战友给的, 现在江小川是把不能解释的问题都丢给了那个便宜老爹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增加功德, 江定中点了点头, 接过对方手中的书, 上午都回去睡了一觉, 直到吃午饭了, 众人这才起来向着大食堂走去, 吃了饭, 江定中没好意思说出来, 这不是骗小孩子吗? 看到江定中的表情, 江小川笑着摇了摇头, 都啥时候了, 还要脸皮, 这是没经历现实的毒打, 江小川叫来了江明武, 低声地在对方耳边说了一句, 江明武一抬头, 真的假的? 你去问问江叔不就知道真假了?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 兴奋地向着江定中那里跑去, 只见江明武正在那里和江定中说着话, 江明武一脸的兴奋, 很快他便跑了回来, 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居然是真的, 江小川见对方这么兴奋, 也是比较惊讶, 虽然他知道, 肯定会有一点用, 但是有多少用, 他就不清楚了,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这个娱乐项目匮乏的年代, 现在上学的孩子毕竟很少, 像江家那种三个孩子都上学的还真少数, 虽然江小川一点也不喜欢江大海一家, 现在的孩子除了上述掏鸟蛋, 下河摸鱼, 真的没什么可以玩的, 有这样可以看小人书的机会, 怎么可能放过? 重要的还有好多种, 在他们的新鲜禁没有过了之前, 他们还是会很乐意的, 至于干活, 谁家孩子没干过活, 干自己能力以内的就行了, 实在干不动的就没办法了, 这个信息就像一阵风一样, 在村子里扫过, 孩子们立马沸腾了, 连七八岁的孩子都要抢着干, 不过只是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 捡一下红薯总可以的, 很快, 田里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第二天, 江定中便感觉不对劲了, 田里又没孩子了, 因为干过活的人, 第二天就在家看小人书了, 不来了, 没小人书的又不愿意干活, 这一下让刚刚兴奋的江定中心里又凉了一下, 江小川健壮对着他说道, 江叔, 下次干了一天活的, 第二天才能看, 这样就能一直都有人了, 江定中抱着是一下的态度, 果然, 第三天又开始有人到田里干活了, 没过多久, 江定中发现居然有隔壁村子的半大小子过来了, 这个江定中可不敢收, 现在各个村子都不好过, 自己这要是做了, 这丑可就结大了, 不过附近的村子总有相熟的孩子, 就这样, 还是偷偷混进去一些人, 这活都干了, 不给, 我就哭, 让江定中一阵头疼, 这不, 没几天, 孙台村的孙正林就找到了他, 两人也是相熟, 直接指着江定中的鼻子说道, 老江, 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我们村现在都忙不过来, 粮食都不收了, 准备种地, 你这一弄, 我们怎么办, 就靠村里的几个妇女, 有什么用,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老脸一红, 这做法在他们看来,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听到孙正林说准备直接种粮食, 心里一惊, 赶忙问道, 老孙, 你这样弄, 那粮食怎么办, 孙正林也是很无奈地说道, 那怎么办, 粮食肯定要种, 不然明年吃什么, 能种多少, 就种多少吧, 至于地里的粮食, 后面慢慢收, 总能有点收获,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沉默不语,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最后江定中还将那些人全都赶了回去, 而且还答应, 这边忙好了的话, 把小人书借给他们用一下, 至于这东西是江小川的, 江定中估计都忘记了, 时间就在拖拖拉拉中, 粮食终于收完了, 时间也过去了快一个月, 这个时候江定中暗自舒了口气, 可是想到前几天公社说到的事, 他又皱了眉头, 一股压力压在心头, 这天下午, 村里又重新恢复了热闹, 因为去城里的人, 今天都回来了, 不过回来的人都是灰头土脸的, 但是都安全归来, 归来时全都熊啾啾气昂昂的, 仿佛打了什么大胜仗一样, 下午的时候, 江定中通知, 明天早上去公社交工粮, 村里的粮食早就晒干了, 只是因为没人, 所以迟迟没有去交, 已经被催错了好多次了, 晚上, 渐江小和两人在看小人书, 他便关上了自己的门, 进入了空间, 看着眼前的一片甘蔗林, 一阵无奈, 他也没有想到后期会出现这个状况, 导致了他的计划被搁浅了, 这甘蔗已经收了三茶了, 就是粮食也都已经收了三茶了, 收获的东西都被他收进了静止空间里, 打量着空间里的东西, 空间里过去了一个月, 里面接近一年, 而且吃的都是空间里的粮食, 所以之前的十几小猪仔, 此时都已经长大, 快四百斤了, 那几头肿猪已经被他收进了静止空间, 至于兔子和鸡鸭, 他已经不再去看它们了, 下载他不管, 只要长大了就收掉, 从围栏的面积就能看出来多少了, 之前也就百十个平方, 而且很松散, 现在估计有一亩地了, 就这都显得拥挤了, 上千只都差不多了, 鸡蛋也鸭蛋也收了很多, 打量一下空间里的鱼塘, 此时里面的大鱼少了很多, 都被收进了静止空间里, 要不是水草长势很好, 估计都得缺氧而死了, 想到之前给江小和两人做了一顿鱼汤, 既于裹上鸡蛋, 用猪油在锅里煎的金黄, 又放了点豆腐, 那汤泡饭就两人的吃相, 感觉比肉吃起来还香, 完全忘记自己也差不了多少, 其实前世他对这个还真的没那么爱好, 只是这一世反而因为没有才觉得稀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吃, 至少比后世里吃得好的不是一心半点的, 将空间里长大的动物又收了一遍, 这才出空间, 打开房门, 见秦霄正坐在那里发呆, 他走了过去, 在对方面前晃了晃手, 秦霄感觉眼前一道影子闪过, 这才收回思绪, 但是一脸的无精打采, 江小川见状问道, 怎么了? 秦霄一脸担忧地说道, 爷爷已经去了一个半月的, 怎么还没有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闻言, 江小川愣了一下, 是啊, 不知不觉, 秦霄来了, 已经快一个半月了, 随后又想到秦老头, 这老头怎么这么久没回来, 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吧? 不过他脸上没有露出什么, 笑着对他说道, 没事, 秦老爷子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而且他是去见他儿子, 不会有事的, 秦霄听到他的话,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江小川看了一眼江小和, 发现对方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小人书, 还在看, 书都不看的吗?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将手里的东西收了起来, 对着他说道, 哥, 那本书都被我翻烂了, 江小川文言, 没好气地说道, 我之前给你买的旧书呢, 不能看一看吗? 听到哥哥的话, 江小和便去翻了一下下学期的课本, 第二天一早, 江小川等人便被吵醒了, 推开院子门, 只见村里的道路上, 到处都是人, 江定中在那里不断吆喝着, 江小川看了看天色, 这交公粮不应该凌晨就去的吗? 江说, 怎么去得这么晚? 江定中笑了笑说道, 该交的都交了, 这时候去了哪里, 还要排队, 江小川轻嗷了一声, 这时候, 江小川终于看到了村里的牛出洞了, 江台村一共只有七头牛, 一直都是当做宝贝一样, 有专人喂养, 而且吃得还很好, 等冬天的时候, 这些牛可是能经常吃熟黄豆, 要知道, 冬天的时候熟的黄豆村民们都吃不到多少, 就算是未来三年, 人们没有多少吃的, 这群牛都不会饿死, 江定中见差不多了, 便吆喝一声, 好了, 走吧, 队伍这才缓缓地出发了, 江小川见人们已经出发, 便带着两个小家伙跟了上去, 他也想亲眼看看, 交公粮啥样的, 一路上走走停停, 中途一辆牛车停了一下, 后面的车队也就停了下来, 只见赶车的人赶忙从车上拿下一个空桶, 放在牛屁股下面, 没过一会, 一坨坨黑色的牛粪就掉落在桶里, 随后车夫江桶放在车上, 牵着牛继续前进, 后面的队伍这才继续前行, 短短的半个小时的路走了快一个多小时, 才赶到凉战, 还没进入凉战, 就见几个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人在门口等待, 见江定中进来, 直接跑上去握着江定中的手, 江同志, 辛苦了, 辛苦了, 快进去喝点水, 这让江小川嘖嘖称奇, 估计是今年粮食欠收, 才会这样, 要是放往年, 出现这情况, 他就呵呵了, 那都是鼻孔朝天, 一张嘴就能让你痛不欲生, 没晒干, 回去晒干了再拉回来, 检测, 过磅, 简直让江小川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效率这么高了, 一切弄好以后, 江定中拿了一张条子, 便出来了, 这些是真够粮的钱, 江小川乘机偷地看了一下, 惊讶了一下, 肯定是出现什么特殊情况了, 走在路上, 江定中和流会计正在低声聊着天, 江定中正在和流会计, 商量着播种的事, 时间已经不早了, 得尽快将粮食种下, 否则等天太冷, 刚刚发芽的种子就得被冻死, 要么就等到开春, 天气暖和了再去种, 这里不是北方, 所以勉强可以一年两收, 感觉天气要开始变凉, 他准备弄一床被子, 不然等天冷了, 就来不及了, 骑着车去公社买了一点真和线,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便找到了杨月梅, 娘, 你过来一下, 杨月梅听见江小川找自己, 笑了笑, 便跟着他离开, 旁边的江卫英则是撇撇嘴, 杨月梅听到儿子找自己有事, 便点头跟了上去, 来到一旁, 江小川对着母亲说道, 娘, 晚上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帮我们做点被子, 杨月梅听到他的话笑了笑, 行啊, 不过你哪里来的棉花啊, 现在棉花可不好弄, 江小川解释了一下, 娘, 你忘记了, 上次我去省城买布的时候, 正好碰到有卖的, 就买了点棉花, 不过被我藏起来了, 娘, 你可别和别人说啊, 杨月梅白了他一眼, 我去乱说干嘛, 行, 那我晚上过去给你弄, 那个弄起来快得很, 随后, 他还特地和江定中解释了一下, 得到了江定中的允许, 晚上回到家, 看着正在看小人书的秦霄和江小川两人, 江小川吼了一句, 都别看了, 眼睛都看坏了, 两人赶忙放下手里的小人书, 在那里黑黑的笑着, 本来有点拘束了, 秦霄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适应了, 江小川将针线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对着两人说道, 都给我穿线, 一会儿娘过来, 给我们弄被子, 两人便听话的, 开始拿起针线, 开始穿起来, 没办法, 没经济收入, 就没家庭地位, 江小川则是把布假装从柜子里拿出来, 放在自己的床上, 平时江小和也不会翻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看着眼前雪白的棉花, 估计能达到特级的标准了, 有点眨眼, 于是又弄了一点碎了的棉花叶子, 看上去没有那么好, 晚上杨岳没来得比较早, 见到秦霄, 他没有说什么, 这么多天, 他已经知道对方的存在了, 不过, 他看到江小川床上的棉花荷布的时候, 一脸的惊讶, 小川, 怎么这么多, 娘, 上次买布不要票, 就多买了一点, 杨岳没一脸担忧地说道, 小川啊, 你这花钱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 现在好在吃大食堂, 不要钱, 这要是以前, 哪能经得住你这样走啊, 江小川笑了笑, 娘没事, 爹的抚恤金又能领了, 以后我们再省一点, 杨岳没见状也就不再说什么, 撸起袖子便开始弄了起来, 江小川三人则是帮忙搭把手, 杨岳没需要什么, 江小和和秦霄便给他递过去, 杨岳没见江小川不停地往缝好的被套里, 使劲地塞棉花, 一脸的心疼, 小川, 够了吧, 这都快有五斤了吧, 听到杨岳没的话, 江小川不在意地说道, 娘, 既然做了就做厚点, 便被可以弄薄点, 盖的还是弄厚点吧, 弄八斤吧, 说完不管杨岳没, 使劲地往里面塞棉花, 足足塞了有七八斤, 这才让杨岳没封口, 当杨岳没准备在被子上做网格, 防止棉花到处乱串的时候, 秦霄主动说让他来, 在杨岳没怀疑的眼光中, 秦霄弄好一床被子, 他这才放下心来, 直夸秦霄这孩子懂事, 让江小川在旁边看得直偷笑, 就算是有三人帮忙, 也是忙碌到深夜, 这才将三床被子全部弄好, 三床垫被, 一床四斤, 三床盖被, 一床八斤, 这么厚的被子, 冬天也不可能再冷了, 如果是往年, 过段时间再下几场雨, 就开始冷起来了, 按照现在的天气,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估计今年冬天会冷得比较晚, 江小川看着剩下还有挺多的布和棉花, 对着杨岳没说道, 娘, 你过几天有空的时候, 过来帮我们做几件冬衣, 杨岳没点了点头, 问道, 做几件, 江小川想了一下说道, 做四件吧, 就按之前的做, 随后看到旁边的秦霄, 他笑了笑, 那做五件吧, 给秦霄也做一件吧, 秦霄听到居然还有他的, 心里一喜, 不过江小川又说了一句, 你可别高兴, 等老爷子回来, 得让老爷子给我弄布和棉花还给我, 秦霄听到他的话, 嘟着嘴轻哼了一声, 不过表情还是很高兴, 杨岳没听到他的话, 点了点头, 随后看着, 还有许多的棉花和布, 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张开口, 江小川见状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他没有接话, 都说破家之万贯, 江家这些年不可能没有点家底, 今年天一床备, 明年天一件衣服, 其实算下来比自己不会差的, 就是旧了一些而已, 见母亲一脸的疲惫, 他便去冲了几杯带空间泉水的蜂蜜水, 特地在母亲的杯子里, 多加了一点空间泉水, 江小和和秦霄则是一脸享受的喝着蜂蜜水, 想到后世的传闻蜂蜜会让人早熟, 所以这段时间江小川隔好几天, 才会给两人冲一杯蜂蜜水, 书友告知, 网上查了一下, 确实如此, 这么晚了, 江小川把杨月梅送了回去, 来到江家大院门口, 看着杨月梅进去, 他才转身准备回去, 弄这么晚才回来, 家都不顾了吗? 一道声音传入了江小川的耳朵里, 让他停下了脚步, 又是这江老太婆, 就是只顾着你那几个孩子, 家里都不管了, 要不你和他们过得了, 江卫军的话也传了出来, 江卫军为啥没去拉铁矿, 主要还是江定中害怕这几个二流子, 去了给村里丢脸, 杨月梅在那里争辩着, 娘, 现在吃饭都在大食堂, 家里家我都做了,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 江老太文言, 一脸的铁青, 怎么? 见大海不在家, 你就想当家做主了? 门都没有, 江小川文言, 推开了院子的门, 直接开口, 要是不将大海敢说这话, 我直接带我娘走, 江卫军听到他话, 直接骂道, 小兔崽子, 你给我滚蛋, 这是我们的家事,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脸色难看地指着他喝道, 王八蛋, 你骂谁呢? 给我出来, 我们是和你们没有关系, 但是他还是我娘, 在他娘的凡人, 我弄死你, 听到他的话, 江卫军一脸铁青, 这怎么能忍, 直接从台阶上冲了下来, 江卫军冲到江小川面前, 一拳直接垂了过去, 江小川用意念一躲开, 反手一拳垂在对方的鼻子上, 江卫军立马脑袋一猛, 随后一拳重重地垂在江卫军的肚子上, 江卫军像一个虾米一样, 弓着身子倒在地上疼得不敢动弹, 江老太健壮, 吓了一跳, 立马哀嚎着, 哎呀, 杀人了, 杀人了, 周家小子杀人了, 江卫英本来还在睡觉, 听到奶奶的声音赶忙跑出来, 见江卫军倒在地上, 立马跑了过去, 哥, 你怎么, 江小川, 你把我哥怎么了, 估计是听到江老太的声音太大, 附近的村民闻讯赶了过来, 连江定中都被吵醒了, 江定中进来后皱着眉头, 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怎么回事, 江小川便将之前的事说了出来, 江定中文言来到江卫军的旁边, 看了一下, 此时江卫军已经恢复了一些, 江定中健壮松了口气, 随后对着江小川说道, 下次可别下这么重的手, 打坏了这么办, 江小川文言撇撇嘴, 还有下次, 过两天自己让他好好享受一下, 别每次都烦得要死, 随后对着看热闹的众人说道, 行了, 都散了吧, 大半夜的都不用睡觉啊, 众人健壮都散了开来, 这种家事都不好多嘴, 江定中见江小川还在那里, 便对着他说道, 还在这里处着干嘛, 赶快回去睡觉, 江老太健壮不乐意了, 哎, 他把我孙子打伤了, 就这样走了, 你这不是包庇他吗?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脸一黑, 别扯那些没用的, 这些年你们对他们怎么样, 你们自己不清楚, 江老太一听, 怎么样了, 没给他们吃了, 还是饿死他们了,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也没有说话, 准备说什么, 江小川直接来了一句, 我们吃了多少, 穿了多少, 我们的衣服都被你拿走给他们俩了, 我姐被你们换了彩礼, 嫁给一个病秧子, 之前周家来人给你们二百三十块钱, 这些足够还这些两年的情了吧, 你们还想要怎么样, 江老太听到他的话噎住了, 随后一吼, 那我不管, 没我们你们能活到现在, 江小川见状已经不想理他, 对着他说道, 那我把我娘接走了, 以后我们自己过, 江老太听到他的话, 噎住了, 这要是江大海回来发现媳妇被自己赶走了, 不得埋怨死他, 自己可以就这一个儿子了, 江小川见对方不说话, 便说道, 既然不愿意放了我娘, 就别没事找事, 下次再这样和我娘说话,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江卫军见状,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见几人都不再说话, 对着母亲示意了一下, 便转身离开, 这天, 江定中正在组织人们翻地, 而江小川正在带着江小和去了姐姐家, 秦霄则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江小川两人来到李台村的时候, 江小梅正陪着李广志打井水回来, 江小梅看到江小川二人, 立马抛下李广志向着两人跑来, 小川, 你们来了, 江小和已经跑到江小梅的怀里,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正在挑水的李广志, 能挑水说明好了很多,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了, 李广志挑着水慢慢腾腾地来到门口, 放下水桶, 擦了擦头上的汗笑着对江小川道, 你们来了, 走, 进去坐, 三人便跟着进了院子, 李父和李家老大不在家, 应该去上宫去了, 屋子里只有李老太和带着孩子的大儿媳, 江小川看了李家大媳妇一眼, 这人怎么没去上宫, 李老太见江小川两人来了, 立马高兴地上前招呼, 要知道自己的小儿子还是人家给钱看病, 这才好转的, 这是大安啊, 奈何李老太在热情, 江小川两人毕竟不是大人, 也没可说的, 客气了几句, 江小梅便带着江小川两人进了自己的屋子, 进了屋子, 江小川对着李广志说道, 姐夫, 你这病怎么样了, 李广志也是一脸感激地看着江小川, 说道, 嗯, 医生说没有病变, 但是毕竟病了太久了, 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 江小川文言点了点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没有发展成肺癌, 已经是好事了, 就算这样, 估计以后干重活的话也够呛, 江小梅摸着江小河的头, 对着江小川问道, 你们今天怎么来了, 随后, 指着江小川手里的一个包裹说道, 是不是又给我带东西, 有什么你们自己留着, 江小川笑了笑打开包裹, 从里面拿出一件棉袄, 递给了她, 江小梅没有接过去, 对着她说道, 以后不要给我东西, 别人会说闲话的, 说我从娘家挖东西, 听到姐姐的话, 江小川顿了一下, 看着李广志尴尬的表情, 明白估计是那个大嫂, 又在说闲话了, 江小川没有顾及李广志的面子, 直接问道, 姐, 你别管别人, 我问你一句, 李叔和李沈对你怎么样, 江小梅听到她的话, 笑了笑, 我公婆对我倒是还可以, 江小川不顾李广志在旁边的尴尬, 打量着江小梅, 确认对方没有撒谎, 这才放心, 随后她便对着江小梅大声地说道, 姐, 你管别人干嘛, 谁说你, 说明她那娘家没本事, 有本事自己也从娘家挖东西啊, 江小川的声音很大, 直接传入了堂屋里, 李母听到江小川的话, 淡淡地瞥了一眼大耳袭, 而李广志的大嫂则是冷哼一声, 江小梅看到江小川的动作也是一阵感动, 笑骂道, 行了你, 现在长能耐了, 听到她的话, 江小川眼珠一转, 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了, 难道我说错了, 随后转过身对着李广志说道, 姐夫, 别看我小, 就你这身板, 我一个打你两个都不费事, 李广志在旁边听得脸一黑, 被小舅子, 而且是这么小的小舅子说, 心里肯定不痛快, 江小梅也在旁边笑骂道, 行了, 给你姐夫留点面子, 姐夫, 你出来, 我让你见识一下, 没搭理江小梅的话, 江小川对着李广志说道, 随后便出了门, 几人疑惑地跟在后面, 江小川在院子里找了一下, 找到一块砖头, 便拿了过来, 此时李母和大儿媳也跟着出来了, 江小川看了几人一眼, 将砖头放在台阶的石头角落上, 垫起来一个角度, 喷, 江小川一掌落下, 砖头应声而断, 他拍了拍手, 在几人惊讶的目光中, 将砖头丢在角落里, 对着目瞪口呆的李广志说道, 姐夫怎么样, 你这身板筋的起我这拳头不, 李广志听到他的话, 脸上一红, 别说自己身体不好, 就是身体好的, 吃了这样的一拳, 也是难受得很, 江小梅的一句话, 解了他的尴尬, 放心好了, 你姐夫对我很好的, 不会欺负我, 以后谁欺负我, 我找你, 说完不忘瞥了一眼自己的大嫂, 被江小梅的目光看得有点心慌, 嘴里嘟囔着, 搞得跟谁没弟弟似的, 说完拉着儿子便进了屋里, 重新回到屋里, 江小梅这才将新衣服穿在了身上, 好暖和, 这下冬天不会太冻着了, 你们有没有, 江小和接过话说道姐姐, 都有, 连娘都有呢, 闻言江小梅点了点头, 随后看到包袱里还有一个盐水, 便问道, 小川, 你又给你姐夫配药了吗, 江小川点了点头, 是啊, 给姐夫又配了一点, 看着江小梅黑黑瘦瘦的身体, 随后对着李广志说道, 姐夫, 这次的药给我姐也喝点, 对水每次放一点点就行了, 别喝多了, 最后还不忘交代对方, 不要给别人喝, 要是让我知道你给别人喝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了, 李广志闻言小川, 这是要给你姐喝可以吗, 江小川点了点头, 没问题, 听到他说没问题, 李广志点了点头, 想到粮食的情况, 他便对着李广志问道, 姐夫, 你们村今年收成怎么样, 李广志苦笑的摇了摇头, 平均下来, 一人不到半斤, 江小川文言皱了一下眉头, 这下麻烦了, 现在吃食堂, 没办法送粮食给他们, 只能以后想到办法再说了, 不过好在对方年龄不到, 不用下地干农活, 而李广志也因为一直以来体弱多病, 所以暂时也不需要上工, 只是没钱拿了, 又聊了几句, 江小川便带着江小和离开了, 骑着车子, 江小川感觉脸上有阵阵失忆, 抬头一看, 居然下雨了, 虽然这雨连蒙蒙细雨都算不上, 但是确实下雨了, 等赶到家里的时候, 雨已经下大了, 不过还是蒙蒙细雨而已, 村子里人们都出来了, 江定中正站在路上看着天, 这老天爷终于下雨了,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知道这雨下不大, 果然, 下到晚上还是蒙蒙细雨, 雨也停了, 几个小时的蒙蒙细雨有什么用, 最多把地的表面湿润了一下, 不过江小川想到这雨不大, 但是下了几个小时, 山里应该的蘑菇之类的应该能有一些,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自己可不认识那些东西, 可别自己把自己给堵死了, 一日, 砰砰, 江小川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了, 意念扫过, 发现是江明武那小子和江定中家的铁弹和蓝蓝, 而且不远处还有几个小孩, 显然是准备一起过去的, 打开门江小川还没有说话, 江明武便着急地开口道, 小川, 我们去山上看看能不能采蘑菇, 你去不去, 去, 哥, 我们也去玩吧, 一道声音从屋里传来, 只见江小和一脸兴奋地说道, 随后倒着秦霄同样一脸的跃跃欲试, 他想了一下问道, 那蘑菇你认识吗, 江明武一脸嫌弃地说道, 怎么可能不认识, 就找以前吃过的不就行了, 你不会不认识吧, 江小川尴尬了一下, 自己不认识不是很正常吗, 随后他点了点头, 对着身后的两人说道, 想去玩那还不快点, 听到江小川的话, 两人立马跑去洗漱, 速度相当麻溜, 让对方等一会, 江小川也跟着一起回去了, 很快几人便提着篮子, 向着大山的方向赶去, 路上看到江定中正在组织这番地, 只见赶牛的把势, 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 但是却没有一鞭子落到牛身上, 江定中站在田间, 见一群人路过, 知道几人干嘛, 也没有阻拦, 不过还是对着几人吼道你们几个小家伙, 不要往深山里进, 那里面可是有狼的, 江明武甩了甩手里的篮子, 对着江定中吼道, 晓得了, 叔, 你还不放心我啊, 我会把铁蛋看好的,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笑骂道, 就你小子我才不放心, 随后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你帮忙看一下, 可别进深山了, 听到江定中的话, 江小川无语, 自己还没江明武大呢, 不过他还是回了一句知道了, 江叔, 江定中听到江小川的话, 这才转身去田里干活, 江明武见状嘟囔地说道, 明明我才是最大的好吧, 几人都在旁边偷笑着, 笑什么, 本来就是好吧, 而江小川则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几人笑笑闹闹地来到山脚下, 江小川正要抬脚进去, 江明武拦住了他, 走这里干嘛, 走那边, 说完指了指另外一条岔路,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有区别吗, 自己进山一直走的是这条路, 江明武偷笑着说道, 那条路都是石头, 往这边, 这边有点土, 还能顺带挖点野菜, 说完便带着众人, 向着另外一条路走去, 众人只能跟上, 江小川笑了笑, 野菜哪里不能挖, 非要进山, 搞不懂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过还是跟了上去, 一路行来, 确实比那边的树要密集一些, 江小川能耐再大, 也不可能能把整个山都给扫描了, 路上他们还看到了别的孩子, 都是一个村的人, 说闹几句, 便又分开了, 一路上众人时不时地能见到一些小的蘑菇, 都被一窝哄地抢着摘了, 而江小川三人跟在后面有点傻眼, 因为三人都不认识, 江小川和江小和之前的周家村附近并没有山, 而秦霄更是不认识, 他们估计除了木耳, 其他的都不认识, 不过很快, 江小和和秦霄便加入了其中, 管他的, 摘了再说, 而秦霄的动作更是让他头冒冷汗, 这丫头静挑好看的蘑菇彩, 可把旁边的铁蛋挤人笑坏了, 秦霄见状, 恼羞成怒地将带颜色的蘑菇给扔了, 学着众人的样子又高兴地踩了起来, 不过众人再快, 怎么可能快得了江小川, 感觉江小川在那里闲听信步的毫无目的, 但是没过多久, 众人就发现江小川的篮子里, 已经是别人的好几倍了, 铁蛋看着江小川, 惊讶地说道, 小川哥, 你怎么这么厉害,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我不是跟你们一样找的吗,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 好吧, 这人的运气还真没法比较, 江小川在附近一直用意念扫尸着四周, 防止发生意外, 中间还让他发现了一些毒蛇, 不过都被他收进了空间, 等一会再扔远一点, 他发现江明武引导着众人往一个方向去, 而且他也发现铁蛋正在那里偷笑, 没过多久, 他便听到江明武的呼喊声, 小川, 快过来, 江小川闻言也没有在意, 便走了过去, 江明武神秘往前指了指, 然后神秘地说道, 小川, 你看那底下是什么, 你挑开看看, 江小川顺着他的方向向前看去, 他的眼睛猛的一缩, 前面只是一个坑, 表面落满了树叶, 看不到什么, 但是他在他的意念下, 底下的东西已经浮现了脑海里, 头骨, 江小川假装不知道什么东西, 用树枝挑了一下, 只见一个圆鼓鼓的白色头骨浮现的面前, 周围的人都哀压一声四散开来, 只剩些铁弹和江明武两人, 说句实话, 以前看电视和小说提到的人骨头, 心里一点感觉也没有, 但是当面看到, 怕倒不至于, 但是心里还是感觉有点毛毛的, 江明武看着没有多少反应的江小川, 奇怪地问道, 你不怕, 江小川看到对方的表情, 美好气地翻了翻白眼, 感情就是为了特地吓唬我啊, 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你怕,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脸一红, 哽着脖子说道, 怎么可能, 我才不怕, 在旁边的铁弹看到江明武的表情, 笑得站不起来, 笑着对江小川说道, 小川哥, 你不知道,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的时候, 吓了一跳, 小五他还差点呜呜, 铁弹的话, 还没有说完, 便被江明武给捂住了嘴巴, 威胁道, 不准说, 不然下次再也不带你玩了, 铁弹听到他的话, 嘿嘿一笑, 不过也没有再接他的短, 江小川笑着摇了摇头, 农村孩子胆子是大, 但是对于这些东西, 心里还是会害怕的, 对着两人说道, 行了, 我们换个地方吧, 随后他准备弄点树叶, 把东西盖起来, 不过他的动作一顿, 因为他看到那个头骨的后面有一个小孔, 而且里面还有一颗生锈的疙瘩, 应该是中枪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想了一下, 他意念一动, 向着坑里散去, 坑底的情况吓了江小川一跳, 因为坑底还有许多的白骨, 至少有几十具, 江小川没有说话, 默默地用树叶将头骨盖了起来, 众人这才向着别的地方继续寻找, 很快, 几人的篮子里都满了, 这些东西看着挺多的, 但是这满满一篮子晒干了, 最多也就一两斤重, 感觉差不多了, 众人将东西全部放在一起, 江里面的蘑菇又挑了一遍, 确认没有毒蘑菇或者分不清的蘑菇, 这才向着村里回去, 走在路上, 江小川不着痕迹地对着江明武问道, 小五, 之前那个骷髅, 你没告诉江叔他们?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 不在意地说道, 别说这山里了, 就是别的地方见到这东西, 有什么奇怪的,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点了点头, 也是, 现在是什么年代, 不像后世, 发现一个立马会报警, 来到村部, 江明武让放下一小半的篮子, 随后带着剩下的篮子去了村部, 没过多久, 便回来了, 然后将东西每人分一分, 每个人有小半篮子的, 江小川见状问道, 这个不要全部给食堂吗? 江明武不在意地说道, 不用, 大部分给食堂就行了, 留一点, 但是不要到处乱说,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想着, 难道这是什么潜规则? 不过, 他没有问太多, 毕竟对方比自己更熟悉村子, 踢着篮子, 带着两人便回去了, 回到家里, 他想到之前的那些, 带着弹孔的枯骨, 感觉不太对劲, 难道附近打过什么大仗? 那也不至于埋在山里啊, 心里总感觉有点好奇, 想去看看, 看着正在整理蘑菇的两人, 江小川对着两人说道, 小和, 你们两个在家里, 不要乱跑, 我出去有点事, 随后又交代了一句, 一会蘑菇整理好了, 记得藏柜子里, 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 江小和和秦霄听到他的话, 立马点了点头, 从屋里推出自行车, 准备出发, 看到角落里的四小, 他想了一下, 吹了一个口哨, 四小便跟了上来, 那么多骨头, 看着还是有点发毛的, 带着四小不会那么瘆人, 快两个月的时间, 四小已经长到快二十斤了, 幸好江大爷没有看到过, 不然眼珠都得突出来, 四小有一点好, 没有江小川的允许, 不会到处乱跑, 骑着车, 来到山脚下, 将自行车收了起来, 这才向着山里走去, 他没有将四小收起来, 四小一直没有进过大山, 这次也让他们放纵一下, 一路没有停留, 很快便来到了之前的位置, 打量了一下四周, 坊间一直都有传闻, RB人以前在全国建造了很多基地, 有的是军事基地, 有的是搜刮明知明高的藏身之所,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应该离这里不会太远, 意念开启, 在附近不停地探寻着, 找了好一会, 仍然一点发现都没有, 重新回到原地, 他向着山上看去, 感觉山上也是有可能的, 他便朝着上山的方向走去, 四小则是跟在后面到处乱窜, 欢快得不得了, 不过因为时间比较久远, 已经没有路来指示了, 只能不断地摸索着, 一路走去, 终于在靠近山体的位置他有点发现,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山体经过常年的雨水冲刷, 和各种杂草的生长, 已经很难看出端倪, 但是在他的意念下, 这些都无所遁形, 意念扫过在山体一米高的位置, 他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洞, 洞里有一个铸铁的拉环, 不过此时, 洞口已经被泥土封堵了, 上面还长满了杂草, 将里面的泥土弄掉, 露出已经生锈的铁环, 看着眼前的铁环, 他犹豫了, 这个要不要拉,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动静, 随后想到, 自己不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吗? 一咬牙, 用力地拉了一下拉环, 只听山体里传来轻微的震动, 但是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等了几分钟, 咔嚓, 突然江小川步远处, 一块巨石, 缓缓地向外撑起, 没过多久, 一个宽两米, 高三米左右的黑洞, 出现在江小川的眼前, 看着黑漆漆的洞口, 还是有点瘆人的, 阻止了想进去的四小, 这常年没有通风的地方, 先不说有没有毒气, 氧气肯定是缺少的, 虽然闻着味道感觉没什么, 等过了十几分钟, 正准备等待下去的江小川, 意念感受到了一点不一样, 空气向着洞里流动着, 而且速度还很快, 看来这洞里应该有通风口, 也是, 没有通风口, 里面也没有办法带人,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等来十几分钟, 这才向着洞里走去, 没有灯, 但是在他的意念下一览无余, 石壁两侧都是凿过的痕迹, 但是里面还是比较干燥的, 向着里面走了快五十米, 这才到达一个空旷的地方, 因为意念有限, 所以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 感觉这样很不舒服, 他闪身进了空间, 找了几根木棍, 弄了点棉花, 用布包在棍子上, 然后弄上猪油, 做了四根简易的火把, 这才出了空间, 火把出现, 立马照亮了空间, 只见眼前一个大约两千个平方的大厅出现在眼前, 高大概有四米高, 大厅地上摆满了一个个箱子, 目测一下大概有几千箱, 两侧有几个凿出来的小房间, 应该是给人休息用的, 四周和顶上还有很多的电线以及灯泡, 刚刚进来的门口角落里还有一个发电机, 应该是柴油的发电机, 上面写着一些RB文, 反正他也看不懂, 不过他没有去弄发电机, 一个是他不会, 还有一个是他还没想好这个地方怎么处理, 万一以后要是上交了, 这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 一会自己怎么发现拉环的事也得处理一下, 否则是货不是福, 拿着火把, 沿着箱子一路用意念扫过, 越看越惊讶, 步枪, 轻机枪, 盒子炮, 还有一箱箱子弹以及手榴弹, 至于剩下还有一些自己只能叫出大概的的称呼, 当看到手榴弹的时候, 他头皮抹了一下, 在这干燥的地方, 万一出点事, 那可就完蛋了, 步枪他倒是认识, 以前电视里经常放过的三八大概, 盒子炮也就是一种手枪的称呼, 机枪他倒是不清楚, 反正各种机枪放一起, 他只知道是机枪, 型号啥的完全不知道, 转悠了一圈, 发现除了这些武器, 没发现什么好东西, 最后还是没有让他失望, 终于让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箱子, 意念扫尸下, 发现里面全是黄金, 没有洞箱子, 将里面的黄金全部都收进了空间里, 至少这样看来, 这里只是放了两个空的箱子, 站在这些箱子前, 他还是决定收点东西放进去, 男人没几个不爱枪的, 就算用不上, 留着也挺好的, 手枪, 步枪各收十几把, 机枪只收了两把, 不过子弹倒是收了不少, 收了十几箱, 最后他想了一下, 还是收进去一箱手雷, 这些东西都被放进了静止空间, 他可是怕这玩意不小心炸了, 只收了东西, 箱子没有动, 东西收好了, 他这才打量着石壁两侧的房子, 不过他没有进去, 用意念一个个扫过, 发现除了一些被子和洗漱用品, 没有什么东西, 看样子像是士兵的宿舍, 当他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屋子的时候, 在里面还是发现了一些东西, 除了一些日用品, 还发现了一些文件, 以及一个笔记本, 这些都是RB的文字, 他也看不懂, 但是, 在里面一张纸上, 写着一列列的中文, 赫然是一些人的名字, 不明白这份名单什么意思, 但是这份名单应该很重要, 不过这些都不是他能碰的, 回想了一下之前的所有动作, 确认没什么遗漏, 这才走出了石洞, 咻, 站在门口一声哨声响起, 没多久, 四小便从里面冲了出来, 见四小出来, 他这才拉洞拉环, 石壁缓缓地缩了回去, 但是此时, 从外界已经能看到明显的痕迹了, 他打量着这个被自己挖过的洞, 这一洞怎么被发现的, 该怎么解释, 兔子洞, 野鸡窝, 都太扯淡, 很容易被人发现, 泥土肯定不能少, 又要找到自己挖洞的理由, 那只有一个了, 不知道能不能糊弄过去, 他闪身进入了空间, 防止四小到处乱跑, 将四小也收了进来, 来到空间, 肉腾都挖了一颗十几年的人参, 和五颗小的人参, 虽然这些人参, 现在自己一直在用空间泉水浇灌, 几颗大的人参, 已经结果一次种子, 现在小人参又增加了四五十颗, 但是大的就那么几颗, 不过最多半年, 十年人参便会多了起来, 出了空间, 掐断几根根须, 将根须用意念塞进了之前挖下的土里, 又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丢了一点小人参的根须在泥土里, 又反复确认了几遍, 感觉没有问题了, 这才停手, 进入空间, 洗了手, 这才兴奋地取出一把油不包着的手枪, 打开以后, 仍然是崭新的, 枪体上仍然有一些保养油, 摸索了半天, 这才知道怎么使用, 啪, 将小川对着空间壁垒开了一枪, 只见子弹飞速地飞向空间壁垒, 但是却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给挡住了, 随后无力地落在了空间的地上, 又试了是步枪和机枪, 子弹打了好几缩, 这才心满意足地收进静止空间里, 拿出之前收进来的黄金, 全是大黄鱼, 点了一下, 足足有二百块, 一箱一百块, 有了这些黄金, 下次去贺老家, 就算不能全部换了, 也差不了多少, 弄好一切, 吃了点东西, 这才闪身出了空间, 然后带着四小向着家里赶去,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江小川在想着怎么说, 和谁说, 江定中, 成峰, 或者赵启年, 成峰拉上关系, 其实也挺不错的, 至于赵启年, 不太合适, 想了一下, 现在除了江定中, 好像没什么适合的人选了, 而且越过他找别人的话, 也不太好, 想到这里, 他便起身向着田里走去, 来到田间, 看到江定中正在干着农活, 他便对着江定中喊了一句, 江叔, 你过来一下, 有事找你, 江定中正在干着活, 听到有人喊自己, 抬起头发现是江小川, 便吼了一句, 没看我正忙着吗, 有事直接说, 江叔, 出大事了, 你赶快过来, 没骗你, 江定中皱了一下眉头, 随后放下农具, 向着江小川走来, 来到近前, 江定中美好气地看着他, 你小子又想干嘛, 能不能安生一点, 之前给我弄的甘蔗种子呢,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江叔, 甘蔗的事, 咱们先放一下, 明年开春再种吧, 他们说, 冬天不适合种, 我找你有重大的事情,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快点说, 于是, 他便将事情发生的经过说了出来, 在江定中快要不耐烦的时候, 江小川说了一句, 我发现一个山洞, 里面有很多武器,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惊, 赶忙问道, 真的假的, 你小子可不要骗我,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听到江定中的话, 江小川翻了翻白眼, 说道, 江叔, 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吗? 真的假的, 带你去看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江定中想了一下, 一脸严肃地说道, 赶快回去, 把你车子骑过来, 江小川闻言, 立马向着家里跑去, 没一会便骑着车子过来了, 江小川停下车, 对着江定中说道, 江叔, 你骑车带我, 江定中二话不说, 上车带着江小川便向着山里行去, 在山脚下把车子停好, 两人便向着山里直辈去, 来到地方, 江小川正要去拉铁环, 耳边传来江定中的声音, 等一下,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疑惑地看着他, 江定中透过洞口已经看到拉环, 此时他已经确定, 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了, 先别动, 我们先回去, 江小川疑惑地问道, 江叔, 来都来了, 不进去看一下吗? 江定中看了他一眼, 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件事很大, 我先去市里通报一下, 这里的痕迹都不能动, 你小子最好说的是实话, 否则就麻烦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惊, 回想了一下, 感觉没问题, 这才笑着对江定中说道, 江叔, 本来就是, 我进去看了一下, 可是什么都没动, 听到他这样说, 江定中这才放下心来, 赶忙向回赶去, 他得赶快去社里, 回到村子, 江定中来不及去取村里, 那辆唯一的自行车, 把江小川丢在家门口, 骑着自行车便向着公社赶去, 江小川见状耸了耸肩膀, 回到家里, 见江小和两人正期待地看向自己, 古墨江定中一时半会地回不来, 他笑了笑, 对着两人说道, 你们先等着, 一个小时后, 记得去老地方, 江小和听到哥的话, 高兴地说道, 好的, 哥, 你去吧, 一会我们偷偷过去, 提着之前摘的蘑菇, 便向着河边走去, 来到地方, 他便进了空间, 先闷一锅大米饭, 处理了一只野鸡, 将蘑菇清洗了一些出来, 弄了一个小鸡炖蘑菇, 打量了一下空间, 过几天, 自己做点酸菜, 弄的酸菜鱼也是不错的, 随后拿出了一只王八, 处理了一下, 一碗红烧甲鱼便出来了, 又炒了一个青椒炒鸡蛋, 出了空间等了一会, 两人便来了, 两人习惯性的没有问什么, 直接开吃, 不过, 江小川发现, 秦霄对着红烧甲鱼吃个不停, 上次也是如此, 看来他比较喜欢吃鱼类的, 吃完饭, 江小川这才带着心满意足的两人离开, 回来的时候, 正好赶到吃饭, 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但是三人真的吃不下了, 只能少打了一点, 吃完饭, 江定中都没有回来, 本来以为最快明天才能有结果, 没想到凌晨就有人敲门, 江小川打开房门, 看到的是一脸疲惫的江定中, 而不远处还停着两辆军车, 旁边站着两名身着军服的中年男子, 而附近还有一些村民也被吵醒了, 见识军车都没敢上前, 江定中一脸严肃的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 一起去山里, 随后对着村民喝道, 都别看了, 赶快回去睡觉, 众人这才散去, 江小川见状便跟了出来, 和江定中上了卡车后面, 此时, 车厢里正坐着一群鹤枪实弹的人, 年龄差距很大, 大的有二十好几, 小的也就十七八岁, 众人见江小川两人上来, 自觉地让了一点空间, 但是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车子停在山脚下, 只见这群人拿出了一些仪器, 便朝着山里行去, 来到地方, 之前一直没有说话的两个带头人, 其中一人这才开口, 你叫江小川,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江小川便将之前和江定中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对方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对着后方示意了一下, 后方便走出两个人, 打着超亮的矿灯, 取走了带有人身根须的泥土, 又在附近反复搜索检查了一遍, 这才来到拉环的位置, 用力一拉, 等来一会, 石门这才缓缓打开, 之前拉铁环的人, 来到带头人身边, 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 对方脸色不变, 轻轻点了点头, 但是这一切都被江小川听到了, 对方说的是, 这个石门拉力很大, 一个小还拉不动, 听到这里, 江小川笑了笑, 没有说话, 随后两人便打着矿灯, 一路检查过去, 连地上的灰尘也检查了一遍, 对方对着江小川说了一句, 这里有动物的痕迹, 你带动物过来了? 江小川闻言, 知道他们说的是四小, 这个山洞里落满了灰尘, 有脚印很容易被发现, 他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当时我带了我家的四条狗过来, 两人相视一眼, 点了点头, 来到大厅的位置, 两人又给众人画了一块地, 让众人不要走动, 这才带队一点一点的检查起来, 首先检查的就是柴油发电机那里, 确认没有问题, 这才试着发动, 不过没有发动起来, 返回外面, 提着一桶油进来, 给机器加了一点油, 又试着发动了一下, 终于发动起来了, 江小川在旁边嘖嘖撑齐, 别说, 这小鬼子的东西质量还真的挺好的, 一二十年了还没有坏, 没多久, 这个大厅便灯照的通亮, 几人在所有的东西上都检查了一遍, 这才返回, 对着那个领头人说道, 没有动过的痕迹, 领头人点了点头, 转身对着江小川和江定中说道, 辛苦了, 你们先回去吧, 剩下的是交给我们了, 不过你们也不要离开, 明天肯定会找你们的, 小练, 送他们回去, 说完, 对着旁边的一位士兵说道, 江定中点了点头, 便带着江小川离开, 江两人送了回去, 对方便离开了, 江定中对着江小川说道, 赶快回去睡觉吧, 都这么晚了啦, 江小川点了点头, 便向着自己家里走去, 回到家, 江小川拿出那几颗 已经洗干净的人参, 确认没有问题便倒头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江小川又被人敲醒, 前来的还是之前的两个带头人, 之前一直没有说话的一人, 对着江小川笑着说道, 能不能进去说, 江小川见状点了点头, 两人便跟着进来屋子, 那人开口说道, 我这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下, 江小川说道没关系, 问吧, 你认识草药? 是的, 和公社的田大夫学的, 这件事也很好确认, 他也不担心, 之前挖的人参在哪里,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回屋里, 把那几颗人参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示意了一下, 对方起几颗人参打量了一下, 从上面取了几颗人参须, 又将东西还给了江小川, 没有在意这颗珍贵的人参, 随后又问道, 你是怎么拉动那个拉环的? 江小川闻言笑了笑, 我力气大, 随后对着对方伸出了右手, 对方愣了了一下, 随后笑着, 同样伸出了右手, 和江小川握了起来, 感受到手上传来的力道, 对方倒顿时眼睛一亮, 松开手后, 对着江小川问道, 小子, 学过舞? 江小川轻轻点了点头, 心里也在想着, 还是太小了, 比不上这些专业训练过的人, 旁边的人见状, 奇怪地问道, 常青, 什么情况? 顾常青对着旁边的人说道老赵, 你试一下, 赵爱军听到他的, 对着江小川伸出了手, 说道, 小子, 是不是力气很大? 江小川见状, 只能又将手伸了出去, 用了全力, 赵爱军感受到手里的力道, 心里一阵惊讶, 这比没有锻炼过的成年人差不多了, 松开手后, 他像发现宝贝一样, 两眼放光地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子, 有没有兴趣当兵? 江小川有点异动, 不过马上被他否决了, 那样的生活太过枯燥, 限制又多, 他不太喜欢, 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让江小和去也可以, 反正他不太喜欢去, 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 没想过, 而且我还小, 赵爱军听到他的话, 一脸的可惜, 这可是好苗子啊, 在旁边的顾常青对着江小川说道, 行了, 情况基本都已经了解, 我们就先走了, 江小川点了点头, 将两人送到门口, 走之前顾常青对他说道, 这次回去需要审核,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这算是立功了, 说完便上车离开了, 江小川没有在意, 估计除了一张奖状,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既然被吵醒, 他也就没有继续睡了, 现在大人都回来了, 所以现在, 他也就是偶尔才会去一下田里, 等江小和和秦霄两人都起来, 带着两人向着田间走去, 现在太小的孩子虽然不要下地, 但是他们还是有任务的, 那就是挖野菜, 摘红薯杆,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换公分的, 虽然没有多少, 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村里的劳动力都要定公分, 比如一个合格的男劳动力, 干满一天是十个公分, 妇女算八个, 没有成年的小孩子不达到年龄, 是没有办法定公分的, 所以达到适龄的孩子要去定一下公分, 定下来以后不管你做多做少, 都是按照这个公分来算, 比如这次交公粮卖出去的粮食, 得到的钱, 年底的时候将一些开支预留下来以后, 每个公分多少钱, 到时候就可以按照公分领钱, 这也是后期不吃大食堂的时候, 分粮食的算法, 不过会有一些特殊时间和特殊事情, 是算成公分的, 比如打猪草或者之前秋收的时候, 孩子干活就可以算一部分公分的, 现在的孩子又没有事做, 除了玩就是玩, 多浪费粮食, 下地干活挣不了几个公分, 又累, 还不如干一些这些孩子的老本行, 打猪草和挖野菜之类的, 现在红薯收了, 红薯叶子暂时够这些猪吃了, 也不用去打猪草, 所以就需要孩子们把红薯叶子去叶子去腾腕, 留下红薯杆晒干, 这样以后可以保存很久, 至于剩下的红薯藤和叶子就全部留给猪, 做猪食了, 来到地方, 一群孩子在那里拉着红薯藤, 将红薯杆用指甲掐了下来, 夏天里干活, 孩子们一般都不愿意, 但是这个掐红薯杆还是可以的, 好吧, 其实也是被爹娘逼过来的, 江小和来到以后, 直接就跑到胡子那里去玩了, 秦霄则是跟在江小川的后面, 来到江明武的旁边, 江明武看着姗姗来迟的江小川羡慕地说道, 小川, 还是你好啊, 能拿到城里的抚恤金, 干不干活都行,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笑了一下, 说道, 你这话可别让你爹听到了, 否则得把你屁股打开花, 江明武听到他的话, 左右看了看, 尴尬地笑了笑, 这不是在这儿自己爹吗, 江明武想起早上路过的汽车, 看了看江小川说道, 小川, 听说你在山里发现一个以前鬼子的军事基地, 江小川愣了一下, 怎么传得这么快, 随后想到这事也瞒不了多久, 这要是被有心人听到的, 那得出事的, 他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江明武不在意地说道, 我来了, 就听他们在说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点了点头, 不过没有在意, 就算真的来了, 自己也不担心,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看来最近还是不要让两个小家伙离开自己太近了, 大人们正在田里忙碌着, 现在只能种一些冬小麦和油菜了, 江小川看了一眼, 田头放着的一袋子麦种和一袋油菜种, 自己空间里的种子已经算是改良过的优良种子了, 就是不知道抗旱能力怎么样, 想了下, 他还是用意念, 将袋子里的麦种给换成了空间里的麦种, 至于油菜, 他没有动, 虽然他知道未来的干旱会持续很久, 导致很多地方的麦子都是瘪的, 面粉都打不出来多少, 但是还是想试一下, 要知道有断食期, 那时连麦夫子都没得吃, 弄好之后, 他便继续摘它的红薯杆, 没过多久, 田头传来了一阵惊讶声, 哎, 定中, 快过来, 吃一种子怎么不对劲啊,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心里暗叹, 不愧是常年和粮食打交道的人, 这么快, 就感觉到异常了, 正在干活的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赶忙小跑了过来, 这种子要是出事, 那问题可就大了, 来到近前, 他看了看种子, 感觉就是有点问题, 但是说不出来什么, 便说道, 出什么事了, 我也感觉不对劲, 但是说不上来, 对方听到江定中的话, 将自己手里还剩余的一点种子, 放到他的面前, 随后又从袋子里抓出来一把麦子, 放在一起, 对着他说道, 看出来了吧, 这麦种子怎么大了一圈, 江定中这才反应过来, 这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立马就能感觉出来差异, 随后他对着旁边的一人说道, 栓子, 这麦子是你们拿出来的, 旁边的栓子听到他的话, 挠了挠头茫然的说道, 是啊, 不就拿出来这一袋子吗, 江定中奇怪地说道, 难道筛选种子的时候, 这一袋是大的, 现在的种子, 都是每次收获后筛选出来好的种子, 虽然现在有农技站, 但是实际上, 农民还是习惯了用自家留的种子, 江定中疑惑了一下, 也就没有多想, 谁会想到两种会被调包, 随后便对着看热的几人挥了挥手, 说道, 行了, 赶快去干活, 大惊小怪的, 这是好事, 也不怪几人重视, 现在的两种可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初遥事就麻烦了, 这可是关系到全村人的口粮, 江小川在奇怪, 山里那么大的事, 江叔怎么还在干活, 不应该去配合一下吗? 他在想着, 当初要是告诉江定中, 让他不要声张就好了, 现在弄得全村都知道了, 中午吃了饭, 他假装溜达着, 来到村子的村部的后面, 意念展开, 仓库里的情况静在眼中, 一堆玉米放在那里, 这些就是村里的口粮了, 红薯不在里面, 应该是放在地窖里了, 旁边堆着一大堆袋子, 里面放着都是挑选出来的种子, 大概有八九千斤, 八九千斤听着挺多的, 一亩地需要十几斤的种子, 这些种子只够重六七百亩地的量, 今年干旱, 收成本来就不好, 连江定中预期的一百多斤都没有达到, 只有九十多斤左右, 这样的话, 种子就占了收成接近两成, 不像后世动不动就是一千多斤的收成, 二十斤的麦种真的毛毛鱼,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意念一动, 袋子里的麦种被它全部替换成了空间里的优良麦种, 它还看到旁边放着几个袋子, 里面放着比较干瘪的麦子, 这些麦子它没有动, 因为这些应该是留着快过年的时候, 磨成面粉给村里人尝尝味道用的, 至于经常吃, 想多了, 一连几天, 它担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村里的卡车也已经全部离开了, 没有再来过, 江定中组织人将那些遗骨都收敛了起来安葬了,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也没办法核对身份了, 不过根据推测, 应该是附近的乡亲们, 小川哥, 能不能带我去一下县城, 秦霄看着江小川悠悠地说道, 看到秦霄的表情, 江小川知道, 他应该是担心秦老爷子了, 看着对方祈求的表情, 他点了点头, 说道, 行吧, 那一会, 我们去县城看看, 顺便去玩一会, 而在旁边的江小和, 则是在竖着耳朵偷听呢, 听到哥哥的话, 立马开始傻笑起来, 江小川看见对方的表情, 没好气地说道, 行了, 别装了, 又没说不带你去, 江小和听到他的黑黑一笑, 可惜,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推着车, 还没有走出村子, 就听到前方拖拉机的声音, 听到声音, 村里的小孩们都跑了出来, 一般有拖拉机来, 肯定有重要的事, 车子缓缓地进了村子, 车上下来几人, 淡蓝色的干不服, 他还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是江定中的, 还有一个居然是县派出所的乘风, 众人下来以后, 江定中对着一个带头人的模样说道, 王星号星号, 这就是江小川, 对方瘦瘦的, 带着一副老式眼睛, 听到江定中的话, 对方快步走到江小川的面前, 伸出了双手, 江小同志啊, 感谢你, 发现了那个地方, 有些事情不方便说, 但是里面的东西很重要, 你这次是立功了, 我们此行代表, 信号里是来感谢你的, 江小川看着被握住的手, 有点尴尬地说道, 没什么,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也有江叔的功劳, 说完看了一眼江定中, 江定中笑了笑没有说话, 对方也没有多说什么, 慰问了几句, 便对着身后的一人说道, 快, 把奖状拿出来, 身后匆忙走出来一个人, 拿出一张纸递给了他, 接过奖状, 打开后递给了江小川, 随后说道, 小同志, 这个是因为你的贡献, 给你颁发的立功奖状, 收好了, 江小川接过奖状, 打开看了一下, 果然和自己心里想的一样, 一张奖状, 不过对方后面说的话, 让他眼前一亮, 鉴于小川同志的立功表现, 决定给予小川同志, 你一个正式功的名额,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愣了一下, 自己这么小, 要招功名额有啥用, 都不知道啥时候的事了,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问了一句, 这个招功名额有时间限制吗, 对方文言想了一下说道, 理论上是没有, 但是越快越好, 不然只能等了, 你这边确定好了, 到县里报到就行了,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点了点头, 随后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鼓励了江小川几句, 便和江定中打了个招呼离开了, 众人离开后,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没有离开的陈锋, 说道, 陈叔叔, 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离开, 陈锋文言说道, 他们比较忙, 先回去了, 我还有事找你, 说完一脸的严肃的看着他, 江定中也在旁边一脸的严肃, 江小川见状愣了一下, 心想是出什么事了吗, 他打发走一脸忧怨的秦销和江小和, 对着两人说道, 走, 去家里说吧, 陈锋点了点头, 而江定中则是去打发附近的孩子去了, 江小川带着陈锋刚刚进屋, 江定中便跟了过来, 将前院和堂屋的门都关了起来, 看到对方的动作, 他狐疑地看着江定中问道, 江叔到底怎么了, 弄得神神秘秘的, 江定中文言示意了一下陈锋, 陈锋见状对着他说道, 先不说那个事, 等会再说, 小说另外一件事吧, 是这样的, 现在县城里空出来很多位置, 有一个位置倒是不错, 就是县里的供销社, 你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个位置可是很抢手的, 动作快点应该没多大问题, 江小川文言估计和那份名单有关系, 而且这么多年了, 肯定也是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了, 想到了什么, 他对着陈锋问道, 陈叔叔,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以临时工的名义先坐着, 等到了年龄再转正, 陈锋文言愣了一下, 你这年龄到转正可是要很久的, 这工资差距可就大了, 听到陈锋话里的意思, 就是没有问题了, 他便解释了一句, 陈叔叔, 我想让我姐姐去, 他现在十五岁, 明年就十六岁了, 那时候应该可以转正了, 陈锋文言点了点头, 毕竟这样做的也不在手术, 这年代为了照顾老同志, 很多都是孩子顶父母的班, 问题应该不大, 那你要尽快, 不然慢了可就没有了, 将小川文言这才放下心来, 陈叔叔, 那我如果让我姐姐去供销社的话, 怎么去, 是直接过去找人吗, 这些我都不懂, 陈锋文言想了一下, 说道, 这样吧, 我回去的时候去提一下, 至于怎么安排, 还得看他们的, 听到他的话, 将小川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陈叔叔了, 他也能理解, 毕竟不是一个体系的, 而且, 对方能帮自己提一下, 这已经是大人情了, 随后便问道, 陈叔叔, 还有什么事, 直接说吧, 陈锋文言沉思了一下, 说道, 这事不能说太多, 涉及到的事实比较多, 也不能多说, 你只需要知道, 有一个人逃跑了, 和山里的事有关, 这人四十多岁, 身高一米七, 面向上不好形容, 反正很平庸, 而且, 这个人受过专业训练, 很危险, 你平时不要到处乱跑, 注意点安全,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愣住了, 自己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人不怕明的, 就怕暗的, 看来自己这段时间, 得小心点了, 不过他还在想着, 最好直接来找自己, 一次性解决了, 陈锋见对方不说话, 便安慰道, 你也别太担心, 现在我们正在到处抓捕他, 江小川文言, 也是很感激, 陈叔叔, 谢谢你了, 我会小心的, 陈锋文言点了点头, 不用太客气, 那我就先回去了, 江小川想起来, 对方没骑车, 便对着他说道, 陈叔叔, 我们也准备去县城, 要不你带着我们一起去吧, 随后不好意思的说道, 就是人有点多, 三个小孩, 陈锋笑了笑不在意的说道, 就三个小孩而已, 没事, 你那大干车能带动, 你小子一点也不知道轻重, 都什么时候了, 出了事情怎么办, 旁边的江定中文言喝道, 江小川尴尬了一下, 毕竟对方也是好意, 他便解释了一句, 江叔, 我带秦销去看看, 他家事办好了没, 如果弄好了, 他准备回去了, 随后又说道, 江叔, 这不是有成叔叔在吗, 这大白天的,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吧, 江定中文言想了一下说道, 那你弄好了, 赶快回来, 等过段时间会好点, 江小川文言赶忙答应, 送走了江定中, 他这才叫回来两个小家伙, 乘风便骑着车带着三人, 向着县里出发了, 三个人不可能都坐后面, 他可不愿意坐前面, 屁股搁得生疼, 江小和非要来, 那只能江小和坐前面了, 来到县城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了, 车子停在一片房区停了下来, 江小川打量了一下, 这是一片六层楼的桶子楼, 有点像后市里的员工宿舍一样, 这应该是单位分配的, 乘风对着江小川说道, 现在也快到吃饭的点了, 也别到处跑了, 先去我家吃了饭, 再去办事吧,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赶忙拒绝道, 不用了成叔叔, 我们自己想办法就行了, 乘风笑着说道, 你忘记了, 我还要去给你问问工作的事情, 江小川犹豫了一下, 这让人帮忙办事, 提都提了, 拒绝也不好, 不过一想到自己这三个小子过去, 得吃掉多少东西, 如果成风家里有几个人上班还好点, 万一对方是一个人上班的话, 那家里的压力也大, 现在他们这个领导, 也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 成叔叔, 那这样吧, 饭我们就不吃了, 等下午, 我们来找你好了, 到时候, 成叔叔, 你再带我过去, 成风听到他的话, 也就没有再推辞, 自己家是两个人上班, 但是三个孩子压力确实不小, 而且现在媳妇肚子里, 又怀了一个, 成风指着二楼的角落对他说道, 看到没, 那个角落里的房子, 就是我家, 下午来的时候, 直接过来就行了, 顺着他所指的方向, 他看了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行, 那成叔叔, 我们就先走了, 成风点了点头, 便进去了, 和成风告别后, 江小川便带着两人, 向着之前情消住的地方赶去, 他现在奇怪一件事, 现在城里的房子, 都是城里户口才能住, 城里房子, 除了之前家传的房子, 所有过来的人, 房子都是要分配的, 不是说你想盖就盖的, 也不是说你想住就能住的, 而且在城里, 你要是没有户口, 就没有粮食关系, 粮食关系, 就是平时买粮食用的粮本, 上面有每个人的定量, 没有粮本, 你连买粮食的资格都没有, 完全靠粮票不限时, 而且粮票也是单位发的, 难道秦老头, 还有县城的户口, 想到这里, 他便对着秦霄问了一句, 秦霄, 这你和秦老爷子住的院子, 是你们的吗, 你们有县城的户口, 秦霄听到他的话,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 只是后来和我爹他们离开了, 这两年才回来的, 江小川闻言点了点头, 只要有两本, 有钱, 那生活就没有问题了, 来到院子前, 看着紧闭的大门, 秦霄一脸的失望, 江小川打开了院门, 门上也没有锁, 就是用一个绳子系了起来, 这让江小川想到, 难道不怕禁贼? 不怕纠占雀巢, 不过现在邻里都相识, 不认识的还真不敢住进来, 至于家里的东西, 秦老头那个老贼头怎么可能不藏好, 想着还没有吃饭, 江小川对着两人说道, 你们先等一下, 我去买点东西吃, 现在城里还是能找到卖吃的, 所以这个借口也能用用, 出了院子, 他骑着车便离开了, 找到一个角落, 他便闪身进入了空间, 不能弄太好的东西, 他想了一下, 做几个玉米饼子吧, 糊了一点玉米粉, 放了一点点青菜和盐, 这才开始在锅里做起来玉米饼, 没多久一个个玉米饼便做好了, 尝了一口, 干的玉米饼吃起来还好, 不像稀饭那样卡嗓子, 可能是嚼得比较细吧, 做了六个饼子, 一人两个, 这才收拾一下出了空间, 回到院子里, 秦霄正在堂屋里擦着桌子, 将小川姜饼放在擦干净的桌子上, 对着两人说道, 秦霄, 老爷子还没回来, 你擦了有什么用, 过几天又脏了, 别弄了, 先吃东西, 秦霄文言收起抹布, 洗了手, 这才低声说道, 万一这几天爷爷回来了呢, 就不用他忙了, 将小川文言不再说话, 拿起了玉米饼, 开始吃了起来, 至于江小和哪里还用招呼的, 早就开吃了起来, 哎, 哥, 感觉这玉米饼吃起来还可以啊, 比稀饭好吃多了, 秦霄也在旁边指点头,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笑了笑没有说话, 六个饼子, 他做得比较薄, 但是挺大的, 三人一共只吃了四个饼子, 就吃不下去了, 吃好了饭, 陪着秦霄江家稍微收拾了一下, 便向着乘风家里赶去, 而此时的江台村, 因为江小川的那个工作名额, 可是炸开了锅, 都在意润纷纷, 而此时, 江明武一脸忧怨地看着自己的娘, 娘, 你打我干嘛, 江明武的老娘叫李爱英, 和江小梅的婆家是一个村子的, 李爱英听到江明武的话, 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你小子, 那么多的骷髅在那里, 肯定是出大事了呀, 你怎么不知道找一找, 要是你找到了, 那这工作名额不就是你的了吗, 你也可以先去做临时工, 等到了年龄不就可以转正, 那可是吃上了商品粮, 想到这里他心里一气, 用手拐又敲了一下江明武的头, 江明武见状立马掉头就跑, 临走的时候还嘟囔着, 我又不是没告诉你们, 你们说哪里没有死人, 听到他的嘟囔声, 李爱英就要拿起条肘追他, 不过也就做做样子而已, 旁边李爱英的丈夫江定山笑了笑说道, 行了,你打孩子干嘛, 再说了, 那个东西放在那里那么多年, 都没人发现, 说明那是人家小川运气好, 李爱英文言叹息了一下, 我这不是感觉可惜吗, 而此时江家大院里, 也因为江小川工作的名额热闹了起来, 来到家属楼江车子停好, 他便带着江小和两人向着乘风家里走去, 走进院子, 一群大妈和小媳妇正在晒着太阳, 聊着天, 基本上每人手里都有一个针线活, 现在天气转冷, 不上班的妇女和老太太们都会把之前的好鞋底, 拿出来做鞋子, 有条件的弄点棉花, 没条件的弄点碎布, 小朋友, 你们找谁啊? 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江小川三人便警惕地问道, 要知道这年底间谍还是有的, 而且因为这座家属楼的特殊性, 消息渠道特别广, 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基本都知道了, 虽然江小川等人年龄比较小,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 江小川健壮无奈地说道, 阿姨, 我们是找成风叔叔的, 中午的时候来过, 刘大姐, 行了, 这几个小子, 中午的时候我看到过, 和小成一起回来的, 旁边一位大妈一边扯着鞋, 一边对着刚刚说话的人说道, 听见有人说见过, 江大妈这才放下心来, 行了, 你们去吧, 知道哪里吧, 江小川健壮点了点头, 知道, 程叔叔说, 他住在二楼拐角, 对方点了点头不再理会, 继续忙着手里的针线活, 来到二楼成风的家门口, 看着空空的双手感觉不太合适, 不过, 此事已经没有办法了,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东东轻轻敲了几下房门, 没过一会, 只见一位妇女开了门, 见识级的孩子便奇怪地问道, 小朋友, 你们找谁? 江小川估计对方是成风的媳妇, 便说道, 阿姨, 你好, 我们是来找成叔叔的, 江玉兰听到几个小孩是找自己的丈夫, 心里还在奇怪, 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 行, 那进来吧, 他正在午休呢, 随后对着屋里喊了一句, 成风, 有人找你, 是几个小朋友, 随后便进了屋里, 江小川几人见状, 便跟着进来了, 这是一套两室的房子, 客厅也不是很大, 有一个厨房, 没有发现卫生间, 想必卫生间都在外面, 而且还是公用的, 没过多久, 里面便传来了穿衣的声音, 房门打开, 红着眼睛的成风出来了, 江小川见状, 估计是刚刚睡着没有多久, 不好意思的说道, 成叔叔, 实在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在睡觉, 成风文言摆了摆手, 不在意地说道, 没关系, 我们现在过去吧, 江小川文言点了点头, 和江玉兰打了个招呼, 便离开了成家, 来到地方, 江小川让两人在外面等着, 他跟着成风进去了, 成风带着江小川来到一间办公室, 屋内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和人说着话, 对方见成风过来, 指了指旁边的长板凳, 对他说道, 老成, 你等一会, 马上就好, 成风也没有在意, 带着江小川在旁边等着, 江小川打量着这个办公室, 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和一个椅子, 以及背后一个放荡案的柜子, 剩下的就是两人坐着的大板凳, 和旁边的一张空的大板凳了, 没多久, 对方弄好手里事情, 这才起身向着柜子后面走去, 边走边说道, 成所, 希克啊, 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了, 成风笑着说道, 老刘, 我算什么希克, 今天带个人来, 有事找你, 对方听到他的话, 顿了一下找我什么事啊, 说话间, 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纸包, 又拿出了两个大瓷缸, 随后, 转头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朋友, 喝不喝茶叶, 江小川见状连忙说道, 谢谢, 我不喝茶叶, 成风对着他说道, 是说安排工作的事, 老刘端着一杯茶叶, 一杯白开水, 放在两人面前, 试一两人喝水, 江小川看了一下, 茶叶是一点碎的茶叶末子, 也没办法, 现在茶叶属于紧俏物资, 老刘疑惑地问道, 你们所安排工作工作的事, 也不归我管啊, 成风笑着指了指将小川说道, 今天上午不是去了下面送奖状吗, 说安排工作的事了, 我这正好就带了过来, 老刘坐在旁边的一个大板凳上, 惊讶地说道, 你是说前几天山上那时, 成风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老刘见成风点头, 沉思了一下, 说道, 那我给他看看, 有什么空缺, 随后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朋友, 今年多大了, 家里大人呢? 江小川文言便将情况说了一下, 听到江小川的话, 他有点犯难, 这年龄也太小的啊, 成风看到对方的表情, 笑着说道, 老刘啊, 他这个工作的名额是给他姐姐的, 供销社不是缺一个人吗? 他姐姐今年十五, 可以先做临时工, 等明年再转正就是了, 听到成风的话, 老刘苦笑了一下, 在那里思考着, 江小川见对方的表情, 心里也是一尘, 暗想着, 估计悬了, 成风见状疑惑地说道, 怎么了, 已经安排了, 老刘听到他的话, 说道, 还没有安排呢, 我也在为难呢, 听到他的话, 成风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估计是有人来说情了,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笑着拉了拉他,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既然给谁都为难, 给他姐姐不是正合适吗? 左右都不为难, 到时候还好说, 对方听到成风的话, 眼睛一亮, 现在的人还不像后世, 不是关系, 就是送礼, 现在人们私心还没有那么重, 说一心未明, 还真的不为过, 当然了, 肯定还是有一些害群之马的, 不过谁都有朋友, 有些面子, 还是要给的, 江小川在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这样静静地听着, 老刘看了看江小川, 思索了一下对他说道, 那行, 我给你开个条子, 到时候直接去供销社报到就行了, 随后他便去了办公桌, 拿出一张信纸, 在上面刷刷地写了起来, 很快便写好了, 拿给江小川, 最后不忘嘱咐他, 三天内要记得报到, 江小川拿着信纸, 连忙感谢, 谢谢刘叔叔, 陈锋见事情办好, 便对着对方说道, 行,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哪天来我家喝酒, 老刘没好气地说道, 不去, 就你那小气的样子, 谁去啊, 一瓶酒喝一个月, 能有啥滋味, 听到他的话, 陈锋翻了翻白眼说道, 废话, 我一个月都分不到一张酒票, 不这样喝行吗, 那行啊, 哪天去你家, 不要多, 你那瓶酒, 给我三天喝完就行了, 听到陈锋的话, 对方没好气地说道, 滚蛋, 喝一个星期还差不多, 切, 我就知道, 走了, 不和你扯了, 江小川见对方熟弱的样子, 应该关系很好, 不过这也正常, 现在城里的干部, 大部分都是随军就地转业而来, 很多都是多年的战友, 相互熟悉一点也不奇怪, 和对方道了声谢, 这才跟着陈锋出去, 临分别的时候, 陈锋交代他, 到时候去街道和派出所, 办理粮食关系, 谢谢陈叔叔, 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江小川心里明白, 要不是对方, 估计这个工作落不到他手里, 陈锋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也别客气了, 要不是, 我老婆有工作, 我都想去求老刘了, 江小川心里明白, 对方虽然说的是玩笑话, 但是确实是事实, 供销社可不是一般的铁饭碗, 要不是自己立功, 想都别想, 和对方告别后, 这才带着江小和两人回去, 骑着车子, 江小川发现, 现在自己骑车, 好像没有那么费劲了, 虽然还是要垫脚猛灯一下, 但是确实比以前轻松了那么一点点, 他在想着, 是不是营养跟上了, 长高了, 回到村子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晚饭也已经结束, 不过此时在家门口, 看到一个他不想看到的人, 江大海, 江小川明白对方的来意, 估计是为了工作名额来的, 江大海见江小川几人回来, 便迎接了上去, 等江小川车子停好, 他便笑着说道, 小川, 你们回来了, 江小川轻恩了一声, 便没有再说话, 而江小和和秦霄, 则是开院子的门便进去了, 这种大事, 叫给哥哥就好了, 见到江小川的态度, 江大海心里一阵气愤, 但是想想, 对方手里的那个工作名额, 他还是忍了下来, 笑着说道, 小川, 我听说你弄到了一个工作名额, 听到对方的话, 江小川轻笑的一下, 说道, 是啊, 怎么了, 没怎么了, 我就是问一下, 江小川见状轻握了一声, 便转身准备进院子, 江大海见他要进去, 立马拦住了他, 说道, 小川, 你看你还小, 又不能上工, 名额放着也是浪费, 不如给卫国吧,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冷笑了一下, 呵呵, 给他, 凭什么, 江大海听到他的话, 理直气壮的说道, 给你哥怎么了, 反正你也不能去工作, 再说了, 家里过得好了, 你娘不是一样过得好吗,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讥笑的说道, 就算是给, 我也是给我娘, 凭什么给他将为国, 再说了, 江大海, 你作为一个男人, 要是养不活我娘, 就让我娘跟我们过, 江大海文言, 脸都气红了, 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 呵呵, 小川啊, 这都是一家人, 给谁不都是一样的, 江小川被他无耻的话气住了, 谁和你们一家人, 我的工作名额给我解了, 不要来烦我, 说完就准备进屋, 江定中哪能让他离开, 这还没谈拢呢, 他便说道, 小川啊, 你糊涂啊, 你怎么能把工作名额给你解呢, 你解那都是嫁出去的人了, 已经不是你周家的人了,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冷笑着摇了摇头, 你也知道我们是周家的人啊, 行了, 别啰嗦了, 名额给谁, 那是我的事, 你也别拿我娘威胁我,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养不起, 就让娘和我过, 但是要是让我知道, 你们谁敢对我娘怎么样, 小心你们一家人, 江定中被对方眼中的冷色吓了一跳, 见着江小川进屋, 他也就没再追进去, 反正已经谈崩了, 再说下去也没有意义, 只能从杨月梅身上想办法了, 江大海刚回到家, 一家子除了杨月梅都迎了上来, 江卫国更是直接着急的问道, 爹怎么样, 他怎么说, 以前都是不急不缓的性子, 但是这次工作的事情太重要了, 去城里有了正式工作, 就是吃上商品粮, 以后就不用在土里刨食了, 这和在农村可是天差地别, 江大海轻轻的摇了摇头, 江卫国见状一脸的失望, 江老太婆看着大孙子的脸色, 一脸的愤恨, 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自己不能去上班, 还不愿意给我们, 他把工作名额给了江小梅, 听到江大海的话, 江老太立马蹦了起来, 什么, 这白眼狼怎么能把名额给外人呢, 那丫头都嫁出去了, 怎么还能抢了我们的工作名额呢, 幸好江小川不在这里, 否则听到江老太的话, 估计得被这话气笑了, 而在旁边的江卫军和江卫英 也在一旁附和着, 江老太想了想, 直接对着屋子里喊道, 月梅, 你出来一下, 杨月梅听到他的话, 便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知道江老太喊自己, 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自己儿子那工作名额, 江老太见对方出来, 直接说道, 月梅, 你去和你儿子说, 让他把工作名额给卫国吧, 这说话的语气压根不是在商量, 而是直接吩咐, 杨月梅直接来一句, 我不去, 要去你们自己去, 江老太文言立马气愤地说道, 那是你儿子, 你不去谁去, 快点, 晚了他就把名额给小梅那丫头了, 杨月没听到他的话, 也懒得和他多说,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江大海, 江大海被他看得也有点恼火, 让你去一下子吗, 凭什么给江小梅那丫头, 都不能给我们, 你还在我们这里呢, 现在他们除了是我儿子, 已经和江家没什么关系了, 当初要是对他们好点, 你感觉会成这个样子, 杨月梅听到他的话, 留下一句话, 便转身回了屋里, 留下一脸铁青的江大海, 江老太听到杨月梅的话, 气着说道, 江大海, 你就是这样管媳妇的, 就这样跟你说话, 江大海老脸一红, 无奈地叹了口气, 江老太见状, 直接出了门, 边走边说, 他不去, 我去, 我就不信, 这小兔崽子敢不笑, 见江老太要去找江小川, 他们也没有阻拦, 是一下也行, 江老太迈着小碎步, 直挺挺地来到江小川家门口, 直接喊道, 江小川, 江小川, 你们出来, 不过此时江小川三人已经偷偷跑出去了, 正在之前的洞里, 吃着香喷喷的晚饭, 江老太还以为几人在家, 见敲门没人理, 他便推开了远门, 不过此时四小正滋着牙, 直勾勾地看着他, 此时的四小已经是半大的狗崽子了, 咬人来那也是很疼的, 江老太见状只能退了出来, 站在门口开始喊了起来, 见一直没人答应, 他便开始骂了起来, 内容无非就是骂他们白眼狼, 把江小川几个人养大了, 现在有工作名额也不给他们, 居然给嫁出去的女儿, 而此时已经有不少赶来的乡亲们, 正在看着热闹, 江定中也在其中, 江定中来到敬前说道, 大娘, 你在叫什么呢? 小川好像不在家, 虽然自己也不待见对方, 但是对方的年纪放在那里, 江老太见识江定中, 也收起来骂声, 哦, 没什么, 就是江小川那小子, 把工作名额给了江小梅, 也不给我们, 我来找他, 问问他凭什么, 众人听到他的话, 脑袋一阵黑线闪过, 人家又不是你家亲孩子, 凭什么给你们家, 而且之前, 你们是怎么对别人的, 不过这些话, 他们只能放在心里, 毕竟这是别人的家事, 我就是不给他们怎么了, 吃好饭的江小川几人, 刚刚回来, 便听到江老太的控诉, 江老太见对方过来, 直接说道, 你这孩子, 你娘还在我家, 你又不能上班, 干嘛不把工作名额给我们, 江小川见状, 冷笑道, 工作名额是我自己的事, 我就是不要,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我说了, 不会给他们, 就不会给他们, 你也不要在这里以老卖老, 说完便拉着江小和, 两人进了屋里, 关上了院子的门, 见江小川这样对自己, 他愣了一下, 立马坐在地上哀嚎起来, 光打雷不下雨的, 痛诉着江小川三人白眼狼的行为, 江小川听得烦心得很, 猛地打开院子门, 对着他说道, 我是不是白眼狼村里人看得见, 你再待在我家门口嚎丧, 我现在就去打断你孙子的腿, 不信你可以试试, 江老太被江小川的话吓了一跳, 立马止住了声音, 随后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 心里一慌,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拍屁股, 扭头便离开了, 江小川冷着眼看着对方离开, 这才对着江定中说道, 江叔, 不好意思, 让你们看笑话了, 江定中笑了笑, 没事就好, 我们先走了, 说完转身便离开了, 其他人见状也都散了开来, 回到屋子, 江小和看着他说道, 哥, 老太婆好可怕, 往那一躺, 就拿他没办法, 江小川不在意地说道, 没关系, 明天带姐姐去把工作的事情给安排好, 不管他们, 江小和又担忧地说道, 哥, 那娘会不会为难,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想了一下笑着说道, 娘要是为难, 就回来和我们过, 江小和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便对着两人说道, 明天早上我去找姐姐, 把事情定下来, 你们就在家里, 别到处乱跑, 最近外面不安全, 江小和和秦萧文言都得点了点头, 而此时李广志的家里, 正在上演着分家的戏码, 一家人全部在堂屋里, 李父坐在上手, 正在沉默抽着汗烟, 李家大儿媳妇对着李父说道, 爹, 娘, 前几天我们也和你说过了, 我感觉我们还是找个时间把家分了吧, 爹, 你看, 现在吃饭又不要钱, 不会饿着, 他们又不上工, 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赚了钱养他们, 旁边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男子, 正是李家大儿子李广泉, 李父听到大儿媳妇王英的话, 沉默了一下, 看着不说话的大儿子说道, 广泉, 你是男人, 你怎么说, 李广泉复杂地看着在旁边不说话的弟弟和弟媳, 他也不想分家, 可是架不住媳妇的软磨硬泡, 不过, 想到以后吃饭都不要钱, 心里也不在意了, 随后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爹, 要不就分了吧, 李母听到他的话, 着急地说道, 广泉, 你弟现在身体也在慢慢变好, 小梅明年也是可以去订工分了, 干嘛要分呢, 再说了, 就算分家了, 房子还是有他们一间, 还是住家里, 这和没分家有什么区别, 听到婆婆的话, 王英直接说道, 娘, 这一间房子太小了, 以后他们还有孩子呢, 你让六叔把村头那间房子给他们不就行了, 反正已经空了那么多年了, 休一休不就能住了, 王英嘴里说的六叔正是李台村的村长, 排行老六, 小辈分都叫他六叔, 李父听到他的话, 知道他说的是哪家了, 那是之前的一位孤寡老人走后, 留下来的两间房子, 随后他看向小儿子, 说道, 广志, 你们怎么说, 李广志看着一脸苍老的父亲, 一脸平静地说道, 爹, 你让六叔帮忙把房子分给我们, 我和小梅就搬出去吧, 小梅, 可以吧, 江小梅虽然很气愤, 但是他只能听李广志的, 只能点了点头说道, 行, 听你的, 李父听到他的话叹息了一声, 而大不由人, 强扭的生瓜蛋子, 他也不甜, 行, 那我现在去找六个, 商议一下房子事, 说吧回到屋里, 很快一脸肉疼地, 提出一个盐水瓶出来了, 用抹布把上面一层厚厚的落灰擦干净, 随后拿着烟袋便出了门, 一屋子人沉默了一会, 都各回个屋, 留下李母在那里独自叹息, 深夜, 李父红着脸, 一身酒气地回来了, 众人听到声音, 便都出来了, 李父对着盯着自己看的众人说道, 房子定下来了, 明天把村里的长辈都叫上, 谈谈怎么分家, 王英听到话, 心里一喜, 其他人则是面无表情, 李父见状挥挥手示意, 都去睡觉吧, 第二天, 天当当亮, 江小川便骑着车赶往李台村, 来到村子时, 一群人正在稀稀拉拉地向着田里走去, 来到李广志的家门口, 江车停好, 来到院子门口, 便对着里面喊道, 姐, 姐, 在家不? 江小梅文言便出来了, 小川你怎么来了? 哦, 我找你有事, 江小梅奇怪地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 先别说, 等会再说, 家里有事, 说吧便带着江小川进了屋里, 怎么都在家? 江小川看着堂屋里坐着的一家人, 奇怪地看了一眼, 但是他没有说话, 李父和李母见江小川进来, 客气了几句, 便回到座位上, 李广志对着他歉意地笑了一下, 让江小川一阵奇怪, 江小梅把他拉到屋子里, 问道, 你找我啥事?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没有回答, 而是问了一句,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江小梅叹息了一声, 将事情说了一遍, 听到姐姐的话, 江小川冷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江小梅见弟弟的表情, 以为他生气了, 交代道, 你一会可别乱来, 分开了也好, 以后不用烦了, 随后又问道, 你找我啥事? 说啊, 此时他已经不急着说了, 便对着姐姐说道, 姐, 等会再说吧, 江小梅也是急性子, 听到他的话立马说道, 哎呀, 有事就说, 话说到一半不说, 急死人了, 江小川见状, 无奈地正要说出来, 小梅, 出来一下, 门外传来李父的声音, 江小梅见状只能出去, 出了房门, 此时屋子里来了四个人, 正坐在大桌子上, 江小梅轻轻地来到李广志的旁边, 李父见人都到了, 便开口说道, 六个, 今天把你和三位老叔喊来, 就是谈谈分家的事情, 做个见证, 家里也没啥东西, 除了房子, 其他的分成三份, 我们以后是跟着大儿子过, 小儿子分三分之一, 随后便说出家里的东西和分法, 此时江小川听到这里在屋子里, 正开心地笑着呢, 李父说完, 对着众人说道, 六个, 几位老叔, 你们认为呢? 三位老太隆中的老者, 听到他的话, 互相看了一眼, 但是其中一人说道, 小柱子, 分家不是小事,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 那我们这群老家伙, 就不多说了, 你这分法还算公正, 但是我有话说, 不是我偏袒, 这长孙案里应该算一份的, 其他两位老人和六叔, 也纷纷点头, 王英在旁边心里乐得开了花, 李父见状点了点头, 之前他也明白, 不过不想让小儿子太吃亏, 随后众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 将事情定了下来, 随后六叔在桌子上, 写下了两张分家协议, 一起签字按了手印, 这才将纸分别递给了李父和李广志, 最后这才说到那房子的事, 村长李六叔, 对着一直沉默的李广志说道, 广志, 等过几天农忙过了, 到时候再给你们翻修一下, 房子就不用了, 江小川的话, 突然在堂屋里响了起来, 众人见识一个孩子说话都看向了他, 几位老头更是皱着眉头, 江小梅见状着急地说道, 这是我弟弟, 他不懂事, 你们别听他的,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姐, 我说的是真的, 不适合你开玩笑, 今天找你来, 就是带你去县城的, 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 供销社的销售员, 听到他的话, 江小梅惊讶张大了嘴巴, 连忙说道, 小川你瞎说啥呢, 你怎么可能给我在城里找到工作, 其他几人也是一脸的不幸, 江小川笑了笑, 便把这份工作的来历说了一遍, 听到这里, 其他人心里都是一阵, 羡慕的不幸, 这在城里有工作了, 就是城里的户口了, 以后都能拿工资, 吃商品粮了, 城里一个月的工资, 就能抵得上在农村忙活一年的, 江小梅听到他的话, 虽然心里也是震惊的不幸, 但是他还是说道, 这个工作我不能要, 等你以后长大了可以用, 而且实在不行给娘也行,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说道, 我们能上班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你可以先上班, 大不了以后再还给我们也可以啊, 他这样说, 一个是让江小梅安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别人, 这个工作是自己的, 随后他对着江小梅说道治愈娘, 以后再说吧, 给了娘, 她能保住, 江小梅文言也沉默了, 其他几人听着江小川的话, 都是心里一震, 居然舍得将工作给外嫁的姐姐, 要知道这年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家里有什么福利, 都是没有女儿分的, 李家父母听到两人的谈话, 心里直高兴, 不过此时王英的脸色则是一脸的铁青, 自己嫌弃的一家子, 居然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这让他怎么受的了, 于是便脱口而出, 这工作名额给我吧, 小梅还小, 转正还得明年, 我去了能多拿半年工资呢, 咱们不分家了, 众人一副看白痴一样的表情看着他, 都没有说话, 羞得他一脸通红, 江小川更是直接翻了一下白眼, 对着旁边目瞪口袋的李广志说道, 姐夫, 你赶快去村里开个证明, 现在就去, 早点弄好早点安心, 回过神来的李广志, 慌忙就往外跑, 刚刚跑到门口, 尴尬的回来了, 对着在那坐着的李村长说道, 六叔, 麻烦您给开个证明呗, 李老六见状笑了笑, 这是大好事, 咱们村也出来一个吃商品粮的了, 走, 现在就去, 随后对着正在那里同样惊讶的老叔说道, 老叔, 那今天这事就到这了, 几位老头这才起身, 随后对着李夫说道, 行, 既然事情解决了, 那我们就回去了, 小柱子, 你这糊涂啊, 说完, 几人便离开了李家, 李夫虽然被说得不好意思, 但是仍然很开心, 没过多久, 李广志便兴奋地带着一张证明回来了, 从家里拿了户口本, 便带着江小川和江小梅离开了, 留下一脸愤恨的王英, 这段时间吃药, 加上江小川给的空间泉水, 李广志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体质还没完全恢复而已, 不过也差不多了, 骑车带着两个人还是没事的, 也得益于以前在城里上过初中, 学过骑车, 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先来到的地方是派出所, 来到地方的时候, 成峰正好在, 而之前的办事员张苗苗和刘伟也在这里, 对着成峰说了一句, 成叔叔, 我们来了, 随后对着两人便喊了一句, 苗苗姐, 刘伟哥, 你们好啊, 两人见识之前的小屁孩, 便笑着打个招呼, 成峰见江小川几人过来, 笑着说道, 你们动作很快啊, 江小川笑了笑, 啊, 成叔叔, 不快不行啊, 万一有变化怎么办, 成峰文言笑了笑说道, 是来落户的吧, 把证明和户口本都拿出来吧, 随后对着张苗苗喊了一句, 苗苗给他们办一下落户, 这有熟人动作就是快, 很快便办好了, 因为还有事要弄和对方寒暄几句, 便骑着车离开了, 拿着之前开的条子来到了供销社, 此时供销社只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妈, 见江小川几人过来, 以为是买东西的, 因为这个孩子上次在这里买了一个手表, 要知道这手表可是金贵得很, 一年也卖不了多少, 更让他记忆犹新的是, 对方差点包援了店里所有的卫生纸, 江小川也同样记得他, 他笑着说道, 阿姨, 你好, 我是带我姐姐来这里工作的, 对方一听惊讶的了一下, 这个岗位可不是随便人能进的呀,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打量了一下江小梅, 对着江小川说道, 那你等一下, 对了, 他认识自不, 江小川点了点头, 说道, 认识, 不过小学没毕业, 那就好, 对方说罢便转身进了里面, 没过多久, 对方便出来了, 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进去吧, 张主任在里面等你们呢, 江小川文言到了深屑, 便带着一脸拘束的江小梅进去了, 至于李广志只能等在外面, 进入里面,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正在算着账本, 两人进来, 他正好结束, 放下算盘, 对着两人说道, 小朋友, 你们是来工作的, 证明带了没, 文言, 江小川赶忙将证明递给了他, 屋内灯光不是特别亮, 他眯着眼看着证明, 过了一会, 他放下了手里的证明, 对着两人说道, 证明没问题, 欢迎新同志, 我给你办手续, 你一会去街道办理一下粮食关系, 江小川连忙拉着江小梅说道, 谢谢主任, 对方笑了笑说道, 我姓张, 看你们的年龄都不大, 就叫张叔吧, 别主任的叫了, 江小川也知道和对方打好关系, 以后对江小梅也是有好处的, 便说道, 那就谢谢张叔叔了, 姐, 叫张主任, 自己不是这里的员工, 叫叔叔可以, 江小梅还是叫主任合适点, 江小梅低声说了一句张主任好, 张主任听到两个不同的称呼, 也没有在意, 笑了笑, 便坐下来给他开了一张证明, 两人连连道谢后, 这才离开, 对方给江小梅三天时间办理手续, 到时候再来上班, 出来以后和外面的大姐又聊了两句, 这才带着江小梅赶往街道, 两人也在聊天中得知对方姓王, 都称呼他王大姐, 骑车走在路上, 江小川在想着万一没有房子住, 是不是让他和姐夫先住情消家里, 不过好在去了街道办, 办理了粮食关系后, 对方居然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 来到地方以后, 发现居然是砖瓦房, 一个五十一厅的房子, 不过里面已经有两户人家了, 这些应该都是和江小梅一样, 都是后来转过来的, 本地人都是有自己独立的房子, 等他们以后有钱了, 可以去换一个大典的房子, 手续差不多弄好了, 只需要将被子之类的带过来就可以了, 回到村子的时候, 已经快是黄昏了, 将两人送回李李台村, 他这才折回自己的村子, 这个时间正是饭点的时候, 车子放好, 他便向着村部走去, 哎, 小川哥, 这里, 秦霄见江小川回来, 立马对着他喊道, 而江小和正在旁边吃着饭呢, 对着他点了点头, 这才去打了点饭, 仍然是玉米红薯粥, 不过此时已经是西粥, 一两块红薯, 还有几乎可以数得清楚的玉米粒, 这玩意吃下去, 就是片片肚子, 别说大人了, 一个小时以后, 小孩子都会感觉, 呃, 打了饭, 他便来到秦霄的旁边, 江小和看着哥哥, 对着他说道, 哥, 他们说民兵对今天开始巡逻了, 随后一脸羡慕地说道, 哥, 你没看到, 他们有一半的人都有枪, 可威风了, 听到江小和的话, 他愣了一下, 又没有野猪什么的祸害粮食, 怎么会开始巡逻,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便对着江小和问道, 小和,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没在意地说道, 好像听人说有人偷粮食种子吃, 江小川文言, 心里一叹, 还是来了, 自己村子因为红薯丰收, 所以勉强过得去, 其他地方就难说了, 估计是外村的人饿了, 来偷粮食种子吃, 江小川想了一下, 粮食收不上来, 估计城里过段时间就开始紧张了, 可惜自己晚过来了, 要是春天的时候还可以偷偷地种点红薯, 现在种红薯也说不过去, 这玩意冬天活不了, 再往南方一点, 倒是可以,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想到自己骑车时候的感觉, 之前没有在意, 现在用意念扫视了一下自己, 发现自己已经长到一米五十二了, 这让他暗自高兴, 这个个子在这个年龄段算高的了, 这个时候他想着一直用假胡子也不行, 要是有那个人皮面具就好了, 他想了一下, 还是找来晴霄, 对着他说道, 晴霄, 老爷子回来的话, 能不能让他把面具借我用一段时间, 我也不是要他的, 用完就还给他, 晴霄听到他的话, 沉默了一回, 然后笑着抬起头, 好的, 等爷爷来了我问问他呗, 爷爷还是很听我的话的, 将小川文言摸了摸他的头, 笑着说道, 那谢谢你了, 行了, 赶快去睡觉去, 晴霄被他的动作弄得耳根子红了一下, 将小川说完便转身回了屋子, 留下眼神奇异的晴霄, 第二天一早, 将小川变起来了, 今天把姐姐送到供销社, 以后就没什么事了, 他们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骑着车来到李广志的家门口, 此时两人已经收拾好东西了, 来到院子里, 李傅在默默地抽着烟, 而李母正拉着李广志的手, 抹着眼泪, 李傅在旁边没好气地说道, 哭什么哭, 这么好的事情, 你有什么好哭的, 又不是以后不回来了, 李母听到他的话, 也不理他, 几人见江小川过来了, 又唠叨了几句, 这才让两人离开, 看着李广志离开的背影, 李傅深深地叹了口气, 和一脸怨恨的亡音, 当李广志骑车路过公社的时候, 江小川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意念扫过以后,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要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快三十米的范围了, 察觉不到什么, 他便没有在意, 此时在田间的一棵树上一道瘦弱的身影, 全身邋遢, 头上的头发已经并结在一起, 他在这里已经潜伏了一个星期了, 终于让他找到那个人, 此时正直勾勾地盯着江小川的背影, 喃喃道, 终于找到你了, 来到住的地方, 看着江小梅正在那里收拾东西, 便对着李广志说道, 姐夫, 你来县城了, 到时候看能不能到街道去找个临时工去做做, 虽然只有一半的工资, 但是也有十几块钱, 李广志文言点了点头, 确实要找个临时工作一下, 不然让自己媳妇养着自己, 多难为情, 又给了江小梅五十块钱, 让他买东西用, 票没有给他, 供销社内部经常会有一些处理品, 不需要票的, 随后他才骑着车离开, 重新路过公社的时候, 那种让人心悸的感觉又重新浮现, 他意念散开, 脚下也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 喷,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从他的心底升起, 他下意识地向着旁边倒去, 不过此时已经晚了, 一颗子弹直挺挺地向着他飞来, 意念一动, 子弹被他收进了空间, 瞬间脑海有一种撕裂的疼痛感, 而他本人则是躺在了地上, 随后向着子弹飞射来的方向看去, 喝了这么久的空间泉水, 增长的不只是他的体质, 他的视力也变得很好, 一个人, 很快他便发现一百多米处, 一个人正在树上待着, 而手里拿着一把枪, 是他, 脑海里想到成风和他说的那个漏网之鱼, 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跑了, 偷偷喝了口泉水, 将自行车收进空间, 随后他便站了起来, 向着对方的方向奔跑而去, 现在已经知道对方的位置, 他就不再担心, 这个祸患必须除掉, 对方既没有打中目标, 而且对方居然向着自己奔跑而来, 顿时心里一喜, 正要开枪, 只见江小川乘机自行走动, 没经历过, 但是电视总看过吧, 连开二枪都没有打中江小川, 对方便收起了枪, 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 嘴里嘟囔着, 真的见鬼了, 这真的是个孩子, 要是江小川真的只是一个孩子, 估计第一枪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而且对方之所以打不中, 也是因为意念和空间的存在, 经过这一单个, 再加上江小川的速度也不慢, 很快便达到了他的意念范围, 嗖, 对方瞬间便被收了进去, 见对方被收进去, 他这才停下来喘着粗气, 想到之前的动作他还是有点心静, 毕竟没有经历过, 要不是有空间和意念在, 自己估计早就挂了, 而此时, 对方瞬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着一片粮食和一群群小动物, 瞬间就迷茫了, 随后一脸的恐惧, 喝了点泉水压压惊, 他这才闪身进入空间, 进来以后, 他没有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意念一动, 对方的脖子变成180度旋转, 坏蛋都死于缩, 见麻烦搞定, 他便放心了, 以后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看着眼前的人, 随后他感觉到一阵恶心, 心慌, 干呕了几次, 第一次碰到这事, 心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过了好一会, 他这才缓过进来, 不过此时他想着, 这人怎么办, 放这里有点闹心, 想了一下, 将对方装进麻袋, 骑着车赶去了县里, 来到派出所门口, 此时已经是吃饭的时候, 只有成风一个人在那里, 找到一个角落, 确认附近没有行人, 用意念将麻袋放在门口的树下, 他便骑着车离开了, 吃完饭回来的刘伟, 看着门口树下的麻袋, 一阵奇怪, 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 随后脸色一变, 诚哥, 诚哥, 快出来, 听到呼声的成风从里面出来了, 没好气地说道, 干嘛呢, 大惊小怪, 刘伟脸色凝重地指了指麻袋, 成风疑惑地走了过去, 用手一摸, 赶忙打开袋子, 见识一个人立马心里一惊, 不过好歹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将对方的脸转过来, 立马惊呼一声, 老杨, 刘伟走过来翻看了一下, 惊讶着说道, 还真是他, 这是谁干的, 这也算为民除害了呀, 成风沉思了一下, 打量了一下路上, 这中午的路上行人几乎没有, 就算有, 也很难追踪, 他便说道, 先拉回去, 一会先调查一下, 两人合力将袋子抬了进去, 回到村里, 江小川的心情相当的好, 解决了一桩麻烦, 此时看着正在院子里玩的江小和, 他想到现在农忙结束了, 老师应该也回去教课了呀, 小和, 你这是不是要上课了,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尴尬的笑了笑, 哥, 我也不知道啊, 之前没说啥时候上课, 听到弟弟的话, 他想到最近偷粮食的事情, 现在外面不太平安, 还是在家里学吧, 不过他还是一脸严肃的说道, 没开学就给我看后面的书, 等去了省城里, 到时候别跟不上,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 轻吼了一声, 转身跑去看书去了, 现在哥哥的话就是圣旨, 旁边的秦霄看着一脸的羡慕, 江小川见状, 想了一下, 对着秦霄说道, 秦霄, 我还一直没问过你, 你上过学没? 听到他的话, 秦霄点了点头, 说道上到两年级就没上了, 家里出了点事, 后来爷爷说, 事道太乱了, 上学耽误我学手艺, 就不让我学了, 江小川文言一阵负匪, 这老头看着挺精明的, 怎么做起蠢事来, 他们有成理户口, 虽然秦霄是个女孩, 但也不能不上学啊, 而且秦老头这人肯定也不会缺钱, 他随口说了一句, 学手艺哪里有上学重要, 秦霄文言脸色暗了一下, 说道, 爷爷说他年纪大了, 万一哪天走了, 自己没有自保的手段不行, 听到秦霄的话, 他愣了一下, 想问他不是爹还在吗, 不过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 那你想不想上学, 秦霄文言眼睛一亮说道, 想, 那为啥之前小和看书的时候你不看, 秦霄不好意思的说道, 没人叫我, 江小川文言笑着说道, 那行, 你拿书自己看去, 要是有不懂的就来问我, 秦霄疑惑的问道, 你不是不认识字吗, 江小川脑袋一黑, 尴尬的说道, 小和上学的书我学了, 后来自己慢慢学的, 听到江小川的话, 他不相信的轻嗷一声, 随后开心的跑去屋子里, 拿着江小和的书开始看了起来, 见两人在看书, 他便走出了院子, 出了门口, 他哈了口白气, 现在已经是秋冬了, 天气已经转冷, 和往年相比, 只是缺一场雪而已, 路口处, 江定中正在板车上固定着什么, 旁边站在十来个人, 江小川发现是两袋大豆, 就好奇了, 这公粮已经浇过了, 还拉大豆出去干嘛, 于是他便问道, 江叔, 你们这是去干嘛呀,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便说道, 村里现在快没有油了, 去榨点油回来, 顺便弄点豆饼回来吃, 豆饼, 想了一下他便明白, 江定中说的豆饼, 估计是榨油的时候, 剩下的豆渣了, 那不是饲料吗, 不过他也想去看看, 到时候找个机会, 看能不能榨点油, 江说, 要不带我一起去呗, 我去看看, 听到他的话, 江定中不在意地说道, 随便你, 你要是想去, 就跟着去呗, 路上小心点, 听到他的话, 想到最近外面的情况, 江小川心里明白, 而且他看到跟着的十来个人里, 有村里的民兵, 有几个还带有家伙的, 江定中呼喝一声, 几人便开始缓缓出发, 路程其实一点也不远, 毕竟过了河就到了公社, 只是需要绕路而已, 车子缓缓地前行, 哎呦喂, 突然前方出现一道身影, 看样子像一个老太太, 此时老太太穿着单薄的衣服, 正坐在那里捂着自己的脚, 看样子像是崴脚了, 江定中见状正要上前, 等一下, 江小川顿时一喝, 他想到前世的一些传闻, 一些实在找不到吃的人们, 专门蹲点路过的人, 先用一个人做诱饵, 趁着人们不防备, 搬起粮食就跑, 随后意念散开, 果然, 在附近的草丛里趴着几个人, 江定中狐疑地看着江小川, 问道, 怎么回事, 江小川对着趴着人的地方挪挪嘴, 江定中毕竟当过兵, 下意识地就明白江小川的意思, 心里想到, 不会吧, 不过他还是对着几人招了招手, 众人见状, 赶忙拿起的手里的家伙, 也没有动弹,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估计世界没有机会了, 等了好一会, 只见草丛里慢慢爬起来几个人, 全都是一脸的枯狗,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几人随后拉起了老太太, 没有说话便离开了, 江定中看着几人, 比较面生, 应该不是附近的人, 随后他看向了江小川, 说道, 小川, 你怎么知道草丛里藏着人, 我看到的呀,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 随后便说道, 江叔, 你也知道, 这两天我往城里跑, 听闻的, 江定中文言心里一震, 难道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江小川文言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江定中沉默了一回, 随后指挥着众人继续前往公社, 路上江小川对着江定中说了一句, 江叔, 你不知道江台村现在已经很好了, 其他地方日子不太好过呀, 我也是去城里, 听别人说的, 江定中文言一震, 埋头继续赶路, 江小川见状也就不再说什么, 一行人很快便来到炸油坊, 此时已经有人在那里炸油, 对方正是孙台村的孙正林, 老江, 来炸油啊, 江定中从之前的思绪中恢复了过来, 笑着说道, 是啊, 村里没油了, 你这炸多少啊, 孙正林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一百五十斤黄豆, 这是村里仅剩下的了, 明年年初的时候, 估计要买豆粽了, 江定中文言轻轻点头, 说道, 我们也是二百斤, 不过我们留了一点, 孙正林听到他的话, 说道, 那你到时候, 可得给我留一点豆粽啊, 听到他的话, 江定中说道, 放心, 如果够用的话, 就给你留点, 江小川则是在旁边打量着这个炸油的作坊, 院子里是一个棚子, 人还真不少, 有七八个人, 棚子底下一个大锅, 看样子像是石头的, 下方一个青年正在烧着柴火, 上方一个有黑的老头, 正在拿着超大的锅铲, 正在翻炒着一堆黄豆, 旁边一个石墨那里, 一头驴正缓缓地围着墨在转洞, 而旁边一个大的蒸笼上在缓缓地冒着热气, 最惹眼的就是那个鸭饼的机器, 不过也是人工旋转的, 只见一头驴正在缓缓地转动着, 随后油饼里便缓缓地渗出一些油状物, 此时, 里面一位师傅从里面出来, 看着江定中送来的黄豆, 笑着对着江定中说道, 老江, 估计附近只有你和老孙两个, 炸油最多了, 其他的都是弄个几十斤来, 那能出多少油啊? 现在的黄豆出油率很低, 一百斤最多也就能炸出来十几斤的豆油, 江定中叹了口气, 说道, 没办法, 今年太干了, 希望明年会好点吧, 对方闻言捶了一下他, 你就是乌鸦嘴, 怎么可能干那么久? 江定中想想也是, 便笑了笑, 江小川在旁边听到他们的对话, 轻轻摇了摇头, 看了一会感觉也没那么麻烦, 不过自己也没有这些设备, 小川, 走了, 江定中呼喊着正在看炸油的江小川, 江叔, 不要等油出来吗? 江定中听到他的话, 笑道, 怎么可能这么快, 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出来, 慢点的话, 要后天,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轻轻嗡了一声, 便跟着江定中回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江小川发现村子里的人都脸色蜡黄, 这已经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没办法, 每天一斤左右的粮食, 红薯还占了一大半, 中午还有点萝卜和大白菜, 晚上直接就是稀饭了, 没有蛋白质和油水, 怎么可能营养会好? 重要的还是没吃饱, 想到空间里的兔子, 他感觉还是弄点出来好了, 第二天一早, 他便早早起床了, 骑着车便赶向了山里, 来到山里, 他直冲一个地方去, 那里之前他发现有一片竹林, 数量不在少数, 想着竹笋是明年才发芽, 之前便没有管他, 来到地方, 先挖了一些竹子根, 放进了空间里在这, 随后又砍了一些竹子, 重新返回山脚下, 找到一些有草的地方, 连续挖了十来个深坑, 用柴刀劈出来一些竹面, 放在洞口, 竹面很软, 动物很容易掉下去, 但是掉进去以后, 就不容易跑上来, 做好以后, 他特地放进去一些 之前吃稀饭的时候, 留的玉米渣和旁边 打的兔子草, 然后他将两只兔子 扔进陷阱里, 折腾了好一会, 这才提着两只肥兔子 回去了, 至于洞里的新鲜泥土, 下午表面就能干了, 因为他是特地 大摇大摆地回来, 路上就碰到了江明浩这小子, 浩子一见江小川手里的兔子 立马跑了过来, 搓了搓手对着他说道, 嘿嘿, 小川, 你这从哪里抓的兔子, 能不能给我一只, 江小川见他的样子, 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个怎么能给你呢, 这个是要上交到村里的, 怎么能私自做饭呢, 浩子听到他的话 不在意地说道, 嗨, 又不是一个人这样, 那么多人都偷偷做饭, 我怕什么, 江小川文言轻笑了一下, 他也知道 有很多人都在偷偷地做饭, 之前偷偷留了一点的私货, 再加上偶尔去挖的野菜, 勉强可以垫垫肚子了, 那不行, 这个是要交给村里, 你要是想要, 自己去抓, 听到江小川的话, 浩子急得抓头挠腮, 他恨不得抢过对方手里的兔子, 不过他怕回去了, 被他娘打断腿, 只能着急地问道, 小川怎么抓的, 能不能告诉我, 他假装为难了一下, 浩子见状焦急地说道, 小川, 你只要告诉我, 以后我村里我罩着你, 以后江卫军那小子再敢招惹你, 我替你收拾他, 江小川文言笑了一下, 说道, 你看他想, 现在还敢招惹我, 听到江小川的话, 浩子噎住了, 是啊, 江卫军都被这小子打了好几次了, 幸好自己没上那小子当, 否则挨揍的就是自己了, 江小川看着对方尴尬的样子便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在山脚下抓的, 你要不去试试,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 见江明浩这么着急, 他说道, 现在不行, 最多下午过去, 我现在要给江叔送兔子去, 说完, 他便朝着江定中家里走去, 现在农忙已经忙好了, 没什么活可以做了, 所以, 此时大部分都在家待着, 来到江定中的家门口, 对着里面喊道, 江叔, 江叔, 听到江小川的话, 江定中走了出来, 见江小川手里提着两只大兔子, 心里一阵惊讶, 小川, 你这兔子哪里来的, 江叔, 山里抓的呀, 我昨天做了几个陷阱, 今天去的时候, 发现了两只兔子, 这不给村里送来了, 江定中文言, 一阵纠结, 你这光明正大的送过来, 那我只能给村里了, 他倒不是说自己私藏, 而是说, 江小川自己留着一只, 只要没被抓到就行了, 江叔, 下次我再抓到, 我留一只, 说完对着他使了一下眼色, 江定中文言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说, 他已经留下来一只了, 说道, 行, 那中午多给你一块, 江小川笑了一下, 那就谢谢江叔了, 听到江小川的话, 他没好气地说道, 行了, 快滚蛋吧, 到时候, 给你算成公分, 江小川笑了笑, 便离开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难得又开始见荤菜了, 虽然又是快要找不到的肉丝, 但是至少有点肉味, 江定中也告诉了他们, 是江小川抓的兔子, 众人看他的眼神, 立马变得不一样了, 刚刚吃好饭, 一群孩子便围了过来, 耗子对着江小川笑道, 小川, 快走, 咱们去山里看看, 江明武也对着他说道, 小川, 这么好玩的事, 你咋不告诉我, 就连江小和和秦霄两人都说不待他们, 江小川见状便笑着说道, 我哪里知道真的能抓到, 也是碰到的运气, 在一群人的催促中, 便来到了山里, 来到之前挖的地方, 指着陷阱说道, 你们看, 简单吧, 竹子的地方, 你们自己也知道, 众人知道方法以后, 赶忙四散开来, 跑回家去拿铁锹, 至于哪里来的铁锹, 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铁锹, 便几个人合伙挖坑, 二十来个小伙子, 一个下午合伙挖了一百多个坑, 完全不顾着寒风淋淋的, 江小川则是带着江叔家的两个孩子, 和自家的两个孩子, 正在看着他们挖呢, 不过他看着众人挖坑直摇头, 便说道, 挖得太浅了, 就算抓到兔子, 也跑了, 众人闻言, 不是不想挖身点, 太饿了, 挖不动啊, 只能轮换着又开始挖身, 粮食肯定没有, 只能弄一点兔子草, 放进去, 弄好以后天色都不早了, 众人这才回去, 第二天早上, 众人大清早就赶去了陷阱的地方, 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确实有兔子, 全部弄好了以后, 清点下来一共两多只兔子, 这个数量已经不少了, 这么多, 如果都是江小川一个人抓的, 肯定会有人怀疑, 就算是老猎手, 都得在兔子的路线上下套, 才能抓到, 但是, 这么多人干的, 又不关他江小川的事, 自己只是出了一个主意而已, 他十个洞只抓住了一只, 不算惹眼, 第二天开始, 江小川就不再过去了, 把自己的那十个洞, 都交给了江叔家的铁蛋, 一连十来天, 众人都抓到了兔子, 让众人的伙食改善了不少, 不过数量一再减少, 到最后一天更是一只都没有, 这天江小川跟了过来, 指着被糟蹋过的陷阱说道, 浩子, 小五, 你们看, 这蹄子印子像不像野猪, 当然了, 这个印记是江小川偷偷把大野猪放出来霍霍的, 江明浩和江明武两人过来看了一下, 江明浩惊喜地说道, 哎, 你还别说, 还真像, 可惜, 洞太小了, 没抓住, 随后他想到了什么说道, 要不挖大点, 挖深点, 万一真的抓到野猪了呢, 江小川假装不在意地说道, 我不挖, 要挖你们挖, 那么嘞, 万一抓不到呢, 江明浩见江小川不干, 便对着江明武说道, 小五, 咱们干, 万一抓到一个大家伙呢, 其他人见状也是心动, 反正也没什么事, 万一抓到了, 就能吃到肉了, 于是众人商量一下, 便开始干了起来, 江小川见状没有说话, 看着几人在那里挖着, 哎, 太小了, 掉不进去, 哎, 这么浅, 小野猪都能蹦上来, 哎, 大小差不多了, 再挖深点, 江小川自己不挖, 时不时地指挥着, 见差不多了, 他便说道, 你们挖吧, 我回去了, 浪费时间, 说完, 带着几个小娃, 便回去了, 刚刚下山, 来到山脚下, 迎面便碰到了江大爷, 江小川见对方过来, 笑着说道, 大爷, 您怎么过来了, 江大爷见识江小川便笑着说道, 我过来看看, 这群小子, 这么抓那么多兔子的, 还真见鬼了, 江小川闻言, 心里一虚, 这才是真的老猎手啊, 不过他想到自己, 除了最开始, 后面基本没怎么抓到野兔, 感觉没什么破绽, 出怪事, 也出在那群孩子身上, 他便笑着说道, 江大爷, 他们就是捣乱, 要是我一个人抓, 那些兔子都是我的呢, 随后又说了一句, 他们发现, 那里有野猪的痕迹, 准备挖坑抓野猪呢, 我见不靠谱, 就自己回来了, 那野猪, 哪有那么好抓的, 江大爷听闻, 心里一惊, 这野猪可是很危险的, 这群小子胆子真大, 说完便向着山里跑去, 江小川见状摸了摸鼻子, 他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江大爷这个时候去的话, 坑都挖好了, 随后他便带着江小和几人回去了, 第二天, 江小川还是没有跟过去, 不过没过多久, 村里就轰动了, 快点, 叔, 我们在山里挖坑抓住了一只野猪精, 胡扯什么呢, 现在哪里有野猪精, 正在村部干活的江定中, 听到江明武的话, 没好气的说道, 江明武激动的说道, 现在就在洞里躺着呢, 有好几百精明, 您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江定中精一站了起来, 他也知道, 小五这孩子不会骗自己, 真的假的, 你小子可不要骗我, 不然小心你的屁股, 江明武听到他话, 下意识的摸一下自己的屁股, 以前跟他学打拳, 可没少挨揍, 他无辜的看着江定中说道, 叔, 真的啊, 我哪敢骗您啊, 听到他的话, 江定中再也不淡定了, 走, 快去叫人, 于是村里的十几个劳动力, 跟江定中向着山里跑去, 一群人来到地方, 只见大坑里, 一只四百多斤的大肥猪, 躺在大坑里, 江定中见状激动得不行, 现在村里养的猪肯定是不能动的, 这个都是要年底卖给收购占, 用来还债和供应给城里人吃的, 现在粮食紧张, 有了这头猪至少能有点油水, 这样大家就不会负重, 随后高兴地对着旁边的江明浩等人说道, 好小子, 你们立大功了, 江明浩文言笑着挠了挠头, 自己可是一直都是被骂的人, 今天被夸了一次, 感觉不习惯了,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被夸过了, 不过这个感觉真好, 江定中随后对着旁边的民兵说道, 快快, 赶快把这家伙弄上来, 其他人见状一阵迟疑, 这太大了, 弄上来了, 我们制不住这家伙, 江定中文言, 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就这样弄死了, 这猪血可是浪费了, 随后他想了一下, 拿过民兵手里的枪, 对着野猪头, 连开三枪, 过了很久, 野猪这才停止挣扎, 众人这才合力将野猪从坑里抬了上来, 江定中呼喝到快点, 赶快回去把猪血弄出来, 一群人抬着野猪飞速地向着村里跑去, 跟在人群中的江大爷一脸的猛逼, 昨天他还训斥几个小子, 今天就抓到一只这么大的大野猪, 作为老猎户, 他还是感觉不对劲, 但是哪里不对劲他就是想不出来,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江小川这个带挂的人, 中午人们就吃到了久违的猪下水和猪骨头熬的汤, 虽然没有吃猪肉, 但是这个已经不错了, 现在江定中已经开始控制食物的量, 不然这样下去坚持不到春收了, 而此时江明浩和江明武两人正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 吹着牛呢, 一个简单的野猪进洞, 被两人说得有声有色, 好似和野猪大战了几百回合一样, 江小川听到了, 在一旁笑了笑, 他可不想再出风头了, 自己现在也不需要什么风头, 过了几天, 村里来了一批人, 这行人中很多都是上次看电影的时候来过, 应该都是附近村子的人, 他甚至还看到了李台村的李六叔也在其中, 听着村里的人议论着, 好像是来借粮食的, 江小川文言, 想到现在的情况, 真的要是别的村来借粮食, 还真不能不给, 不过肯定也不会给的太多, 果然, 没过多久, 众人和伙从村里的仓库里, 拉出来接近一千斤的红薯, 看着挺多的, 但是实际上一个村子只有一百多斤左右, 一个村子一顿饭的量, 江定中陷在台阶上看着离去的众人, 正在沉思着, 他也同样看到一些村民的不满, 不过现在村民还能理解, 毕竟吃大锅饭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江小川见到这一幕, 他便想着自己的空间里的红薯, 既然能卖给城里, 为什么不能卖给农村人, 反正都是要卖的, 而且现在农民才是真正苦的人, 红薯现在也就二分钱一斤, 两块钱就能买一百斤, 有了这一百斤就能缓解一段时间, 也许就能救命, 几块钱一般家里还是能拿出来的, 当然真的有特别穷的, 那是真的拿不出来, 现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怎么交易的问题, 下午他便找到了江定中, 让他帮忙给开一张介绍信, 江定中看着眼前的江小川无奈地说道, 你说你小子又想干嘛, 现在世道这么乱, 你没事乱跑干嘛, 江叔, 我就去几天, 我到省城去找我爹的战友, 不会出事的, 江叔, 您就给我开一张马, 江定中健壮直摇头, 但是还是给他开了一张证明, 回到家里, 他看着正在看书的两个小子, 对着他们说道, 明天我要去一下省城, 不能带你们去, 你们这几天在家里好好待着, 不要到处乱跑, 江小和正要说话, 江小川直接用话堵住了对方的嘴巴, 不能, 我这次去有事, 江小和健壮撇撇嘴没有说话, 两人睡着后, 他插上门便进了空间, 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怎么整理过空间, 现在已经十二月底了, 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 每次都是中了十亩左右, 一共收获了六十多万斤的红薯, 感觉数量真多, 不过想了一下, 这个数量看着挺多, 一细算也就那样, 就像江台村338人, 一人一天一斤红薯, 到春收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要三万多斤的红薯, 一斤红薯能干吗? 一个小孩子一天都吃不饱, 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大人, 至于那些肉类, 他没有管了, 反正农村也消化不掉, 只要成熟, 就直接收进了静置空间里, 现在鸡鸦兔子也有几千只了, 野猪又下了几窝崽子, 现在有七十多只半大的小猪崽了, 砰, 砰, 正在打量空间的他, 感受到外界的敲门声, 他便出了空间, 打开房门, 便看到秦霄正确声声地站在门口, 怎么了? 江小川看着在那里扭捏的秦霄问道, 秦霄看了一眼江小河的房间, 说道, 进去说呗, 江小川不知道他的来意, 便点了点头, 进来后, 秦霄把门插上, 盯着江小川的眼睛说道, 你是不是要去黑市?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一愣, 问道, 你为啥这样想? 秦霄笑了笑说道, 你每次弄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虽然你不让问,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从黑市买的, 而且, 你上次还跟爷爷要面具? 我就知道了, 随后又说了一句, 小川哥, 放心吧, 我不会去乱说的, 连小河我都没有说过, 江小川文言噎了一下, 他也只是懒得去解释实物的来源, 因为你要一直撒谎, 才能圆前面一个谎言, 终究会被拆穿, 不过他这样认为也好, 毕竟黑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存在, 想到这里, 他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不过, 我不能告诉你去干嘛, 秦小文言轻笑了一下, 随后他扭头跑回自己的房间, 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两个瓶子, 一个大口, 一个小口, 然后递给了他, 说道, 这个就是你要的面具, 这个是要粉, 抹到身上就能和面具一样的颜色, 将小川健壮心里一喜, 不过他没有接过去, 说道, 你爷爷知道, 你把东西给我了, 这样不好吧, 秦小文言白了他一眼, 谁说给你了, 是借给你用, 回来了, 记得还给我, 听到秦小的话, 将小川尴尬了一下, 感情自己自作多情了呀, 他尴尬的笑了笑, 那谢谢了, 秦小笑了笑, 说道, 直接贴在脸上就行了, 不用再弄水了, 说完蹦蹦跳跳的, 回了自己的房间, 见秦小走了, 他这才关上房门, 打开了那个大口的瓶子, 只见里面放着一团灰色的胶状物, 里面还带着一点液体, 拿出来一展开, 一层薄薄的半透明出现在面前的, 看着这个东西, 他想到了厚实的面膜, 这弄得跟面膜似的, 将东西贴在脸上, 一股冰凉的感觉透了过来, 让他打了一个冷战, 弄好以后, 用意念观察了一下, 一张陌生的脸就显现在他的脑海里, 整个脸呈现灰黑色, 和经常晒过的人, 皮肤差不多, 不过脖子那里, 还是能看出来区别, 随后拿出另外一个瓶子, 倒出来一点膏状的物质, 涂抹在脖子那里, 立马整个就显得没什么区别了, 看着眼前的荧幕, 嘴里嘖嘖称奇, 这个和后世的化妆术, 没什么区别了, 后世里一句话, 美不美, 一盆水, 晚上趁着两人睡着了, 他便偷偷打开房门出去了, 走到门口, 想到四小这几天没吃的, 估计得饿坏了, 于是便将四小全部收进了空间, 骑着车便离开了, 出了门, 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夜里还是很冷的, 正在熟睡中的, 晴霄猛地睁开的眼睛, 多年的习惯, 让他在睡梦中都十分地激进, 过了一会, 感受外面没有动静了, 轻轻笑了一下, 这才闭上眼睛, 甜甜地入睡, 一路骑着车, 直接来到李台村, 四周位置远点, 而且熟悉的, 只有李台村了, 这白天出没, 容易让人发现, 万一露出点蛛丝马迹, 也是件麻烦的事, 李台村和江台村隔了一个村子, 再往外, 就是别的公社了, 将车子收了起来后, 看着自己的身高, 皱着眉头, 这个身高也惹眼, 想了一下, 他闪身进入空间, 拿出针线, 用不将自己的裤子又接上了一截, 然后做了一个高鞘绑在鞋子上, 这样在黑夜中, 没人看出来自己是个孩子, 在空间里练习了一回, 在意念的帮助下, 从一战就倒, 到慢慢的能走路了, 这才闪身出了空间, 于是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子出现了, 晚上黑灯瞎火的, 只能隐约感觉到人影, 只要不是特别亮的灯, 一般也看不出来, 踩着高鞘, 提着一个空的麻袋, 在附近的田里走着, 现在肯定有出来偷东西的, 虽然有民兵巡逻, 但是终究抵不住饥饿, 在田里晃悠了一圈, 避开了三个巡逻的民兵, 便在一个草丛里, 发现了一个人, 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男的, 估计对方也是在躲着巡逻队, 他缓缓地朝着对方摸了过去, 谁? 黑暗中, 传来一阵低声的询问声, 声音中带着一点颤抖, 听到他的话, 将小川停了下来, 估计是自己高桥踩在田里的声音, 被对方发现了, 因为他知道附近已经没有人了, 肯定是和自己说话, 要吃的不? 将小川捏着嗓子低声问道, 两人相聚也就十米不到, 对方听到他的话, 没有听清楚, 一边试图看看是谁, 一边说道, 没有吃的, 要是有吃的也不会出来了, 你是谁? 将小川闻言, 一阵无语, 于是又稍微放大了一点点声音, 说道, 我说我有吃的, 你要不要买? 价格有点贵, 四分钱一斤, 对方听到他的话没有激动, 反而更加警惕, 有传闻别的地方, 有些简直不是人, 那是魔鬼, 不知道这人是不是想把自己骗过去, 然后, 我不要, 说完准备转身离开, 将小川见状无语, 难道不饿吗? 想了一下, 他从空间里, 拿出一个两斤左右的红薯, 直接扔到他的面前, 对方被江小川的动作吓了一跳, 准备拔腿就跑, 别跑, 那是红薯, 江小川见对方这么胆小, 只能小声地低喝道, 对方听到是红薯, 顿下了脚步, 下意识地向着红薯的地方看去, 可惜一片黑, 什么也看不见, 江小川见状说道, 我不动, 你自己拿起来看看, 对方听到江小川的话, 犹豫了一下, 见江小川的身影没有动, 他这才小心地低下身子摸索起来, 不过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江小川的身上, 咦, 东西摸到手后, 指甲一掐, 作为一个农民, 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方手里拿着红薯, 眼珠子直转, 江小川见状笑了一下说道, 我都说了, 我是卖红薯的, 你要的话还有, 难道你就想拿着这一个就跑了, 被看破心思, 对方也没有不好意思, 不过他, 还是被对方的那句, 你要的话还有, 给吸引住了, 要不要动手, 不过他看到对方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便吸了这个念头, 于是问道, 去哪里交易, 江小川想了一下, 说道, 就在村外的那块石头旁边, 拿了钱, 我才会给你东西, 你自己考虑一下, 机会只有一次, 说完便转身离开, 见对方离开的时候, 没有提那块红薯,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下, 拿着红薯便离开了, 摸着黑, 回到了家里, 李宇田刚刚到家, 就听到屋里的咳嗽声音, 他赶忙走了进去, 他对着床上躺着的中年妇人说道, 娘, 你没事吧, 旁边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见哥哥回来, 小声地问道, 哥, 有没吃的, 我好啊, 李宇田听到他的话, 赶忙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薯, 对着他说道, 有, 有, 你你等一下, 随后他跑出去, 将红薯洗干净, 切成拇指大小的小块, 弄了一点开水, 放进碗里, 用开水泡了几块, 这才返回屋子, 递了一块给小姑娘, 说道, 妹妹, 给你, 小姑娘接过红薯, 狼吞虎咽的, 就开始吃了起来, 李宇田从开水泡的里面, 拿了一小块给自己的娘, 娘, 这是热的, 吃一点吧, 李宇田的母亲见状, 也没有问哪里来的, 便说道, 你们吃吧, 我不饿, 听到母亲的话, 李宇田着急地将一小块红薯, 塞进来母亲的嘴里, 娘, 你不吃我也不吃, 母亲闻言, 这才吃起红薯, 一边吃一边叹气, 李宇田转过头, 看到妹妹已经吃完, 看着自己手里的红薯, 她犹豫了一下, 又给对方递过去一块, 然后自己也吃了一块, 便将东西收了起来, 说道, 妹, 这个留着明天加点野菜能吃一顿, 听说村长去借粮食了, 明天又能多吃一点了, 妹妹听到她的话, 咽了一下口水, 还是点了点头, 她也知道现在没有多少粮食了, 母亲听到她的话, 叹了口气, 一天三两的红薯, 能有什么用, 要不是饿得前心贴后背, 李宇田也不会去偷粮食吃, 李宇田看着手里的红薯, 她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试一下, 于是便对着母亲问道, 娘, 家里还有多少钱, 李宇田的母亲, 文言愣了一下说道, 你问这个干嘛, 不过她还是从床头, 拿出了一个木头盒子, 递给了她, 都在这里了, 还有十几块钱吧, 李宇田接过盒子, 看着里面零零碎碎的钱,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钱, 不过她想了一下, 又从里面拿了一块钱出来, 将盒子还给母亲, 便说道, 娘, 这钱我拿着有用, 我先出去一下, 一会就回来, 母亲在旁边着急地喊道, 宇田, 你拿那么多钱干嘛, 不过此时李宇田已经冲了出去, 听到母亲的话, 她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娘, 我去弄点粮食去, 说完, 关上了房门便冲了出去, 江小川一直在大石头的旁边等待着, 要是对方带人过来了, 她便准备进空间里待一段时间, 不过没有让她等太久, 也就半个多小时, 对方就出现在她的意念中, 只见对方小心翼翼地摸索着, 向着这里走来, 喂, 在吗? 李宇田小声地喊了一句, 江小川这才从石头后面, 缓缓地走了出来, 说道, 你要多少钱呢? 李宇田沉默了一会, 说道我想要五十斤的, 江小川下意识点了点头, 想到对方看不见, 便小声说道, 行, 那你把钱给我, 一会过来拿, 李宇田听到她的话, 沉默了, 两块钱对他们家来说, 已经是一个巨资了, 江小川健壮也是头疼, 他准备自己拿钱, 让对方去拿红薯, 见对方的表情, 肯定是不可能了, 要是自己, 也不可能将钱给一个陌生人, 看来这卖红薯不是那么好卖的, 现在少量的还好点, 数量多了, 别人也不可能信他, 算了, 你跟我来吧, 他用意念将放出来两袋, 一共二百斤的红薯, 在二十多米的树后面, 江小川走在前面, 李宇田则是跟着对方来到地方, 你右边的位置有两袋红薯, 一袋一百斤, 我以为你会多买一点的, 对方文言借着微弱的月光, 看到旁边有两坨东西, 他便来到旁边, 打开了袋子, 用手摸索了一下, 他想了一下, 说道, 你等我一下, 我一会就来, 放心, 不会带人来, 说完, 他便跑了回去, 在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四块钱, 他便把红薯袋子打开, 全部都用手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 这才重新放进袋子里, 随后他递给江小才四块钱, 谢谢你, 这才扛着一袋红薯, 向着家里走去, 江小川看着对方已经被压得 快直不起来的腰, 随后又看了看手里的四块钱, 一阵苦笑, 倒是开单了, 但是这样卖下去, 也不是办法, 这得卖到啥时候, 而且次数多了, 肯定要出事情, 想到这里他一阵烦躁, 随后他脑袋豁然开了, 管那么多干嘛, 自己顾忌这个, 顾忌那个的, 有什么好顾忌的, 就算有人察觉到不正常有, 又能怎么样, 只要自己不在别人面前显露不就好了, 至于调查, 让他去调查去吧, 没有监控的年代, 真能调查出什么, 那还真见鬼了, 反正自己干完这几票, 就收手了, 谁会去怀疑到自己身上, 自己总想着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 想到这里, 他便对着李雨田喊了一句, 你一会让你们村长过来一下, 就说有人卖粮食, 问他要不要, 但是只能他一个人过来, 多一个人我都不会出来的, 正在费力前行的李雨田, 听到他的话, 顿了一下, 费力的突出一个字, 好, 既然不担心被人调查, 江小川心里也是轻松了许多, 此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江小川紧了紧身上的棉衣, 不知不觉都已经到冬天了,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手提马灯的身影出现在了前方, 在离他还有十米左右, 江小川喊出了声音, 停下, 李大发听到声音, 将马灯向前举了一下, 可是灯光还是太微弱了, 照不到那么远,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瘦高的影子, 李大发心里也是在直打鼓, 自己为了粮食的, 是心都操碎了, 没想到李雨田那小子, 居然告诉我, 有人卖红薯, 这让他惊疑不定, 想到现在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便过来了, 万一是真的呢? 他勾搂着身子, 对着江小川喊了一句, 同志, 你这里真的有粮食, 四分钱一惊, 江小川捏了捏嗓子, 说道, 是的, 你要不要? 要的话, 就拿钱来, 李大发听到他的话, 连忙说道, 要, 要, 怎么不要? 但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那你去拿钱吧, 看到东西就知道真假了, 人不要带多了, 听到他的话, 李大发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试一下, 行, 那你等我, 我去了就来, 随后他便提着灯准备离开, 等一下, 你要多少金? 我让人去安排, 李大发听到他的话, 愣了一下, 不顾顾想想也对, 怎么可能一个人出来, 卖几万斤粮食, 至于举包, 去他的吧, 先把村里的人保住吧, 他想了一下, 试探地问道, 两万斤有没有, 两万斤应该构成到春收了, 一共八百块, 江小川点了点头, 说道, 行, 那你去吧, 李大发怀着忐忑的心离开了, 江小川在附近的大路边, 找了个地方, 放出来两万斤红薯, 这才回到大石头那里, 没过多久, 李大发便回来了, 不过他带了四个人, 而且, 这四个人都带着家伙, 也不怪李大发太小心, 毕竟他也不知道真假, 可别被骗了, 这些可都是村里的真够粮的钱, 江小川见状也有点紧张, 他不想碰到意外, 到时候怎么解决, 又是个麻烦, 在同样的距离, 江小川呵止住了对方, 随后说道, 将钱放地上吧, 你们往后退, 李大发听到他的话, 迟疑了, 江小川看着对方的表情, 笑着说道, 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 怕什么, 我难道还能拿着钱跑了, 再说了, 你们手里不是还有家伙吗, 旁边的一个人犹豫了一下说道, 六叔, 这靠谱吗, 李大发沉思了一会, 将钱放到地上, 往后退, 几人见状, 也只能往后退了, 江小川见状, 往前走了几步, 将钱拿了起来, 随后说道, 行了, 跟我来吧, 几人小心翼翼地跟在江小川后面, 生怕他跑了, 来到地方, 江小川卡着灯光能照射的范围, 说道, 东西放那里了, 自己看看吧, 李广发打着灯在四周看了一下, 这才发现旁边放着的一袋袋东西, 他赶忙跑了过去, 打开袋子, 激动地说道, 真的是粮食, 快来检查一下, 随后他这才对着几人招呼一下, 四个人, 里面出来了三个人, 陪着李大发在那里一带一带地检查着, 留下了一个人盯着江小川, 而江小川一直站在那里, 都没有动, 过了好一会, 对方才将东西全部检查完毕, 江小川这才说道, 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们就撤了, 李大发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领, 打量了一下四周, 但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不过, 对方能将这几万斤的红薯给运过来, 肯定不会简单, 他笑了笑, 对着江小川说道, 没有问题, 同志, 实在太感谢你了, 江小川见状便说道, 没问题, 那我就先走了, 说吧, 他便向着黑暗出行去, 这一次交易的完成, 也给了他底气, 接下来二十多天, 他一直在附近的地方游走着, 连带着旁边公社的村子, 也跑了几个, 这中间还是出了几次事故, 有黑吃黑的, 不过被他用意念拿棍子敲了闷棍, 全给敲晕了过去, 让对方还以为自己在暗处藏了人, 也有不信任他, 带了一群人出现的, 幸好他有空间的存在, 发现不对劲立马撤了, 而且他一直都是晚上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天, 江小川正在空间里做着饭, 瞥了一眼在空间里四处乱窜的四小, 一阵头疼, 不对, 现在应该叫他们四大了, 这几个家伙不缺营养, 又有空间泉水加速, 此时已经长到四五十斤了, 活脱脱的大狼狗了, 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四小已经能听懂他的简单命令了, 他在空间里享受着, 而此时, 附近的二十几个村子,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 白天到处都有人在寻找这个人, 甚至有人在村里蹲点, 不过都被他提前发现躲了过去, 他用意念在附近弄出动静, 随后进入空间, 做出逃跑的动静, 这时候有谁能在黑夜里抓到他, 幸好从史志中都没有人见到过他的样子, 他也没有太担心,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要收手了, 但是他还是准备去一个地方, 那就是周家村, 估计小姑和小叔一家现在日子也难过, 周家村在公社的另一边, 也是这个公社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了, 至于江台村, 他肯定不会单独忘记, 不过江台村就是那个不信任他的村子, 想到江定中带着一群人来的场景, 他现在还在想笑, 不过最后还是交易了四万斤的红薯, 趁着天黑, 他来到了周家村, 老远便将车子收了起来, 徒步往村里摸去, 没走多远便感受到前方有人, 三个人正裹着不算厚的棉衣, 窝在草丛里, 冻得瑟瑟发抖, 哎, 你说那人会不会来, 都冻死了, 不知道呢, 听说有好几天都没出现了, 哎, 快点来吧, 村里的饭都快成清汤寡水了, 多怪那些人自己得到了粮食, 还在到处找人, 这不是害我们吗? 哎, 是啊, 估计现在就我们村子没有粮食了, 好了, 要不回去吧, 再等下去都要天亮了, 估计今天不会来了, 再等一会吧, 明天就换人了, 哎, 你说, 这人到底是谁, 怎么就在我们附近卖, 谁知道呢, 而且他粮食卖的也不贵, 不像是那些卖高价粮的坏人, 江小川在旁边听了一会, 加重了脚步, 好吧, 虽然看不见, 但是走路的动静, 还是能感受到的, 嘘, 有动静, 正在聊天的三个人, 听到前方的脚步声, 立马止住了声音, 江小川走到离对方十来米的位置, 停了下来, 没有动, 而趴在地上的三人, 见状也没有动, 一连好几分钟, 见江小川都没有动, 三人实在忍不住了, 一个年龄大点的农民, 这才站了起来, 这个点, 除了那个卖粮食的, 不会有人了, 要么就是偷粮食的, 对着前方小声地问道, 同志, 你是不是来卖粮食的, 说大, 其实也就二十七八岁, 江小川一直在等对方说话, 见状便说道, 是的, 你们村长呢,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叫人, 大林, 快去叫周叔, 江小川见状便说道, 不要太多的人, 不然我们不会运粮食过来的, 跟他说, 只有四万斤了, 对方见状只点头, 知道, 知道, 江小川没等多久, 二盏灯伴随着四道身影, 便朝着这边走来, 估计对方也知道了江小川的规矩, 没有上前, 举着马灯, 对着他喊道, 同志, 您真的是卖红薯的那个,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是不是你们不是都听过了吗, 对方听到他的话, 赶忙说道, 好好, 那走吧, 来到地方, 等东西检查完, 很快几人的交易就结束, 江小川并没有离开, 趁着这些人在忙碌地搬运红薯, 他摸到了黑暗处, 转个方向便向着村里偷偷摸去, 在他的记忆里, 模糊地记得两家的位置, 小姑周明和嫁给了同村的异性了, 小叔周明人离小姑家也不是太远, 一路上躲过了几个去搬粮食的人, 随后悄悄摸到小姑家的院子后面, 意念一动, 屋里居然有亮光, 此时屋子里周明和和丈夫郑龙, 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 郑龙正在穿着衣服, 显然是准备出去, 周明和替旁边小女儿理了一下被子, 随后对着丈夫说道, 哎, 你那么着急干嘛,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呢, 郑龙笑着说道我们村子还能有什么事, 肯定是弄到粮食了, 估计现在很多人都去了, 听到他的话, 周明和叹了口气道, 哎, 不知道能弄到多少粮食, 这顿顿西周都吃了半个月了, 行了, 别叹气了, 有的吃就不错了, 过了今年就好了, 说完, 他穿上鞋子便朝着屋子外面走去, 等一下, 提着马灯没走出去多远, 便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 他以为是村里去看粮食的人, 便扭过头, 用马灯照来一下, 见照不到人便问道, 谁啊, 我是卖粮食的人, 郑龙听到他的话, 刚想说话, 便听见江小川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声音小点, 不要叫, 郑龙听到他的话, 没有说话, 明显是在犹豫了, 江小川见状便说道, 村里的动静你也听到了吧, 我这里还有一点剩下的红薯, 大概二百斤, 你要不要, 郑龙听到他的话, 眼前一亮, 不过他还是犹豫了好一会, 这才打量了一下四周, 见没人过来, 便低声说道, 先进屋里, 随后他便提着马灯, 向着家里走去, 周明和见丈夫回来, 于是下床走到堂屋, 奇怪地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噓, 声音小点, 我碰到那个卖粮食的人, 他还有一点剩余的红薯, 我们要不要, 周明和听到他的话, 心里一惊, 赶忙对着院子里看了一眼, 可惜什么也看不见, 郑龙见状对着媳妇说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卖粮食那个人不让面见, 周明和文言犹豫了一下, 这要是骗子怎么办, 郑龙文言笑了笑, 别的村都是几万斤的卖, 你没见村里的动静, 要是骗人, 早就炸窝了, 不会喊着搬粮食, 行了, 赶快拿钱, 别让人等太久了, 人家做这么大的买卖, 哪里能让人家等你, 说完, 就要去拿钱, 周明和听到他的话, 犹豫了一下, 问道, 要多少, 郑龙想到之前传闻的价格, 拿四块钱吧, 咱们买一百斤预防着, 村里还能跟着吃点, 周明和文言点了点头, 便转身去屋里拿钱了, 出来的时候, 他手里拿着八块钱, 递给了他, 郑龙见他拿了八块钱, 便说道, 拿那么多干嘛, 我们要一百斤就行了, 周明和听到他的话, 没好气地说道, 你只顾着自己了, 把五哥给忘记了, 前几天他还弄了半斤玉米面给我们呢, 郑龙闻言尴尬了一下, 怎么会忘记, 我这不是太着急了吗, 就没想起来, 周明和白了他一眼, 他也知道自己丈夫是什么性子, 估计是真的忘记了, 行了, 去吧, 嘿, 好嘞, 你等着, 随后拿着钱便关上门, 出了堂屋, 江小川一直站在院子门口, 静静地听着, 见对方过来, 他往后退了退, 一直退到屋檐下, 郑龙摸着黑来到院子门口, 低声喊道, 同志, 在吗, 江小川闻言回去了一句, 在呢, 在屋后面去拿吧, 听到江小川的话, 他立马摸了过去, 果然, 在屋后面的屋檐下, 躺着两个袋子, 他摸索了一会, 确认都是红薯, 这才返回来, 对着江小川说道, 同志, 太谢谢你了, 这钱放哪里, 你把钱放地上, 你去搬吧, 郑龙闻言便将钱放在了地上, 这才高兴地转身去屋后面搬红薯去了, 等他摸着黑, 将一袋红薯搬回来的时候, 门口附近已经没有了江小川的身影, 此时他已经离开了, 之前听到周明和说, 红薯会给小叔周明人加一半, 他也就不用再去小叔那再跑一趟了, 他打量了一下空间, 之前收获加上这段时间的收获, 一共八十万斤红薯, 已经剩下的不多了, 最多还有几千斤, 而玉米和小麦倒是数量很多, 但是没有弄成玉米粉和面粉, 也就不好去卖, 只有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来卖一些玉米粉, 这些粮食紧张一些, 勉强撑到春收, 此时他手里已经有三万多块钱, 看着手里的钱, 说是实话, 这钱他拿着感觉心里有点不安, 但是又不能不收钱, 他对着镜子打亮了一下自己, 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很长了, 他准备去县城跑一趟, 之前乘风帮了自己大忙, 还没送点东西给人家呢, 他准备给对方送点东西, 顺带把头发给理了, 趁着天还没亮, 他便骑着车赶到了县城, 来到县城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但是路上没有什么行人, 找了个角落, 闪身进入了空间, 将高桥和家常的裤子弄回原样, 又将自己化的妆给洗了, 随后弄了点东西吃, 在空间里睡了一会, 这才精神饱满的出了空间, 骑着车来到剃头的地方,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剃头师傅, 正在那里磨着剃须刀, 应该还没有营业呢, 师傅见江小川过来, 招呼了一句, 小朋友, 这么早啊, 剃头吗? 江小川点了点头, 是啊, 头发比较长了, 剃一下, 好, 那你等一会, 我马上就好, 等了一会, 等剃头师傅磨好了剃须刀, 便开始给他理了起来, 拿着剪刀, 拽着头发的发梢, 便开始剪了起来, 随后又用剃须刀修了一下, 没多久, 头发便剃好了, 江小川看着这个头发, 真的想说好土, 不过现在都是这种发型, 他也不想搞得太过独特, 否则别人要说思想有问题了, 付了五分钱, 便骑着车离开了, 现在才七点多钟, 也不知道乘风上班了没有, 想着送东西的话, 在他工作的地方也不合适, 他从空间里拿出了两只兔子和一瓶蜂蜜, 便朝着家属楼行去, 来到地方, 他用麻袋提着兔子, 手里揣着一瓶蜂蜜, 朝着二楼走去, 路上又碰到了上次的那个大妈, 正在下楼, 小朋友, 你又来了呀, 是找小成的吗?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阿姨, 我是来找成叔叔的, 对方点了点头, 看着江小川手里的东西, 不过他也没有问, 上次来过一次, 都是小孩子来的, 他以为江小川是成风的亲戚, 便说道, 行, 那你上去吧, 你再晚点, 估计他就去上班了, 江小川对着他道了声线, 这才提着东西上去, 来到房门前,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房门很快便被打开了, 开门的还是秦风的媳妇江玉兰, 江玉兰看着眼前的孩子, 有点眼熟, 这才想起来上次来过, 小朋友, 是你呀, 是找成风吗? 是的, 阿姨, 我找成叔叔, 江玉兰文言对着里面喊了一句, 成风, 有人找你, 谁呀? 伴随着声音的传来, 成风拿着牙刷出现在门口, 小川啊, 你怎么来了? 成风见识江小川, 他惊讶了一下, 随后看到江小川手里的东西, 便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什么意思? 给我送礼来了吗? 江小川笑了笑, 江说, 你就让我站在这里和你说话? 成风文言翻了翻白眼, 说道, 行了, 进来吧, 一会把东西带走, 江小川文言没有说话, 跟着进了屋子, 此时, 客厅的桌子上, 两个稍微大点的女孩, 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 正在喝着稀饭, 桌上的碗里, 还有一点点自家腌制的咸菜, 成风笑了笑对着他介绍道, 这是我三个孩子, 江小川笑着对几人点了点头, 三人也是笑笑没有说话, 成风看着桌上的稀饭, 对着江小川问道对了, 没吃饭吧, 吃点稀饭, 玉兰给他盛碗稀饭, 随后对着自己媳妇说道, 江玉兰听到他的话, 便去了厨房, 江小川见状连忙说道, 别, 程叔叔, 我吃过来的, 成风美好气地说道, 你从村子里过来, 怎么可能吃饭, 别客气了, 说话间, 江玉兰已经端着一碗粥出来了, 江小川见只能接了过去, 再推辞, 就是看不起人了, 稀饭也是玉米红薯粥, 和村里食堂吃的没什么区别, 看来成风的日子过得没有想象中的好, 成风一边洗脸, 一边问道, 这么早来找我干嘛, 别跟我说, 就为了给我送东西, 给我带回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 现在村里也不好过, 江小川文言, 快速扒拉两口, 便将稀饭喝完了, 反正也没多少, 随后他便笑着说道, 程叔, 你还别说, 我还真的给你送的东西的, 说完, 他便把袋子打开, 露出里面已经晕过去的兔子, 来之前他已经将兔子打晕了, 不然在袋子里动来动去, 被人看到不太好, 成风见袋子里两只又大又肥的兔子, 立马脸色一变, 小川, 东西给我带回去, 我不要, 江小川知道他, 肯定会这么说, 程叔说, 这兔子不是我买的, 是我抓的, 我们那里有山, 经常能抓到兔子, 程风文言, 还是坚持地说道, 那也不行, 给我带回去,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说道, 程叔说, 你不吃, 总给姐姐弟弟吃吧, 程风文言, 看着在旁边两眼放光的三人, 他皱着眉头, 自己有六两肉的定量, 妻子一个月有半斤肉的定量, 三个孩子减半, 也就是一个月有一斤半左右的定量, 看着挺多的, 但是这是一个月的量, 江小川看着程风又说道, 再说了我这自己抓的, 又不要钱, 又不是偷的, 怎么就不能要了, 我又不是找你给我开什么后门, 程风文言翻了翻白眼, 小孩子知道什么叫走后门吗, 犹豫了一下, 随后他便笑着说道, 行, 那谢谢你了, 不过你得收钱, 江小川见状哪能收钱, 程叔说, 我这自己抓的, 怎么能收钱呢, 那不是倒买倒卖了吗, 程风文言没有理他, 随后指着桌子上的盐水瓶问道, 这又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秋天的时候, 在山里采的蜂蜜, 给您尝尝, 旁边的三个孩子听见是蜂蜜, 眼睛立马更亮了, 程风见状喝道, 还不赶快吃, 马上上课要迟到了, 江小川文言, 这才明白, 上次来了, 为啥没看到这三人, 三人文言赶忙吃了手里的稀饭, 程风这才转过身来, 说道, 你等一下, 说完便转身进了屋里, 过了一会, 他便出来了, 手里拿着几张一块钱, 递给了江小川, 江小川正要推辞, 他便说道, 这钱你收着, 我和你阿姨还是有点工资的, 只是这些东西都有定量, 我们不好买而已, 随后又说道, 我也不给你多了, 兔子十来斤, 我就按照七毛一斤, 那蜂蜜我就给你三块, 这已经是占了便宜了, 你要是不要, 东西你就拿走吧, 江小川文言, 尴尬了, 这送礼成卖东西, 不过他看程风的表情, 不像是开玩笑, 只能无奈地说道, 程叔说, 这些都是我自己抓的, 你这让我怎么收钱, 旁边的江玉兰在旁边看了半天, 他突然开口说道, 小川, 你这些东西经常能抓到吗, 程风听到他的话皱着眉头, 但是没有说话, 江小川文言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犹豫了一下, 便说道, 能是能抓到, 不过得靠运气, 风腻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不过也不多, 江玉兰笑着说道, 行了, 程风, 你就收下吧, 随后便对着江小川说道, 小川, 这样吧, 这次你叔叔就收下了, 下次你要是再能弄到的话, 到时候我们出钱买, 这样可以吧, 也算帮我们忙了, 江小川文言赶忙说道, 行, 那下次我帮你们收一点过来, 不过不多, 程风见媳妇已经张口, 想了一下只能说道, 行, 那下次可得收钱了, 不然我不要, 江小川文言松了口气, 这要是真的收了钱, 就太尴尬了, 不过他也知道江玉兰说的是对的, 城里如果家里孩子不是很多, 一般都有一些存款, 吃肉还是吃得起的, 只是因为定量的问题, 买不到而已, 除非去黑市, 但是以程风的身份, 他肯定是不会去的, 只能靠着他们的那点定量维持着, 趁着江玉兰要去送孩子上学, 他正好也告辞了, 离开家属楼, 他这才舒了口气, 笑着摇了摇头, 便向着供销社赶去, 都来了县城, 他怎么能不去看看江小梅呢, 来到供销社, 只见王大姐和江小梅正在整理着东西, 王大姐见识江小川过来, 笑了一下, 正要喊江小梅, 不过他看到江小川做出嘘声的动作, 笑了笑, 便继续整理着他的东西, 江小川来到姐姐的身后, 捏着鼻子对着他说道, 同志, 给我来包颜, 江小梅听到背后的声音, 赶忙将手里的东西往里面推了一下, 说道, 好的, 等一下, 你要多, 当他转过身来, 看着身后偷笑的江小川, 立马吼道, 臭小子, 敢捉弄我, 皮痒了, 随后问道, 你怎么来了, 江小川笑了笑说道, 我过来, 看一下你怎么样, 江小梅笑了笑, 我很好啊, 江小川文言点了点头, 两人又聊了几句, 随后江小梅对着他说道, 爹, 中午别回去了, 去家里吃, 随后他对着旁边的王大姐, 不好意思的说道, 王姐, 能不能借我点粮票和肉票, 放心, 没几天就能买粮食了, 到时候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王大姐听到江小梅的话, 脸色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一张两斤的粮票, 递给了他, 说道, 小梅, 我这家里粮食也不多了, 肉票已经用了, 谢谢王姐, 江小梅也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粮食都紧张, 江小川在旁边疑惑地问道, 姐, 你这不是有粮本了吗, 怎么还不能买粮食, 江小梅对着他说道, 我和你姐夫, 只有我才有定量, 这一天一人只有半斤不到, 他打量了一下江小梅, 感觉对方更瘦了, 便问道, 那你这些天吃什么, 供销社不像工厂有食堂, 江小梅不好意思地说道, 都是王姐和主任借给我的, 我们隔壁的邻居也借了一点给我们, 随后又小声地说道, 你姐夫去黑市里买了一些, 就是有点贵, 想到两人东界西界的, 江小川文言皱着眉头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 听到他的话, 江小梅没好气地说道, 你能从哪里弄粮食, 文言他翻了翻白眼, 随后他想了一下, 笑着说道, 那行, 我先出去有点事, 等会来找你, 江小梅看了一眼, 供销社笑了笑说道, 行, 那你去吧, 离开了供销社, 找了个地方, 带到江小梅快吃中午饭的时候, 这才返回, 不过回来的时候, 他的车上放了两个袋子, 王大姐看到江小川回来, 便对着江小梅说道,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就走, 江小梅见状对着他道了声谢谢王姐, 随后便跑了出来, 来到镜前, 看着江小川车子上的袋子, 奇怪问道, 这里里面是什么,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催促着, 回去说快走吧, 我都饿死了, 江小梅文言便带着他往自己家赶去, 没有骑车, 因为带着江小梅不方便, 也不是很远, 走路也就十几分钟, 来到地方, 此时另外几家还没开始做饭, 只有老人带着孩子在家, 将东西提到屋子里, 这才打开袋子, 江小梅看到袋子里的东西, 惊讶了一下, 因为里面装着一袋玉米粉, 估计有五十来斤, 而另外一个袋子里, 装着一袋子红薯, 差不多也有五十来斤, 不过红薯袋子里, 还有一个小布袋, 他打开小布袋, 看着里面有一块五斤左右的野猪肉, 赶忙对着江小川问道, 小川,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做出奇怪的样子, 你们能去黑市买东西, 我就不能去了吗, 江小梅文言说道, 你这么小没事, 往黑市跑干嘛,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行了, 别说了, 赶紧做饭去吧, 我都饿死了, 对了, 姐夫最近在干嘛, 江小梅建东西都已经买回来了,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文言他说道, 他在纺织厂里做零食工呢, 产煤炭,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能找到零食工已经不错了, 至少还有一半的工资, 两人暂时也没有孩子, 问题不大, 过了这个月就好了, 江小梅将东西收了起来, 这才切了一块肉下来, 开始做饭, 很快肉香便飘满了院子, 正在院子里玩闹的孩子, 闻着味道闹着要吃, 不过被老人拉回了家, 江小川见状感觉还不错, 饭快做好的时候, 李广志这才回来, 见江小川过来, 高兴地说道小川, 你怎么来了, 江小川笑着说道, 今天过来看看姐, 姐夫, 身体怎么样了, 随后便打量了一下他, 一身的黑灰, 应该是煤炭导致的, 不过看上去, 没有之前那么虚弱了, 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李广志一边洗着脸, 一边笑着对他说道, 已经没问题了, 反正我感觉没什么了,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点了点头, 他没有去问对方上班累不累, 大男人哪有那么矫情, 等他慢慢熟悉了城里, 让他自己想办法, 再怎么说也是初中生, 这年代初中生还是比较吃香的, 很快饭便好了, 李广志看了一下饭菜, 惊讶地问道, 我说刚刚进来怎么问到肉香, 我还以为是隔壁做的呢, 小梅, 这肉哪里来的, 江小梅白了他一眼, 这是我弟带来的, 难道指望你啊, 随后又指了指床底下说道, 他还给我们带来好多粮食, 李广志文言, 尴尬地笑了一下, 江小川在旁边看着直乐, 这江小梅本来性格就泼辣, 再加上他以后是正事工, 这李广志估计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 不过他可不会帮李广志解围, 自己姐姐强势一点, 还是好的, 只要别过分就行了, 李广志看了一眼江小梅说的粮食, 惊讶地说道, 小川, 你从哪里弄的粮食, 江小川笑着说道, 从黑市买的, 李广志文言点了点头, 江小梅看了一下碗里的菜, 想了一下用一个干净的碗加了三块肉, 又从玉米面里面咬了一小袋子, 随后端着碗便去了隔壁, 过了一会才端着一个空碗回来, 隔壁则是传来孩子欢快的笑声, 江小川和李广志见状都没有说什么, 知道他应该事还之前借的粮食, 三个小孩一人一小块肉, 不算什么烂好人, 有时候远亲不如近邻, 吃完饭, 他便骑着车离开了, 回到村里的时候才下午, 离吃饭还有好一会, 回到家发现江小和并不在家, 估计是出去玩去了, 躺在自己暖和的床上, 感觉还是家里好啊, 虽然空间很暖和, 但是总感觉心里一点都不踏实, 不对, 随后他猛地坐了起来, 之前回来, 自己下意识地扫试了一下, 屋子看人在不在, 也就没有仔细地去看, 现在意念重新扫过, 他发现秦霄的屋子被子叠得好好的, 但是柜子里的包裹不见了, 他来到秦霄的房间, 检查了一下, 确实东西都没了, 他皱着眉头, 出了院子, 在胡子家里找到了江小和, 屋子里正在玩的江小和, 听到江小川的呼喊声, 赶忙跑了出来, 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去,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随意地说了一句, 嗯, 有事耽误了, 走, 回家吧, 江小和便跟着他回来了, 回到家江小和见没有看到四小, 疑惑问道, 哥, 狗呢, 听到他的话, 他只能敷衍地说道, 放别人家了, 等过段时间再去带回来, 对了小和, 秦霄呢, 江小和听到他的话呕了一声, 随后一脸可惜地说道, 秦霄他爷爷来了, 把他接走了, 江小川闻言, 心里也是有点失落, 这不是对男女感情的失落, 毕竟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 想到秦霄的面具还在自己手里, 看来只能下次再换给他了,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碰到, 哥, 秦霄说了一个地址, 说, 以后去市省城, 可以去找他, 江小川被他的话打断了思绪, 连忙问道, 哪里, 听到弟弟说的地方, 他记在心里, 随后嘴上轻嗷了一声, 坐前往省城的车子上, 秦霄看着旁边吹胡子瞪眼的爷爷, 吐了吐舌头, 秦老头看着旁边的孙女, 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说你, 干嘛把那东西给他, 那可是咱们秦家祖传的宝贝, 让你把东西收好, 你还是把东西给他了, 幸好就住几个月, 万一再住个几年, 岂不是人都跟他跑了, 秦霄在旁边道爷爷的话, 耳根子通红地打怪地说道, 爷爷, 你乱说什么呢, 我才多大, 小川哥又不是坏人, 我只是借给他而已, 秦老头子文言没好气地说道, 那小子也不是好东西, 别人家的宝贝都惦记, 秦霄文言嘟囔了一句, 不是你说他不会是个坏人吗, 不会看走眼的, 听到去秦霄的话, 秦老头噎住住了, 随后哼了一句, 我是说那小子不是坏人, 但我也没说那小子是个好东西, 秦霄听到他的话在一旁偷乐, 不过看到秦老头不好的脸色, 赶忙收起了笑容, 说道, 爷爷, 小川哥答应我, 会还我的, 秦老头听到秦霄的话, 脸色这才好看一点, 随后叹了口气, 现在只能这样了, 等下次见面再把东西要来, 秦霄在旁边听到他的话, 这才松了口气, 下意识地哼了一个吊吊, 不过看到老头子看向自己, 这才停了下来, 吐了吐舌头, 时间一晃, 已经是腊月二十二了, 明天就是小年了, 自从秦霄走了, 家里瞬间变得安静了, 就连江小和都安静了许多, 虽然江小和对秦霄, 洗澡非要在自己屋子里, 还不允许自己光屁股的做法, 看不惯, 但是毕竟, 算是在一起这么久的小玩伴了, 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这天凌晨村里又热闹了起来, 因为要去公社里浇猪了, 这养了一年的猪, 终于可以出栏了, 这么热闹的场景, 江小川肯定要是看看热闹, 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 不过, 看江定中的表情, 不是很好, 因为现在浇猪, 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体重,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人都吃不饱, 哪得有太多的粮食给猪吃, 老刘, 猪都喂饱了没? 正在人群里忙碌的刘快记, 见状吆喝了一句, 吃饱了, 不过到地方, 估计都得拉完, 江定中听到后点了点头, 随后挥了挥手, 人群便推着绑着猪的车, 缓缓向着公社走去, 村里的男的劳动力, 几乎都出动了, 交猪的收购站也在公社里, 周围十里八村的农民, 都是在那个地方交猪, 来到收购站, 这里非常热闹, 跟唱小戏一样, 一辆辆车拉来十里八乡的猪, 猪在车上挣扎的嗷嗷叫, 也有用手推车推来的, 厉害的猪挣脱绳索跑了, 后面几个人在撵, 还有收购站附近的人家赶猪来的, 一个进吆喝, 来交猪的人表情很复杂, 各样神态都有, 应该是感觉自己村里的猪养的不怎么好, 姜定中带着江台村的人, 很快便来到收购站, 等待着收购站的人, 姜小川看着附近赶猪过来的带头人, 心里吆喝了一下, 都是老熟人啊, 老姜, 你们村的猪怎么样? 姜定中听到声音, 扭过头, 只见孙正林和其他几个村的一把, 正在聊天呢, 他叹了口气, 都是三等, 二等的估计很少, 那时候养猪分等级, 根据体重分为三等级, 一等的为200斤以上的大肥猪, 四毛一斤, 次一级的为160斤以上的猪, 为二级猪, 三毛一斤, 最低的是120斤以上, 才是三等级, 两毛一斤, 120斤以下的, 除非特殊情况, 不然不收, 不过有经验的验收员, 用手就能摸出猪肉的等级, 它们是按照猪肉的肥猫厚度来计算的, 最好的是四指标的, 最差的为二指肥猫, 孙正林听到他的话, 一阵羡慕, 自己村子的猪, 估计只有一半是三等猪, 剩下的悬了, 很快收购站的铁大门打开了, 各种车辆鱼贯而入, 大家七手八脚, 卸下自家村里的猪, 将猪赶到一个大铁闸篮里面, 陌生的猪你挤我, 我挤你, 互相抢立足的地方, 来交猪的人围成一个圈, 看着自己村里的猪, 可别和别的村弄差了, 燕等员懒洋洋地叼着烟卷, 手拿一只毛笔, 挤进了猪群, 将定中等人目不转睛盯着猪和燕等员的毛笔, 燕等员不慌不忙瞧准一头猪, 摸摸后背, 用手指按几下, 开始花杠了, 一道杠为一等, 说明这个猪胖, 出肉率多, 收购的价格高, 两道杠次之, 三道杠是最瘦的猪, 价格最低, 将定中等人最怕燕等员鸭等, 鸭等就等于少卖钱, 一头猪出多少肉, 没有具体标准, 完全靠燕等员的大约吗? 那年月, 收购站的燕等员最牛, 走路都和普通农民不一样, 很多村民都想着, 将来我孙子也当燕等员, 朴实农民啊, 感觉燕等员就是子孙后代最高的理想了, 一直忙活到快中午, 全部的猪才过半完毕, 将定中和孙政林众人, 这才拿着单子出来, 都是一脸的颓色, 没办法, 现在吃饭都是问题了, 哪有那么多粮食养猪, 猪能胖起来才怪, 下午, 回到村子, 吃了饭, 将定中便开始招呼村里人, 开始杀猪了, 交了任务猪, 村里还剩下两头比较瘦的猪, 不杀, 也没有多少粮食给他们吃了, 而且明天就是小年了, 一通忙活, 三头猪这才宰杀完毕, 除去内脏和骨头, 一共出了不到150斤的肉, 一人也就不到半斤的肉, 都比不上之前抓的那头野猪, 不过这些猪不可能一顿吃完, 这还要留着过年的时候吃呢, 加上之前野猪肉吃剩下的, 被腌制了起来, 大概平均能有个一斤左右的猪肉, 可以过一个肥年了, 吃了饭回到家, 江小川正在想着什么时候去城里, 把贺老爷子的浴室给弄回来, 而且城里现在也缺粮食, 大旱导致很多地方欠收, 工粮就不可能交得起, 虽然有些地方因为某些原因, 交了很多很多粮食, 城里的粮食虽然饿不死人, 但是还是不够吃的, 不过此时一个人的到来打乱了他的思绪, 时隔几个月, 赵启年来了, 这次是他一个人开车来的, 当江小川看着赵启年过来的时候, 他愣了一下, 怎么了? 小子, 看到我来了, 不开心, 赵启年从车上下来后, 哈了哈手, 看着江小川的表情, 笑着说道, 江小川看着眼前的老头子, 有点无语, 其实他对于赵启年的感官没有那么强烈, 没有见过面, 突然这样蹦出来说是自己父亲的领导, 还是感觉有点怪异的, 他倒不是怀疑对方的真假, 只是从心理上暂时还接受不了而已, 不过他还是笑着对老头子说道, 赵爷爷,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开心了, 我只是惊讶好吧, 毕竟这老头和前身的父亲, 那是真的有感情的, 赵启年见状这才笑着说道, 这还差不多, 走, 进去,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随后从车里拿出了一个大的包裹, 江小川皱了一下眉头,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而此时附近已经围了很多人, 毕竟汽车在村里还是很罕见的, 每次都会被围观, 只是建军车都不敢上前而已, 见人都进去了, 众人都散了, 只留下几个调皮蛋还没走, 江小川跟着对方来到屋子里, 赵启年这才打开包裹, 只见里面散落出来很多东西, 有糖果, 有两件新的衣服, 还有两双布的棉鞋, 赵启年打开了袋子, 对着他说道, 过来试一下, 小家伙你也过来, 随后又喊了一下, 听到动静出来的江小和, 江小和见状看了一下哥哥, 小和, 叫赵爷爷, 他就是爹的领导, 就是赵爷爷说, 让我们去省城吧, 江小川对着不明所以的江小和说道, 江小和闻言叫了一声赵爷爷好, 便站在那里不动了, 赵启年见状没好气地说道, 站那里干嘛, 过来啊, 这衣服和鞋子, 这是我家老婆子做的, 来试试, 说吧, 便将衣服递给了两人, 两人无奈便试了一下, 赵启年看着两人穿的衣服, 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尺寸, 只是大约么的, 这好像有点大了, 江小川看着两人的衣服, 无语地想到, 这叫大一点点, 他的衣服确实大了一点点, 但是江小和的衣服, 可是大多了, 就是鞋子都大多了, 赵启年看着江小和身上的衣服, 说道, 没事, 大一点可以多穿两年, 不行的话, 你让你娘给你改一下, 随后他从袋子里, 又拿出了一斤糖果, 和一块腊肉, 腊肉估计有个两斤左右的重量, 最后他才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布袋子, 叹了口气说道, 这是五斤面粉和二十斤玉米粉, 我知道农村现在不容易, 这些东西你先收起来, 至于交不交到村里, 你自己看着办, 他的意思还是想让江小川留着自己吃, 江小川见状沉思了一下, 这些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以老头子的定量, 估计这些都是省下来的, 正在他沉思的时候, 赵启年说了一句话, 小川,我这次路过, 要不你们和我一起去省城吧, 一起过个年, 我们就三个人, 人多热闹点,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愣了一下, 随后便摇了摇头说道, 赵爷爷,不用了, 我们就在村里过年就行了, 想到他说了三人, 有点奇怪, 还有谁, 便问道, 赵爷爷, 还有谁, 赵启年文言轻叹了一句, 是我那孙女, 他爹走了, 他娘后来改嫁了, 现在一直跟着你赵奶奶, 江小川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他想到刚刚赵启年拿来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赵启年的级别, 但是定量不会高到哪里去, 这年代, 周先生都是只有28斤左右的定量, 最多城里缺粮食的时候, 别人粮食本上的粮食买不足, 他能买足而已, 他一个人供养三个人, 还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东西, 显然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这让他很感动, 同样也很纠结, 自己可是不缺粮食, 但是又不能告诉他, 这粮食拿着烫手啊, 赵爷爷, 现在村里还有点粮食, 这些你就带回去吧, 衣服和鞋子我就收下了, 赵启年不在意的说道, 我们两个老的和一个小的, 能吃多少东西, 再说了, 带都带来了, 还能带回去,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沉默了一回, 行, 那谢谢赵爷爷, 我们就先收下了, 他在想着, 过几天自己准备去省城, 把贺老的玉石都给收了, 到时候给他们带点东西吧, 不然这年过得都不安心, 赵启年见江小川收下东西, 便问道, 真不和我们去省城过年, 反正我们人少, 来了也热闹一点, 江小川想到, 去了省城, 还不知道他家住哪里, 便没有拒绝, 只是说道, 赵爷爷, 你们在省城住哪里, 明天我还要去看看我姐, 过几天要是去的话, 我们就自己过去, 赵启年听到他的话, 也就没有劝说, 行, 今天我是路过, 后天我就会在家里了, 那要是你们去的话, 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随后告诉了他一个地址, 便离开了, 江小川看着对方离开, 这才返回屋里, 看到弟弟正在看着桌子上的糖果, 便说道, 行了, 自己去吃吧, 江小和健壮便拿起桌子上的糖果, 开心地吃了一颗, 晚上等江小和睡着了, 他便进了空间, 他在想着, 怎么还人情呢, 他其实不太想欠人人情, 打量了一下空间的东西, 他想了一下, 挖出来一颗十来年的人参, 现在自己空间的人参, 都被浇灌泉水了, 生长速度很快, 这三个多月相当于外界的两年了, 就连那些珍贵的紫檀和黄花梨的木头, 他都给浇灌了, 只是现在长得慢了点而已, 他想了一下, 从空间取出了一瓶茅台酒, 手里没有其他的酒了, 只能用茅台了, 看来得找个机会自己酿一点了, 不过现在也没有酒区, 过几天去找人要一点, 村里有些人会做酒, 单的酒区应该会有一些, 又找了一个盐水瓶, 往里面倒进去一大半, 这才将人参放了进去泡着, 此时还有一些空隙没满, 他准备过过几天再往里面放点空间泉水, 至于为什么过几天再放泉水, 他也是怕水分多了, 人参会泡烂了, 前世的时候听说泡酒都得度数糕点的, 就是不知道这样, 还能不能能品得出来茅台酒的味道, 毕竟茅台比较贵, 用茅台其实有点扎眼, 这当兵的很少有不爱喝酒的, 不过有一些确实不喜欢喝酒, 随后宰了十几只兔子, 给腌制了起来, 到时候给他带几只好了, 剩下的等过年的时候用, 至于粮食, 到时候再看吧, 过了一夜,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也就是小年, 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 清洗各种器具, 拆洗被褥, 撒扫院子, 还得把鸡脚嘎拉里的蜘蛛网都给扫了, 当地人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 也叫扫尘日, 不过有些地方的小年都不一样, 有的是二十四, 有的是二十五, 江小川看着村里忙忙碌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 正在洗洗刷刷, 他想着, 估计过几年, 六十六年的时候, 这些传统节日都不敢过了, 到时候, 谁家赶出来扫尘, 那就是封建迷信思想作祟, 在村子里, 小年一般都会弄一些好吃的, 往年都会将平时节省出来的面粉, 弄一些出来做个南瓜饼, 红枣馒头之类的来祭造神, 条件好点的弄点带一点点荤腥的饺子, 不过看今年的收成, 估计那些面粉得留着过年才能吃了, 至于以前地主家才能吃的糖瓜, 那只能想一下了, 不过, 大清早就听到村里人在说, 今天中午吃饺子, 听说还有豆腐, 江小川闻言, 估计是自己不在的时候, 将订中末的豆腐, 很快中午吃饭的时间便到了, 众人簇拥着前往村里的大食堂, 江小川看了一眼, 大锅里只有一道菜, 猪血, 猪下水, 加上豆腐和大白菜, 炖出来的一锅菜, 而旁边堆着一大堆的饺子, 饺子成灰黄色, 看着肯定不好吃, 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很快江小川带着弟弟领到了自己的饭, 半碗浓稠的玉米红薯粥, 上面扣了半勺子炖菜, 看着还不错, 猪血豆腐之类的, 每种都有个一两块,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大白菜了, 而饺子他领到了三个, 他看了一眼, 大人五个, 妇女四个, 小孩和老人三个, 不过, 好像大家对这样的分配都没什么太大的意见, 他皱了一下眉头, 下意识地闻了一下自己的碗, 有一股子酸味, 他看着碗里的菜, 猪血之类的是昨天杀的, 白菜之类的更不可能有酸味, 那就只有豆腐了, 虽然现在天比较冷, 但是豆腐做好以后不吃, 放时间长了终究会酸掉, 看着旁边喜气洋洋的众人, 他们吃得都很开心, 就连江小和都在吃着, 他看着江小和很快便吃完了, 他将菜拨给了江小和, 看到旁边人怪异的眼神, 他笑着解释了一句, 我不喜欢吃豆腐, 江小和听到哥哥的话翻了翻白眼, 上次他带回来豆腐不比自己吃得少, 不过他没有说话, 结果哥哥的豆腐大口开始吃了起来, 旁边的人羡慕地看了一眼, 随后看看自己家里人, 心里想着, 怎么自己家里没有不喜欢吃豆腐的人, 要是有给自己吃也好啊, 随后江小川夹起来饺子, 放进嘴里, 嚼了一下, 他便炖煮了, 连忙扒拉两口稀饭, 这饺子面粉磨得有些粗糙, 而且感觉还带着一点沙子, 应该是用村里的石磨磨出来的, 没去公社里用机器打面粉, 所以没有完全筛干净, 现的话是大白菜的, 感觉有点肉味, 可是又没有感觉到, 估计是肉放的太少了, 就着稀饭将水饺吃了下去, 这才看着众人, 此时的众人都是喜气洋洋的, 好久没吃到饺子了, 自从前段时间村里买到一批红薯, 人们至少不用过着, 一干力气活就手软的地步, 吃肯定还是吃不饱的, 但是不至于饿得两眼发昏, 众人热闹地在聊天, 说等过两天要去山里捕猎, 希望能再弄点肉食出来, 这靠近大山的村子, 哪能不会捕猎呢, 以前人们偶尔会进去山里弄点东西, 填补一下家里, 改善一下伙食, 然后等过了小年, 接近年关, 附近的村子都会约定时间, 一起去山里转悠一圈, 现在不允许去山里私自捕猎, 只能等村里的集体行动了, 不过平时也会有一些人偷偷地进山弄点干货和野味, 只是这些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而已, 不然哪里来的东西晚上偷偷做饭, 不过野味很少弄到, 一般都是一些蘑菇之类的, 今年太干, 蘑菇就很少了, 人们都希望能弄来大家火, 这样村里的日子也能好过点, 想到明天他准备去省城一趟, 他便找到了江定中, 江定中看着江小川过来了, 没好气地问道, 是开证明出去, 还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江小川闻言尴尬了一下, 笑着说道, 江叔昨天不是我爹的领导过来了吗, 让我去城里一趟, 听到他的话, 江定中反身进了屋子, 给他开了一张证明, 递给了他, 他道了声谢, 这才离开, 回到家里告诉江小和自己要去省城, 对方只是嗡了一声, 便没有在意, 这让他莫名其妙, 难道自己去的次数很多, 已经习惯了, 他哪里知道江小和心里已经真的习惯了, 见哥哥没提带自己去, 他也就懒得再去问了, 反正说了也没用, 第二天早上, 大清早他便出发了, 马上就过年了, 他准备快去快回, 不准备再省城耽误时间, 回来安安稳稳地过年了呢, 来到公社的时候, 他想到之前农忙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去过田大夫家, 而且也没有打过招呼, 他想了一下, 便转到来到了田大夫家, 来到田大夫家的院子门前, 此时院子里还没有人, 不过田大夫一家已经起床了, 正在堂屋里, 从空间里拿出两个只兔子, 这才敲响了院门, 砰砰砰, 没过多久, 院门被打开了, 开门的是田大夫的儿子田红俊, 小川, 你咋来了, 随后看到江小川手里的袋子, 便黑黑问道, 小川, 有没有给我带啥好吃的,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将手里的袋子递给了他, 有, 赶快拿进去, 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田红俊不知道是啥东西, 但是还是接了过去, 随后两人这才来到了堂屋, 田大夫见识江小川过来, 诧异了一下, 李明月在旁边问道, 小川, 你这都快两三个月没来了吧, 今天怎么过来了, 随后他看到田红俊手里的袋子, 奇怪地问道, 红俊, 你手里拿的什么, 田红俊听到母亲的话, 他便说道, 娘, 这是小川给我们的, 随后他将袋子打开, 看到里面的东西, 惊讶地说道, 是兔子, 随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 李明月见识两只兔子, 也是心里惊讶, 小川这东西你带回去吧, 我这不能要, 之前的蜂蜜已经很贵重了, 江小川见状便说道, 婶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那里有山, 这是自己抓的, 李明月客气了一下, 也就收下了, 毕竟是做大夫的, 常年看病, 总会有人来送一些东西, 来感激, 江小川看着李明月, 不好意思地说道, 明月婶子, 你也知道之前农忙, 没时间过来, 后来家里有些事, 就给忘记了, 李明月笑了笑, 不在意地说道, 没什么, 那你今天是过来继续学习的吗, 听到他的话, 江小川歉意地说道, 婶子, 我这次过来, 就是说以后不过来了, 随后他又对着田大夫, 说道, 田大夫, 之前说给你采草药的, 这一农忙, 就给忘记了, 田大夫听到他的话, 也没有在意, 之前情况特殊, 他也知道, 毕竟那时候, 公社里为了铁的事, 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听到他说以后不来了, 他犹豫了一下, 问道, 小川, 你有没有兴趣学医,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 愣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说道, 田大夫, 我这学辨认草药, 也是为了村里, 学医就算了吧, 听到江小川的话, 田大夫心里还是有点可惜, 毕竟之前他就感觉, 江小川对辨认草药, 有着很高的天赋, 不过既然对方不愿意, 那就算了, 客气了几句, 他这才骑着车离开, 来到省城, 他直接奔着贺老家里, 将贺老家里的玉石全部收了过来, 他这才赶往黑市, 不过这次来黑市, 他不准备以真人的面孔来交易, 既然有面具了, 干嘛还要真人, 在空间里化好了妆, 这才出了空间, 骑着车便来到王胖子身边, 将车子停好, 他打量了一下王胖子, 随后对着他说道, 你这里有什么票, 王胖子听到他的话, 笑着说道, 同志, 你要什么票, 江小川见王胖子的反应, 显然是没有认出自己来, 酒票, 不票点心票, 油票之类的, 对了, 有没有煤票, 他想到姐姐家在城里, 没办法烧柴火, 只能烧煤炭, 虽然姐夫在纺织厂的食堂里烧煤炭, 但是这些他也弄不出来, 现在冬天了, 估计他家里的煤炭不会多, 煤票是有, 但是得煤症才能卖哦, 听到王胖子的话, 他皱了一下煤头, 看来还不行, 那算了, 有机会买了煤炭给他送去吧, 这个时候的煤票凭煤症, 按人口定量发放, 每年第四季度要带着户口本, 两本办理下年度购煤症, 居民购煤时要持正票到指定的煤店排队拉煤, 那你把茅台酒票都给我吧, 糖果票也给我几斤, 王胖子听到他的话, 愣了一下, 现在茅台酒的票这么好卖了吗, 不过他可不管, 只要有人买就行了, 他便笑了一下说道, 你还别说, 我这酒可是紧俏得很, 这还是一个老客户让我留的呢, 江小川笑了笑没有去辩解, 只是问了一下价格,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有人要了, 所以他又提了提价格, 江小川突然来了一句, 是不是有个人说一个月来一次, 听到他的话, 王胖子惊讶了一下, 迟疑地问道, 你是, 我是他朋友, 他没空, 让我来拿, 所以, 你这价格就不要乱报了, 王胖子文言尴尬了一下, 不过很快也就过去了, 他哈哈地笑着说道, 你这怎么不早说呢, 既然是订好的, 就算是现在涨价了, 那肯定也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啊, 江小川文言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涨价个鬼, 吃都吃不饱了, 酒能消费的多才怪, 王胖子健壮将收集来的酒票全给了他, 一共20瓶的茅台酒票, 6瓶如洲大区的酒票, 看着手里的票, 他皱了一下眉头, 问道, 你这怎么这么爽, 还没有上次给我朋友的多, 王胖子文言说道, 上次你朋友的酒票, 是我收上来没卖出去的, 这才三个月能收到多少, 之前收了一个月, 才收到四瓶, 要不是太少, 我准备只收一个月就不收了呢, 江小川文言点了点头, 付了钱, 随后又将他手里面仅剩的五金的邮票, 和六尺步票给买了, 付了钱, 他这才转到侯三这里, 看着侯三, 他想到, 白天在这里, 晚上卖粮食也在, 这人不用睡觉的吗, 看着江小川走过来, 他有点狐疑, 这人怎么给自己一种熟人的感觉, 来到近前, 他看着侯三问道, 侯哥, 收粮食不, 收, 不收我在这里干嘛, 看着侯三, 他笑着说道, 数量有点大, 侯三听到他的话, 这才反应过来, 这人给你自己熟悉的感觉, 是哪里来的了, 江小川, 他狐疑地问道, 你是, 见对方的表情, 他收起了笑容, 淡淡地说道, 上次我朋友过来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侯三问言确定对方是和江小川是一伙的, 随后尴尬了一下, 做任何一行不守规矩, 都犯忌讳, 他看了看江小川的身高, 难道对方的组织都是这种诸如正的人, 随后想到什么他眼睛一亮, 这次肯定数量不会少, 兄弟, 这次有多少东西, 江小川听到他的话想了一下, 还是不准备出手太多, 和上次的差不多就行了, 便说道, 五十万斤玉米, 现在什么价格? 你也别蒙我, 做这行的不可能不清楚价格, 侯三听到他的话, 思考了一下, 便说道, 之前秋收上来的时候, 价格下去过, 现在一毛四一斤, 江小川听到这个价格, 点了点头, 行吧, 那就这样吧, 晚上我去找你, 你东西准备好, 还是和上次一样, 尽量要黄金和玉石, 对了, 这次可别再像上次一样了, 听到江小川的话, 侯三笑了笑说道, 放心好了, 绝对不会了, 确认好以后, 他便离开了, 出来以后, 他想到空间里还有几十张酒票, 他准备去都买了, 放在空间里, 不过, 来到街道的供销社以后, 发现供销社每次最多只能买六瓶, 也就是一箱子, 不过如舟大驱酒倒是没有那么多限制, 没办法, 只能分开买了, 于是买了六瓶茅台和十瓶如舟大驱酒, 将东西放到自行车后面, 这才推着车缓缓地离开, 找到一个角落, 将东西收进了空间了, 不过他没有放在静止空间, 而是放在加速空间里, 据说, 这酒放的时间越长, 味道越好, 放的几年, 拿出来都是几十年老陈酿了, 随后他又分批次来到别的供销社, 加上百货大楼, 这才将所有的酒全部给买全了, 顺带把之前买的邮票和布票也用了, 这布票他是准备给姐姐的, 一共买四十六瓶茅台和十瓶如舟大驱酒, 一共花一百多块钱, 最贵的茅台现在也就两块九毛八一瓶, 如舟大驱酒要便宜一些, 骑着车子离开的时候, 他还在想着, 这一次信买了这么多, 会不会惹人注意, 想到明天早上他就准备离开, 今天准备去看看赵启年, 明天交易完之后, 他准备直接离开, 车子七到一半, 他想到了情消, 想着是不是先去看看对方, 估计赵启年肯定不会让自己走的, 会留自己在家里吃饭, 想到这里, 他便打听了一下位置, 在对方怀疑的眼神总, 这才按着只是来到地方, 到了地方, 他知道对方为啥是那个眼神了, 因为他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套楼房, 虽然不是那种传说中的小洋楼, 但是看样子时间应该比较久了, 看着眼前的房子, 他皱着眉头, 要知道现在这种房子, 都是以前有钱人遗留下来的, 这些人到了66年, 那可是一点也不好过呀, 难道秦霄也是这样的家庭? 想不通, 他便不再多想, 随后便敲了敲门, 随后便敲了敲门,